第一集 全员十年 五星错行 夜中星陨如雨 毁防射两天 伤一人 大夏集 卷十三 大夏王朝 观天司 青天官青苗淡写的 在竹书上记录一句后 便去忙别的事情 允星虽说显见 但每隔几年也都会有一次 更何况 昨夜落在城中的那场允星雨 大都被朝中供奉拦了下来 这除了一个倒霉的 没落薰贵子弟受了轻伤 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作为青天官 昨夜天象 只需在竹书上简单记录一句 只需在竹书上简单记录一句 至于那名险些丧命允星之下的倒霉鬼吗 则是连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与关天司一阶之隔 某处湖底中 几名下人正小心地将一些砖石段墓搬至府外 昨夜天将允星落在府中 不仅砸塌了一间房屋 就连少爷也受了伤 至今昏迷未醒 此时 府邸后宅某处房间的软榻上 一名样貌俊秀的年轻人 睫毛抖了抖 林秀一期记得 他和三天前在酒吧认识的那名女孩约好了 晚上一起看英仙座流星雨 当林秀准备好了 牛排红酒蜡烛 走到阳台调试那台天文望远镜时 忽然 从镜桶中 看到了一个光点 那光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终变成了一个 拖着长长尾巴的光盘 强光刺的林秀睁不开眼睛 然后 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 林秀缓缓睁开眼睛 然后 他看到了一张方脸 一个长着落腮胡子的男人 正在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看到林秀睁眼 男人显得很激动 脱口道 少爷 你醒了 望着眼前的陌生男人 林秀一脸警惕 你谁啊 为什么在我家啊 方脸男人文言大惊啊 少爷 你不认识我了吗 片刻之后 一道身影跌跌撞撞地 从府内冲出来 站在他街上 目光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人群从他身旁走过 忍不住是指指点点的 这不是林家公司吗 听说昨夜被允星砸了 是啊 哎 他看起来怎么呆呆的 连鞋子都 难道是个咋什么 路人的议论落入林秀耳中 但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他的脑海一片空白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直到他看到远处有人凌空飞来 从他眼前飞过 很快 又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有人 在飞 林秀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哈哈 原来 是梦啊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林秀再次失去意识 林秀多么希望他一觉醒来 躺在自己家的床上 身旁是酒吧认识的漂亮姑娘 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看到的依然是那一张方脸 少爷 你又醒了 还是梦 少爷 这不是梦啊 你醒醒啊 男人的手劲很大 抓得林秀肩膀生疼 林秀醒了 醒得很彻底 古色古香的街道 人群栖栖栖 叫满声嘈杂不绝 林秀和方脸汉子 坐在门口的徐阶上 单手脱塞 看着一位位古装扮相的行人 从他眼前走过 目光却没有焦距 身边的方脸汉子告诉他 这里是大夏王朝 他是平安博之子林秀 昨天夜里啊 被一颗天降陨石震晕了过去 可在林秀自己的记忆里 他分明来自21世纪的华夏 昨天晚上准备和刚认识不久的妹子 看流星雨 看完后呢 顺便深入探讨探讨人生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出现在了平安博府 变成了大夏王朝平安博之子林秀 林秀清楚地记得 昨天他失去意识之前 从天文望远镜里 看到了一颗放大的流星 他好像是被流星砸中了呀 林秀此刻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除了生活放纵一点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缺点 灾区捐款 他每次都积极踊跃 慈善拍卖也经常参加呀 甚至每个月 还会带女朋友去儿童福利院 看望孤儿 这虽然每次带的吧 都是不同的女朋友 林秀承认 他的感情生活丰富了一些 但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人 更何况 这种事情你情我愿 他的每段恋情都是和平分手啊 甚至分手之后 前女友还会介绍闺蜜给他认识呢 这没天理啊 半天之后 林秀坐在台阶上 长叹了口气 穿越就穿越吧 这好歹有了第二次生命 总比真的被陨石砸死要好 被陨石震晕 让林秀有了一个失忆的借口 可以向方脸汉子询问各种问题 通过身边的方脸汉子 林秀对于他现在所处的世界 有了初步的认知 这是一个和地球差异甚大的世界 除了人类之外 这个世界还有如灵族 蛮族 海族等一些其他的种族 这些种族各有领地 在人类群居之地很难看到 人族在大陆上有五大王朝 以及数十个王国 林秀所在的 便是人族五大王朝之一的 大夏王朝 人族五大王朝 凭借其强大的实力 制定大陆规则 在一定的地狱内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其余的数十个王国 或结盟或附庸 倒是和后世的世界格局 有些相似 林秀的父亲 是大夏王朝一位 没落的熏贵 这几日陪着母亲回娘家了 不在家中 林家在王都 虽然不算显贵 但凭借祖辈于业 生活也算富足 林秀则是家中独子 林家唯一的香火 最让林秀惊奇的是 和地球不同 这是一个 有着神奇力量的世界 人们将那种力量 称之为艺术 每一种艺术 都拥有奇异 且强大的能力 比如控火 眼雷 凝冰 甚至是衍生飞行 就像林秀刚才看到的那样 作为一个普通人 面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林秀不禅是不可能的 在他心中 地球和这里各有优劣 21世纪的地球 有网络 有电视 娱乐方式数不胜数 若是让林秀穿越到华夏古代 那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而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这些娱乐 却拥有一树啊 喷火 土水 造兵 隐身 这如果都能学会 岂不是比葫芦娃还秀吗 毕竟哪个男孩子小时候 没有做过有关超能力的梦呢 只可惜啊 艺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修行 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后天不会诞生 也不会改变 并且 每个人最多只会觉醒一种艺术 林秀想成为葫芦小金刚的美梦 就此破碎 平安博之子林秀 只是一个普通人 活到18岁也没有觉醒任何艺术 这一般来说 成年之后才觉醒艺术的可能很小 即便是觉醒了 也没有什么前途 好不容易穿越了 却只是一个凡人 这样的生活似乎还是地球更好玩一些啊 就在林秀心中遗憾时 身边的方脸汉子拍了拍屁股站起身 对林秀道 少爷 回去吧 地上凉 在这个世界 拥有艺术的人 虽然不至于泛滥 但也并不少见 林秀眼前的方脸男人 就是一名艺术觉醒者 或者说 艺术师 他觉醒的艺术 是力量 据说将这种艺术修行到巅峰 可以搬山填海 一拳打碎一座山峰 当然 觉醒艺术 只是踏上了这条路的起点 最终能将艺术修行到什么程度 还要看个人天赋 以及自身努力 眼前的方脸汉子 林秀的贴身护卫 力气是普通人的十倍 甚至数十倍 但距离搬山填海 还差得很远呢 即便如此啊 也够林秀酸一会儿 他想要从台阶上站起来 但因为坐得太久了 腿有些麻 刚刚站起一半 身体便失去平衡 向后方摔去 方脸男人急忙上前扶住他 林秀本于扶着他站稳 动作却忽然一致 方脸汉子疑惑问道 少人 怎么了 林秀愣了一会儿 立刻回过旋 目光看向方脸汉子 急切道 哎 把手给我 方脸汉子看着林秀 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老实地伸出了手 他的手远比普通人宽厚 给人一种十分有力的感觉 林秀握住他的手 心中泛起波澜 你有没有 什么感觉 方脸汉子愣了一下 脸色忽然一白 少爷 你是男人 我也是男人 我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感觉呢 我 我喜欢的是女人啊 他想要抽出手 却被林秀紧紧握住 林秀瞪了他一眼 别动 这林秀毕竟是他的少爷啊 方脸汉子身体一颤 不敢再挣扎了 这好在林秀只是握着他的手 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方脸汉子的心呢 才逐渐放了下来 一刻钟后 林秀轻舒了口气 缓缓放开了方脸汉子的手 下一刻 方脸汉子就狂奔出府外 一瞬间 便没了踪影 林秀没有理会他 从院子角落 捡起半块青砖 微微用力 坚硬的青砖 比较如同饼干一般 被他生生掰去了一角 林秀双拳紧握 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一种强大感觉 林秀此时依旧满心震惊啊 就在刚才 他好像将方脸汉子的能力 复制到了自己的体内 他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 两人身体触碰之后 从他体内涌现一股力量 在方脸汉子的体内转了一圈 似乎因为自己灵魂的到来 这具身体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觉醒了异术 而他的能力是 复制别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地球上 并没有什么作用 他没有自己的能力 只能复制别人 倘若别人也没有能力 他永远都是一个普通人 但这里不一样啊 这是一个拥有无数异能者的世界 还有什么能力是比这个更秀的吗 只是灵秀还不清楚 这种能力是只有一次 还是两次三次 亦或是无数次 灵秀还需要找别的能力者验证一下 通过刚才的试探 灵秀知道 他在复制能力的时候 对方是毫无察觉的 不过他出来乍到 还没有完全熟悉这里 只能等那方脸汉子回来 这一等啊 就是整整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 方脸汉子站在灵府门外 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着 就在这时 一道让他颤抖的声音 却从身后传来 孙大力 孙大力多做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 后退两步之后 才试探问道 少爷 什么事啊 除了你 你还知道哪些人举行了一说 第二集 经过了刚才的事情 孙大力明显和灵秀保持着距离 他想了想 觉醒异数的人 大部分都被朝铅招揽成为供奉了 朝廷的供奉 灵秀是接触不到的 就算他能接触到 也没有何事的理由 和他们保持长久的身体接触 不过 朝廷虽然招揽了不少觉醒艺术的人 但也并非所有觉醒了艺术的人 都会被朝廷招揽 一种可能 是他们觉醒的能力太过无用 不被朝廷重视 例如 大明府曾经有位少年 觉醒了一种艺术 可以加速自己的衰老 十岁少年 觉醒后不到半月 就老死家中 宁山府有一位女子 在十六岁的时候 觉醒了可以使自己 头发脱落的能力 好好的花季少女啊 从此之后 一直顶着一个秃头 据传 大罗王朝一名男子 艺术觉醒之后 身体可以在阳光下发出光芒 而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他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这些虽然也算是不同寻常的能力 但实在是鸡肋啊 觉醒了还不如没有觉醒呢 最起码能安稳地当一个普通人 觉醒了艺术 没有被朝廷招揽的第二种可能 就是像孙大力这样 艺术觉醒的太晚 自身天赋也并不高 未来的成长空间有限 朝廷不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去培养他的 说起来啊 林秀也属于这第二种情况 他虽然已经觉醒了艺术 但能力还很弱小 比孙大力都远远不如 和王都的那些少年成名的天才 更加是无法相比的 他复制的只是别人的能力 而不是实力啊 便比如此刻的林秀 虽然比常人力量大了不少 但却远不能和孙大力相比 哎 少爷 你找这些人干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好奇而已 孙大力挠了挠脑袋 像是想起了什么 我听别人说 品芳阁有位姑娘 说只可以听懂兽语 至于真的假的 就不知道了 一个人说自己能听懂动物说话 其实是不好辨别真假的 毕竟别人又不懂兽语 没有办法和动物求证啊 不过对于林秀来说 是真是假 一摸便知啊 林秀急着验证自己的能力 一刻也不愿意多 去品芳阁 少爷 你确定啊 林秀是确定一定 以及肯定 在弄清楚自己的能力之前 他晚上连睡都睡不着啊 不多许 林秀站在品芳阁门前 才知道为什么 孙大力刚才一封那样的表情 这品芳阁呀 是一家青楼 几名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 正站在门口 一山半漏 扭动腰枝招揽客人 孙大力目光从那些 一山不整的青楼女子身边扫过 暗暗吞了口口水 少爷 我劝你不要紧张 要是被老爷知道了 你和我都完了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知道 你就在外面等着 我一会儿就出来 说完 他就迈进了品芳阁大门 孙大力靠在外面的墙上 喃喃自语 一会儿 少爷这么快的吗 林家虽然已经没落 但没落的贵族 那也是贵族啊 林秀本身生得俊俏 有衣着不凡 身上隐隐带着一种贵气 他才刚刚迈进大门 老宝便带着一群姑娘 迎了上来 公子里面行 公子喜欢什么类型的姑娘 高的 矮的 胖的 瘦的 我这里面都有 公子 你看奴家行不行 林秀后退一步 躲开了两名青楼女子 贴上来的动作 林秀两辈子第一次来这种场所 一呢是心理抗拒 二呢是以他上辈子的条件 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他这次来青楼啊 是为了干正事的 林秀看着那老宝开门见山 我听说你们这里 有位姑娘懂授语啊 老宝愣了一下 随后便笑道 哦 公子您是说海棠呀 他这会儿正好空着 我带您去找他 海棠确实是他们这里的姑娘 但他懂不懂授语 老宝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自己是那么说的 也的确有些猎奇的客人 喜欢点他 老宝只当这是他为了懒客 耍的一些小手段而已 林秀跟着老宝 来到二楼的一处房间 老宝推门而入 待林秀进去之后 对站在窗前的一名女子说道 海棠呢 这位贵客指名要你伺候 你可要拿出全身的本事 好好招待 窗前悬着一个鸟笼 女子呢 则是穿着一件绿裙 正在逗弄龙中鸟 听到声音回头望了望 见老宝带着一名容貌俊秀 又极有气质的年轻人进来 眼前也是微微一亮 来轻楼寻欢的男人 大都又老又丑 如这般年轻俊秀 又有气质的客人 一年也未必能遇到一个 伺候这样的客人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啊 便是不收他的银子 他也是愿意的 妈妈放心 我一定会让这位公子满意的 那你们慢慢玩 我就先出去了啊 说吧 他便回出房间 顺便呢 将房门关上 名叫海棠的绿裙女子 再次对林秀笑了笑 不如让小女子先为公子 赴琴一曲吧 啊 那倒不用了 海棠愣了呢 这位公子 这么心急的吗 他还准备了好多前夕呢 听说你能听懂授语 海棠再次一愣 然后点了点头 只不过是无用的艺术而已 公子也对这些感兴趣吗 平日的客人中 也有不少是怀着猎奇的心思而来 他这几年见的是多了 窗边的鸟笼里 那只话没在叽叽喳喳的叫着 那他在说什么 他在夸公子长得俊俏呢 鸟的眼光怎么可能和人一样 海棠姑娘可不要骗我呀 他的确是这么说的 公子不信 奴家也没有办法 林秀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他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摸一摸就知道了 林秀走到桌前坐下 海棠缓步走过来 拿起茶壶给他倒了一杯水 林秀忽然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手 他心中一息 这位公子还真的心急 与此同时 林秀也是心中一息 就在他握住这女子手的同时 他体内的那种能力又有反应了 这女子真的是一位艺术能力者 这时海棠扭了扭身子 公子 不要这么心急嘛 林秀没有放开他的手 指了指身旁的椅子 示意他坐下 海棠本来想顺势坐在这位年轻公子怀里的 可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只好郁闷地先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林秀继续握着他的手 任由那股力量侵入他的体内 微笑看着他 海棠姑娘家是哪里的呀 海棠没想到 这位年轻公子居然和他聊起了家常 心中虽然是意外 却也微笑地回应 奴家截惯江宁府 这江宁府距离王都可不近了 后来怎么来到王都了呀 这个问题似乎是勾起了他的回忆 小时候家里养不起 爹娘就将我卖掉了 后来几经辗转 就来到了这里 青楼外 孙大力蹲在台阶上 等着公子出来 心中微微有些诧异 这都过去快一刻钟了 公子还没有出来 这根本也不像他说的一会儿啊 百无聊赖间 他靠在墙上 双手枕在脑后小气 忽然间 一阵香风吹过 孙大力睁开眼睛 在他的面前 一位白衣女子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女子肌肤盛雪 容貌极美 身材高挑 毫无疑问 她掩藏在长裙下的双腿 一定也是无比修长 孙大力却无法欣赏这女子的美 看到这女子的那一刻 她一个哆嗦 猛地从地上弹起来 二小姐 您怎么在这儿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林秀呢 孙大力心虚地看了青楼里面一眼 我 我不知道啊 她的小动作 被白衣女子敏锐地捕捉到了 她眉头微微促起 再次说道 林秀呢 我 我真不知道 你是她的贴身护卫 她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 你怎么会不知道 发现孙大力目光躲闪 时而望向一旁 似乎有心虚 白衣女子的目光 望向青楼内 声音是冰寒刺骨 仿佛从地狱传来一样 你不要告诉我 林秀在里面 品方阁 二楼一处雅间 林秀呢 是正在安慰海棠 通过刚才的交谈 她已经了解到海棠的身世 她原本出生在 大夏江宁府的一个普通农家 是家中的长女 家境贫寒 一家三口只是勉强度日 后来啊 爹娘又生了一个儿子 四口之家便无以为继 为了换几两银子 爹娘将它卖给了城里的大户人家 这本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虽然卖身之后 以后命运不属于自己 但起码可以活下去 不至于饿死 母亲和弟弟 生活也能比一往好伤一些 怎奈何 那大户人家的主人 垂涎的是她的身体 若非那女主人善度 恐怕早就对她下了手 察觉到丈夫的心思之后 那女主人平日里对她 动辄打骂 稍不顺心 就会在她身上出气 后来更是直接将她 转卖给了青楼 面对青楼安排的客人 起初她嫡子不从 后来被殴打折磨了几次 也就放弃抵抗了 再后来 就是一名 普通青楼女子的成长之路 林秀轻轻握着这女子的手 叹息着 往事已已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做人还是要向前看 你还有未来 林秀其实是在拖延时间 但也不全是在拖延时间 起初她是看不起 这些青楼女子的 后来 这种心态 却发生了改变 像海棠这样的人 从出生开始 命运就不在他们的手中 他们自己根本 无力改变什么 被林秀勾起往事 海棠的眼眶有些湿润 却还是摇了摇头 公子说得轻巧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未来呢 林秀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其实你的感受啊 我能体会到一些 我的父母和黎之后 又各自嫁娶 我也不明白 我也是他们的孩子 他们怎么就不要我了呢 第三集 另一事 林秀的父母黎 又各自组成家庭 那以后 林秀就仿佛被遗忘一般 两人很少联系林秀 唯独在金钱方面 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只是他们不知道 林秀缺的 从来都不是钱 不过 有钱也有有钱的好处 那就是 身边从来都不缺人陪伴 这或许也是每隔一些日子 林秀起床的时候 身边都会换一张漂亮的面孔 但依然有那么多人 前仆后继的原因 林秀出钱 他们出力 各取所需而已 许久 林秀输了口气 将某些记忆彻底封存 不再回忆 毕竟 这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公子竟也有如此经历 嗨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这样的人啊 不要总去想以前的事情 要多想想未来 往事不可改变 未来有一切可能 海棠身体一颤 似乎是在仔细撕存林秀的话 房间里陷入了沉默 而此时 林秀的眼中 也有亮光闪过 再给他片刻时间 海棠体内的那种能力 他就可以全部复制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其中夹杂着老宝的叫喊 姑娘 你不能进去 姑娘 姑娘 七处房间的门忽然打开 不 其实不是打开 是倒下 两扇厚重的门板 就这么直挺挺的 倒下了 一名身材高挑的白衣女子 站在门口 目光死死的盯着林秀 林秀 你竟敢逛青楼 随着白衣女子的出现 似乎整个房间的温度 都降低了几分 林秀一脸迷茫的 看着那白衣女子 不是你谁啊 白衣女子大步走到林秀身旁 抓起她的手腕 跟我回去 林秀并没有关于这具身体的记忆 根本也就不认识此女啊 也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但不管她们是什么关系 只要再给她一点点时间 她就能拥有海棠的能力了 被白衣女子抓住手腕 林秀连忙道 等一下 就一下 然而下一刻 一道距离便从手腕传来 林秀直接被她拽了起来 向房间外面拖去 她和海棠相握的手 也在下一刻断开 如同拷贝文件时 进度已经到达99% U盘却被无情拔掉了 林秀体内 已经近乎圆满的那种能力 彻底崩溃消失 Oh no 林秀悲愤地怒吼 但却无济于事啊 她猛地甩开那女子的手 你在干什么呀 白衣女子没想到 林秀居然可以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 却也没有细想 只是含着脸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凭什么问我呀 她这句话有愤怒 也有寻闷 白衣女子看着林秀 本就颇具规模的胸口 开始有韵律的起伏 这样的人 居然是她未来的姐夫 她怎么配得上赵家的天之娇女啊 以前倒也罢了 林秀虽然没有觉醒艺术 也不修武道 可也没有什么劣迹 毕竟是老一辈几十年前定下了婚约 她除了为姐姐不愤 倒也不好说什么 可今天 她居然看到了林秀在逛青楼 在和姐姐有婚约的情况下 她居然逛青楼 逛得光天化日 逛得理直气壮 还装作不认识她 你还装 她气急之下 也不顾自己穿的裙装 一脚飞踢踢向林秀 艺术觉醒之后 林秀的反应也快了许多 她快速后撤 目光不经意地一瞥 心中暗道 她眼前的美女 果然很喜欢白色呀 爸 你看哪里啊 然而林秀的目光 却没有逃过白衣女子 她又羞又怒 立刻放下了腿 一记手刀洗向林秀 她的速度比刚才快了不少 林秀这次没有躲过 只觉得后颈一疼 身体一软 便倒在了地上 看着晕倒在地上的林秀 白衣女子胸口起伏了很久 怒气才逐渐平息 孙大力 把她带回去 她的话并没有人回应 白衣女子转头看去 孙大力早就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她生气地跺了跺脚 狠狠在林秀的屁股上 踢了几下 然后将她扛在肩上 大步走出了房间 这海棠已经被吓傻了呀 呆呆地坐在桌前 还是门口的老宝 最先回过神来 她还没给我钱呢 林秀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还是孙大力的封脸 她一吸气的 她似乎是被那个白衣女子 给打晕了 想起那个白衣女子 林秀条件反射般地 从床上坐起来 然后又重重地跌了下去 屁股上传来的痛感 让她的表情有些猙獰 少爷别慌 人已经走了 林秀捂着屁股 看上去有些慌乱 我晕过去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少爷别担心 二小姐扛着你回来的时候 你屁股就肿了 我当时在外边看得清楚 是她踢肿的 林秀松了口气 然后又意识到了什么 看下孙大力 不你是我的护卫 你就看着她踢我 那我也不是二小姐的对手啊 上了也是白上 躲在一边 还能报信搬救兵什么呢 林秀看着这张方脸 强行忍住了一巴掌 扇过去的冲动啊 她有理由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仇人 派来林家的卧底啊 但仔细想想 她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林秀咬咬牙 打算这笔账先给她记着 她到底是什么人啊 少爷 你连二小姐都不认识了吗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 当然是赵家二小姐了 你和赵家大小姐 从小就有婚约 这算起来 二小姐应该是你的小姨子 什么 婚约 少爷你别急 我慢慢和你说 林秀愕然地听着孙大力讲述 几十年前 大概是林家和赵家的爷爷那一辈 林赵两家曾是至交 那时候两家为了亲上加亲 就为下一辈定下了婚约 奈何两家的下一辈都是男子 于是婚约就延续到了林秀这一代 十八年前 赵家先生下一个女儿 林家后生下一个儿子 上上一代定下的婚约 才正式成立 但就在这十几年里 林家越发没落 赵家却一步登天 至今 一家已是大下新兴豪门 另一家却快要跌出权贵之列 这桩婚约自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除此之外呢 赵家那位嫡长女 林秀的未婚妻 幼时便觉醒了强大的遗书 也是当之无愧的天之娇女 而林秀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现实的差距也让这桩婚约 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林秀顶完 整个人都愣住了 婚约 开什么玩笑啊 结婚是不可能的 上辈子加上这辈子 他都不可能结婚 上辈子父母失败的婚姻 给当时还年幼的他 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这直接导致了林秀 后来对于婚姻的恐惧 结婚这种事情 只是想想他就有些婚事发冷 林秀后来也看过心理医生 那位说话很有哲理的医生告诉林秀 他不是恐婚 只不过是没有遇到一个让他愿意结婚的女人而已 他越是害怕什么 就越是渴望什么 说实话 这句话扎心了 林秀其实很羡慕那些婚姻幸福的家庭 这是他非常渴望拥有的东西 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 后来他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 结婚有什么好的呀 结婚意味着责任 结了婚他还怎么策马奔腾啊 这种想法 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桩婚约必须想办法取消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包办婚姻这一趟 为了自己策马奔腾的幸福未来 林秀绝不允许这桩婚姻的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桩婚约 那么他刚才的那一顿打 确实没有白癌 小姨子看到未来姐夫逛青楼 怒而动手 这也说得过去 林秀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等等 你刚才说 我是被赵家二小姐背回来的 不是 是扛 林秀不在乎是背是扛 从品方阁到林家 走路的话可要不短的时间 更何况是扛着一个人 这段时间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了 那赵家二小姐 觉醒艺术了吗 那当然 二小姐觉醒的 可是冰之艺术 即便是在所有的艺术中 也算厉害 林秀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你下去吧 我要休息了 那少爷你先休息吧 有事喊我 我就在隔壁 等到孙大力温少门离开 林秀伸出手掌 轻吐口气 下一刻 他的手掌之上 开始缓缓凝结出 一层冰霜 周围的温度 也陡然低了几分 一夜无梦 第二天清晨 林秀站在院子里洗漱 从铜盆的倒影中 看到了一张俊秀的面孔 这个世界的林秀 居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隐私部位的 一个小致的位置 也分毫不差 林秀差点以为 这就是他的身体 不过 相归相 这具身体 和他原本的身体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上辈子的林秀 年纪轻轻就身经百战 导致体质有些虚 这具身体年轻了几岁 而且还是个厨 仿佛有用不完的经历 虽然莫名其妙 穿越到一个陌生的世界 但林秀一点都不难过 甚至还有些开心 毕竟 那个世界能让他留恋的东西 已经不多了 那颗流星 为林秀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此刻的他 已经身具两种艺术 或者说 异能 一个是孙大力的力量 一个是赵灵音的兵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成音 赵灵音昨天将他 从青楼背回来 两人的身体 自然是零距离接触的 林秀在昏迷中 无声无息的 获得了他的能力 当然 行走江湖 几多不牙身 多学一门语言 总不会吃亏 或许 就能在关键时刻 起到大用 所以 林秀打算 再去一趟 品方阁 找海棠姑娘 谈谈人生 一来啊 他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 昨天就差那么 一点点就成功了 就这样放弃 他心中一难平 二来 昨天摸了人家姑娘 那么久 他连钱都没给呢 这传出去 对他的名声不好 林秀再次出现在青楼 海棠看到他忙问道 公子 你没事吧 昨天的女子 嗨 没事 我们继续啊 昨天我都忘记给钱了 茶桌旁 林秀再次握起海棠的手 一番闲聊之后 海棠抬头看着他 公子 我昨天想了一夜 觉得你说的对 我不应该一直想以前的事情 我应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海棠双眸中浮显出光芒 我不想一直做这一行 我想攒钱为自己赎身 听公子的话 以后做点小生意 林秀点了点头 这样就很好了 还到时候记得告诉我 我会经常照顾你生意的 那奴家先谢过公子了 她一对桃花般的毛子 直勾勾地望着林秀 眼神中浮现出几丝情动 沦落为青楼女子的这几年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客人 和那些只想得到她身体的人不同 她只是轻轻地握着她的手 和她说说话 动作没有一点轻薄 目光没有一丝隐晦 她会劝她忘记过去 会为她规划未来 在海棠这些年黑暗的日子里 她是唯一照进她生命里的 一束光 海棠的心开始砰砰直跳 她的心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跳过了 上一次还是三年前 那时候她坐在二楼窗边 看到街上一位十分英俊的公子 骑着白马从她眼前走过 后来那位公子多次在她的梦里出现 让她情动难言 相比于那一次 这次海棠的心跳更加剧烈了 她的脸色飞红 紧紧地握着林秀的手 无意识地夹起双腿 看着她的眼睛动情道 公子 这时林秀却忽然起身 不好意思啊 我忽然想起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今天就到这里了 期待看到海棠姑娘 成为老板娘的那一天 海棠愣愣地坐在那里 一将情动被骤人浇灭 就在这时 创遍鸟笼中的花梅鸟叫了两声 在别人耳中 这不过是寻常的鸟叫 但林秀听来 这分明是一句人声 小公子要走了 来 给下一个 林秀已经走到门口 脚步忽然顿住 随后缓缓地回过头 对那龙中的花梅 微微一笑 那龙中的花梅鸟 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发出一声尖利的鸣叫 全身的羽毛骤然炸开 瞬间便缩在了鸟笼角落 平方阁楼下 林秀走出青楼 然后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希望不久后的某一天 那苦命的姑娘 能够改变他的命运 迎来新的人生 然后他转过身 准备回府 转身的那一刻呀 一道白影出现在林秀眼中 他就站在林秀前方几步远的地方 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 除了林秀之外 十米之内的路人 都忍不住紧了紧衣上 林秀眼前一晃 衣领就被白衣女子抓住 望着对方冰冷刺骨的眼神 林秀吞了吞口水 听我解释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海棠的头从二楼窗户探出来 对林秀喊道 公子 记得常来找我呀 我 我不收你银子的 林秀没法解释了呀 下一刻 他的眼前忽然一亮 他看到就在前方几步远处 几名身穿假照的身影 已经快要走到这里了 这是寻街的护卫 他就不信了 当着他们的面 这女人胆敢对他动手 林秀猛地向那几名护卫挥手 一边挥还一边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当街行凶了 几名寻街的假式文言 立刻向着这边大步走来 什么人 敢敢在王都行凶 为首的一人暴怒地说了一句 已经忽然被身后的同伴拉了了 那假设脸色苍白 好像是那位 走在前面的那人看清之后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连退竖步 随后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抬头望天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 是啊 这里没什么情况 我们去那条街吧 走走走一起一起 两位寻街市卫连滚带爬地跑了 几个呼吸就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那林秀看的呀是目瞪口呆 愣了一瞬之后 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很显然 眼前的白衣女子 他们惹不起呀 那林秀 就更惹不起了呀 他的目光缓缓望向白衣女子 发现他的表情 更加不善了 林秀 放弃了挣扎 是吸口气 我只有一个要求 别在这里 片刻后 品方阁附近的一条 无人小巷 林秀双手反拧 被白衣女子按在墙上 他艰难地解释道 这真的是个误会 我什么都没有干呢 不信 你去问他们 去青楼什么都没干 你以为我会信 我是去干正事的 什么正事往事的 谁也不行 白衣女子按着林秀的手 更加用力 别以为有那张婚约 你就能娶姐姐 我告诉你 我迟早会让家里 取消那份婚约的 林秀脸贴着墙 愣在了那里 还有这种好事 他正愁怎么取消婚约呢 这可是你说的啊 谁不取消谁是狗 你敢发事吗 现在立刻马上 那是祖父定下的婚约 祖父已经去世了 婚约自然也不能算 白衣女子看着林秀 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放开了林秀 林秀趁着打铁 我也早就想取消那份婚约了 择日不如状日 要不现在去你家 一会你提还是我提啊 话音未落 他再次被樊宁按在墙上 白衣女子面露不悦 你什么意思 林秀懵了呀 你一人也有三分火呀 他稍稍用力 就挣脱了束缚 不是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有病吧 这一次 白衣女子却没有动怒 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上下打量着林秀 你修了五道 昨天他就发现 林秀的力气大得出奇 刚才他挣脱自己时 所爆发出的力量 也不属于正常人 林秀没有觉醒一术 那便只有五道 这一个可能了 林秀此时啊 正一肚子活 揉着自己的手腕 没好气的道 管得着吗你 白衣女子没有再开口 而是呼人向林秀挥出一拳 林秀本能的反击 握住了她的手腕 然而 在她握住白衣女子手腕的同时 有寒意从她的体内忽然远出 林秀的手上出现了一道冰层 并且迅速向着肩膀触满眼 这时林秀的体内一道力量似乎被引动 被她握住的白衣女子的手腕处 竟也开始有冰霜涌现 白衣女子挣脱开林秀 面露惊喜 你真的觉醒一术啊 林秀脸色有些阴沉 她知道 这是她刚刚得到冰之一术 还没有完全掌控的原因 被同种力量攻击 她体内的力量在自动反击 第五集 然后她才注意到 刺客白衣女子的表情虽然有些震惊 但更多的是喜啊 林秀皱起眉头 觉醒一术的是自己啊 她高兴个什么劲啊 神经病啊 时隔一日 广青楼再次被未来小姨子撞到 林秀已经做好了挨一顿毒打的准备 但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赵灵音居然放过了她 而且心情好像也很不错 走的时候还是哼着歌的 这女人心还得真呢 林秀只能在心里按摩一具神经病 然后向林府的方向走去 青楼那种地方啊 她以后是不会再去了 一来她的目的已经达成 不必再去 第二个原因是 赵灵音刚才走的时候说了 下次再看到林秀逛青楼 就打断她的腿 这个女人身份特殊 实力强大 下手还没清没中呢 说心里话 林秀是真有点怕的 这转眼啊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日 这三天里 林秀一直都待在家里 没有迈出过林府一步 毕竟她以前只是一个普通人 遇到被流星杂穿越这种事情 正常人不可能那么快就接受现实 林秀用了三天时间 才从心里上稍微适应了 这个陌生的世界 同时 她也在适应自己的能力 此刻的林秀 身具三种艺术 力量 冰冻 以及兽语 刚刚觉醒艺术的人 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能力 这三天里啊 林秀握碎了四个碗 七只茶盏 好在她是林府的主人 也没有吓人敢多问 此刻她已经差不多 适应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体内的力量 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眼下林秀需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问题 艺术的觉醒 只是在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想要继续变得强大 就要不断的修行 例如 林秀和赵灵音都拥有冰之艺术 但赵灵音可以用这种能力战斗 林秀就只能在手上覆盖一层薄薄的冰霜 在大热天里啊 能让自己凉快一点 孙大力这几天喜欢凑在林秀身边 因为这鬼天其实在太热了 但少爷身边啊 却总是凉壽壽的 离他越近便越舒服 想不到啊 少爷居然觉醒了艺术 还是极其强大的冰之艺术 只可惜他觉醒得太晚了 已经错过了修行艺术的最佳年纪 否则他也会和二小姐一样 成为王都的天之骄子 林秀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能力觉醒得越晚 艺术天赋就越低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18岁才觉醒能力 基本上不会在艺术之路上 有太大的成就 也不值得朝廷重视和培养 王都有一个地方 名为艺术院 是专门招揽和培养艺术天才的地方 艺术院中聚集了各地的艺术天才 那里会有专门的老师 帮助那些刚刚觉醒了艺术的人 认识自身能力 并且教给他们提升能力的方法 林秀想要获得专业的指导 最好的办法就是能进入艺术院 一来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实力 二来 艺术院中有着无数的艺术能力者 只有想办法接触他们 林秀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能力 虽然他获得能力的条件很苛刻 但只要肯动脑子 一定会有机会 可是能进入艺术院的都是如赵灵音这般 在年少时就显露出非凡艺术天赋的天才 林秀啊是早已经过了进入艺术院的年纪 若是他能表明他真正的能力 或许还有一些希望 但那种能力实在太过拟天 是林秀最大的秘密之一 在外人面前 林秀还是打算藏一手 就在林秀苦思冥想 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 面前忽然吹过一阵凉风 赵灵音从外面走进来 林秀下意识地进入防备状态 后退两步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我家 大力 林秀想召唤自己的贴身护卫 一转头才发现 一直在他身后站着的孙大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呀 似乎就是赵灵音来的时候啊 这狗东西 又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 赵灵音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跟我走 大厦王都艺术院 艺术院位于皇城之内 其中汇聚了大厦无数艺术天才 也是朝廷储备特殊人才之地 从这里走出来的人 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大厦的栋梁之才 也因此 艺术院在王都拥有着十分超然的地位 与武道院 太学院 并称为王都三院 林称站在艺术院高大的院门前 有些发愣 赵灵音带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怀着疑惑的心情 林称跟着赵灵音走进艺术院大门 穿过两条长廊之后 来到一处两层的小楼前 赵灵音让林称先在门外等着 自己转身走进了这座小楼 林称依旧是一头雾水 在门外等待赵灵音的时候 发现远处有几人 事先汇聚在他身上 小声地交谈着 这就是平安伯家的儿子 听说此人和赵家那位大小姐有婚约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看八成是真的 要不然灵音姑娘这几天 怎么会四处奔走 想办法让此人进入艺术院 如果只是灵音姑娘 可不能让院长破例 这其中一定也有赵家的意思 赵家的面子 院长还是要给的 那这么说的话 赵府是真的认了这门亲事了 这些年向赵府提亲的 天才不知道有多少 这赵家真的愿意将天之教女 嫁给一个普通人啊 这位倒也不是普通人 听说已经觉醒了艺术能力 现在觉醒有什么用 恐怕他修行一辈子 也无法觉醒第二次 赵家那位 可是已经觉醒第五次了 什么 他也才不过十八岁 居然已经五次觉醒 这天 这些声音传入林秀耳朵 让他有些愣神 难道说过去三天 赵灵音没有来找他 是在四处奔走 将他送进艺术院 这其中甚至还有赵家的意思 这让林秀有些看不懂了呀 一个是天之教女 一个是十八岁 才觉醒艺术的废柴 按照正常的剧本呢 不应该是上演一出 退婚大戏 少年自尊心受辱 从此发奋图强 开启废柴逆袭之路 几年后王者归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什么的吗 林秀看过的小说 都是这么写的 可他拿到的剧本 好像并不是这样 赵家如果想要退婚的话 没有必要对他这么好啊 还是说 他们想通过给林秀好处 让他自己放弃婚约 林秀是希望这样 一来他不想结婚 更不想和没有一点 感情基础的女人结婚 不管他天赋多高 或者多么漂亮 林秀啊 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当然 根本原因是 漂亮女孩子 林秀见得多了 他早就过了 以貌取人的阶段 肤白貌美 胸大屁股翘固然好 但女孩子 最重要的还是灵魂 第二个原因在于 那一纸婚约 对林秀是一种束缚 只要那婚约还在 他就是赵灵音 名义上的未来姐夫 这一层关系 林秀如果敢策马奔腾 赵灵音一定会打断 他的马腿呀 希望在这件事情上 赵家和他想的一样 林秀这胡思乱想见 赵灵音就从小楼中走出来 对林秀道 进来 第六集 林秀走起小楼 看到大厅中间 站着一位白袍老者 这是院长大人 林秀对老者拱了拱手 见过院长大人 他的态度很恭敬 虽说林秀不想要那份婚约 但他却非常渴望进入艺术院 他的能力只有在这里 才能得到最完美的发挥 白袍老者 目光注视着林秀 淡淡问道 听灵音说 你觉醒了艺术能力 林秀知道这是他的机会 主动地伸出手 很快就在手心 结出了一层冰霜 老者看着林秀 眼神中难掩遗憾之色 果然和灵音一样 可惜 可惜了呀 院长 你答应我的 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不会反悔 老夫只是可惜 若是他能早十年觉醒 打下 未来便极有可能 多一位镇国强者呀 他再次用遗憾的眼神 看了林秀一眼 对赵灵音道 他入院的事情 老夫已经让人安排了 不过 院中只有你们两人 身具兵之一术 他的修行 还是要靠你呀 赵灵音点了点头 嗯 谢谢院长 我会好好教他的 迈出艺术院的大门 一直走在林秀面前的赵灵音 忽然停下脚步 林秀知道 他应该要说重点了 这件事情 应该是赵家 和他做的一个交易 已将林秀送进艺术院 来换取林秀主动解除婚约 凭良心说呀 赵家做的也算讲究 林秀一点都不埋怨他们 甚至还有些感激 他已经做好了策马奔腾的心理准备 他是赵灵音去的 嗯 之前的事情 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赵家一诺千金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份婚约都不会改变 林秀正在了原地 这不对呀 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赵家是王独新兴豪门 凭借天之娇女 与其他豪门联姻 必然可以更进一步 这份婚约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块绊脚石啊 赵家那位大小姐 怎么可以嫁给一个 没有前途的 没落权贵子弟 难道赵家 甘心吗 林秀都替他们不值啊 虽然你的艺术 觉醒的晚了一些 但也未必不能够 做出一番成就 希望你以后勤勉修行 不要被人看不起 说完 他便干脆的转身离去 林秀站在原地 嘴唇动了动 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能够深切的感受到 这个未来小姨子 是真的为他着想啊 他有多少年没有体会过 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了 站在艺术院门口 林秀心中 泛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他很快抬起头 对那道身影大声道 哎 谢了 赵灵音没有回头 只是向后摆了摆手 留给林秀一个潇洒的背影 一开始呢 林秀心中对赵灵音 是又讨厌又怕的 讨厌他是因为被他坏了好事 还挨了一顿毒打 怕他是因为打不过他 经过了今日仪式之后 林秀对他的观感发生了改变 虽说他管得宽了点 下手狠了点 但是他是真的将林秀当成自己人看的 包括前世的父母在内 还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 林秀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月女巫术的他分得清谁是真心待人 谁是虚情假意 前者是赵灵音 后者是孙大力 作为一个护卫 在保护的人遇到危险时 总是自己先溜 溜得斩钉解体 毫不犹豫 林秀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换个护卫了 回到府中之后 没过多久 便有艺术院的人上门 为林秀送来了几样东西 十两银子 一个腰牌 一身衣服 以及一个薄薄的侧子 银子用于每月消费 一些学子的家境并不好 即便是在王都 一个月十两银子 也足够他们生活的不错 这笔钱是每个月月初 在艺术院里 腰牌是艺术院的院牌 也是入宫的令牌 艺术院的位置 在皇城之内 大厦皇城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前宫 中宫 以及后宫 其中 后宫是皇帝妃子 和未成年公主的住所 中宫是召开朝会 以及皇帝处理政务之地 中宫以及后宫 才算是真正的皇宫 至于前宫嘛 则是朝中一些核心部门的官衙 朝会之后 官员们刻意从中宫 直接回到自己的衙门 包括艺术院在内 王都三大院的位置 也在前宫 这是皇家刻意为之 若是有人想要攻陷皇宫 首先便要突破前宫的防线 而艺术院和武道院 强者无数 想要突破前宫 难如登天 正因如此 要进艺术院 必须进入皇城 这腰牌啊 就是入宫的令牌 那本册子 是艺术院的愿规 林秀犯了犯 无非是禁止学生护殴 不许争勇斗狠 不许调戏女童窗之类 这些都没什么 唯一有一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皇宫之内 不能随意走动 各司衙门倒也罢了 擅闯中宫后宫 罪名啊 可是不小啊 林秀犯记下了这些 换上院服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 孙大力 一步一驱地 跟在林秀后面 还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 他是一个秤职的护卫 穿上院服 手握腰牌 林秀顺利地进入皇城 来到艺术院 艺术院内部 又分为四院 分别是 皇字院 玄字院 弟字院 以及天字院 这是依据学生们的艺术天赋 和潜力划分的 最高级的是天字院 赵灵烟便在天字院 这是因为 他觉醒的能力十分强大 觉醒的时间又早 未来前途无可限量 林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他一样 却只能在皇字院 是因为他能力觉醒的太晚 没有什么培养价值 如果不是走了后门啊 他连进入艺术院的资格都没有 天字院的学生 能享受到的资源是很多的 他们每个人都有数位老师教导 皇字院的学生 更多的要靠自己 大多数的时候 他们都是自己修行 只有遇到问题 才会去请教老师 林秀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来到艺术院后 他便直奔藏书阁而去 艺术院的藏书阁 是对所有学生开放的 林秀迫切地想要了解 更多的关于艺术的知识 现在还是假期 藏书阁中一共也没几个人 一处偏僻的角落里 林秀全神贯注 缓缓地反动着书页 书上说 从人类文明有记载的时候开始 远古的先民们 就发现了艺术的存在 他们最初只是用这种 上天赐予的能力捕猎 后来呢 随着历史的推进 人类文明逐渐发展 人们对于艺术的认识 也越来越深 到现在 艺术一到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依照艺术的威能 他们将之分成四个等级 从高到低 分别是天地玄黄 那些最为强大的能力 被划分为天界 例如冰冻 控火 引雷等 比这些能力稍弱的 则被归为地界 如力量 速度 身体硬化等 再弱的能力 则降低为 玄阶 黄阶 依照这种划分方式 林秀所拥有的三种能力 分别为 天阶的冰之一术 地阶的 力之一术 能听懂授语 应该只能算是 黄阶能力 第七集 林秀大概明白了 那些天阶能力 都是能够造成大范围AOE伤害的 拥有天阶能力的强者 一个人呢 就能抵得上一支军队 宛如神明啊 而那些将个人能力 发挥到极限 比如 极致的力量 极致的速度 极致的身体强度等 依然拥有不俗的战力 但比起天阶能力 则要逊色许多 至于 玄阶能力 比如 治疗 穿墙 隐身 飞行等 很难用来战斗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最弱的黄阶能力 则是连辅助作用都没有 比如能听懂动物的话 能控制自己头发生长等 一般都不怎么受重视 艺术院呢 也根本不会招收 当然了 不是拥有了天阶能力 就能拥有天阶实力 就比如林秀 他虽然身具天阶的能力 但只能给自己来解暑 可谓以神明之躯 比肩凡人呢 艺术院中不乏像他这样 拥有天阶的能力 却只修行到基础阶段 只能在皇子院混日子的存在 书上记录了迄今为止 人们发现的所有艺术能力 却没有提到有一种能力 可以复制别人的能力 林秀翻遍了整本书 都没有找到类似的描述 这个秘密 林秀决定 埋藏在心底 若是被别人得知 恐怕会为他带来 数不尽的麻烦 林秀又翻看了几本书 终于找到了 他想要的东西 艺术的修行之法 如同游戏一般 刚刚觉醒能力的他 只是一级的菜鸟 技能伤害很低 但随着等级的提升 技能伤害会逐步提高 同时也能解锁更多的技能 直至升到满级 艺术虽然不能升级 但却可以不断觉醒 第一次觉醒 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伺候每一次觉醒 实力都会有着显著的提升 但也并非所有的能力 都能一直觉醒下去 冰冻 控火 操控雷霆 之所以是天阶能力 不仅仅因为他们 微能强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有记录的历史上 曾经有身怀 此种艺术的强者 觉醒过七次以上 只有将某种能力 觉醒七次以上 此种能力 才有资格被列为天阶 倘若历史上 所有的冰冻艺术能力者 都没有觉醒第二次 那么 这种艺术 也只能排在 黄阶之末 同样的 若是有人能将 立志艺术 觉醒七次 那么 从他第七次 觉醒的那一刻开始 力量艺术 也会进入 天阶之列 不知过了多久 林秀和尚书 柔了柔 森色的双目 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艺术院果然是一个好地方 这些信息 他在别的地方 是很难直接获得的 很快 林秀就站起身 来到另一排书架旁 刚才那些 只是有关艺术的基础知识 对他来说更重要的 还是艺术的进阶之路 他应该怎么做 才能第二次觉醒呢 艺术院中藏书无数 关于每一种艺术 应该如何修行 如何觉醒 都有专门的书籍记录 这些都是 前然留下的宝贵经验呢 艺术院代代收集的成果 也只有在艺术院的藏书阁 才能看到 林秀所在的位置 四排书架按顺序排列 书架之上分别刻着 天地玄黄四个大字 这四个书架 对应着不同等级的艺术 林秀打算先从黄街看起 他目光一扫 不经意间看到 兽语两个字 然后将一本薄册抽出来 这本书上记载的 正是海棠拥有的那种艺术 书中记载极为详尽 先是对此种艺术 做了初步介绍 然后又根据时间 介绍了历史上 曾经拥有这种艺术之人的生平 以及一些艺文趣事 颇有一种 看古代之艺小说的感觉 让林秀烧感意外的是 能听懂兽类的语言 并不是此种艺术的全部 书上记载 第一次觉醒此艺术者 能听懂兽类的语言 当这种艺术第二次觉醒 就能和兽类通感 到那时 拥有此种艺术的人 不仅能听懂兽类的话 还能和他们交流 不过 这也是此种艺术的全部能力了 史料记载 所有曾经拥有过此种艺术的人 能力最多觉醒过两次 难怪啊 它被归在黄街之里 勉强归为黄街上品 而那种只能觉醒一次的能力 自然就是黄街下品了 艺术院 不愧是艺术院 连这种偏门的艺术 都能如此详尽的记载 不过此书中 并没有记载这种艺术的 进阶之法 要么是此法没有流传下来 要么就是这种艺术的进阶 并没有规律可循 林秀并没有将之放在心上 来到地阶艺术的书架旁 找到了记载励志艺术的那本书 这本书啊 比刚才那本厚了数倍不止 记录也更加详细 其中便有能力后续觉醒的方法 林秀对于这种能力是较为了解的 孙大力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在院子里 举两个磨盘大小的诗索 那就是他的修行之法了 励志艺术的进阶 在于对自身极限的压榨 和健身有点类似 但过程更艰苦 上线也更加不可估量 林秀看完这本书 又来到天界艺术的书架 这里的书籍记载就更加详细了 几乎能力的每一次觉醒 都有细致的指导 就是过程 看得林秀有些心惊啊 例如觉醒了控火能力者 起初要在炎热的夏天 在烈日下忍受暴晒 然后便是以手炭火 以身浴火 甚至于修行到后期 还要寻找活跃的火山 在岩浆中修行 只是看到文字的描述 林秀就觉得口干舌燥 再比如 觉醒了控雷能力的人 要在雷雨天气 身负铁棍站在屋顶 引天雷入体 这更让林秀寒毛直树啊 林秀很快就找到 他最需要的那一本了 果然啊 天接艺术进阶的本质 就是要折磨自己 冰之艺术觉醒之后 要在极寒的环境中 寻找突破 如在鼠九寒冬 赤身裸体站在室外 任由风吹雪打 或是握于冰面 或者住在冰室 林秀倒是不怕吃苦 也不怕折磨 可现在正是三福天呢 一年最热的时候 他到哪里去找冰面 和冰室啊 总不能真的等到冬天 才开始修行吧 林秀和尚那本书 正为此事烦恼时 忽然 闻到了一阵 熟悉的油香 赵灵音的身影 出现在他面前 对林秀道 我看到孙大力在 黄城门口 就猜你来了这里啊 赵灵音虽然表情冰冷 但眼神却有些柔和 显然啊 如此勤勉的林秀 让他很满意 啊 我的艺术刚刚觉醒 还不知道怎么修行 所以来这里看看书 修行的事情 我会帮你的 跟我来 书完 他又甩给林秀一个背影 转身走出了藏书阁 面冷心热 这是林秀对未来 小姨子的评价 明明对他很好 还要摆出一副 不容接近的样子 不过林秀不得不承认 他这样 真的很酷啊 很可爱的酷 林秀跟着赵灵音 走出藏书阁 没想到他直接 离开了艺术院 走出了黄城 静止走到了林家 林秀跟着他回到家里 有一脸疑惑 随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把门关上 林秀随手关上门 脱衣服 第八集 门窗紧闭的房间之内 林秀只穿着衬衣 身体周围有一丝丝寒气缭绕 这寒气从赵灵音的体内散发出来 使得房间里面的温度骤降 让林秀感觉十分舒适 一开始啊 他还以为赵灵音要对他图谋不轨 现在才知道 他是在为自己创造修行的环境 兵之秘书 想要第二次觉醒 就要让自己长时间的处在极寒的环境中 为此来刺激身体的潜能 可现在呢 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林秀根本找不到极寒的环境 除非有一个觉醒了同种能力的人 人为的为他创造一个 未来小姨子为了他 真是付出了很多呀 林秀不再胡思乱想 全神贯注地感受身体的变化 他也没有办法再胡思乱想了呀 因为此时房间的温度已经降到极低 低到林秀有些受不了了 他必须全力运转身体中的那种力量 去抵御外界严寒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林秀能感受到 他体内涌动的那股力量 正在缓慢地增长 虽然这增长很慢 几乎微不可差 但的的确确确实在提升 人们将这种力量称之为原力 原力是施展艺术的基础 任何艺术都要通过原力施展 当原力增长到一定程度 便会量变引发质变 使得艺术再次觉醒 一个时辰之后 两道人影从房间内走出来 赵灵音的脸色有些苍白 长时间施展能力 对原力的消耗极大 林秀脚不虚浮 寒冷的环境 让他的体力迅速流失 赵灵音一直在持续降低温度 林秀已经被他折磨得 没有一点力气了 不过好处也是明显的 在他的帮助之下 林秀体内的原力 有了明显的增长 刚才他试了试 他已经可以在手上 凭空凝成一层薄冰 虽然这已经是林秀 目前能力的极限 但却远不是这种能力的极限 史上记载 将兵之艺术修行到极致 挥手间 可以冻住山川湖泊 兵封一整座城池 传闻大厦军中 便有一位将此艺术 觉醒了六次的强者 而在北方的大罗王朝 更是有一位 传说级别的存在 已经将这种能力 觉醒了七次 拥有天阶的实力 大罗王朝和大夏王朝的 气候不同 那里啊 大部分地区的冬季 漫长而严寒 有些极端的地狱 甚至一年四季 都被冰雪覆盖 最适合林秀和赵灵音 这种能力的人修行了 根据艺术觉醒的次数 人们将能力者的实力 分为九个等级 从黄阶下径 黄阶上径 玄阶下径 到天阶下径 天阶上径 以及只存在传说中的 无上之径 分别对应 艺术的一次觉醒 二次觉醒 直至九次觉醒 赵灵音已经觉醒了四次 实力达到了玄阶上径 这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他那位天之娇女的姐姐 貌似已经经过了五次觉醒 以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能力觉醒五次 林秀自己都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想起自己的那位未婚妻 林秀心中生起几分好奇 哎 灵音 你姐姐觉醒的是什么能力啊 对于此事 赵灵音却没有多说 你日后就知道了 林秀啊 一心想要废除婚约 策马奔腾 日后是不可能有了 他也只是一时好奇 对那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妻的好奇 二十年前 赵家和林家 还都是即将没落的权贵 但在赵家生下那名女孩 并且觉醒能力之后 赵灵音的父亲 林秀名义上的岳父 就从三等伯 一举变成一等侯 这一切只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那位赵氏嫡女到底有多特殊 才能为赵家带来如此多的荣耀啊 好奇啊 归好奇 不过林秀也清楚 这些事情啊 和他终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等到婚姻解除 两人便再无瓜葛 院子里 孙大力看着林秀和赵灵音 从房间内走出来 而且两个人看起来都很累的样子 不由的瞪大了眼睛 不过 随后他就抬头望天 如其事的转过身 然后 拔腿就跑啊 孙大力一溜烟跑了 赵灵音也离开了林府 林秀走到院子的角落 孙大力平日离打磨力气的地方 轻而易举的 就举起了一个小的失所 似乎随着体内原力的提升 他的力量也有小幅的增强 也就是说 不同修行方式修炼出来的原力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要原力增长了 所有的艺术能力都能齐头并进 如此一来 便等于他多了一条修行之路啊 就算是没有灵音的帮助 也不必等到冬天才能修行 倘若林秀可以获得其他艺术 他的修行之路将会更宽更广 这是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 也是林秀赶超那些天才唯一的路 此刻林秀的体力已经被赵灵音掏空了 他靠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慢慢恢复 没过多久 孙大力就从外面溜了进来 他探头探脑的左右看了看 二小姐呢 啊 回家了 孙大力这才跑到林秀面前 抿了抿嘴唇 不敢相信地问道 少爷 你难道想和姐妹双双吗 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在少爷是那种人吗 刚才啊 他和灵音在房间待了很久 这狗东西一定是误会了 刚才灵音是在帮我修行 孙大力脸上露出憨笑 冲着林秀挤了几眼睛 懂得懂得 难道少爷 你喜欢的是二小姐 林秀的确喜欢赵灵音 但不是孙大力理解的那种喜欢 说起来有些心酸 两辈子加起来 也没有第二个人 像他那样对林秀好 帮他进入艺术院 耗费原力 耽搁时间帮他修行 只因为自己和他姐姐 那一纸婚约 这样的女孩子 谁不喜欢呢 更何况 他还那么漂亮 身材也那么好 剑林秀没有承认 孙大力以为是他默认了 他想了想 在一旁出谋划策 其实如果少爷 你真的喜欢二小姐 也不是不可以 最早定下婚约的时候 也没说一定要娶大小姐 反正都是赵家的女儿 娶谁不是娶 都没差 滚滚滚滚 林秀挥了挥手 让孙大力跪远一点 他根本没想着成亲 所以谁都不会娶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是真的和林音 想到那一顿毒打 他连忙将这个可怕的念头 驱逐出脑海 真的和林音成亲 那么以后啊 他可能就只有家庭地位了 林秀继续脑补着这样的画面 居然觉得有些幸福 虽然家庭地位低了一点 但好歹是有个家了 家这个字啊 对他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 脑补了一会儿之后 林秀自嘲地摇了摇头 打算回房休息 这时院外却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很快便有两道人影 从外面匆匆走进来 跑在前面的是一名美艳妇人 刚刚走进来 就拉着林秀的手满脸担忧 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林秀 一边问道 秀儿 你上到哪里了 第九集 跟在他身后走出来的一名中年男子 在看到林秀 好好地站在院中后 脸上的紧张之色 才消失了一些 林秀看着这一对男女 表情疑惑 你们是 中年男子文言面色微变 那夫人呢 则是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秀 这时 指定扑通一声 孙大力忽然跪在两人面前 一脸愧疚地说道 对不起 老爷 夫人 是我没有保护好少爷 片刻后 平安伯父 你说 少爷被陨石震晕 善后失忆了 他还觉醒了艺术 天阶的兵制艺术 不久前 不久前得到消息 匆匆赶回王都的中年男子 和美艳夫人 一脸的震惊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林秀 仅仅是离开了几日啊 家中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故 先是儿子 险些命丧允星 醒来之后 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而后十八年都没有表现出艺术天赋的他 居然觉醒了冰制艺术 平安伯夫妇不知道是该喜呢 还是该忧呢 最终 妇人抹了抹眼泪 紧握着林秀的手 有没有觉醒艺术不重要 只要人没事就好 林秀感觉很尴尬 他此刻当然已经知道 眼前的这对夫妇啊 就是得知儿子出世之后 匆匆赶回王都的平安伯夫妇 他们是另外一个林秀的父母 却不是他的父母啊 虽然对于平安伯夫妇 林秀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亲近 可他也无法心安理得地 称呼两个陌生人为爹娘 他借口还有事情 就匆匆地离开了家 王都的街道上 孙大力跟在林秀的身后 好奇地问道 哎 少爷 你一共也没去过衙门几次 怎么今儿突然想过去了 就是因为不常去才要去 这份差事来得不容易 那万一丢了饭碗 以后怎么办 嗯 说的也是啊 他用好奇的目光 打亮了林秀一眼 总觉得少爷 十一之后 好像变得更加懂事了 清丽丝文书的身份 是老爷费了很大的心思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才帮少爷争取到的 毕竟老爷和夫人 不能保护少爷一辈子 大厦的爵位 只有三品九等 从最高的一等宫 到最低的三等伯 老爷的爵位 只是三等平安伯 等到老爷过去之后 少爷的身份 就只是平民了 为了少爷 能生活的好些 老爷不知道 脱了多少关系 花了多少银两 才在清丽丝 帮他安排了一个 文书的身份 清丽丝的文书 只是负责记录 和整理卷宗 整日在衙门中 没有什么危险 是一个可以干 一辈子的差事 奈何 少爷怠惰 只是一开始 去了几日 便嫌弃文书的 差事无聊 再也没有去过 好在暗毒库的主事 和老爷有些交情 才对少爷的事情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否则呀 他好不容易 得来的这份差事 早就丢了 林秀这几日 虽然在家 但也没闲着 他以失忆的借口 从孙大力口中 一点点的询问出了 林秀的许多个人信息 包括 他的人际关系 经常去的地方 一些生活习惯 等等等等 他就是那个时候得知 因为平安博的爵位 是无法继承的 所以家里给林秀 留了一条后路 那就是清理司的文书 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危险 只要每天坐在暗毒库 整理整理卷宗就好 清理司文书 实的是国家俸禄 就算是林家彻底败落 他也不至于饿死 平安博夫妇 对他这个平庸的儿子 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 这让林秀有些羡慕 这些东西 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 清理司的衙门 在皇城下 林秀快要走到清理司门口时 被门口的牙医拦住了 什么人 来清理司何事 孙大力双手插腰 苟杖人叙 瞎了你的狗眼 连你们家大人都不认识了 这时 另一名牙医急忙 陪着笑脸上前 他是新来的 没见过林大人 请林大人不要怪罪 林大人您请 清理司文书一职 虽然品阶并不高 只是刚入流的九品小官 但官呢 那就是官 不是他们这些小吏 开嘴得起的 林秀也没有和那名牙医计较 和孙大力约定好接他的时间 静止走进了清理司大门 林秀走进去之后 那名新来的牙医才好奇问道 那位是什么人啊 我都来清理司一个月了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一个靠银子进来的关系户 不过奇怪呀 他以前几乎不来衙门 今天怎么来了 走进清理司院子 正面对着的是清理司大堂 也是开堂审案的地方 左右两边是清理司内部几个职能部门 林秀看到暗读库的牌匾之后 穿过一边的长廊 走进了暗读库的大门 暗读库平日里十分清闲 另外三名文书正在闲聊打趣 看到有人进来 抬头望了一眼 见是林秀纷纷面露意外之色 他们呢是认识林秀的 陈主是当时还特别交代过 让他们平时多多关照他 只是此人来了几次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见过 今儿个是刮了什么风啊 竟然把他吹来了 三人对林秀唯唯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 然后就继续闲聊 林秀也礼貌性的点了点头 目光在房间内扫了扫 除了一排排书架之外 这处房间有四张桌子 其中三张桌子十分干净 上面的笔墨纸燕也十分整齐 最后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杂物 很显然那张桌子是属于林秀的 林秀走到那张桌前 将杂物整理一番 又打了喷水 将整张桌子都擦拭了一遍 然后坐在椅子上 随手拿出一本书来看 他的视线落在书上 心思却不在 像他这样天赋不高的觉醒者 艺术院那边是不会重视的 除了每月都能领到一份津贴 以及自由出入藏书阁 有问题可以请教教席之外 他们接触不到别的资源 而他们平日里做什么 艺术院呢 也不会管 对于林秀而言 进入艺术院最大的好处 是能够接触到各种能力者 他得想办法多交些朋友啊 只有互相熟悉之后 才有长时间和对方保持身体接触的机会 这件事情啊 要从长计议 目前啊 林秀还得抱紧赵灵音的大腿不动摇 他的修行离不开他呀 至于清理司这里 一般呢 是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林秀只要偶尔打打卡 别被开除就好 这对于平安伯夫妇也有个交代 林秀再计划着自己的未来 房间内的三名文书 则自动忽略了他 只是心中诧异 怎么林秀来了之后 刚才还闷热难耐的暗毒库 忽然就变得凉快了起来 林秀在椅子上坐了半个时辰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打算去艺术院碰碰运气 他走出暗毒库大门 来到清理司院子里 目光一瞥 发现大堂门口围了不少身影 而衙门之外 也是人影绰绰 怀着一颗八卦之心 林秀挪动脚步凑了过去 第十集 清理司大堂内 衙蚁站成两排 最中间的位置 铺了一张草席 草席上盖着白布 白布下只露出一双脚 一名衣着滑贵的年轻人 翘着腿坐在椅子上 看了看地上的草席一眼 他是自己上吊死的 你们叫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望着那态度居傲 没有丝毫慌乱的年轻人 坐在上方的清理司廊中 顿感头痛 他揉了揉眉心 有人看到昨日王室 建在你的府中 今日他便一死在家 对此 您有什么解释的吗 昨日他是进过我家 但那是他收了我的银子 自愿进府中陪我的 完事之后他就回去了 他一死在自己家里 与我喝干 既然他是自愿 为何又要自义 大人说的这是哪里话 他上吊死了 关我什么事 或许他是因为 别的事情想不开 谁知道呢 公堂一时寂静下来 这时 跪在那草席旁边的 一名老者 却痛哭说道 大人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呀 小女一向洁身自豪 怎么会与人 做那种勾当啊 求大人 还小女一个清白 欢小女一个公道啊 清丽丝郎中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王氏自已而死 不能证明与秦聪 有直接关系 此案 清丽丝会再查查的 这是很明显的安抚之言了 老者文言 脸色灰白一片 似乎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贪软在地 嘴里喃喃道 冤枉 小女冤枉 此时 那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 缓缓起身 对清丽丝郎中 抱了抱拳 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慢着 他刚刚走出两步 便有声音 从门外传来 清丽丝大堂外围观的人群 让开一条通道 一道身影 缓缓走进来 他先是对清丽丝郎中 抱了抱拳 大人 王氏并非自已 而是被人杀害的 不等清丽丝郎中开口 他便指着白捕下的尸体 人若是自已而死 双脚会因为无力而垂地 此尸体双脚僵硬指天 说明他极有可能 在上吊前就已经死亡 且有一定时间了 此外 自已而死的人呢 会舌尖外露 面部轻子争宁 但若是先死后掉 他的舌头会缩在口中 面色也多是苍白 而非轻子 死者究竟是自已 还是被人杀害后掉尸 只要掀开这白布 便知 林秀的话音落下 他前方不远处的年轻人 瞳孔不易察觉地缩了缩 本玉宣布退堂的清丽丝郎中 深深地看了一眼林秀 然后问角落里的武座道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武座沉默片刻 点头说道 嗯 回答人 的确如此 清丽丝郎中 指了指一名牙医 掀开白布 是 那名牙医应声之后 快步走到草席前 掀开白布 露出旗下一个女子的面容 那女子面容秀丽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静静地躺在那里 让人忍不住心声怜惜 她的脸是苍白的 舌尖也并未深处 果然如此 这么说 此女是被人害死 然后假装自意的 那不是林文叔吗 她怎么比衙门的武座还懂啊 公堂之上 清丽丝郎中深吸口气 此案一点甚多 金公子 你暂时不能洗脱嫌疑 恐怕要委屈你一阵子了 那年轻人倒是无所谓 无妨 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清丽丝郎中 轻敲经堂木 此案还需深入调查 将秦聪暂时收押 退堂 名叫秦聪的年轻人 在两名牙役的陪同下 走出大堂的时候 回头望了林秀一眼 目光中饱含深意 林秀刚刚走出大堂 便有一只手将他拽了过去 静止将他拉到了暗毒库 一名穿着官服的中年男子 皱眉看着林秀 这种时候你逞什么呢 你以为武座验不出 他是活掉还是死掉 你以为郎中大人 不知道此案蹊跷 所有人都不知道 就你聪明 林秀虽然不认识眼前的男子 但他很快就猜出了 对方的身份 能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的 在清理司 只有老爹的老友 掌管暗毒库的主事 林秀的文书差事 也是通过他才得来的 林秀装作不懂 一脸疑惑 陈伯父 既然大人知道 那女子是被人害死的 为何不说出来啊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秦聪是一等伯秦武之子 即便是郎中大人 也开罪不起秦家 更何况是你 被你这么一脚 秦聪身陷牢狱 难保秦家会恨上你 陈伯父 这下怎么办啊 你不用太担心 秦家摆平这件事情应该不难 你们林家虽然没落了 但也还是权贵 想来 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但你也要记住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再掺和了 我明白了 谢谢陈伯父提醒 你知道了就好 你要是在这里出了事情 我可没办法向你爹交代啊 叮嘱了林秀一番之后 陈主是就离开了这里 林秀坐回自己的位置 轻轻地输了口气 清理厕是什么地方啊 王都专门查案的官崖 这里的崖差和官员 眼睛何其毒了 林秀都知道的事情 他们呢 没理由不知道 林秀站在大堂外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清理厕郎中 很忌惮那名年轻人 这种事情 最好不要掺和 但当他看到那女子的尸体 直挺挺地摆在大堂上 那老者贪软在地 表情无助有绝望的时候 林秀啊 还是心软了 明明自己过得也不尽人意 却偏偏见不得人间疾苦 上辈子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每次 为灾区捐款的时候 他都踊跃积极 看到山区的孩子 穷得连书都读不起 他会捐一车教材送过去 心血来潮时啊 会将身上带的所有钱 送给路边的乞丐 买走半夜在寒风中 摆地摊老人的所有橘子 虽然啊 他不怎么喜欢吃橘子 这或许是分手以后 那些前女友们 总是愿意将闺蜜 介绍给林秀的原因 他经常得到 他们这样的评价 林秀这个人啊 感情上的确是扎了点 但也绝对 算得上是一个好人 刚才听陈主事说 公堂上那名年轻人 是一等博之子 大厦的爵位 只有公侯博三品 其中每一品 又分为三等 若是没有特殊情况 爵位每继承一次 会自动降一届 一等宫的后代 会降为二等宫 一等博的后代 会降为二等博 林秀的父亲 是三等博 爵位已经不能再继承了 到了林秀这一代 林家就会彻底的 从王都权贵阶级中除名 那位一等博 似乎有权有势 有办法将儿子 从清理寺弄出来 就算林秀心中不平 站出来 也改变不了什么 但有些事情 明知道没有结果 却还是要有人去做 林秀 只求一个问心无愧 第十一集 在暗毒库待了一会儿 林秀便准备回家了 当他走出清理寺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无数百姓围在那里 宫堂上 那名老者见林秀出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将额头磕得咚咚坐下 多谢大人替小女申愿 多谢大人替小女申愿 围观的百姓也议论纷纷 如果不是这位大人 老王头的女儿 就要不清不白地走了 刚才在宫堂上 没有一个人 愿意为老王头说话 只有林秀站了出来 这位大人真是个好官啊 在百姓的议论声中 林秀将老人扶了起来 老人家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他而言 只是简单地站出来 说几句话 但对老人一家 意义却无比重大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林秀向来都是不吝啬这些的 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 林秀不等孙大力来接他 一个人向林府走去 王都的达官显贵 都居住在王都的南边 或者东边 林家呢已经没落 居住在王都的平民区 只是家里比平民阔绰 拥有几位下人 院子大一些而已 前几天 林秀总是一个人吃饭 今日晚饭时啊 身边则多了两人 平安伯夫人 不停地给林秀碗里夹菜 秀儿你要多吃饭 这几天都瘦了 明日 我请御医来家里瞧瞧 看看你的失忆之症 有没有办法 不用了吧 那又要花一大笔银子 林秀知道 作为一个没落的三等伯 林家其实并不富裕 不久之前 才拿出了一大笔钱 为他谋了一个 清理丝文书的差事 请御医上门 恐怕又得不小的花费呀 平安伯摆了摆手 银子的事情 你不用管了 治病重要 说完他又给林秀盛了一碗汤 这鸡汤啊 是你娘亲手熬的 你多喝些 对身体有好处 林秀拿起勺子 默默喝汤 温热的鸡汤入喉 令他的心里也多了一丝暖意 以前大多数的时候啊 他吃饭都是一个人点外卖 或者是泡面凑合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常便饭了 也很久没有人和他一起吃饭 吃过饭呢 林秀便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 和平安伯夫妇相处 感受着他们的关切和爱护 林秀啊 还是有些不太习惯 说来可笑 他上辈子 在亲生父母身上 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居然在两个陌生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 这让习惯了一个人的林秀 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避免和他们独处 第二天一早啊 林秀吃过早饭后 便离开了家中 不久后 清丽丝 林秀手中 缓缓地翻阅着一份卷宗 昨日那女子的案子 清丽丝已经结案了 一名盗贼 昨日来清丽丝自首 承认自己前天晚上 入室盗窃 拿了钱财后又见色起义 想要对王室用墙 却失手掐死了他 为了避免官府追查 于是做出了 王室自意的假象 有人投案自首 秦聪呢 自然很快就被无罪释放了 这份卷宗处处都是破绽的 最大的破绽在于 入室盗窃的窃贼 如果不来自首 清丽丝根本无从查起 他却偏偏自投罗网 目的简直过于明确 为的就是洗清秦聪的嫌疑 那位一等博的手段 比林秀预料的还要强大 如此一来 林秀昨天所做的一切 自然也没有了意义 林秀将那份卷宗放回原处 走出暗毒库 来到院中的时候 迎面走来一人 林秀抬头看了一眼 停下脚步 微微抱拳 见过郎中大人 来人是清理司郎中 也是清理司的一把手 昨日他本想草草的结案 却被自己搅乱 迫于压力 只好将秦聪收押 想必 心中对他极为不满 二十四司 中央直属 各司郎中 都是手握重拳的朝中大员 搞不好 他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差事 就要丢了呀 清理司郎中 面容轻取 目光锐利地看着林秀 林秀与他目光对视 不卑不抗 没有一丝退缩 片刻后 清理司郎中一开视线 然后微微点头 从林秀身边走过 似乎昨日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林秀呢 有些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 看样子 郎中大人似乎并不打算怪罪自己 想来也是 他若是直接迁怒林秀 岂不是坐实了 他断案不公 但暗中会不会给他穿小鞋 可就不一定了 林秀心中 还是要提起几分警惕 此时 清理司大堂中 一名跟在清理司郎中身后的官员 忍不住开口 大人 这平安博之子形势鲁莽 不懂规矩 咱们还是找个由头 将他赶出去算了 这免得他以后闯祸 清理司郎中回过头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再教本官做事 下官不敢 管好你该管的事情 不该你管的 最好不要多嘴 下官明白 下去吧 下官告退 那官员匆匆退一下 清理司郎中 默然站立了片刻 抬头望着 头顶悬挂的 明镜高悬牌匾 注视良久 林秀从清理司出来 并直接来到了艺术院 在艺术院门口 他被一道人影 拦住了去路 昨日在宫堂上 见过的那名年轻人 站在他的面前 微笑看着林秀 平安博灵廷的儿子 懂得不少啊 果然呢 还是被此人记恨上了 昨日若是没有林秀 站出来 秦聪也不必再 在清理司的大牢中 待那两个时辰 这让堂堂一等博之子 颜面有失 也让他记住了 那个多事的家伙 林秀 平安博之子 离开清理司大牢之后 秦聪很容易的 就调查出了他的身份 眼前巨人虽然是在微笑 但他脸上的笑容 怎么看怎么带着一股寒意 林秀没有和秦聪废话 开门见山 你想怎么样 秦聪伸出手 整条手臂逐渐覆盖了一层土黄色的硬甲 他笑看着林秀 你让我在又脏又臭的清理司大牢里待了两个时辰 我断你两根肋骨 不过分吗 望着秦聪手臂的变化 林秀瞳孔猥缩 此人居然也是一位艺术觉醒者 而且他的能力至少觉醒了两次 能力刚刚觉醒的林秀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那好汉不须眼前规 林秀后退一步 你别忘了 艺术院内禁止到我 秦聪朝冷地看了他一眼 院规里的确有这一条 但这里可是在艺术院外 话音未落 他便一拳轰向林秀胸口 面对秦聪的蓄力一击 林秀全身肌肉紧绷 正要有所动作 身体忽然又放松了下来 秦聪以为他放弃了抵抗 手上又多加了两分力道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身体有些发冷 随后 他的脚下便迅速出现了厚厚的冰层 将他冻在了原地 一丝淡淡的香气 游远极近 赵灵音走到林秀面前 目光冰冷地望着秦聪 你要打断他两根肋骨 秦聪的双脚 此刻已经失去了知觉 整个人也如坠冰枯 他哆嗦着看向赵灵音 艺术院内 禁止使用艺术恶斗 快放开我 第十二集 赵灵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院规里的确有这一条 但这里可是院外 话译 秦聪整个人凌空飞起 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胸口钻心般的疼痛 让他清楚地知道了 他的肋骨一定断了几根 林秀无语地看着赵灵音 刚才他飞起一脚时 林秀愕然地发现 他居然在裙子下面穿了长裤 这是什么穿衣搭配啊 人与人之间 这是一点新人都没有了呀 秦聪一只手支撑身体站起来 另一只手捂着胸口 愤怒地看着赵灵音 这是我和林秀的恩怨 与你何干 赵灵音居高临下地看着秦聪 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秦聪心中震惊啊 难道林秀和赵灵音好上了 不 这不可能 林秀除了长得迅巧点 根本一无是处啊 秦聪相信赵家二小姐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呢 但无论如何 有赵灵音的阻拦 他今日是不可能对林秀怎么样了 秦聪胸口黄色的光芒闪烁 感觉到断骨处没有那么疼了 他挣扎着从地上起来 冷冷地看了林秀一眼 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说完 他便一瘸一拐地离开 从林秀身边走过的时候 秦聪忽然停下脚步 嘴角勾起丝弧度 压低声音说道 对了 忘记告诉你 那女子的确是我让人杀的 本公子有心宠幸她 她却不开眼想要报官 真是不识抬举 怎么样 记不记啊 林秀脸上的表情逐渐凝固 双拳紧握 骨节微微泛白 秦聪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赵灵音回头望着林秀 你是怎么招惹上他的 林秀没有过多解释 转移开话题 他刚才那什么能力啊 地阶的十只艺术而已 等你再决险一次 他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今日的心情被秦聪破坏殆尽 林秀没有了去艺术院 看书的兴致 看向赵灵音 今天还像上次那样休息吗 过油不及 再过两日吧 不然你的身体承受不起 我可以的 他有些被秦聪刺激到了 连这种人渣垃圾都不是对手 让林秀很不甘心呢 无论是力量还是冰冻能力 只有觉醒第二次 实力相比于普通人 才会有质的飞跃 对于林秀的坚持 赵灵音并没有拒绝 只有林秀好好修行 尽快提升实力 才能配得上他的姐姐 所以他很愿意帮助林秀修行 嗯 那去你家吧 林秀和赵灵音回到林府的时候 平安伯请的御医已经到了 不过林秀自己明白 他的失忆啊 是因为身体里承载着另一个灵魂 哪怕是化陀在世 贬阙在生 也给不出治疗办法 最终 那位御医也只是告诉平安伯夫夫 失忆之症 无药可医 至于他之后 能不能找回记忆 就看机缘了 因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这位御医临走的时候 还退还了一半的诊金 林秀顿感肉疼啊 平安伯请着御医花了一百两 他在清理厅做文书一年也才赚这么多呀 这些御医啊 出诊堪比抢钱呢 赵灵音这才知道 林秀当初在清楼 并非装作不认识他 只是他心中气恼啊 林秀明明都失忆了 不是居然还不忘去清楼 幸亏自己碰巧撞到 否则他还不知道 会在那里做出什么事情呢 还想到这里啊 心中又生出几分怒气 打算一会儿多折腾他几次 林秀和赵灵音关上房门 在房间内休息 另一处房间 平安伯叹了口气 灵音已经是大侠少见的天才了 灵君更是天赋出众 有时便得欲名师 我听说 他的艺术已经觉醒了五次 秀儿实在是配不上他呀 平安伯夫人瞪了他一眼 哪有这么说刺激儿子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赵家与我们早已是天地之别 与其被这根本不可能的婚约牵绊 谁也不自在 倒不如趁早解除了婚约 给秀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也好将林家的香火传下去 平安伯夫人也知道 丈夫言之有理 沉默了片刻之后也开口道 也是 到底是我们配不上人家 这婚约放在那里 对谁都不好 我也想早日抱上孙儿 不如和秀儿商量商量 这桩婚事 我们不要也罢 夫妻两人在房间内商议此事时 林秀的房间内 他双臂抱在胸前瑟瑟发抖 眉毛上也凝结出了一层寒霜 最终 实在无法忍受的他 只能哆嗦着说道 林音能不能受着点啊 我有点受不了了 赵林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你忘记刚才的事情了 想到刚才在艺术园门前 如果不是林音出现 自己恐怕真的会断几根肋骨 林秀一咬牙 来吧 我可以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 林秀身上是裹着棉被的 虽然吃了不少苦 可这种修行方式 体内原力的提升也很明显 如果林音每天都能这么帮她 林秀有信心在半年之内 第二次觉醒 吃过饭 林秀再次来到艺术院 她一个人坐在藏书阁角落 缓慢翻阅着一本书册 秦聪觉醒的艺术啊 名为实质艺术 可以是身体部分或者完全实化 历史上拥有这种艺术的人 最多觉醒了六次 所以此书被列为地阶上品 了解到这些后 林秀就明白 为什么灵音对她如此的不屑了 等到林秀第二次觉醒 体内的原力就足以支撑 她在身体外凝结一层厚厚的尖兵 与秦聪的能力 异曲同工 又比她的能力多出许多变化 但那 也是林秀再次觉醒之后的事情了 这世上有各种奇怪的艺术 为了避免下次遇到 不知道如何应对和克制 林秀连晚饭都没有吃 一整天都跑在艺术院的藏书阁中 直到晚上闭革 黄城会在亥室关闭 差不多相当于晚上九点 前宫的所有关押 包括艺术院 武道院的学生和教习 都会在此之前离开黄城 林秀赶在宫门关闭的前一刻 走出黄城 孙大力靠在城墙上打科学 林秀叫了她好几声 她才醒过来 孙大力揉了揉睡眼 少爷 你今天怎么出来这么晚 林秀没有回家 一来是看书入迷了 二来是避免和平安伯夫妇相处尴尬 他没有过多解释 回去吧 林家距离黄城有些距离 黄城附近居住的 都是达官显贵 林秀回家 需要从城东走到城西 大概需要小半个时辰 王都晚上实行宵禁政策 子时之后 便不允许在城内随意走动了 此刻呀 距离子时还有一个时辰 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林秀和孙大力一边走一边闲聊 从城东走到城西 街道两旁 从高低福底 逐渐变成低矮的民房 路上遇到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第十三集 城西呀 是平民聚聚之所 夜里的治安并不好 除非有要紧事 一般的百姓 晚上是不愿意出来的 再穿过一条街巷 就到家了 林秀和孙大力 快走到街口的时候 某处巷口 一条流浪狗 冲他们叫了两声 孙大力哆嗦了一下 该死的狗 吓我一跳 他正要继续向前走 林秀的脚步 却忽然顿住 孙大力疑惑道 少爷 你怎么不走了 林秀全身寒毛直竖 在孙大力听起来 那不过是两声狗叫 但在林秀耳中 那条狗分明在说 那人在巷子里 藏了那么久 到底想干什么呀 两人马上就要路过 那条巷子了 林秀忽然停下脚步 停留在了 距离巷口一丈远的地方 一瞬的平静之后 那黑暗的巷子里 忽然闪过一道行光 少爷小心 孙大力的反应很快 飞快地扑向林秀 一柄飞刀从巷中飞出 插在了他的肩头 倘若没有他的阻拦 那柄飞刀射向的位置 赫然是林秀的眉心 有人想要他的命 少爷快跑 这一次 孙大力没有林阵脱逃 他不顾自己肩头的飞刀 对林秀大喝一声 然后又飞身扑向了那道 从暗巷中走出来的人影 那人身材矮小一身黑袍 将整个身体完全遮盖 他根本没有想到 这次的目标 居然提前察觉了他的存在 情报上不是说 他只是一个 没有觉醒任何艺术 也没有修行武道的普通人吗 倘若对方没有察觉 在他刚才路过那条巷子时 自己就能直接出手 以击毙命了 那年轻人没有任何征兆的停下 似乎是发现了他 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直接出手 但因为有了防备 他的飞镖 被此人身旁的汉子挡下 作为一名刺客 武道并不是他的强项 一名优秀的刺客 应该做到一击必杀 远顿千里 当刺客的刑迹暴露之后 最好的办法 就是立刻逃离 但这次的任务 报仇丰厚 他并不想就此放弃 那壮汉已经扑了过来 他一仰手 同时射出五枚飞镖 直奔那汉子的周身要害 面对此人射出的飞镖 孙大力不闪不躲 如同一头蛮牛 狠狠地撞向黑衣人 黑衣人右手握拳 一拳轰出 竟有破风之声 势如千军 直击孙大力胸口 一拳轰出 竟能掀起阴暴 这杀手显然也不是普通人 林秀不知道 此人拥有什么能力 但这名黑衣人 显然也不知道 孙大力的能力 他虽然天赋不高 觉醒的时间也晚 但这么多年过来 能力也早已觉醒了第二次 除非别人觉醒的 也是类似的能力 否则很少有人 能单纯在力量上 和他抗衡 赵灵音可以打十个孙大力 可单以力量论 十个赵灵音也不如他 黑衣人的拳头轰击在对面的汉子身上时 脸色就立刻大变 但并没有击退此人 反而有一股更加巨大的力量 沿着他的手臂传到他的身体 孙大力的肩膀直接撞在了黑衣人的胸口 他的胸口在一瞬间就凹陷下去 口中鲜血狂喷 眼看着是出气多 尽气少了 孙大力身上还插着几根飞镖 他双手插腰 不懈地看了一眼地上生命 坏所流逝的黑衣人 傲然道 哼 就这 话音落下 他又莫名其妙地挠了挠头 奇怪 我头怎么这么心 随后 他便一头栽倒在地 不省人事了 清晨 林府 孙大力躺在床上脸色乌清 依旧昏迷未醒 清立司的陈主席从外面走进来 已经查清楚那人的身份了 他是朝廷通缉已久的刺客 身上背着几条命案 没想到这次林秀居然被他钉上了 昨天晚上那名黑衣人 在巡街的卫视赶到前就已经死亡了 孙大力的权力一撞 还别说人了 就连大象也承受不了啊 他临死前呢 林秀曾经试图复制他的能力 但体内的力量却没有反应 说明此人并不是能力者 平安博一脸阴沉 可是 有谁会收买刺客 来害羞儿性命 陈主席想了想 面色微变 难道是秦家 什么秦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怀疑秦家 陈主席简要地将那日 在清丽丝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平安博沉思片刻后 微微摇头 应该不是 要说秦家会报复秀儿 我信 但请杀手刺杀他 秦家还没有这个胆子 林家就算是再没落 也是大下权贵之列 王都权贵之间 也并非一团和气 平日里啊 因为利益你争我夺 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这种争斗啊 是有底线的 互相暗杀行刺 会被直接剥夺权贵身份 也会被其余权贵群起攻之 一个一等伯 没胆子行刺另一位权贵 尤其是在两人 刚刚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秀儿 你仔细想想 你还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没有啊 其实他不是没有怀疑过秦聪 但正如平安博所说 他和秦聪之间的恩怨 又不许生死大仇 秦家犯不上采用这种 同归于尽的方法 一旦事情败露 后果呀 秦家也是承受不起 不许秦家 还有谁想要林秀的命呢 在林秀到来之前 平安博之子平日里大多数时间 都是宅在家里 是个十足的宅男 连朋友都没有一个 更没有得罪别人的机会 林秀其实第二时间怀疑的是赵家 那份婚约赵家不能否认 否则便是背信弃义 唠得一个不好的名声 但如果林秀死了 人死如灯灭 婚约自然也会作废 赵家颜面也能得以保存 想到这个可能 林秀的心情有些复杂 在这个世界上 灵姻大概是除了平安博夫妇之外 对林秀最好的一个人了 林秀不想以小人之心 去揣测赵家 但这个可能 的确存在 林秀先将这些事情 抛到脑后 眼下最重要的是孙大力 他其实没想到 遇到赵灵阴时 每次都比林秀跑得 还要快的孙大力 昨天晚上啊 竟然会毫不犹豫的 被他舍身挡标 如果不是他 现在的林秀 恐怕已经死了第二次了 那黑衣人的飞标 是脆了毒的 孙大力身中数标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醒来 此时他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 这也是因为他的身体远比普通人强大 换做其他人 昨天晚上便已毙命了 陈主事走到床边 看了孙大力一眼 放心吧 我已经禀明朝廷 太医院很快会派人来 太医院的动作很快 不到一刻中 便有一辆马车停在了林府门前 一位秀丽的白裙少女 从马车上走下来 柔声道 请问 伤者在哪里呢 少女看上去十六七岁 鹅蛋脸 长发如铺 头发梳成双平剂 发际上还垂着两条白色的丝带 额前的空气流海 让他整个人多了几分淡雅的气质 平安博看着少女 疑惑道 姑娘您是 我是从太医院来的 哦 原来是太医院的御医 快进来 我不是御医 还是先看看伤者吧 在平安博的带领下 少女走进一处房间 看到躺在床上 脸色乌清的孙大力时 快步走上前 伸出手 伏在她的额头上 下一刻 她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 姑娘 她有救吗 有救的 第十四集 不得不说 少女的年纪 让林秀十分疑惑 她的医术到底行不行呢 在下一刻 她就改变了这种肤浅的看法 少女的手 附在孙大力的额头上 并没有拿开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孙大力 乌清的脸 以林秀 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得红润起来 这不是医术 是艺术啊 姑娘 觉醒的艺术 莫非是治愈了呀 少女 微微一笑 并未否认 林秀 表情平静 内心 却有些激动 治愈了呀 这可是她 梦梦以求的能力之一呀 觉醒了这种能力 将百度不扰 百病不侵 再次觉醒之后 还可以治疗他人 更重要的是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寿命是普通人的两倍 甚至三倍 是诸多艺术能力中 十分特殊的一种 这种能力 并不能用来战斗 但却比任何 能用来战斗的能力 都稀有啊 毕竟 无论是强大的艺术师 还是权贵高官 甚至是一国皇帝 都避免不了生老病死 若有这样一位 能力者在身边 便等于 多了无数条性命 少女的手 在孙大力的额头上 已经放了一刻钟 林秀此刻多么希望 躺在床上的是自己啊 如果是她的话 此刻她已经拥有了 这种梦想中的能力了 要是她能和孙大力 换一下就好了 可惜啊 换不得呀 倘若 昨晚中毒的是林秀 以她的身体素质 大概率啊 是撑不了这么久的 林秀看着眼前的少女 心中私存 要不要顾一名刺客 假装刺杀自己一下 到时候 她就故意受点伤 让太医院 再派这小姑娘来 然后 企图是美滋滋了 就在林秀心中 打着这种主意时 少女将手 从孙大力额头上 收了回来 她缓缓站起身 好了 她体内的毒素 已经清理干净 接下来 只要好好调养就行 我先回去了 说完 她便转身离去 姑娘 我送送你 走到林府门口 林秀 殷切道 城门姑娘大案 还不知姑娘方明呢 我姓白 公子叫我双双就好 白双双 这是一个好名字啊 要不 我送双双姑娘回去吧 不用了 我坐马车回去就好 林秀怎么可能放过 和她深入接触的机会呢 那要不 我请姑娘吃饭吧 若不是姑娘 我的护卫恐怕 有一命呜呼了 请双双姑娘 互必给我一个 表达谢意的机会 公子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想到自己 再继续纠缠 可能会让对方厌烦 林秀啊 还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 那姑娘一路小心啊 看着太医院的马车 缓缓离去 林秀充满遗憾地吐了口气 看来 获得双双姑娘能力一事 只能从长计议了 要是舍不得的话 可以追上去啊 林秀叹牺声刚落 一道带着寒意的声音 便从不远处传来 林秀回过头 看到赵灵音站在那里 正双臂还胸冷冷的 看着她 赵灵音冷眼看着林秀 半天不见 你就又在这里 沾花惹草 这个小姨子是不能要了呀 连沾花惹草都不行 更别说策马奔腾 婚约的事情必须尽早解决 心里虽然这么想啊 林秀嘴里还是解释了 不是 你误会了 昨天晚上我遇到了刺客 如果不是大力啊 我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大力因为我中了毒 刚才那是太医院的御医 他救了大力 我总得感谢感谢人家 刺客 赵灵音脸色一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但是大力为了保护我受了伤 到现在还没有醒来呢 好端端的 林秀怎么会遇到刺客呢 赵灵音略意撕存 然后咬咬牙 秦聪 昨天 秦聪在林秀和赵灵音手中吃了大亏 以他那牙字必报的性格 有足够的行事动机 赵灵音扭头变走 没有留给林秀挽留的机会 其实林秀觉得 昨夜的刺杀事件 有九成不是秦聪所为 但秦聪此人的确该死 让灵音去给他吃点苦头也好 他下手有分寸 不至于杀了秦聪 但也不会让他好受 林秀回到房间里 孙大力已经醒了 说真的 被这货背叛了几次 林秀本以为昨天晚上 他会直接跑了 没想到 他居然毫不犹豫的 以自己的身体迎向那脆毒飞刀 林秀走到床前 轻轻拍了拍孙大力的肩膀 下了啊 我是少爷的护卫 保护少爷是应该的 哎 灵音揍我的时候 你去哪儿了 这不一样啊 孙大力爬起来吃饭了 平安博夫人吩咐厨房 给他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 他力气大食量也大 很少有吃得这么饱的时候 林秀昨天到现在 也没有吃什么东西 和孙大力呢 一起对付着吃了几口 平安博走到门口对他说道 秀儿啊 你过来一下 我和你娘有话和你说 林秀跟着他来到书房 平安博夫人已经在那里了 和他们单独相处 林秀还是有些不自然 什么事情啊 爹娘两个字 他还是无法对两个陌生人说出来 不知道秀儿你还记不记得 你和赵家有一份婚约啊 我知道 他正想办法说服平安博夫妇 怎么取消这份不靠谱的包办婚姻呢 既然他们主动提起 林秀便借机道 但我觉得现在这份婚约 对于两家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啊 你们能不能和赵家商量商量 取消这份婚约啊 平安博夫妇文言大为意外 秀儿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赵家现在与我们已经是天地之别 那位呢又是天之娇女 我们林家怎么高攀得上啊 还不如早点取消 这样啊 对两家都好 平安博文言 面露欣慰之色 秀儿啊 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 我和你娘的意思呢 也是这样 与其被那份婚约拖累着 不如直接取消 再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早日完婚 我们也好保孙子 林秀心中已经 取消和赵家的婚约 给她重新取一个 这不是才出虎口 幽入狼窝吗 不用这么着急 我才十八 十八已经不小了 娘十八岁的时候 你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林秀感觉一阵头大 连忙借口肚子不舒服 逃离了这里 王都街头 秦聪带着两名下人 刚刚从一座酒楼出来 昨天虽然断了几根肋骨 但以她的能力 倒也不怎么影响行动 只需半月 就能彻底恢复如初 但她和林秀的仇 算是彻底结下了 惹不起赵灵音 难道还惹不起林秀 正当秦聪心中谋划着 应该怎么报复回来的时候 忽然又感觉到一阵凉意 随后一张美丽的面容 就出现在她眼里 这张脸很美啊 但对秦聪来说 却像是毒刺一样扎人 她下意识地退出两步 警惕道 赵灵音 你又想干什么 林秀被刺杀的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秦聪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便露出狂喜 什么 林秀被人刺杀了 结果怎么样 他死了没有 空气中的温度急剧降低 秦聪打了一个哆嗦 随后 好像是明白了什么 立刻看着赵灵音 你可别误会 这事不是我干的 我又没疯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此刻才意识到 赵灵音是来找的算账的呀 我和灵秀是有恩怨 但那都是小矛盾 我不过是被他冤枉 做了两个时辰的劳而已 多大点事啊 烦不上 真烦不上 第十五集 秦聪的表现不像是在撒谎 赵灵音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欲走 秦聪却又迫切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秀什么时候被刺杀的 他死了吗 我能不能去灵府调研一下 本来准备离开的赵灵音 闻言又转过了身 多时 街上也传来了一阵 凄厉至极的惨叫 一声盖过一声 匆匆赶来的寻街守卫 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便默契地转身离开 林府 林秀试探看了赵灵音一眼 你 把秦聪怎么了 没什么呀 又打断了他几个肋骨而已 林秀沉默片刻 然后才开口道 其实 昨天的刺杀 应该真的不是他干的 赵灵音一点都不意外 我知道 知道你还要打断他几个肋骨 赵灵音目光看向他 秦聪司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这个人就该死 打断他几个肋骨 算是便宜他了 看来灵音和自己一样 拥有一颗正义之心 林秀啊 我再继续这个话题 想到一事 昨天的刺客 有点奇怪 他一拳红出竟然 能产生音爆 但他的能力 似乎又不是力量 不知道那是什么能力 赵灵音一拳轰出 是这样吗 随着他的出拳 空气中发出一道 沉闷的声响 这是什么 真气 是武道修行处的力量 与艺术不同 林秀这些天 沉溺在艺术中 根本没听过武道这种东西 他只知道 艺术院旁边是武道院 这两者 难道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修行上的问题 赵灵音对林秀 总是很有耐心 武道是不同于 艺术的另一条路 那名刺客修行的是武道 只是他的实力不高 不然也不会被你的护卫打死 经过灵音的解释 林秀才知道 除了艺术之外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另一条修行之路 艺术就像是上天的恩赐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神奇的能力 觉醒之后 实力更是强大 但上天并非眷顾所有人 数千年来 那些没有觉醒艺术的普通人 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道路 那就是武道之路 强大的艺术师 可以搬山停海 巅峰的武道强者 也能做到一箭断山 相比于艺术 武道这条路更加艰难 虽然人人都可修行 但能将之修行至高深处的人 是少之又少 所以在这个世界 武道和艺术相比较 存在感自然少了许多 但这并不代表 武道弱于艺术 真正的武道强者 实力完全不逊色于 最强大的艺术师 只是这种强者 太过凤毛麟角 武道又难以修行 导致武道强者 比高阶的艺术师 更加少见 现在的灵秀 根本无法用艺术战斗 倒是可以先尝试 修行武道 以他远超常人的力量 修行起来 应该比一般人要容易 灵音还告诉他 艺术院也有 教授武道的教习 等到一个月后开院 他或许应该 更加侧重这方面 就在灵秀规划着 自己的未来时 秦府 秦宗骂骂咧咧的 踏进家门 昨天挨了赵灵音 一顿毒打 今天只是出去吃饭 没料到啊 又挨了一顿 虽然他已经 找御医接好了骨 但胸口还是隐隐作痛 他将这笔章 又记在了灵秀头上 最近几日 真是流年不利啊 先是遇到那 不知好歹的王室女子 后来又招惹到了赵灵音 秦宗可谓是处处不顺 王室那女子的案子 父亲已经找人摆平了 他还得找人看着那老头 以免他又闹出什么事情 虽然秦宗并不怕事 可也不想麻烦呢 只是 刺杀灵秀的人 真的不是他派去的 他又没风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那 到底是谁 难道是 心中浮现出一道身影 秦宗眼中浮现出一丝惧色 再也不敢继续联想了 两天挨了两顿毒打 秦宗浑身犹如散架 回府之后 便走进自己的房间 打算休息一会儿 他关上门 向床边走去时 却忽然发现 房间内多了一人 那是一名黑衣女子 女子性眼穷鼻 容貌极美 头发高高地竖在脑后 身为女子 却并没有女子的柔美 看起来极有英气 刚刚秦宗走进来的时候 那个位置还什么都没有 秦宗起初以为 是下人给他准备的惊喜 但很快就发觉了不对 那女子的脸上没有一丝慌乱 表情冰冷的像一块万年寒冰 秦宗心中生起几分警惕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我房间里 黑衣女子没有看秦宗 只是淡淡道 我来取一样东西 取什么东西 女子目光望向他 平静道 娶你狗命 前天和秦宗告别的时候 秦宗说过 两个人还会再见面的 林秀没想到 他和秦宗这么快就再见了 只是地点有些奇怪 秦宗的尸体直挺挺的 躺在一张木板上 秦宗的武作查验一番之后说道 死亡时间是昨天有时到虚时之间 致命伤是脖子上的一道剑痕 凶手一剑封喉 在瞬间就杀死了他 从伤口的情况判断 凶手使用的应该是类似短剑匕首之类的兵器 秦宗死了 秦宗死在了家里 进房间之前他告诉下人他要好好休息 没有天大的事情不要打扰他 等到第二天秦府的下人刺客他起床时 发现他呀已经死在了卧室中 秦家暴怒之余立刻来清理寺报案 作为和秦聪有过冲突的灵秀和赵灵音自然第一时间就被传了过来 清理寺郎中简单的询问过他们几句之后 这里就没有灵秀和赵灵音什么事情了 秦聪死的时候 灵秀和赵灵音都各自在家 有不在场证明 他们没有作案的时间 也没有作案的能力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 潜入一等波的府邸 杀死秦聪之后 又无声无息的离开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况且啊 凶手在杀死秦聪之后 也并没有掩饰身份 他在秦聪尸体上留下了几片花瓣 一名清理寺官员看着秦聪的尸体 一见封喉 尸体上留下花瓣 除了故意留下的痕迹 现场一点线索都没有 那个女人又出手了 清理寺郎中摆了摆手 既然不是普通案件 就交给艺属司去查吧 艺属司是朝中另一个衙门 清理寺只负责一般案件 凡是涉及到艺术或者艺术师的案件 都会转交艺术司处理 看着秦聪在木板上的尸体 林秀不露痕迹地将手按在他的脑袋上 体内的那道力量并没有什么反应 看来他是无法复制死人的能力的 回到暗毒库 林秀洗了十遍手 才好奇地问陈主持 陈伯父 到底是谁杀的清聪啊 陈主持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是一名神秘的刺客 过去的一年里 王都有不少权贵官员死在他手里 艺术司和密贞司都在大力地通缉他 被他注意到 只能算秦聪倒霉 怨不得别人哪 第十六集 有关这名神秘刺客的事情 陈主持没有说太多 他离开之后 林秀开始在暗毒库中寻找 这里是存放清立司案件卷宗的地方 过去三年 清立司经手的所有案子 在这里都能查到 林秀用了大半个时辰 才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 查到了那名刺客的信息 卷宗中关于他的信息并不多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此人是女子 使用的武器为匕首或短剑 擅长暗杀 刺杀过王都不少达官显贵 极少失守 寥寥不多的几次失守 是因为目标身边 有强者暗中保护 也是那两次失守 才让朝廷获取到了他的一些信息 在这之前啊 朝廷对于他一无所知 所有见过他的人 都死在了他的手下 看完关于这位无名刺客的信息之后 林秀心中对他生起几分钦佩 虽说他手中染血无数 但死于他手的 不是大奸大恶的权贵 就是草菩人命的宫官 或是像秦聪这样犯下滔天罪行 朝廷却无法将其处置的法外狂徒 他行事有个习惯 那就是每次出手都会在现场留下花瓣 表明凶手的身份 因此不会有无辜的人被牵连 看完他的卷宗 林秀忍不住赞叹 英雄啊 秦聪这样的人渣 林秀也想杀之而后快 但他没有这样的实力 只能眼看着秦聪 嚣张跋扈 卷宗记载 这名刺客也是一位艺术能力者 而且具有不俗的舞蹈修为 他的能力是隐匿 至少觉醒了三次 可以随时进入隐身状态 这不是一个战斗类型的能力 但配合舞蹈 却能成为顶尖的刺客 一个看不到的刺客 防不胜防的刺杀 谁能不怕呢 林秀以前玩王者荣耀 也非常讨厌对面打野 是蓝陵王或者阿科 一局游戏 大部分时间是看不到他们的 当他们现身的那一刻 也就是自己被击杀的时候了 后来啊 林秀自己把阿科打到国服 才深刻的体会到 隐身的能力有多爽 因为他手下暗字太多 又神出鬼没 朝廷一直对他大力悬赏 据说呀 他的赏金已经达到两万了 这是一个可以让普通家庭 数辈子衣食不愁的数字 不多说 林秀将卷宗放回原处 离开了清丽丝 王都百姓消息灵通 一大早秦家就匆匆赶往清丽丝报案 清丽丝又派人抬走了秦聪的尸体 林秀走在街头 到处都是百姓在议论 死得好啊 死得妙啊 这个败类早该死了 不知道是哪个英雄提天行道 我老钱 在这里谢谢他了 大块人心 大块人心 林秀早上被匆匆叫到清丽丝 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呢 他随便找了一个早点铺子 要了一体包子 一碗稀饭 坐在街边就吃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吃饭的都是平民百姓 林秀的衣着不凡 坐在人堆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就连那些兴高采烈 议论秦聪之死的客人也都闭上了嘴巴 毕竟这种事情 他们私下里说说可以 但若是被有心人听到 遭到秦家报复 可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啊 不过很快的 就有人发现了什么 哎 这不是那天为老王出头的那位大人吗 怎么可能 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在这里吃饭啊 真的是那位大人 长得这么俊超的人不多 我不可能记错的 虽然百姓在小声议论 可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和林秀搭话 毕竟一个是官 一个是民 他们对于这些朝中大人 心中还是有些敬畏 以及惧怕的 林秀很快吃完了自己那份 又让掌柜的打包了几天 打算带回清丽丝 今天早上的案情紧急 清丽丝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 没来得及吃早饭 既然以后要尝去清丽丝 就有必要和同僚们打好关系 如今的林秀在清丽丝 还像是一个局外人 林秀付钱的时候 那包子铺的掌柜 一名身体精壮的中年汉子摇了摇头 这些包子就算是我请大人的 林秀愣了一下 不等他发问 那掌柜就解释道 老王头可怜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才把女儿养大 却被那奸贼所害 大人是唯一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的 不过是区区几个包子而已 我不能收大人的钱 林秀没有吃白水的习惯 他坚持给钱 奈何那掌柜铁了心不收 就连一些食客也出言相劝 林秀最终只能作罢 回到清理司后 林秀将包子送到各个牙房 早上秦家的事情紧急 清理司众官员大都没有吃早饭 他们又不像林秀一样 可以随便离开 只能饿着肚子 那一只只散发着扑鼻香味的包子 很快就让他们喉咙怂动不已 暗读库中 林秀对另外三名同僚微笑道 我在街边买了些包子 几位若是没有吃早饭 可以先垫垫 三名文书腹中正饥饿难耐 文言立刻围上来 一人拿了一只包子 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道谢 多谢多谢 林大人的包子送得太及时了 我等刚才还在商量 要不要拆个牙翼上间去买 三人以前遇到林秀时啊 都只是礼貌性的示意 还是带着几分疏离的 这普通的一剃包子 让几人的距离有所拉近 一名文书吃完包子 擦了擦手 这些包子多少钱 我们付给林大人 徐大人客气了 几剃包子不值几个钱 亲兄弟要明算账 不然下次我们可不好让林大人带了 真的不用 这几剃包子本就没有花一文钱 是那包子不转贵送的 前几天死去的那王室的女子啊 是她的街坊 她谢我那日站出来为那女子申冤 这次就没有收我的银子 几名文书闻言一愣 已经再次拿起一个包子的徐文书 沉默一瞬后 将那包子缓缓放下 如此 这包子我等确实没有资格吃了 唉 我也受之有愧啊 那窃贼显然只是替罪羊 王室的明节到底还是被玷污了 我最终啊 并没有还他清白 王室被秦聪强行玷污之后欲要报官 后被秦聪派人灭口 并做成自义的假象 后来秦家找了一名窃贼顶罪 在清丽丝的卷宗记录中 她是自愿和秦聪交易 又碰巧遇到盗贼劫财劫色 意外而死 一个清清白白的少女 蒙冤而死已经够凄惨了 却还要被玷污成娼妓 林秀很难想象她家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暗毒库门口 清丽丝郎中看着手中已经吃了一半的包子 沉默片刻后将剩下的一半大口吞下 随后她走回牙房对一名牙医刀 准备生糖 林秀本来打算直接回家 已经走到了门口 听闻郎中大人再次提审杀害王室的凶手 又折返回来 虽然她不太熟悉大下的律法 但一个无权无视的窃贼 入室行窃 劫色杀人 肯定难逃一死 依照律法 斩力绝是很正常的 但林秀万万没想到 清丽丝郎中对此人的判决 居然是凌迟 林秀是最残酷的急刑之一 刑刑时会将犯人千刀万剐 还要犯人时刻保持清醒 这种折磨 只是在脑海中想象一下 就觉得不寒而栗 而且 此刑罚一般只用在 十恶不赦的重犯身上 对一个普通的杀人犯 判处林秀 是不可能被朝廷通过的 但此刻 跪在堂下的那名犯人 显然不知道这些 他脸色极度苍白 身体抖入筛坑 死 他不怕 毕竟他身患绝症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活 替人去死 家人得到一大笔丰厚的报酬 对他来说 已经算是赚了 但死和死 是有区别的 砍头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据说快的 根本感受不到痛苦 脑袋掉了 晚大一个疤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第十七集 他就是听了这些话 才打算出来替人顶罪 可那是凌迟啊 据说要行刑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 每天要从他身上 削下一千两百片肉 还不会让他直接死掉 听到自己被判处凌迟的下一刻 这盗贼的裤裆 便湿了一大片 清丽丝郎中 用淡默的眼神看着他 人犯康巴 你入室盗窃 奸杀民女 还做出自义的假象 嫁祸一等博之子 罪加三等 本官现在判见凌迟 你可有话说 康巴脸色 苍白如指 这一刻 他怕了 他真的怕了 他怕自己被凌迟处死 眼睁睁地看着刽子手 在他身上 割上三千六百刀 他跪在地上 将脑袋磕得咚咚作响 大人冤枉 冤枉啊 我招 我什么都招 只求大人给我一个痛快 你不是全都招了吗 还招着什么 大人 那女子不是我杀的 是有人让我顶罪 大人明见 大人明见呀 清丽丝公堂之上 行事急转 人犯康巴在听说自己要被凌迟之后 当即便推翻了之前所有的口供 招供了他替人顶罪的事实 而他到底替什么人顶罪 自然明显不过 那王室女子的死 必然和秦聪有关 一定是他强行变污了王室 又担心王室报官 于是连夜杀害了王室 还做出他自杀的假象 并且找了一个盗贼顶罪 没想到啊 他吵的人 一点都不靠谱 原来是这样 那王室 多半不是自愿的 那个畜生 玷污了人家姑娘不说 还要谋害她的性命 污了她的清白 听说那畜生 已经被人杀了 报应 真是报应 公堂之外 林秀看着坐在 明镜高悬牌匾之下 面无表情的清丽丝郎中 觉得自己 对这位主官 好像并没有多少了解 虽然秦聪死了 但王室的案子还没完 这盗贼的临时反共 将秦家又拖了进来 一个时辰后 清丽丝 后牙 一等钟永博 擒武皱眉 看着清丽丝郎中 那件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怎么会横生枝解 清丽丝郎中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那就要问你们了 既然要找人顶罪 为何偏偏找了一个贪生怕死的 本官什么都没问 他就自己招了 本官就算是想帮你们亲家 也来不及了 钟永博面色争鸣 我儿已经死了 这些碍眼的人还不放手 不管是那老东西 还是那蠢货一家 都得死 钟永博 清丽丝郎中 目光陡然变得锐利 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你当杜查寺的浴室 阎官都死绝了吗 还是你觉得 那刺客敢杀你儿子 不敢杀你 你不仅要让他们活着 还要让他们好好的活着 本官可不像哪天 听到钟永博被人刺杀的消息 清丽丝郎中的一番话 如一瓢凉水当头泼下 让钟永博瞬间清醒 都查思他不怕 但那神出鬼没的刺客 他不得不防啊 儿子死了 他本就又悲又怒 又遇到这件麻烦事 一时也没了主意 只能问道 那以大人之见 我应该怎么做 清丽丝郎中想了想 此案产生的影响 已非我能掌控 事者一疑 钟永博若想全身而退 只需将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令公子身上 所有的一切 都是令公子所为 钟永博 您什么也不知道 钟永博已经吃过一次亏 若是再找人顶罪 难保不会节外生枝 清丽丝郎中说得不错 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他已经死去的 儿子身上 沉默许久之后 钟永博才抬起头 对清丽丝郎中 抱了抱拳 这几日 承蒙刘大人相助 这份人情 本博记住了 来日必会相报 清丽丝郎中挥了挥手 钟永博客气了 钟永博道谢之后 便心事重重地 从后门离开 清丽丝郎中 微笑地送他出门 在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脸上的笑容 瞬间收敛 他脸上露出 增悟之色 将一口口水 吐在脚下 清丽丝后来发生的事情 林秀就不知道了 秦聪死了 清丽丝也还王室了 一个清白 对于王室的家人来说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快要回到林府时 林秀又路过了 昨天晚上的那个街角 现在是正午时分 街道上热闹非凡 吆喝声 叫买不止 街角的垃圾堆旁 一只黄色的土狗 在用前找不停地跑着 他今天的运气不怎么好 一整个早上 连半块馒头都没有找到 闻着旁边店铺传来的肉香 他吞了口口水 缓慢地向着那店铺接近 想要多闻几口时 那肉铺的小二 已经拎起了棍子 哪里来的野狗 滚远一点 也影响我们的生意 他听不懂那人的话 但却看到了 对方手里的棍子 他知道 这东西打在身上不好受 立刻夹着尾巴跑回了街角 街角的垃圾堆旁 黄色的土狗 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 时不时地乌叶几声 如果有鸡腿吃就好了 最好再来个肘子 给根骨头啃啃也行啊 不知过了多久 垃圾堆旁的土狗 吸了吸鼻子 然后忽然睁开眼睛 他闻到了鸡腿和肘子的味道 他喉咙不停地耸动 四下张望 看到一个人类 缓缓走到他面前 打开一个纸包 放在他的面前 纸包里 是两根鸡腿 一个肘子 鸡腿和肘子 散发出来的香味 让他迷醉 林秀蹲在这只土狗面前 指了指那鸡腿和肘子 嗯 吃吧 土狗虽然听不懂这人类的话 但却明白他的意思 这鸡腿和肘子啊 是给他的 他没有犹豫 大口地啃起来 哪怕是最细小的骨头 他也咬碎了吞进肚子里 最后的最后 还不忘将那张泛着油光的指 舔了三遍 然后 他围绕着那人类转了几圈 同时不停地摇着尾巴 这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 如果不是这条土狗 晴天晚上 林秀可能已经死在刺客的手下了 这是不折不扣的救命之恩 林秀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就跟着我吧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就饿不着你 平安伯父 林秀将那只流浪狗带回了家里 拆下人将他全身上下都搓起了一遍 他身上才没有那种难闻的味道了 随后他蹲下身子 再次拍了拍他的脑袋 以后 你就叫大黄了 这条狗似乎很有灵性 围绕着林秀转了几圈 就跑到林府外面 趴在墙角 眼睛不时地扫过从林府前面路过的行人 看起来比孙大力还尽忠之手 孙大力体内的毒素虽然被清空了 但想要痊愈 还要几天的休养 保险起见 这几日 林秀呢 并没有出门 这里啊 到底是王都 即便是有人小林秀的命 但像那名女刺客那样 胆敢直接入府刺杀权贵的人 也并不多呀 待在家里是最安全了 可对林秀而言 还有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 需要一整天待在家 林秀和平安伯夫妇相处的时间 自然就多了起来 虽然他们对林秀很好 但林秀很清楚 他们的爱护是对另一个林秀的 这让他总是说不出的尴尬 晚饭之时 平安伯夫人一直给林秀的碗里夹菜 看林秀的眼神 也充满了慈爱 这让他心中温暖之余 也充满了矛盾 最后 林秀实在受不了他的热情 只能借口吃饱 匆匆吃完一碗饭 就回到了房间 夜里啊 林秀是被恶行的 修行艺术会极大的消耗精力和体力 导致他的饭量也成倍增长 还不到此时 他就饥饿难耐 正准备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 房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林秀打开门 看到平安伯夫人站在门口 这么晚了 您有什么事做吗 我看你晚上没吃多少东西 去过来问一问 你如果饿的话 娘去给你煮碗面 不用了 我不饿啊 林秀本于拒绝 按肚子却适时地传来声音 平安伯夫人微微一笑 你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很快 平安伯夫人便亲自端了一碗面进来 这是一碗清汤素面 碗里除了几根青菜 还握着两个荷包蛋 不过是一碗普通的面条 林秀却吃得津津有味 不仅喝光了汤 还将碗底都填了填 林秀啊 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 但他觉得最好吃的 还是这一碗清汤素面 小时候家里有保姆做饭 后来长大了 更多的是吃泡面 外卖 或者和妹子去清吉酒店 这活了两辈子了 他还是第一次吃到 母亲亲手做的饭 不多许 林秀放下碗筷 谢谢 平安伯夫人摸了摸他的头发 傻孩子 和娘说什么谢谢 以后想吃什么就告诉娘 娘给你做 眼前的妇人 看向她的眼神满是宠爱 这是她上辈子极度渴望 但却不曾拥有的东西 林秀沉默一瞬 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娘 吃饱喝足 周围万来俱寄 林秀一个人躺在床上 第一次觉得老天待她不薄 或许 被陨石砸那一下 不是上天对她感情混乱的惩罚 而是对她 行善积德的恩赐 一夜无梦 这一夜 林秀睡得特别安稳 清晨 林秀洗漱过后来到前院 看到府中下人站成一排 平安伯夫妇站在前方 林秀走上前 很自然地问道 爹 娘 怎么了 维持一家十余口人的吃穿用度 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 三等伯的俸禄本来就不多 勉强能维持以前的林家 但林秀生病请御医 花了一大笔银子 将林家家底掏空了小伴 再养这些下人 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平安伯夫人周云 对一众下人说道 林家已经不复往昔 留在这里 对你们以后没什么好处 今日我把你们的生气给你们 再给你们十两银子盘缠 有愿意离去的 尽可离去 平安伯夫的下人 都是之前林府买来的 属于林府的财产 平安伯夫妇完全可以将这些下人 转卖给他人 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不仅还他们自由 还给他们银子盘缠 是权贵中少见的善主 但善主并非良主 林家的没落已经不可逆转 继继续留在林家 对他们的前途没有好处 不如趁早离开林家 再寻良木 当下便有几名丫鬟下人 取了生气 领了银子 然后跪地对平安伯夫妇 磕了几个响头 默默地回房收拾东西了 但还有四道身影 依旧留在原地 周云目光看向一名中年妇人 那妇人笑了笑 妇人 我在林家做了一辈子饭 也没有什么别的手艺 如果老爷夫人 不嫌弃我做的饭菜 就让我留下来吧 她话音落下 妇人身旁 一位高楼的老者也接着道 老婆没有几年好活了 只希望老爷夫人 到时候能看在 多年的情分上 能给老婆一个容身的棺材 老婆也就了无遗憾了 孙大力回答得很干脆 我也不走 最后是一位女子 她脸上的表情也很坚定 我要一辈子跟在夫人身边 林家几位下人 最后留下了四位 分别是门房老黄 护卫孙大力 厨娘王婶 以及平安博夫人的 贴身丫鬟阿玉 几名下人的离开 让本就落寞的林府 又多了些 污倒人散的感觉 也让众人觉得 无比凄凉 林秀和孙大力走在街上 心中却是另一番感受 这说来可笑啊 上辈子的林秀 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而这辈子的他呢 除了钱 什么都有 由宠爱他的父母 关心他的小姨子 遇到危险 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护卫 最重要的是 他有了一个家 甚至还有一条狗 人生至此 夫妇何求啊 林秀的愿望 其实一直都是这么简单 在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 即便是他什么能力都没有 他也不想再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真正的平安博之子 大夏王朝 清理斯文书 林秀 林秀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所以他要尽力的去维护 这来之不易的家 如今林府的境况 每日愈下 他需要做些什么 改变目前的处境 孙大力跟在林秀的身后 林秀回头看了看他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 回去歇着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我还是跟着少爷吧 跟着少爷我放心 其实他也想歇着 但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家里哪能待得住啊 还是跟着少爷身边 凉快一点 林秀这几天都待在家里 没有出门 这一次啊 是想出来透透气 不过只走了一小会 他就决定回去了 这几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虽然林秀自己 就是一个行走的空调 可如此严热的天气 也让他略微有些不适 在外面晒太阳 哪有躺在家里 吃冰枕西瓜舒服 同样这么想的 不止林秀和孙大力 此时街上的行人不多 几乎没有人像林秀这样 走在街道正中 而是贴着街边的阴凉处在走 一边走还一边抱怨 唉 这鬼天气怎么这么热 才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 是啊 真让人受不了 我打算去品方阁找找乐子 听说那里的凉快 不用去了 我刚从那里回来 品方阁的处兵 都已经用完了 那里现在也是蒸笼 热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今年的夏天 的确异常的炎热 林秀尚且觉得不是 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王都上到达官显贵 下到平民百姓 都饱受炎热之苦 林秀抬起头 看着天上耀眼刺目的太阳 脑海中忽然有一道灵光闪现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赚钱呢 王都近日连续高温 市面上一兵难求 无论是富商巨股还是王公贵族 纵使再有钱也买不到冰块 除非他们有林秀的能力 虽然林秀现在的实力不如灵音 让他凭空造兵有些难度 但如果只是让水结兵 可就容易多了 这两者的难度不在一个等级 而除了灵音之外呢 整个大夏王都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制兵 商巨啊 这妥妥的是商巨啊 第十九集 林秀多步走在大街上 心里想着怎么最快的将能力变现 这种炎热的天气 最多再持续一个月就会慢慢转凉 到时候人们对于消暑的需求 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想赚钱要趁早啊 不过就算林秀心里再着急 事情也要一件一件解决 首先是选址 兽兵的地点 必然要选在那些达官显贵的府邸附近 他们平日里锦衣玉石 生活奢靡 不会吝啬银子 而那些生活在温饱县上的百姓 纵使是再热呀 也不会花钱在这上面 其次 他不能像灵音一样 凭空造兵 所以需要选一个取水方便的地方 最好是能租一座 有水井的府邸 这个念头 只是在林秀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就被他彻底否定了 那里的府宅 都是有主人的 而且主人的身份高贵 地位尊崇 不可能租给自己 就算是有无主的宅邸空着 租金也不是自己能付得起的呀 林秀悲哀的发现 纵然他已经有了一条 生财之道 但因为缺少启动资金 暂时啊 无法实施 这机不可 实施不再来呀 目前可以说 他一个人垄断了治兵这一行 这个计划 每推迟一天 他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无奈之下呀 林秀只能退而求其次 将目光投向了街道两旁的一排排店铺 这里啊 是王都达官贵人的居住区 街边的店铺 林次智比 青楼取育馆 酒楼茶寺应有尽有 且装潢极为华丽 里面消费更是不菲 是王都有名的销金库 无论怀揣多少银子 在这条街上走一遭 都能画得呀 干干净净 林秀目光一扫 向一座酒楼走去 摘月楼 作为王都最有名的酒楼之一 摘月楼的生意一向极好 就连朝中的达官贤贵 也时常光顾这里 又或者说 摘月楼面向的客人 就是王都的达官贤贵 寻常的百姓啊 连摘月楼的大门 朝哪开都不知道 甚至就连一些小权贵 也在这里消费不起 不过今日正是午饭的时间 平日里 宾客满座的摘月楼 却一位客人都没有 热气从四面八方涌来 酒楼的侍从们 有气无力的趴在桌子上 身上的衣衫呢 早已被汗水打湿 声音也显得十分虚弱 这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都半个时辰了 一个客人也没有 兵舰已经空了 楼里和蒸笼一样 哪位客人愿意 坐在这里遭罪啊 几名士从小双议论时 有两道人影 从外面走进来 走在前面的一人 是一位容貌俊俏的年轻公子 一名壮汉跟在他的身后 应该是他的护卫 一名侍从 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客官吃点什么 林秀开门见山 我不是来吃饭呢 找你们掌柜的来 来酒楼不吃饭 若是别的人呢 本就心烦意乱的侍从 或许就打发他走了 但眼前的年轻公子 气度不凡 衣着也透着贵气 一看就不是普通平民 那侍者耐着性子 走到后面 将掌柜的请了出来 摘月楼的掌柜 是一名中年男子 格子不高 体态有些微胖 他有些不情愿的 从后面走出来 对林秀拱了拱手 不知公子贵姓 来摘月楼何事啊 林秀懒得和他废话 缓缓伸出手掌 有冰层从他的手心蔓延开来 随着冰层出现 周围的温度也低了几分 突然出现的凉力 让摘月楼 转归身体一个机灵 随后 他那绿豆一般的眼睛中 精光直放 像是怕林秀跑掉一样 猛地抓住他的手 公子 楼上台 摘月楼二楼 一处雅阁之中 摘月楼掌柜 吩咐逝者上查之后 目光灼灼地看着林秀 公子的艺术 难道是冰 林秀没有开口 只是端起茶杯 杯中冒着的热气 很快就变成了寒气 他抿了一口冰镇的茶水 目光 看向摘月楼掌柜 废话 我就不说了 我想借跪地水井一用 至于费用吗 一日十两银子 摘月楼掌柜双眼眯起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目中光芒一闪 身体向后靠了靠 看来公子也知道 今日天气炎热 网独兵远紧缺 有家无事 以公子的能力 日进斗金不是难事 一日十两的价格 怕是有些低了 林秀没烧一条 哼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十两银子 够一个五口之家 一年一时无忧了 隔几天还能吃顿肉呢 他在清丽丝 一个月的俸禄也才八两 这摘月楼 这么财大气粗的吗 摘月楼掌柜微微一笑 最少五十两 成交 不愧是摘月楼啊 出手就是阔气 既然掌柜的这么有诚意 我便不用去其他地方了 摘月楼掌柜愣了一下 随后皱起眉头 公子的意思是 这五十两是摘月楼给你的 不然呢 摘月楼掌柜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随后便笑着说道 公子 莫非在说笑啊 你要借用我摘月楼的水井 莫非还要我们给你银子不成 林秀看也没看他一眼 静止站起身 既然掌柜的没有诚意 那便算了吧 我想对面的飘香楼 或许会比你有诚意一些 见林秀真的要走 摘月楼掌柜连忙起身挽留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此人借用摘月楼的水井 使他应该付给摘月楼银子才对 可现在王都一兵难求啊 摘月楼生意惨淡 如果能留下此人 为摘月楼供兵 摘月楼从中得到的利润 可就是五千两 五万两银子了 这王都各大兵库的存兵 已经告急啊 恐怕只有皇宫才有渔兵 留下此人 摘月楼就是王都 唯一一个可以供兵的酒楼 到那时还会愁没有生意吗 掌柜的刚才是想装傻 以为这年轻人看不懂其中厉害 没想到天真的是他自己啊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如果将此人推给对手 他死的心都有了 掌柜的抓住林秀的胳膊 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只要公子能为摘月楼供兵 摘月楼每日给你十两银子 林秀微笑看着他 哎呀 近日天气炎热 王都 兵源紧缺 有价无事啊 以我的能力 日进抖金都不是难事 一日十两的价格 怕是有些低了呀 他是将这掌柜的话 又原封不动的还给了他 摘月楼掌柜呆呆看着林秀 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自己刚才 为什么要多那两句嘴呢 他哭丧着脸 那公子觉得多少合适呀 五十两 公子 您这是抢钱呀 哎 掌柜的要是觉得贵了 我再去别处问问 不用 摘月楼掌柜一咬牙 五十两 就不是 但公子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除了我摘月楼 不能为其他地方供兵 五十两虽然他也十分肉疼 但这位年轻人 能为摘月楼创造的价值 可是五十两的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 这笔账 他还是能算得清的 这样的话 那价格恐怕要高一些 我愿出 世家的五倍 合作愉快 第二十集 摘月楼后院 摘月楼地处王都中心地带 占地面积极广 除了临街的主楼 其后还有花园 甲山 池塘 亭台 以及一些单独的小哥 林秀站在一口水井前 脚下已经摆了数桶井水 还有摘月楼的适者 不停地打水上来 因为天气太过炎热 在太阳曝晒之下 井水打上来很快就没了良意 林秀洗干净了手 然后将手掌贴在桶中的水面上 桶中散发出一阵阵寒气之后 水面开始迅速结冰 很快的 整桶井水就已被冻结一块 摘月楼掌柜看到这一幕 心中压抑不住的激动 青年夏天炎热超乎寻常 说是冰比金贵也不为过 用来消暑的冰块 有价无事 一冰难求 只要留住了此人 可以想象 他们接下来一段的生意 会是怎样的光景 对于摘月楼而言 这不仅仅是利润的问题 在别的酒楼 都如蒸笼一般是 摘月楼却是唯一的避暑圣地 能取悦那些贵人们 对摘月楼以后 益处无穷 与这些相比 区区几十几百两银子 算不得什么 林秀接连冰冻了几桶水之后 就坐在一旁休息 等待原理恢复 直接游水凝冰 虽然要容易很多 但次数多了 也是不小的消耗 他倒不是没想过 用别的办法 比如利用消失 溶于水吸热的原理 可一来啊 这种方法 致病率不高 产量极低 还容易被人效仿复制 直接用能力 不仅更加方便 效率也是极高 而且这种方法 除了灵因 谁想复制都不行呢 此时 早有转月楼的逝者 将桶中的冰块 凿出来 放在冰箭中 冰箭是王都 有钱人的销售工具 是一个方方正正 样子与顶类似的物件 四周和底部 看有小孔 只要将冰块放进去 冷气就会从孔中散出 在房间内流通 在后世 即便是在夏天 冰块也是不值钱的 但大夏与华夏古代一样 这里并没有 夏日造冰的技术 所有的冰块 都是冬天 储存在冰窖中的 存放到夏天 其实已经融化 消耗了不少 用一块少一块 价格自然昂贵 说是冰块如金 也不过分 一般的家庭 是根本消费不起 包括以前的林家在内 因此就算是往年冰块 没有那么紧缺 一块体积与水桶 差不多的冰块 价格一般 也在一两银子左右 是一个五口之家 餐餐有肉情况下 一个月的用度 这一桶冰 林秀卖摘月楼五两银子 是平时冰价的五倍 但林秀相信 摘月楼绝对不会吃亏 甚至还会比他赚得更多 算起来 还是摘月楼占了便宜 不过林秀并不计较这些 银子嘛 是赚不完的 和摘月楼直接合作 少了他大部分的麻烦 自然也要失去一些利益 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一个时辰之后 孙大力抱着一个木盒 和林秀从摘月楼走出来 林秀脸色苍白 脚步虚拂 一副被掏空身体的样子 事实是 他的身体的确被掏空了 虽说冻一桶水 不会耗费太多原力 可一个时辰内 冻了五十桶啊 现在他体内 一滴原力都挤不出来了 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孙大力抱着的箱子里 十两一个的银钉 足足有三十个呀 再加上每日固定的五十两 林秀一个时辰就赚了三百两银子 简直是日进斗金 节省一点 足够家里数年的开销 这就是艺术师的好处 大部分能力者 就算是不投靠朝廷 利用自身能力 也能大富大贵 一辈子一事无忧 孙大力抱着箱子 一边走一边耍笑 三百两银子 要是天天都能这样 这好了 林秀摇了摇头 天天都能这样是不可能的 天气很快就会转凉 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 银子也是赚一天少一天 而今年冬天 吃过亏的大厦权贵 以及王都的各大店铺 一定会报复性的屯兵 到了明年夏天 兵价必然大幅下跌 到时候通过制兵赚钱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林秀和孙大力回到家中的时候 正好看到 阿月抱着一个锦盒 向外面走 阿月姐 你去哪儿啊 阿月很早就跟在平安博夫人身边 年纪比林秀大了几岁 他看到林秀停下脚步 夫人让我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当了 换些银子补贴家用 林秀走过去 打开锦盒看了看 发现里面是一些手势 有玉琢 金钗 耳环之类 这时啊 平安博夫人走出来 秀儿回来了 外面热 这几日你还是多待在家里 最好不要出去了 林秀注意的 他手上的玉琢不见了 头上的金钗也换成了一只木钗 哎哟 把这些手势就放回去吧 周云走上前 这些东西放着也没什么用 不如先当了 付贴家用 银子的事情啊 娘 不用担心 大力 孙大力憨笑着走上前 将怀里抱着的箱子打开 阳光下 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银锭 晃得周云有些晕呢 这些银子怕是有几百两 他震惊地看着林秀 秀儿 这 这些银子是哪里来的 你可不能做什么坏事 林家虽然没落 但也还在权贵之列 清理寺文书也是朝中官员 若是一心想要弄银子 有无数种办法 但却都不是正道之法 林秀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娘 你放心 这些钱是我自己挣的 不信你们大力 夫人 我作证 这真的是少爷辛苦赚的 周云第一时间并未相信 你们不要穿通起来骗我 秀儿做什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赚这么多银子 林秀无奈只能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嗨 娘你难道忘了 我现在已经觉醒了艺术能力啊 这几天的天气这么热 王都一兵难求 我不过是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摘月楼 吃了不少冰块 这是他们给我的筹件 好不容易让他相信 周云看着盒子里的一排排银钉 还是难以置信 可 可这也太多了 哎呀 放心吧 娘 我赚的每一笔钱 都是干干净净的 以后啊 你和爹就在家里享福吧 阿月姐 等到外面凉快了 你和娘出去逛逛 她的首饰戴了很久啊 也该换一批新的啦 阿月一双眼睛弯成了心悦 好的公子 周云的情绪却有些低落 她愧疚地看着林秀 秀儿 都是爹娘没本事 才让你用艺术做这些事情 在任何一个王朝 艺术师都是身份尊贵的存在 会被朝廷或者各种势力 供着养着 很少会有艺术师 为了银子自降身份 去做这些低贱的事情 林秀握着他的手 毫不在意地说道 娘 你说哪儿去了 凭自己的本事挣钱 一点都不寒碳 这些钱你先收去了 以后啊 还会越来越多 第21集 丝丝凉气从冰箭中透出 让整个房间格外凉爽 周云将那些银子收好 缓步走到桌前 对自己的丈夫说道 老爷 你有没有发现 绣尔变了 我也觉得 他居然会自己要求取消 和赵家的婚约 他不是一直都很期待 这件事情吗 我说他不是这个 周云摇了摇头 眼中浮现出一丝欣慰 又有几分心疼 绣尔长大了 他欣慰的是 儿子的成长 以后就算是他们不在了 凭借他自己的能力 也能生活得很好 而他心疼的是 他才刚刚18岁呀 和他同龄的权贵子弟 那都还处在 纵马享乐的年纪 享受父辈于印 他却已经 撑起了一个家 林婷也微微叹了口气 都是我这个做爹的无能啊 周云握着他的手 表情忽而变得蓄染 其实 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等到我们百年之时 便不用太过担心了 昨天身体被掏空 睡了一觉之后 林婷又满血复活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 他便和孙大力一起出门 一路向摘月楼而去 两人刚刚走进摘月楼大门 街道上一道白衣身影 脚步微微一顿 随后便跟了上去 今日的摘月楼 和昨天截然不同 昨天林秀来的时候 酒楼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今天他和孙大力走进大门 掀开厚厚的门帘 发现一楼的大厅坐无虚席 二楼的一间间雅阁中 也人影绰绰 厅内比昨日拥挤了太多 显然是加了桌子的 摘月楼生意变好并不意外 外面酷热难当 楼内却和空调房一样 目前应该是王都 唯一的避暑圣地了 两人刚刚走进酒楼 摘月楼掌柜便从柜台里跑出来 握着林秀的手腕 长舒了口气啊 林公子 您可算来了 昨天的那些冰块 已经快用完了 您再不来啊 我就要亲自去家里请您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林秀笑了笑 啊 我们开始吧 在前掌柜的带领下 他再次来到后院水井旁 这里啊 已经摆满了五十个水桶 桶中也打满了水 在他到来之前 摘月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接下来啊 就都是林秀的事情了 他洗过手后 将手掌贴在一桶水的水面上 还未将整桶水凝结成冰 身后忽然吹来一阵香风 赵灵音站在林秀身后 疑惑问道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碰巧看到你 就过来看看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做双呀 林秀已经将第一桶水凝结成冰 手掌离开冰面 最多再过一个月 天气就转凉了 还不趁着天日多赚点 你就这么缺银子 别人看到了怎么办啊 林秀白了他一眼 你哪里看出我不缺银子了 艺术师所追求的 应该是强大的力量 利用上天赐予的艺术能力 去赚取金银之物 无疑是自讲身份 林秀将手掌 伸向第二桶水的时候 赵灵音直接握住了他的手腕 你要多少银子啊 我给你啊 林秀文言愣了一下 当一个有钱的女人告诉你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时 很少有人能经得起这种诱惑啊 哪怕这个女人又老又丑 甚至还有某种特殊癖好 也会有不少男人贴上去 这样的人啊 林秀见得多了 更何况 这个女人又年轻又漂亮 身材又好 这句话对男人的杀伤力 无疑是巨大的呀 可惜 林秀不吃这一套 能自己赚钱养家 为什么要靠别人呢 他再次批了赵灵音一眼 你当我什么人了 再说被别人看到 怎么了 我用自己的能力赚钱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赵灵音看着林秀 在他的心中 林秀好色的形象之后 又多了一个 瘫财 一回衣袖 一道寒气涌出 水井边数十只水桶中的水 全部凝结成冰 他淡淡看了林秀一眼 能够了吗 林秀惊叹于赵灵音的强大学历 同时又紧张道 我自己慢慢弄也行 你这么做 银子算谁的 赵灵音咬了咬牙 算你的 我一文钱也不要 这样林秀就放心了呀 虽说他什么都没有做 但没有灵音 他自己慢慢来 至多一个时辰也能做完 这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呀 摘月楼掌柜倒也讲究 没有因为赵灵音的插手 再生风波 老老实实的 让人奉上了三百两银子 他只是心中感慨 这些强大的艺术师 才是赚钱如抢钱 如果他们有心 很容易就能在短时间内 积累巨大的财富 走出摘月楼 赵灵音走在林秀前面 头也没回 你就算贪财 也要想想自己的身份 这样会让别人看不起林家 林秀知道灵音是为他好 在王都啊 权贵要有权贵的样子 哪有权贵和商人混在一起的 更何况是像林秀这样亲自下场 这样的行为 在别的权贵眼中 无疑是少见的笑料 这不仅是丢林家的人 也是丢赵家的人 他耸了耸肩 他们怎么想啊 是他们的事情 上次家里请御医 花了几十两银子 后来啊 又潜赛了几个仆人 潜赛费又给了不少 赛不出来挣点钱 怕是连锅都借不开了 这些事情我不做啊 难道让爹娘做吗 赵灵音的脚步一顿 他不知道林家已经困顿至此 此刻想说些什么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这时啊 林秀已经越过了赵灵音 继续向前方走去 街道中央 一名衣衫褛褛的妇人 怀中抱着一个孩子 跪在地上 焦急而又悲痛地说道 求求各位好心人 帮帮我们吧 无数行人 无数行人从他身前走过 却只是低头看他一眼 更多的人 则是连看都不看 林秀走上前 蹲下身子问道 这位大婶 这位大婶 看到有人和他说话 那头发凌乱的妇人猛地抬起头 她抱着怀里的孩子 焦急道 孩子 孩子病了 大夫说再不吃 就活不成了 我 我没钱 林秀从怀里摸出一个银钉 递给他 问道 这些够吗 够了够了 妇人一把抢过银子 连谢谢都来不及说 便抱着孩子从地上爬起来 向着某个方向 狂奔而去 赵灵音走上前 在王都 像这样的人 十有八九是骗子 那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 摘月楼一顿饭都不止几两 骗了也就骗了 万一是真的呢 而且那孩子的病 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其实这辈子林秀行事 已经很收敛了 毕竟以前他可是有不少次 心血来潮 将钱包丢给路边的乞丐 然后自己骑单车回家 这辈子他有家 有父母要孝敬 还有一条狗要养 做事啊 不能那么随性而为 因为赵灵音帮了林秀很大的忙 节省了他一个时辰的时间 所以他有空在街上闲逛 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熟悉熟悉王都 赵灵音一言不发地 跟在林秀身后 默默地观察着他 然后他发现 林秀做的很多事情 他都看不懂 他会毫不犹豫地 给乞讨的妇人一定银子 也会为了几文钱 在街边小滩 和滩主纠缠一刻中 他会花一两银子 在小酒楼买几桌饭菜 送给街边的乞丐 自己却蹲在街边 吃三文钱一碗的清汤素面 还接连吃了三碗 他是赵灵音见过 最不像权贵的权贵 但奇怪的是 他看他 却比任何权贵都顺眼 林秀喝完最后一口面汤 然后放下碗 回头看了赵灵音一眼 你确定不来吧 这家味道真的很不错 赵灵音摇了摇头 我不饿 过去的十七年里 他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 吃过饭 现在自然也不会 只是他心里难免的好奇 这面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好吃到林秀和孙大力 一个吃了三碗 一个吃了五碗 林秀会吃三碗面 是因为他和孙大力一样 觉醒了力量之后 很容易感到饥饿 而且山珍海味 鲍鱼龙虾 他早就吃腻了 上辈子就喜欢那些 味道独特的苍蝇小馆 这些地方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 可却往往藏着真正的美味 赵灵音看了看他 我回去了 明天我找你修情 说完 他便转身向赵家的方向走去 路过移出医馆的时候 看到那名一扇蓝绿的妇人 手里拎着几副药 满面笑容地抱着孩子 从医馆走出来 看到赵灵音时 妇人拉着孩子一起跪下 连声道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 赵灵音没敢多看他们 便仓皇逃离 这一跪 他受之有愧呀 回到家中 赵灵音心血重重 直到吃饭的时候 还有些走神 在他对面 一名中年男子 微笑问道 怎么样 赵灵音回过旋 看向自己的父亲 什么怎么样啊 听说你这几日 和林秀在一起 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他是一个好人 好人 他修行刻苦 为人勤俭 心地善良 胸怀正义 有责任有担当 唯一的缺点 就是艺术觉醒的晚了点 正在街上惯悠的林秀 莫名其妙打了一个喷嚏 同时心中 没来由生起一种 不妙的预感 修行刻苦 为人勤俭 心地善良 胸怀正义 有责任有担当 这是这么长时间的 接触以来 赵灵音 对林秀的评价 他在修行上的刻苦 是他亲身体会的 在王都 别的顽固吃饭 都是在天香楼 摘月楼等 各种山珍海味 美味加酿 一顿饭 动辄数两 甚至数十两银子 他吃的呀 是三文钱一碗的素面 这是他为人勤俭 这是他为人勤俭 至于他请乞丐吃饭 毫不怀疑的 给那富人银子 不是他浪费 恰恰说明 他心地善良 清丽丝为民深渊 不畏强权 说明他胸怀正义 摘月楼放下身份 赚钱养家 体现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还有一点 赵灵音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林秀的缺点 除了艺术觉醒的晚了一点 还有一点好色 但在赵灵音看来 这并不是问题 只要他见过姐姐 眼里就不会再有 其他的女人了 他有这样的自信 中年人的筷子 掉在了桌上 女儿对林秀的评价 让他大为意外 他从来没有在他口中 听到过如此的评价 赵灵音 做出对林秀的评价之后 又将每一条都解释了一遍 中年人端起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看来 林婷倒是叫了一个好儿子 这样的人 在王都的权贵子弟中 十分坦德呀 所以 父亲要遵守那份婚约吗 原本我想的是 倘若林秀跟王都其他顽固一样 品行低劣不堪 哪怕是不要赵家的信誉 我也要取消这份婚约 可听你所言 他的品性如此高洁 我们赵家 又怎能言而无信呢 赵灵音并未在说什么 原本呢 他对这桩婚约是强烈反对的 王都的大部分权贵子弟 他都认识 这些人中啊 他认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姐姐 但作为女子 即便天赋再高 地位再尊贵 也终究 需要嫁人的 在他认识的所有男子中 如果非要选一个 那只能是林秀了 他的人品怎么样 自己有目共睹 就算是修行天赋差了点 但只要自己多多督促他 他最终的成就 也不会太差 深思之后 中年人站起身 对赵灵音道 既然如此 你跟我去趟林家吧 林秀和孙大力 在街道上 逛了整整两个时辰呢 这做了不少事情 买了呀 不少东西 他以前对于逛街 是十分抗拒的 陪妹子逛街 实属无奈之举啊 不满足他们购物的欲望 他们也不会和他 深入探讨人生不是 但若是自己主动逛街 感觉则全然不同 他给门房老黄 买了一个浴室烟袋 给阿月买了一只金钗 给厨娘王婶呢 买了两匹上好的军布 就连孙大力都得到了一对金钢护壁 在林府最落魄的时候 还坚持留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家人 对于家人自然要用心一些 所以林秀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林秀和孙大力回府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他刚刚走进家门 就看到几道人影从房间走出来 其中两位是平安博和平安博夫人 另外两位呢 一位是赵灵音 最后一位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男人和自己的父亲平安博 差不多年轻 样貌看着呢 温和亲切 眉眼间呢 有种熟悉的感觉 平安博看到林秀 连忙道 秀儿回来了 还不上前 见过你赵伯父 林秀瞬间就猜到了中年男人的身份 心中不由的一喜啊 难道赵家来退婚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呀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策马奔腾了 林秀大步上前 对那中年男人的 见过赵伯父 中年男人用欣赏的眼神看着他 不错 他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微笑对平安博夫人说道 我们先回去了 改是再来拜访 平安博夫妇送中年人出林府 林秀因为太过高兴 还愣愣地站在原地 上扬的嘴角 说明他此刻心情啊 很是愉快 终于啊 这桩碍事的婚事 终于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能阻止他 策马奔腾 赵灵音看着他 你也很高兴 当然了 你们也不用有什么负担 我一点都不埋怨你们 虽然婚约取消了 但是大家还是朋友啊 什么婚约取消啊 为什么要取消啊 林秀看着他猝起的眉头 心中忽然涌起一种 不妙的感觉 你们今天来这里 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你和姐姐的婚事 姐姐现在不在王都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该让你们完婚了 耳边仿佛雷霆乍响 林秀的脑袋 一片空白啊 什么 什么 难道你不愿意啊 第二十三集 林秀想起来 上次他说不愿意 被他按在墙上的情形 他吞了口口水 无比不解地问道 不是 我只是好奇 你姐姐那么优秀 嫁个王公贵族 甚至是皇子也足够啊 你们为什么就认定我了呀 听到林秀提起那些人 赵灵音 撇了撇嘴角 毫不掩饰眼中的不屑 他们不配 我就配了 见赵灵音 用奇怪的目光望向他 林秀才意识到 他刚才的话 的确有点贱 我是说 我家已经没落了 配不上你们 哎 这些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啊 你是个好人 而且已经通过了 我的考验 林秀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也会被人发好人卡 他一脸迷茫地问 什么考验 你呢 虽然修行天赋差了一点 但修行刻苦 为人勤俭 心地善良 雄怀正义 有责任有担当 算得上是一个好人 林秀一脸吃惊 他没想到啊 灵音对他的评价 居然这么高 他懂他 他居然 真的懂他 林秀脸色微红 不好意思到 过奖过奖 我只是做了一点 微不足道的事情 对你是微不足道 对他们不是 如果不是你站出来 那位枉死的姑娘 死后还要遭受 不白之冤 总要有人站出来 我就是看不过去 还有那夫人 如果不是你 那个孩子会有生命危险 左右不过就是 几两银子嘛 我赚钱容易啊 就算是被骗了 也没损失多少 几两银子 有可能救一个人的命 也挺划算的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啊 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自己吃 三文钱一碗的宿面 却肯花几两银子 请乞丐吃饭 林秀笑了笑 嗨 他们的生活浑浑噩噩 毫无希望可言 偶尔给他们一个 意想不到的惊喜 难道不是一件 有趣的事情吗 赵灵音一时无语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林秀看着赵灵音 面露微笑 心中也充满了喜悦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能有一个人如此懂他 不得不说 是一件幸事 可惜他是女子 如果他是男人 林秀一定和他拜靶子 将他引为人生之己 不过很快 林秀就高兴不起来了 他正正看着赵灵音 难道 这就是赵家 愿意将你姐姐 嫁给我的原音 赵灵音看了他一眼 不然呢 你该谢谢我 如果不是我 父亲已经打算 取消这份婚约了 林秀看着他 脸上的笑容啊 比哭还难看 我真的酸Q 林秀千算万算 没算到卧底 竟然在他身边呢 难怪他到哪里 都能撞到赵灵音 原来是他在 跟踪考验他 早知道退婚不成 他就表现的差一点了 他可以不请那些乞丐吃饭 不吃三文钱一碗的素面 在清理丝的时候 不 算了 就算是知道会有今天 该站出来的时候 林秀还是会站出来 往事已已 来时可追 虽然赵家现在决定了 但也未必不会改变主意 其他方面 林秀没办法改变 但某些方面可以啊 他可以继续去青楼 和海棠姑娘谈心呢 他今天去 明天去 后天也去 天天都去 他就不信了 赵家会把那样一个 天之娇女 嫁给一个 天天逛青楼的人 唉 林秀心中叹了口气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林赵两家身份地位 差距太大 这桩婚事 最好或者说 只能由赵家来退 林家主动退婚 那就是打赵家的脸呢 本以为赵家 不会将那位天才嫁过来 谁想到啊 他身边出了一个猪队友 还好啊 此事没有到 不可挽回的地步 想要让他们改变主意 唯有改变 灵音对她的印象 海棠姑娘啊 等我 这时 赵灵音忽然对她说道 既然婚约已经定下了 你就应该好好约束自己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逛青楼 我会打断你的腿 我说到做到 说完 他给了林秀一个警示的眼神 然后干脆地转身离去 至此 林秀的最后一条妥身之路 也被彻底毒死 不多时 平安伯夫妇从外面走回来 平安伯对林秀说道 秀儿啊 赵伯夫要走 你应该出去送一送他 不然显得我们不懂礼仪啊 周云笑了笑 我刚才看到灵音和秀儿在后面说话 秀儿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是高兴地忘记了吧 林秀抹了抹因为悲愤而泣出的一滴眼泪说道 是啊 高兴 高兴得都哭了 平安伯感慨啊 连这份婚约都愿意承认 赵家果然讲信誉啊 一直以来倒是我们小人之心了 林秀现在很无奈啊 谁愿意娶一个没见过的女人呢 不知道她是美是丑 高矮胖瘦 性格怎么样 合不合得来 适不适合结婚 如果两个性格不合的人凑到一起 岂不是又一起 如她前世父母一样的婚姻悲剧 林秀从内心深处恐惧这种婚姻 也不知道那赵姑娘是什么样的人 样貌如何 又是何种性格呢 论样貌的话 你觉得灵姻如何呀 国色天香毫无夸张 都是一个爹娘生的 妹妹如此 姐姐岂能差了 邻君的容貌 只是不必说 王都倾慕她的王宫几地 不知有多少 甚至就连宫中皇子 也对她不吝追求 至于她的性格 她大部分时候都不在王都 我倒是不知道 但应该会比灵姻温雅一些 她拍了拍林秀的肩膀 邻君啊 是连陛下都十分看重的天才 赵家也因他而崛起 你赵伯父原本和为父一样 只是三等波 父平女贵 如今已是一等猴 到时候见了他 你可要客气一点啊 林秀心中再叹一声 取消这桩婚约的想法越发强烈啊 有谁会对自己的妻子客客气气的呢 赵灵君再美 天赋再高又有什么用啊 需要对妻子客气的婚姻 能够幸福吗 别人林秀不知道 他肯定不会 他装作毫不在意 笑着对平安博说道 嗨 爹 你放心 一等猴算什么 等我以后赚一个一等功让你当的 周云文言笑了起来 平安博没好气的 在林秀脑袋上敲了一下 你以为一等功是个大白菜啊 整个大厦才一个一等功 你能不给爹惹事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话虽这么说 他心里啊 却是喜滋滋的 儿子能有这份心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和父母打去了一阵 林秀从怀里取出一个盒子 递给站在周云身边的阿月 阿月姐 这个送给你 阿月打开之后 看到里面是一只 十分精致的金钗 这 不行不行 公子 这太贵重了 周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秀儿给你的 你就收着吧 听了夫人的话 阿月开心地收下了金钗 红着脸对林秀道 谢谢公子 林秀摆了摆手 一家人嘛 客气什么 第二十四集 阿月很小的时候就在林府了 他比林秀大八岁 林秀从出生到长大 身边一直都是他在照顾 虽然林秀脑海中没有这些记忆 但这不妨碍他像对姐姐一样对待他 随后 林秀又将老黄和王婿的礼物送给他们 两人自然也是一番千恩万谢 家里每个人都有礼物 在门口看门的大黄也不例外 晚饭的时候啊 林秀特意让王婿给大黄夹了一根鸡腿 赵灵音父亲的登门 以及赵家对于这桩婚姻的态度 虽然和林秀计划截然相反 但也让他放下了一桩心事 那也针对林秀的刺杀 应该不是赵家所为 林音将他当作自己人 林秀对他心怀感恩 连带对赵家也有些好感 他不愿意怀疑他们 清理司那边的调查一直没有下文 想来是调查不出什么结果了 那么到底是谁想他的命呢 敌在暗他在明 林秀找不到他们 但他相信既然上次的行动失败了 他们迟早还会露出马脚 第二日一早 林秀刚刚吃过早饭 没多久赵灵音便来到了林家 他是来帮林秀修行的 林秀发现他对于这件事情很是上心 他也知道他是为了让林秀 能早日配得上他的姐姐 不过林秀今天还要去摘月楼呢 如果现在就被赵灵音榨干原历 到时候他恐怕连一桶水都冰冻不了 赵灵音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摘月楼 有他在 林秀就不用带气什么了 三百两银子对他来说 只不过挥挥手的事情 不过这样一来 这钱林秀就拿得不太踏实了呀 他想了想 要不摘月楼给的酬劳我们一人一半吧 赵灵音挥了挥手 干脆的说道 不要 我不缺银子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林秀也不再坚持 最多以后在其他方面报答他 两人很快开始今日的修行 外面依旧酷热难耐 房间之内却寒意刺骨 与此同时 大厦皇宫 御书房内几名宫女手持巨大的弓扇 站在左右为一名身穿黄袍的中年男子扇风 却依旧效果甚微 这宫殿里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 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中年男子颇有些烦躁的 放下批阅奏章的朱笔 哪怕他是一国皇帝 授握滔天权力 也奈何不了天宫呢 与王都的所有人一样 难逃 酷暑的折磨 他抬起头 大声道 朱吉 让你去取兵 你死到哪里去了 一个肥瘦的身影 连滚带爬的从外面跑进来 启禀陛下 奴才刚刚去兵库看了 兵库已经一块儿兵都不剩了 什么 兵库每年的藏兵至少能用两个月 这才用了一个月不到 怎么就一块都不剩了 回陛下 今年的夏天格外的热 这用兵自然也快上一些 奴才查过了 这半个月来 后宫用兵量倍增 今日皇后娘娘派人取五方 明日贵妃娘娘派人取十方 刚才一大群嫔妃的人等在那里 兵库一块兵都拿不出来 这后宫已经脑翻天了呀 中年男子柔了柔眉心 顿感头疼啊 自己的这些娘娘从小娇生惯养得多 如何受得了这种酷热 官天司又言明 这种酷热的天气 至少还要维持一个月 到时候后宫还不闹得她不得安宁啊 陛下 何不将武安侯家的二小姐宣进宫来 她觉醒的正是兵之一束 让她帮宫里这些兵还不是举手之劳 不可 朕记得那姑娘叫做灵音吧 那姑娘天赋异禀 是我大夏未来的动量 怎可因为朕后宫嫔妃的享乐之势 扰她修行 皆是恐怕连武安侯都会被笑话 再说 后宫那些妃子的脾性 你不是不知道 倘若道士发生了冲突 你让朕怎么处理 而陛下应命 是老奴考虑不周 那皇冠总管俯身扣了扣 随后又道 老奴听说 平安伯家的儿子 也觉醒了兵之一束 而且已经进了艺术院 平安伯家的儿子 和赵家嫡女有婚约的那个 他不是没有觉醒艺术吗 王都权贵众多 他作为皇帝 并不是每一位都记得 但对平安伯的印象 还是很深的 毕竟赵家那位嫡女的名气太大 他甚至想将他许配给某位皇子 只是碍于赵家和平安伯的那份婚约 只能作罢 听说他的艺术能力已经觉醒 正是兵之艺术 大夏皇帝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之色 居然觉醒了天界艺术 只是时间有些晚 倒是可惜了 兵之艺术的强大 自是不必多说呀 近有大夏某位传奇将军 原有大罗王朝的那位 当时巅峰强者 这是一个具有无上潜力的能力 只可惜 他觉醒得太晚 注定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既然如此 就宣他进宫吧 朱锦火缩安排了一名小宦官 召见林秀 然后笑道 说起这位平安伯的儿子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情 此人年纪轻轻 胆气倒是不小 朱锦不仅是内侍首领 手里还掌握着密针丝 王都的大小事情都瞒不过他 大夏皇帝来了兴趣 连奏章也不批了 什么事情 给朕说说 听完朱锦的话 夏皇微微点头 不畏强权 心存良善 此子与王都其他权贵子弟 的确有所不同 难怪赵家愿意履行当年的婚约 王都其他家的那些孩子 有的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你当真以为赵家只因为他秉性良善 就会将天之娇女嫁给他 他这是在告诉朕 赵家不会参与王都的权势之争 有些人的势力已经够大了 倘若再娶了赵家鸾凤 恐怕连阵都要忌惮三分呢 林府 房间之内林秀和赵灵音正在修行 赵灵音帮助他修行的方式 就是让他承受极寒的折磨 林秀只穿着衬衣 身体外寒气缠绕 眉毛和头发上已经结上了一层冰霜 他的体内有一股力量 正在和外面的寒气对抗 而在这持久的对抗中 林秀体内的那股力量 在以一种无比缓慢的速度逐渐增长 今日 两人修行了没多久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他们在房间修行的时候 是不会有人打扰的 除非啊 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林秀迅速穿好衣服打开门 发现平安伯夫妇站在门口 而门前的院子里 还站着三道身影 三人皆面白无虚 身上穿的袍子像是官服 又和官服有所区别 站在靠前的一位男子 扯着奸细的嗓子说道 平安伯之子林秀 陛下召见即可随我入宫 不得有误 林秀吃了一惊 陛下召见 陛下召见我做什么呀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你呀 还是快和我们走吧 小心误了时辰 陛下降罪 第二十五集 林秀稀里糊涂的 跟着这三名宦官走了 平安伯夫妇一脸担忧 赵灵因似是明白了什么 伯父伯母放心 林秀进宫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林秀踏进宫门的时候 就隐隐猜出了大厦皇帝 照他进宫的用意 作为三等伯之子 清理丝一个小小的文书 怎么可能辱皇帝的眼 对皇帝而言 他唯一有价值的 就是制兵的能力 他可是听艺术院的院长说过 整个大厦王都 只有两个人身具兵之艺术 一个是灵因 一个是林秀 天阶艺术之所以是天阶 不仅仅是因为能力强大 还因为他们觉醒的概率太低 觉醒天阶艺术 同时兼具修行天赋的人 就更加稀少了 至于为什么不请实力更强的灵因 而至请能力刚刚觉醒的他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堂堂一等侯之女 艺术院天字院的天才 如果被请进皇宫 做这种事情 恐怕大厦皇帝不尊重人才的消息 很快就会流传出去 林秀就不一样了 他在王都只是一个无名小辈 这壮丁嘛 说抓也就抓了 林秀猜得没错 他刚刚进宫 就有一名太监管事告诉他 皇宫的兵库空了 需要借助他的能力为宫中制兵 这件事情林秀没法拒绝 也不能拒绝 一来这是皇帝亲自征召 不容他拒绝 二来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林秀的义务 他毕竟是艺术院的学生 而艺术院的学生 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朝廷招揽的特殊人才 只要朝廷需要 他们需要随时为朝廷服务 这些人接受朝廷的栽培 享受着艺术院的资源 以及每个月十两银子的高薪 理应承担这份义务 既然是征兆 虽然是没有酬劳的 想到这几日 也是分分钟 几百两银子上下 为皇宫免费做事 损失的可是真金白银 想到这里 林秀就忍不住 叹了口气 那太监管是眉头一皱 怎么 为宫里做事 你不愿意 公公误会了 只是我的能力 才刚刚觉醒 原力低微 能力施展 没一会儿就会原力耗尽 怕是治不了多少病 这个自然不用你担心 跟我走吧 一会儿进了后宫 给我机灵一点 不该看的不要看 不该问的不要问 要是犯了宫里的规矩 可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你 大夏朝廷 有二十四司 每司各有职责 皇宫也有二十四 分管宫内诸室 皇城之内 前宫是各部衙门 王都三院 中宫是皇帝与大臣议室之所 因此 这二十四司的位置 皆在后宫 由宫中女官和太监专官 所以刚才 那太监管室 才特别提醒林秀 让他一路上 别乱看也别乱问 毕竟这跟后宫里边住着的 不是皇帝的妃嫔 就是伪出阁的公主 这些人哪怕他多看一眼 都是失礼 林秀跟着几名宦官 走过了几条 无比悠长的宫廊 终于进入了传说中的后宫 后宫与中宫 以及前宫 简直啊 是两个世界 宫到两旁 种满了各种花草 现在正是清早 日头还没有升上来 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宫女 在路边打理花草 几架彩杖 从林秀的身边经过 和那三名宦官 站在路边行礼时 林秀不露痕迹地瞥了几眼 那彩杖上坐着的 无一不是天香国色的美人 确切地说 是各种类型的少妇 有的生得美艳 有的生得清纯 每一位啊 都别具特色 林秀没见过皇帝 不了解他的性格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 此人的眼光 极好啊 审美比起林秀也不慌多让 比起那些青色的少女 这些才是真正的女人呢 都说了 不要乱看 小心给自己招来灾祸 林秀文言立刻低下头 眼观鼻 鼻观心 不再用余光乱嫖了 这里毕竟是 封建皇权至上的时代 后宫又是是非之地 他一个小小的三等伯之子 还是事事小心为妙 很快的 林秀便被三名宦官 带到一处公院 公院大门上挂着 上兵司的牌匾 上兵司是后宫 二十四司之一 主要的职责 就是冬天将冰块 存入冰库 等到夏天炎热之时 提供给各宫消暑 进了上兵司 李总管说明来意 负责上兵司的 管事太监 面有仇责 这可怎么办 不知为何 这几日我私井中 打上来的水 浑浊异常 怎么能用来 给娘娘们治兵啊 李总管皱起眉头 亲自走到井边 打了一桶水上来 果然看到 这井水十分浑浊 根本没办法引用 我去禀报陛下 你们在这里等着 李总管离开了上兵司 门一会儿又走进来 对林秀说道 跟我走吧 因为上兵司的井水出了问题 所以皇帝临时下旨 让林秀按照后妃品级 前往各个妃子的宫殿制兵 这样可以避免各宫争抢 保持后宫秩序 从上兵司取了制兵工具 林秀跟着他们 很快就被带到一处公院前 高大的公院前 悬挂着永宁宫的拍片 这处公院要气派得多 走进去之前 李总管再次提醒 这里是皇后娘娘的住所 进去之后不可喧哗 不可观望 治好兵后 迅速离开 林秀走进这座公院 看到几名宫女和宦官 在院中忙碌 她被带到宦院角落的水井前 已经有宦官打好了水 在这里等着了 皇宫制兵用的是上兵司的模具 这模具是方形的 每次可以制一方兵 后宫不是摘月楼 林秀不能直接用手 贴在水面上制兵 只能贴在模具外面 这样 制兵的速度会卖上许多 对原力的消耗也更大 对此林秀也没有办法 纵使他的手洗得再干净 身边的宦官也不会允许 不知道皇帝有多少妃子 照这样下去 林秀体内的原力 今天非得被这些后妃榨干不可 好不容易为皇后娘娘的永宁宫 制好了兵 林秀没来得及歇息 又被带到了长春宫 这里是贵妃娘娘的居所 进了长春宫 林秀明显察觉到 跟在他身边的几名宦官 神情紧张了许多 而在进来之前 李总管就对他千叮咛万嘱咐 在长春宫说话做事 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触怒了贵妃 谁也救不了他 林秀踏进长春宫门 就看到一名宫庄美妇站在院中 怀里抱了一只似猫飞猫的动物 这动物全身毛发雪白 说它不是猫吧 它确实长着猫的身子 说它是猫吧 它背后又生着一对 洁白小巧的羽翼 林秀还是第一次见到长翅膀的猫 林秀对此倒也不是特别惊奇 它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的物种 和它所知的地球有所不同 除了人类之外 这个世界还有林族 蛮族 海族等一些其他种族 出现一些地球上没有的动物 也不奇怪啊 宫庄美妇 容貌出众 隐隐透出一种贵气 身段婀娜妖娆 胸口更是高高的挺起 让人忍不住 想要取代它怀里那只猫的位置 此类女子 对于男人的吸引 是去命的 好在关于女人方面 林秀也是见过 无数大风大浪的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李总管走进来之后 就快步上前 奴才见过贵妃娘娘 宫庄美妇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目光又望向林秀 她是何人 回贵妃娘娘 她是艺术院学生 是陛下专门召进宫来 为各位娘娘制兵的 第二十六集 宫庄美妇轻轻抚摸着 怀中灵兽的皮毛 再也不看林秀 去吧 动作快些 男男怕见生人 要是吓到了她 本宫摘了你们的脑袋 是是是 我们制完兵就走 制完兵就走 这位贵妃显然不是善类 不仅李总管和几名宦官 唯唯诺诺 就连长春宫的宫女宦官 神情都战战兢兢 做事轻手轻脚 走路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好不容易制完兵 从长春宫出来 包括李总管在内 几名宦官都心有余悸地 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 大夏皇宫 后宫无数 其中地位最尊崇的 共有五人 即一后四妃 一后自然是皇后 她是一国之母 母仪天下 当之无愧的后宫之首 皇后之下 还有四位妃子 分别是 贵妃 贤妃 淑妃 以及德妃 再之后嘛 就是九嫔 结余 才人 美人 林秀在李总管的引领下 严格按照后宫嫔妃的品级顺序 一座宫殿 一座宫殿的上门 贵妃之后是贤妃 这位后妃 除了走出来看了看 倒也没说什么 所以啊 林秀他们很顺利的 就完成了任务 从贤妃的宁夏宫出来 李总管终于输了口气 千秋宫那位主子 性子极好 从来都不为难宫人 你可以放心 千秋宫是淑妃的住所 听李总管所言 这位淑妃娘娘在后宫 似乎有不错的口碑 不多时 千秋宫内 林秀一只手贴在模具上 另一只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 用这种方式 制兵对原力的消耗实在太大 他原本能坚持制兵五十方 现在恐怕连一半都没有了 再多去一座宫殿 他体内的原力就枯竭了 正当林秀咬牙坚持时 身边忽然飘来一阵乡风 一名宫女走过来 手里托着一个冰碗 冰碗中是十几粒剥好了皮 晶莹剔透的葡萄 辛苦你了 这是淑妃娘娘赏赐的 将冰碗递给林秀 他又迈着轻盈的布子回去了 林秀看着冰碗中的葡萄 自己吃了几颗 回头看到三名宦官 在艰难地咽着唾沫 于是将冰碗递给他们 嗯 淑妃娘娘的赏赐 大家分了吧 能在大热天 吃上一颗冰镇过的葡萄 这是只有宫里的贵人 才能享受的 李总管吞了口口水 不不不不 这是贵妃娘娘 赏赐林公子的 我们可不能吃 几位公公跟着我 跑来跑去也辛苦 我怎么能吃毒食呢 见林秀如此洒脱 李总管也没有坚持 哈哈笑了两声 既然如此 我们也跟着林公子 沾着官 这葡萄也不知是什么品种 枝多肉厚无子 还特别甜 冰镇过之后 吃上一颗 简直是透心的舒爽啊 林秀放下冰碗 忍不住的 这葡萄真好吃啊 这可是西域国的贡品葡萄 连皇后娘娘都只分到了两串 也只有淑妃娘娘会把这珍贵的贡品赏赐给我们 林秀转头看了看内宫的方向 淑妃娘娘待人果然很好 她前面去过的三座宫殿主人 可是连正眼都没有看过她 更别说什么赏赐了 皇宫什么事情都有规矩 给皇后娘娘制十方兵 司妃只能减半 林秀对淑妃娘娘很有好感 为千秋宫多治了两方 李总管对此也没有多说半个字 共享过淑妃娘娘的赏赐后 几人之间的距离再次被拉近 出了千秋宫 李总管给了林秀一个眼神 善意地提醒道 下一个我们去瑞东宫 那里本来是德妃娘娘的寝宫 几年前德妃娘娘病故之后 就只有明和公主居住了 一会儿去了那里 林公子记得不要乱说话 小心惹怒了公主 林秀知道 李总管这么说 就说明这位明和公主 不好招惹 哦 我知道了 踏入瑞东宫 林秀明显地察觉到 这里和前面的那些宫殿的不同 永宁宫 长春宫 宁夏宫 千秋宫 皇后和另外三妃居住的宫殿 宫院内 宫女宦官不少 各处都有人忙碌 而这瑞东宫 却只有两道人影 一位红裙少女 坐在梧桐树下的秋千上 身后 站着一名宫女 李总管走到院中 宫善道 参见公主 奴才奉陛下之命 带人来给瑞东宫治兵 红裙少女 看了她一眼 瑞东宫不需要兵 出去 是 李总管应了一声 正要带林秀出去 身后忽然再次传来 红裙少女的声音 站住 红裙少女回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宫女 表情若有所思 彩儿 带他们去景边 虽然不知道明和公主 为什么有反悔 李总管还是老实地 带林秀过去 为瑞东宫治了足量的病 然后宫伸道 公主 我们还要去其他宫 就先离开了 和李总管离开的时候 林秀回头看了一眼 那红裙少女竟也在看她 两人视线交汇 不知为何 林秀忽然涌起一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明明是第一次相见 她却有一种 和红裙少女 打一架的冲动 与此同时 望着林秀 红裙少女 也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秋千架旁 小宫女发现了 红裙少女的异样 好奇到 公主 公主怎么了 彩儿 你不觉得刚才 那个人很讨厌吗 公主说的是 刚才那位公子 就是她 没有呀 那位公子 长得很好看呢 少女跳下秋千 可我就是觉得她讨厌 比太子还让人讨厌 这些兵够你用很久了 明天别让她来了 离开瑞东宫后 林秀还在思考 她和明和公主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呢 无仇也无怨 为什么会对她产生一种 厌恶的感觉呢 她转头问李总管道 明和公主 也觉醒了艺术能力吗 那是自然 公主天资聪慧 觉醒的是火的力量 林秀终于知道 她对明和公主的厌恶 是从哪里来的了 她体内最重要的力量是冰 明和公主的能力是火呀 一个冰一个火 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 两人怎么可能看对眼呢 冰火相遇 只有两看相艳 一刻都不愿意多待 灵音是冰 林秀和她在一起就很舒服 身心都十分愉悦 明和公主是火 林秀看到她就烦 想必她的感觉 也和林秀一样 艺术能力存在克制关系 有的是单方面克制 有的是互相克制 林秀和明和公主 属于后者 如果有人觉醒了水之艺术 那么在原力相当的情况下 他怎么都不会是林秀的对手 冰与水的对决 对方想要胜过林秀 至少要比她多觉醒一次 而冰火互相克制 到底是谁更生一筹 便要看两个人的原力 谁更深厚 明和公主显然要比林秀 强大得多 林秀决定 以后再来皇宫时 尽量躲着点她 这个女人天生克她呀 瑞冬宫外 林秀忽然突发奇想 她已经拥有了冰的能力 倘若有机会 复制明和公主的能力 这两种力量 在她体内会不会冲突 让她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 目前这还只是想法 林秀没有机会尝试 也不敢尝试 第二十七集 这时 李总管在林秀身旁说道 林公子 皇后娘娘和四妃的宫殿 已经去过了 接下来 我带你去九坪的住所 林秀脸色苍白 有气无力地对她说 李总管 师不相瞒 这武功已经将我炸得 干干净净了 我的体内现在一点原力都不上了 李总管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哎哟 都怪我都怪我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说着 她从秀准取出了一个 白玉制成的玉霞 她打开玉霞 从霞中取出一个米粒大小的透明晶体 递给林秀 林秀接过之后 仔细打量着手中之物 这是一个 菱形的透明晶体 看起来 比米粒还要小 想到她在书中看到的记载 林秀惊讶到 这难道就是圆经 艺术并不是人类的专属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种族 以及部分动物 也具有特殊的能力 人们将拥有特殊能力的兽 称之为异兽 圆经是异兽体内的原力结晶 对于人类而言 这种结晶可以用来恢复原力 也可以用来帮助能力再次觉醒 林秀手中的圆经 无色透明 显然只是来源于 最低阶的异兽 他将这晶体握在手心 只感觉手心处传来一股热力 当他再次伸开手掌的时候 那无色的菱形晶体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与此同时 林秀体内原本已经枯竭的原力 又变得无比充盈 林秀心中原本还有一丝怨言 毕竟他每天几百两银子上下 现在被皇帝召来皇宫 一点报酬都没有 换谁谁都不愿意啊 没想到 虽然给皇帝干活没有银子 却有意外收获 元经并不能帮助他立刻觉醒 但原力耗尽又瞬间充盈的过程 本来就是修行的过程 原本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有了元经 就可以让元力的恢复 在瞬间完成 这一刻元经起到的作用 不亚于林秀一天的苦修 大夏皇帝除了一位皇后四位正妃之外 还有嫔妃 结余 美人 才人 后面这些公妃的配额 虽然没有皇后和四妃多 但加起来啊 也能再将林秀 榨干好几次 好在啊 有元经恢复 一颗元经 就抵他一天修行 他巴不得皇帝的妃子再多一点 让他再多瞟点元经 累归累 在皇帝的后宫逛了半天 林秀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偌大的后宫 上道公妃下道公女 都是一等一的美人 春兰秋菊各有特色 哪怕是林秀见多识广 对美女早就免疫了 也不得不承认 在皇帝的后宫逛 实在是太扬眼了 今日的林秀 有两点感触最深 第一 大夏皇帝是个十足的少妇控 他今天见到的公妃少说 也有二十多位 竟然没有一位 年龄是低于三十的 当然 林秀不是说少妇不好 只是所有妃子都是一个类型 他难道就不会腻吗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皇帝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呀 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 他都可以照进宫里 成为他的妃嫔 这一点让林秀非常羡慕 这已经不是策马奔腾了 大夏最大的马场 都是他家开的呀 皇帝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只要他一句话 就有无数女人争着抢着投入他的怀抱 也只要他一句话 林秀就得放弃 每天几百两银子的生意 来后宫给他的妃子白嫖 一分钱不给的那种 甚至 不仅仅是后宫 伺候完后宫的妃子 林秀又被带到了中宫 开始了 无休无止的制兵 这里制造出来的冰块 先是被送到御书房 后来又被皇帝赏赐给一些王宫薰贵 他完全是将林秀当成工具人而来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林秀才被放出了宫 虽然是忙了一天 被无数次榨干园里 但他的收获也是巨大的 林秀数了数 他今天一共消耗了十五颗圆 差不多能抵他半个月的修行 这种好事啊 林秀巴不得天天都有 只是 林秀抬头看了看 已经漆黑一片的夜空 自从发生了刺杀事件之后 他每天都会赶在天黑前回家 如果孙大力没有在宫门口等他 林秀就这样回去 会有极大的危险 排除了赵家的嫌疑之后 只使那夜刺杀林秀之人的身份 已经很明显了 要么是和林秀有深仇大恨 但是林秀不知道的 要么就是想娶赵灵君的人 只要林秀死了 两家婚约取消 他们自然也有了机会 只是 王都想娶赵灵君的人不计其数 林秀根本无法精确锁定到某一个目标 正在他犹豫 要不要自己走回去时 一阵熟悉的幽香 从身后传来 林秀转过身 看到一道身影 从宫墙外走来 啊 灵烟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啊 林秀没有在这里看到孙大力 却看到了赵灵烟 陛下刚刚才放我出宫 你在这里等我 赵灵烟并没看他 只是淡淡道 走 我送你回家 这简单的一句话 让林秀感受到了 无比的安全感 一个大男人 居然要靠女子来给安全感 这让林秀 有些脸红 赵灵烟又将一个木盒递过来 林秀随手接过 这是什么 摘月楼的酬劳 林秀没想到 他去皇宫之后 他居然还贴心地 替他去了摘月楼 不过这笔钱和他没有关系 就算是再不要脸也不能拿 林秀将木盒又递回去 这钱应该是 他话未说完 赵灵烟就挥了挥手 一家人不用计较这些 话已至此 林秀只能默默收下银子 他说话有一种 不容置疑的决绝 说了不要就一定不会要 林秀心中轻叹口气 这次欠他的人情 只能日后再慢慢弥补了 不过话说回来 林秀上辈子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活了两世 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 吃软饭的感觉 难怪有那么多小白脸 愿意被上了年纪的富婆包养 该说不说 这软饭真的香 林秀和赵灵烟走在街道上 现在距离宵静还有一段时间 街面上还很热闹 路过一个街边的馄饨摊室 林秀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他在皇宫待了整整一天 也只吃了李公公带来的几块糕点 刚才还没觉得有什么 此刻闻到馄饨的香味 就再也卖不开步子了 林秀在馄饨摊坐下 老板 来两碗馄饨 赵灵烟站在他身后 我不要 林秀头也没回 我知道你不要 我自己吃两碗 今天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我吃饱了再回去啊 你在这里坐会儿等等我 林秀一直觉得 路边摊的东西很不错 便宜又好吃 关键呢 还顶宝 摘月楼那种 一顿饭 动辄几十上百两银子 和他的消费观 差距太大 他就是钱多到花不出去 也不会浪费在那种地方 小摊的馄饨 皮薄馅多 林秀接连吃了两大碗 看得卖馄饨的大娘 没开眼笑 平日里啊 他的客人都是些泥腿子 还是第一次有穿的这么贵气的公子 在这里吃馄饨 这无疑是对他手艺的最大认可 所以啊 他给他包的馄饨 肉馅都比别人多 林秀吃了两碗馄饨 只花了十文钱 和林音悠哉悠哉的走回家 全当是消神了 走在王都的街头 林秀忽然问道 哎 林音 你姐姐 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到姐姐这两个字 赵灵音眼中浮现出一丝异色 唉 她是这世上最好的人 现在的你 还配不上她 林秀看得出来 这小妮子似乎有些练解情节 不过她说的也是实话 她的姐姐 是大夏的天娇 现在的林秀啊 的确是配不上人家 林家距离没落已经不远了 哪怕是同样没落的那些权贵家族 恐怕也不愿将家里的女儿嫁给她 赵家还愿意承认当年的婚约 已经是高风亮节了 对于那位未婚妻的事情 林秀并没有继续追问 眼下 赵家似乎真的将她当成了准女婿 自己的父母也满心欢喜 根本没有在乎她作为当事人的意见 想必赵家那位天之娇女 对于这桩婚约也很头疼 到底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林秀一个人 人微言轻 他打算等到他回王都之后 和他见一面 共同说服两家取消这桩 本就不该存在的婚姻 回林府的路很长 两人就这样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大多数时候都是林秀在说 赵灵爷偶尔回上一句 而此时啊 就在两人身后摆仗 有两道人影 已经跟随了他们一路 某一刻 两人的脚步停下 其中一人道 那女子一直在他身边 看来今夜不能动手了 另一个人冷哼一声 都怪影子上次打草惊蛇 让他们多了防备 这段时间再想对他动手 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昨天在皇宫被来来回回 榨干十五次 林秀可谓是身心俱疲啊 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今天 宫里没有人来请他 他昨日炙的那些兵啊 至少足够皇宫用上三日 起床吃过午饭之后 林秀先是去了一趟摘月楼 给他们治好了 今日份的用兵 然后回到了清丽司 将林秀 召进皇宫后 昨天皇帝赏赐了不少兵 给勋贵 像清丽司这种衙门 自然是没有的 这里的官员衙役 还要在蒸笼一般的 职房内办事 林秀有心和清丽司的 同僚们打好关系 这样他们才会对他上班摸鱼 三天两头矿工的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啊 今天下午 清丽司的各个衙房 都凉风阵阵 不仅房间的四角 都摆上了巨大的冰块 官员们的桌前 也放着冰水消暑 半天的功夫 林秀就和积拿处 暗毒库 牢房等 清丽司各处的官员们 混得十番手络 至于郎中大人那里嘛 林秀没有亲自过去 却也让牙拆 送去了足够的冰块 至此啊 清丽司的大部分官员和牙拆 对林秀的印象 都发生了改观 这位平安博的公子 虽然平日里 不怎么来清丽司 但为人处事 那是真的没得说呀 身上没有一点 顽固子弟的气质 与他交谈呢 如春风拂面 格外舒服 就凭他用自己的能力 造福整个清丽司 让他们免受炎热之苦 他们对他的态度 就不得不变得热情和友善 你说这林大人 最近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啊 以前他几乎不怎么来我们清丽司 最近跑得还挺勤快 林大人的变化何止这些啊 他以前从来都不和我们说话的 这现在又给我们买早饭 又给我们治兵消暑 那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的 他似乎真的和那些权贵子弟 有所不同啊 某处牙房 众人正在议论林秀 便在这一时 人群中传来一道清哼的声音 哼 什么不同 权贵们不都是一个样 受了他一点小恩小惠 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众人纷纷转头 目光望向一名年轻的官员 都没有再开口 他们都知道 这名清丽司的新秀 出身平民 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向来看不起走关系 进入清丽司的权贵子弟 而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呢 也让他对王都的权贵阶层 保有很大的敌意 清丽司 清天灵秀 并没有打卡走人 艺术院现在还属于假期 每年冬夏 学院都会给学生们一个月的假 让他们回家看望家人 这段时间呢 艺术院所有课程暂停 林秀去了也没什么用啊 利用这段时间 正好在清丽司刷刷存在感 为了让父母安心 这份差事啊 是必须保住的 林秀在桌上呢 百无聊赖的 整理着暗度卷宗 看到对面的一位同僚 整理行装准备出门 随口问道 哎 徐大人 你这是去哪啊 诚习发生了一桩案子 我跟去记录 暗度库的文书 平时除了记录和整理 案情卷宗之外 也要跟着捕快武座出门 记录现场细节 证人口述什么的 林秀啊早就坐不住了 听说有外差急忙站起来 徐大人 以前承蒙你们照顾 这大日天了 外差还是我去吧 我不怕热 他以前没怎么来过暗度库 四个文书的活 要三个文书干 说是另外三位文书照顾 也不为过 外面太阳正毒 徐大人本来就不愿意去 坐在牙房里 吹着凉风难道不舒服吗 他象征性的推诿了两句 便笑着说道 那就有劳林大人了 不客气不客气 这次外差啊 随行的还有五座 以及缉拿处的几名捕快 林秀一路上和众人有说有笑 只有一人始终板着脸 未曾对他流露过笑容 那是一名年轻人 长得呢有点小帅 但不急林秀 不说话 显得很酷的样子 林秀记得 此人名叫柳清风 似乎是缉拿处的一名主事 年纪不大 能力很强 在清理司拥有不小的名气 是曾经的清理司第一名部 后来被提拔上来 深受郎中大人重用 他倒是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他 不过他对林秀没有好脸色 林秀呢也不会主动去搭理他 一行人啊很快来到了案发地点 这是承熙一处商谷的宅院 院子不小 四进的大宅子 比林府还要大 宅子呢属于一名王姓商谷 出事的呀 也正是这名王姓商谷 他在今天早晨 被下人发现死在了自家院子里 武座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身上没有别的伤口 致命伤只有一处 尾于脑后 院子里的花坛一角有血迹 经过对比 的确是亡源外的 此外 武座在亡源外的脚踝处 也发现了扭伤的痕迹 而地面的青砖 的确有一块 有所松动 刚才一名捕快 不慎踩上之后 差点摔倒 案情啊 比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一切的证据都表明 是亡源外 昨夜走在院子里时 不小心踩到了这一块 松动的青砖 身体不稳 摔倒在地 好巧不巧的 他的脑袋 撞在了花坛的棱角上 当时啊 便一命呜呼了 地面松动的青砖 亡源外脚踝的扭伤痕迹 脑后的致命伤 以及花坛上的血迹 都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 这毕竟是人命官司 清理斯众人 还是严格的 做了现场勘查 询问了 王府的每一个人 甚至啊 还进行了 案发时情形的还原 结果无一不表明 王源外 是意外身亡 柳清风 再三勘查现场之后 轻输了口气 现场我们已经看过了 王源外是意外身亡 你们可以收拾现场 归得准备后事了 老爷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这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老爷 你好狠的心呀 第二十九集 王家众人文言 纷纷开始痛苦起来 清理斯的捕快们 经常处理名案 对此习以为常 只是心中感叹呢 这王源外 死得太憋屈 好不容易 挣下了这么大的家业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 这又这么摔死了 也未免太过可惜了 正当清理斯众人 准备离开时 一只沉默的林秀 忽然开口 这不是意外 是他傻 他的话音落下 王家众人的哭声 戛然而止 清理斯众人的目光 也齐刷刷地望向林秀 柳清风眉头皱起 目光盯着林秀 沉双问道 林文叔 一切的证据都证明 王源外是意外身亡 难道你发现了 什么新的线索 在哪里 没有啊 这些清理斯的捕快 不知道办了多少案子 目光那是何其锐利啊 他们多次勘察现场 排查所有痕迹 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林秀你一个外行 当然不可能 比他们的现场勘察 经验更丰富啊 柳清风眉头更皱 语气也重了一些 带着训斥的味道 林文叔 虽然人命关天 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但凡是讲究证据 请你不要无凭无据地 在这里望眼 林秀望了一眼 挂在屋檐下的一个鸟笼 准确地说 是看了看 龙中的那只鸟 那是一只化眉 王都的勋贵和有钱人 很多都喜欢 遛鸟取乐 并以此为养 王源外 为了附庸风雅 家里呢 也养了一只 此刻周围一片安静 只有这只鸟 在喳喳乱叫 下一刻 林秀移开视线 伸手指向王家众人中的一位 王源外是被人谋害的 凶手便是此人 不信的话 神神他就知道了 被林秀指着的是一名男子 见林秀将杀人犯的身份 夹在他身上 他脸色一白 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大人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呀 我怎么可能害老爷呢 老爷出事 还是我去衙门报案呢 还请大人明见呢 柳清风双目一明 就在林秀指向那名男子的时候 他敏锐地发现 此人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 不正常的惊慌之色 这怎么可能啊 要知道 从刚才踏入王家开始 他就一直在暗中 留意这里每一个人的表情 通过多次的排查 他才排除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嫌疑 这名王家下人 表现得一直都毫无疑点 可在林秀刚才指向他的时候 他的眼神和表情 都露出了破绽 倘若他是被冤枉的 被人指出时 应该有震惊 意外 愤怒 害怕 但不应该出现那种 心虚的惊慌呢 柳清风查过无数案子 亲手抓捕过无数凶手 长久以来形成的直觉 直接告诉他 此人 有问题 可是林秀是怎么看出来的 柳清风目光望向林秀 发现他目光淡然 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动 他很快整理好心情 指着那名王家下人 此人有问题 把他拿下 几名捕坤得到命名 立刻将那名下人 从人群中揪出来 刚才 清丽丝众人先入为主地认为 王源外是意外险亡 因此询问王家众人时 并没有重点 但此刻 既然锁定了嫌疑人 对他的询问 自然真真见血 起初此人的对答还算流畅 但片刻之后 他的自证之词就漏洞百出 甚至自相矛盾 逐渐地不说清理私众人 就连王家众人 都看出来了不对 一名妇人指着他 悲愤恼 王二 亏我们王家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经过清理私众人 一番连番追问 王二的心里终于崩溃 他跪倒在地痛哭道 大人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重重压力下 身为普通人的王二 很快就招供了 原来啊 作为王家下人 他一直都在暗中盗窃王家的财物 因为他手段隐秘 每次都不留下线索痕迹 一直都没有抓到 不巧 昨夜他盗取王源外的银两时 被王源外当场抓获 出了家贼 气愤的王源外 当时便要扭送他见官 若是被扭送官府 至少一顿仗刑事免不了的 王二求饶之时 和王源外起了肢体争执 不慎将他推倒在地 起了王源外后脑着地 当时便一命呜呼 王二起初惊慌失措 冷静下来之后 担心官府置他杀人之罪 便小心清理了第一现场 又精心地在院子里 布置了王源外 意外身亡的假象 因为他细节处理得太过到位 连清理丝的众人都被骗了过去 该死的 见过掩盖杀人事实的 就没见过布置的这么天衣无缝 真的一点线索都没留给我们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啊 有这本事干什么不好 非要走外面邪道 清理丝众人差点被王二 蒙混过去 心中又怒又气 但想到忙前忙后 将王家各处都仔细查看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端倪 林秀就站在院子里 什么都没有做 却一眼就认出了凶手 心中又泛起无数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 就连柳清风也对林秀 收起了轻视之心 虚心请教道 林温叔 你是怎么看出他就是凶手的 经此一事 他再也不认为 林秀是靠走后门 才来到清理寺的顽固败类 连他都看走了眼 林秀却能一眼认出凶手 这位暗读库的文书 是有真本事的 他看不起那些权贵子弟 一肚子草包 却不得不服林秀的 慧眼如炬 林秀嘛 当然不能告诉柳清风 是笼子里的那只鸟告诉他的 昨夜晚二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看到 但从头到尾 都被一只鸟看在眼里 他对柳清风神秘一笑 哈哈 猜的 清理寺 午休局学 各个牙房的人都在议论 真的假的 林文书有这么神 那是 你是没看到 我们几个人就差板的圆外府 掘地三尺了 也没找出什么线索 林文书从始至终就站在院子里 连动都没怎么动 却知道真凶是谁 这还不神呢 这次连周大人都看走眼了 如果不是林文书提醒 这件人命案子 就被那家伙蒙混过去了 几乎整个清理司都在讨论 王源外的案子 那件人命案子破了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 案子不是基拿斯破的 而是 暗读库一个文书破的 基拿斯的几名捕快 将此事传得神乎其神呢 也让清理司 林文书的身上 蒙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一处牙房内 清理司郎中 抿了一口茶 意外道 确有此事 柳清风表情有些茫然 却还是点了点头 确有此事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 那人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是怎么找出凶手的 你没有问他吗 问了 他说他是猜的 柳清风根本不信林秀的话 断然道 他一定是看到了一些 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到底遗漏了哪一点呢 清理司郎中放下茶杯 轻笑道 连你都没有发现 有趣 有趣 第三十集 林府 林秀没有和那些人 一起回清理司 王源外家呀 距离林家不远 从那里离开后 林秀呢 便直接回家了 回来的路上 林秀顺便给大黄 买了鸡腿和肘子 他也是今天才发现的 原来 多学一门语言 这么重要啊 王二恐怕到死都没有想到 他将一切都做到了极致 却唯一疏忽了 那只鸟 有谁会想到 自己会被一只鸟出卖 可惜林秀现在 只是能单方面 听懂动物的话 要不然呢 或这种案子会简单得多 就算今天那只鸟 没有多嘴说出案情真相 他也可以自己去问 根据典籍中 对这种能力的记载 想要实现和动物的双强沟通 至少需要他的能力 再觉醒一次 问题的根源 还是林秀体内的原力太弱 不足以支撑 他施展更高阶的能力 只有努力地修行 增长原力 才能将能力开发得更深 说起修行 最快的方式 还是通过吸取原精 也不知道宫里的兵 用完了没有啊 什么时候再找他进宫啊 之前林秀面对皇帝的白嫖很不爽 现在呢 则是充满了期待 一个嫖兵 一个嫖原精 这是双影啊 李总管来的 比林秀预料的还要早 第二天中午 他就再次来到了林秀的家 还好啊 林秀一早就去过了摘月楼 帮他们治了足量的病 倒也不用再麻烦 林音帮他 李总管一脸笑意 林公子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李总管随便派个人来就行了 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亲自接到你我才放心 今儿一早 不少宫中的存兵就用完了 娘娘们催得紧 林公子还是快跟我们走吧 有什么事情 咱边走边说 林秀走出家门 宫里的马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有马车 的确要方便得多 林秀这几日也算发了一笔横财 打算今天回来 就让孙大力筹备一辆 有了马车之后啊 就不用每天走那么久的路了 宫里的马车行驶在街道上 人群远远地避开 让开一条通道 不消片刻 林秀已经到了宫门前 走过几道长长的宫道 进了后宫 照例依旧先去皇后娘娘的永宁宫 这一次啊 林秀终于见到了这位一国之母 大夏皇帝的后宫各有千秋 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美呀 皇后娘娘呢 也是一位美人 比起其他的公妃 姨太更加端庄 气质也更加出众 她正在院中赏花 李总管上前恭敬地说了几句 皇后娘娘只是微微点头 也没看林秀他们 继续观赏小花园中的那几层兰花 林秀只是瞥了一眼 就移开视线 毕竟未到年纪 她的品位啊 和大夏皇帝有所不同 她喜欢的是玉姐啊 并非少妇 这些后妃虽然漂亮 可漂亮的女人 林秀也不知道见过多少个 她以前那些女朋友 论气质 自然比不上她们 但颜值 倒也未必逊色多少 永宁宫过后啊 便是长春宫了 踏进长春宫之前 林秀已经提起了几分小心 和李总管熟悉之后 她暗中告诉林秀 这位贵妃娘娘喜怒无常 她高兴的时候呢 赏赐那就一个毫不吝啬 不高兴的时候啊 长春宫的宫女宦官 稍有让她不满 便会大加责罚 贵妃娘娘现在 显然很不高兴 刚刚踏入长春宫 就看到院中一群人 或站或跪 雍容华贵的贵妃娘娘呢 此刻却粉面寒煞 一名小宫女跪在地上 身躯不住的颤抖 林秀在这里 居然还看到了一个熟人 少女还是梳着双瓶剂 空气流海 两条白色的丝带 从发际上垂下来 今天她穿上了一件 淡黄色的裸裙 此刻正用手掌 在哪只似猫非猫的 灵兽身上抚摸 上次林秀看到她时 还精气十足 躺在贵妃 至少地背的胸前享福呢 现在啊 则是微米不振 口中发出一阵阵 乌野的声音 贵妃看向白双双 奶奶怎么了 少女放下灵兽 简易地说道 对不起贵妃娘娘 双双学艺不经 看不出灵兽患了什么疾病 听着那灵兽的乌野的声音 灵秀差点笑出来 这小东西哪里是患病了呀 分明是脚上扎了一根刺 在那里疼的叫唤呢 双双姑娘虽然拥有类似于治愈的能力 可又听不懂她的话呀 不能帮她把脚上的刺挑出来 对此当然无能为力 听了双双姑娘的话 贵妃娘娘脸色更寒 她看向跪在地上那名小宫女 冷冷道 让你好好照顾南南 本宫不过是离开了一会儿 南南就变成了这样 来人 把她拖下去 长三十 小宫女身体抖得更厉害 却不敢求情一句 她知道一旦她开口 一会儿所受的刑罚只会更重 双双姑娘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宫女 于心不忍 正要开口 却有一道人影走上前来 李总管看到林秀走上去 吓了一跳 想要将她拽回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林秀走到贵妃面前 抱拳攻身 启禀贵妃娘娘 学生略懂一点医术 可否让学生看看这灵虫 贵妃对林秀有点印象 前两天 就是她来长春宫治兵的 她心系灵虫 盲问 你说的是真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快 快让她看看 马上有宦官将 萎靡不振的灵虫抱起来 送到林秀手中 此刻呀 包括贵妃和白双双在内 所有人的视线 都在林秀身上 林秀轻轻抚摸着 贵妃灵虫的皮毛 她怀里的灵虫 还在乌叶地叫着 这声音在别人听来 是痛苦的乌叶 可在林秀耳中 分明是小姑娘 清脆的通音 林秀其实也有点意外 点击上记载 授予这种能力 只要觉醒一次 就可以听懂动物的话 他原以为这里的动物是指猫啊狗啊的 没想到还包括长着翅膀的猫 装模作样的搜寻了一会儿 林秀将这只灵虫翻过来 在他四只脚上检查了一番 检查到最后一只时 林秀拨开他脚下两只厚厚的肉垫 从两个肉垫中间的隐秘部位 拔出了一根尖刺 这尖刺很小 位置又藏得十分隐秘 如果不将这灵虫绞心的两个肉垫分开 根本找不到他 随着这根刺的拔除 林秀怀里的灵虫发出一声舒服的声音 一个翻身从林秀怀里跳出来 在地上蹦蹦跳跳的 瞬间啊就恢复了精神 贵妃娘娘面楼喜色 好了 那那真的好了 长春公主 贵妃娘娘笑着将灵虫抱回怀里 然后问林秀道 你治好了本宫的心肝宝贝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为娘娘排油解难 是学生的荣幸 学生不要什么赏赐 林秀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小宫女 既然灵虫已经无事 学生请求娘娘饶了他 你一个外人竟也敢管本宫宫内的事 不过本宫今天高兴 就饶了他这一次 你去治兵吧 店内都快热死了 不多时啊 林秀被李总管拉到一边 李总管压低声音对他说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贵妃娘娘的事情也敢掺和 还敢和娘娘提条件 第三十一集 林秀知道 李总管是为他着想 笑了笑 李总管放心 以后不会了 他其实啊 只是看那小宫女可可爱爱的 不忍心 他受杖刑罢了 男人嘛 总归有些怜香惜玉 更何况 林秀对于此事 有着十足的把握 如果他愿意 完全可以成为一名 优秀的兽医 给人看病简单 给动物看病不容易 因为一个正常人 是可以描述 自己什么地方不舒服 持续多久 向大夫描述具体的病情 但动物不能 他们呢 就像刚刚出生没多久 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一样 无法沟通和交流 如何诊断 全靠医生的经验 这也是儿科看病 比较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手帮了那小宫女一个忙 林秀开始专心治兵 不一会儿 一道身影 从宫内小跑过来 正是刚才 险些被责罚的那名 小宫女 小宫女 小脸红不不的 用双手捧着一个 雕刻的十分精美的木匣 递给林秀 这是贵妇娘娘赏赐的 随后 她又吐了吐舌头 刚才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 她一只手收下了木匣 另一只手 还在制兵的模具上 持续使用原力 让她的额头 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小宫女看到了 连忙从自己的怀里 取出一方手帕 小心地替林秀擦拭着 她一边擦汗 一边打量着林秀 然后脸色不油地一红 随后便收起手帕 匆匆地跑开了 林秀忍君不禁 小姑娘还有点害羞 不得不承认 她的这副皮囊 对于女孩子的吸眼 还是不小的 有钱多金 出手阔绰 长得还帅 一个男人如果拥有这些 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 成为一个海王 林秀上辈子 能够如鱼得水 策马奔腾 一半靠的是钱 另一半靠的是脸 为长春宫至最后一方兵的时候 林秀忽然察觉到身后一阵骚乱 她转过头 看到贵妃娘娘的灵宠 那只似猫飞猫的小东西 扇动着翅膀 正缓缓地向自己飞来 她飞到林秀面前停下 激动地问道 林秀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根本没打算回应她 她明面上已经拥有了兵的能力 倘若让人知道她还懂得授予 说不定要去被抓取欺骗研究啊 有史以来 还从来没有人拥有过两种以上的能力 虽然她和人类语言不通 无法传递这种精确的信息 就算知道也无法告诉别人 但小心水的万年传 林秀目光呆呆地看着她 继续装傻 原来她听不懂啊 好无聊啊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可能和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父王母后我想你们 在李总管等人看来 不过是这只贵妃娘娘的宠兽 飞到林秀身边 喵喵地叫了几声 就又飞了回去 林秀默默地催动原力 若有所思 大陆上各个国家 都有将这种真奇的灵兽 当作宠物的习惯 而有需求就有市场 每年都有不少的灵兽 被人类从栖息地带走 带到人类的国家贩卖 这只灵兽应该也是一样 从她刚才说的话推测 她在他们的族中 似乎还拥有不低的地位 林秀虽然可怜她 却也做不了什么 为长春宫制完兵之后 就离开了这里 让她没想到的是 一到人影 正在宫门口 似乎是等她很久了 身穿淡黄色长裙的少女 对她微微一笑 林公子 双双姑娘是在这里等我吗 少女点了点头 我想问林公子 你是怎么知道 贵妃娘娘的宠兽 是被一根刺刺到了呢 只要用心观察就知道了 那只灵兽全身都在颤抖 但一条腿的抖动幅度大一些 所以我猜 她应该是那条腿受伤了 原来如此 林公子观察入微 双双远不如你 双双姑娘不必自前 一人和一兽不同 宠兽如幼童一般无法交流 枕至本就极难 我只是以前养过猫 懂得它们的习性 再加上误打误撞 胖巧猜对了而已 听到林秀的话 少女眼前一亮 公子说得没错 如果能听懂幼童 和宠兽的话就好了 这样诊治会变得更容易 也幸好林公子如此细心 不然那个小宫女 就要被罚了 刚才林公子说 你也懂了艺术 自己学过一点 当然没有办法 和双双姑娘比啊 我只不过是依靠艺术能力而已 论悉心我远不及你的 林公子如果学医 一定比我做得好 林秀正常没有机会 和他拉近距离 闻言道 我虽然想学 可是没人教我呀 以后如果我有问题 可不可以请教双双姑娘 好啊好啊 我有时候在艺术院 大多时候都在太医院 你有问题可以来找我的 他对林秀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首先 他俊朗的外表 很难让人产生恶感 刚才他为了一个无关的小宫女 冒着得罪贵妃的风险 也让他另眼相看 林秀笑着抱了抱拳 那就谢谢双双姑娘了 随后林秀就以还有差事为由 和他告别 自从见识过双双姑娘的能力之后 他这个朋友林秀啊就交定了 虽然林秀没有交朋友的经验 但交女朋友的经验却十分丰富 一法通万法通 朋友和女朋友只差一个字 方法呀应该是差不多的 以林秀交女朋友的经验 这种事情要循序渐进 不能操之过急 第一步先建立好感 之后才能继续培养感情 随后林秀又按照顺序 去往各娘娘的宫殿 贤妃疏妃得妃 然后是一些低位的嫔妃贵人 路过瑞东宫时 那名小宫女告诉林秀 今天瑞东宫不需要兵 让林秀送了口气 她和明和公主能力相克 见了面就会产生一种 和她打一架 一决雌雄的心思 林秀能够克制住这种本能 但不知道明和公主 控制不控制得住啊 如果两个人打起来 自己八成 啊不 十成不是她的对手 别人已经在这条路上 走了很多年了 林秀一个修行了 不到一个月的菜鸟 和她之间差了好几个等级啊 此时瑞东宫中 名叫彩儿的小宫女 对秋千上的红裙少女说道 公主 那位林公子人很好呢 我听说刚才在长春宫 要不是她为玲珑求情 玲珑就被打板子了呢 红裙少女轻轻地撇了撇嘴 哼 连那猪母老虎的性格都不清楚 还敢求情 这次是她运气好罢了 下次可能连她自己都保不了 贵妃娘娘在后宫威名赫赫 连皇后娘娘都要让她三分 也只有公主殿下敢叫她母老虎 彩儿吐了吐舌头 不敢再随便接话了 直到天色暗下来 林秀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从皇宫走出 除了在千秋宫 淑妃娘娘派小宫女送了一杯茶水 一整天呢 林秀连口水都没有喝到 不过 低等元经 她又吸收了十几颗 在皇宫的这两天 差不多呀 抵得上林秀之前一个月的修行 她体内的元力 也翻了一倍还多 对于艺术师而言 元力是施展能力的源泉 身体则是储存元力的容器 修行的过程 其实是扩大容器的过程 这个容器能够容纳的元力越多 艺术师的能力就越强大 宫门口 一道身影依旧在那里等她 林秀走过去 你到这里多久了 刚来 赵玲音看也没看林秀 淡淡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这五个字 让林秀心中大定 哎呀 这该死的安全感 林秀想到什么 从秀中取出一个木匣地给她 这个送你 第三十二集 这是贵妃娘娘赏赐给她的 林秀打开看过了 贵妃娘娘虽然脾气不好 但出手真的大方 此物若是拿出去售卖 恐怕至少也要几百上千两银子 赵玲音打开木匣 赵玲音打开木匣 发现里面是一只十分精致的金钗 钗身整体雕花 钗头是一只斩翅欲飞的孔雀 那孔雀薄如蝉意栩栩如生 只是将其从匣中拿出来 恐惧的翅膀便轻轻地颤动 像是要飞上天空一般 即便是赵玲音 在见到这金钗时 眼中也浮现出惊艳之色 无论是做工还是设计 这钗子都是顶级的顶级 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倘若将军拿出去售卖 不知道会让王都多少小姐和夫人疯狂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 珍贵到赵玲音不得不怀疑 林秀是不是别有用心 她眉头一皱 你送我这个做什么 贵妃娘娘赏赐的 这是女子的东西 我用不着 我娘年纪大了 带这个不合适 阿月姐我前几天才送了她一只 我想来想去 只能送给你了 修行上你帮我了这么多忙 又帮我去摘月楼聚兵 就算是我报答你的吧 她看了赵玲音一眼 想了想 想到哪里去了 你不会以为 没有 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不要算了 我日后送给别人 她伸手去拿回木匣 赵玲音手腕一抖 那木匣就消失在她袖中 她淡淡地瞥了林秀一眼 你还想送个什么人啊 别忘了你与姐姐有婚约 我先替她收着 等她回来了再转交给她 我可没说要送给她 那你想送个谁啊 林秀眼皮跳了跳 余光看到她的拳头已经握起 开个玩笑 送出去的东西吗 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啊 祖已经送给你了 你想怎么处置 那都是你的事情 贵妃娘娘赏赐的那根金钗 还是被玲音拿走了 林秀和她姐姐素不相识 送的钗子 只是为了报答她的恩情 至于她怎么处置 那就是她的事情了 又一次和玲音走了 小半个时辰 才回到林家 林秀暗暗决定 明天就让大力去买马车 每天耽搁在路上的时间 也太久了 小半个时辰呢 可以做太多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 林秀和孙大力一起出门 孙大力拿银子去了车行 林秀则来到了摘月楼 如今她体内原力的雄厚程度 已非数日前可比 五十桶兵制完 她已经可以脸不红气不喘 就算是再制五十桶 也不是难事 不过林秀也知道 物以稀为贵 倘若她每日制的兵再多一些 就无法卖到现在的价格了 摘月楼掌柜 比林秀更懂这个道理 这短短的几日 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银子 毫无疑问 他们的利润 比林秀的两三百两 多多了 这次的炎热天气 数十年难遇 王都的那些大酒楼 都没有再营业了 所有的客源 都集中到了这里 林秀就没见到摘月楼掌柜脸上的笑容消失过 一会儿的忙碌 又是三百两进账 林秀自己都觉得 自己啊 是在抢钱呢 带着酬金走出摘月楼 林秀忽然觉得眼前一暗 不是天黑了 而是有两道壮硕的身影 挡在了他前面 两名壮汉身高至少两名以上 裸露在外面的肌肉球起 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面对两名壮汉的拦路 林秀一点都不慌 毕竟他的力量 虽然没有孙大力那么变态 但也超过了普通人 能达到的极限 这种看着很可怕的大块头 他要是认真起来 也就是一拳一个 两名壮汉中的一位 低头看着林秀 我们家公子有请 你们家公子是谁啊 你去了就知道了 林秀耸了耸肩 无所谓的 带路 光天化日之下 他倒也没什么怕的 如果一会儿发现 要去的地方不对 不和他们去就好了呀 林秀想走 这两个大块头啊 可拦不住 上次刺杀自己的罪魁祸首 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林秀很好奇 这次找他的人 又是什么来路啊 还以为 这两人会带他去什么地方呢 没想到 两人只是走了不到百步 就在同一条街道上 将林秀带到了一处酒楼 走进酒楼的时候 林秀抬头看了看 这是一家名叫天香楼的酒楼 论装潢一点都不比摘月楼差 显然也是一家高规格的酒楼 区别啊 是如今的摘月楼 房间爆满 大厅连一张桌子都加不下 而这天香楼中却一个客人都没有 进了这里 两人对林秀倒是客气多了 将他带到二楼一座雅间前 伸手道 我家公子就在里面 请 林秀推门而入 看到的是一张白满 酒菜的桌子里 这桌上的菜肴 每一道都是真修 恐怕任意一道的价钱 都能让林秀吃好几年的馄饨 而且是天天吃到撑的那种 桌子的对面 做了一位年轻人 外面天气本就炎热 房间里面自然是闷热一畅 年轻人仅仅是坐着 就汗流加倍 衣服湿漉漉的贴在身上 时不时的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当林秀走进来的那一刻 随着而来的 是一阵扑面而来的凉意 年轻人浑身寒毛直树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身体从内而外的 感受到了一阵舒爽的感觉 他猛的站起身 眼睛那是直勾勾的盯着林秀 哼 果然是你 这几日为摘月楼提供冰块的 就是你吧 林秀没有否认 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是何人啊 找我何事 年轻人脸上露出笑容 对林秀伸了伸手 哎 坐下说 在下今日特意在此设宴 就是为了和兄台交个朋友 林秀并没有坐下 直接问道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 痛快 我想让兄台为我们天香楼供兵 摘月楼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林秀对于今日之事早有预料 每年夏天 泛兵都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青年因为特殊原因 整个王都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提供兵员 因为他和摘月楼的合作关系 除了皇宫以外 摘月楼垄断了整个王都所有的兵 这也让他们吸引了王都所有的资源 这涉及巨大的利益输送链条 别的酒楼 青楼等和他们存在竞争的店铺 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呢 显然有人眼红了 林秀微微一笑 一桶兵 五两 他和摘月楼有合约 摘月楼同意一桶兵五两银子的价格 前提是 林秀不能为与他们有竞争关系的店铺之兵 除非对方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五两 两倍岂不是十两 年轻人瞪大眼睛 你怎么不去抢 林秀看着他 是你说的双倍价格 你可以去问问 摘月楼给我的价格就是一桶无两 年轻人眉头皱起 往年一桶兵的价格也不过一两 他原本想着两三两就能搞定 没想到居然这么贵 虽说就算给他十两 天香楼还大有的赚 可谁不想节省成本呢 更何况他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想到这里他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十两银子是有些贵了 不是这样 我给你二两银子一桶 不是 我看着像不识数吗 往年一桶兵最多卖到一两银子 给你二两银子不少了 兄弟可能不知道 这天香楼是永平侯府的产业 我知道你是平安伯的儿子 不会不知道永平侯吧 永平侯林秀当然知道 当朝三美一等侯中的一位 再往上就是国公一级了 林秀的未来岳父 生了两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也才只是一等侯而已 而且论底蕴和势力 永远无法和那些经营了数十年的家族相比 王都这些权贵一般是不会直接经商的 这样会被人耻笑 但几乎所有显赫的家族 都会暗中扶持一些产业 用来满足平日里奢靡的生活 所以啊 但凡王都开的有声有色的店铺 背后都有贵人在支持 没点背景的店铺 根本等不到赚钱 就被别人吞噬的 连渣都不剩了 此人连永平侯都搬出来了 显然是在威胁他 这招揽不成 马上就改成了威胁 说什么摘月楼出多少 天香楼愿意出双倍 没钱你装什么逼啊 对方连自己的身份都调查清楚了 看来啊 是真的不把一个小小的三等平安博放在眼里 也是啊 当朝一等侯已经是权贵中的权贵了 权贵之中 比永平侯地位还尊崇的 只有十位国公以及那些皇族 三等博在他们眼中 和平民没什么区别 但三等博再小也是大下权贵 林秀今天要学答应了他 平安博福将会颜面扫地 到时候父母会怎么看他 林英会怎么看他 孙大力会怎么看他 大皇也会怎么看他 就连林秀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你应该还不知道 摘月楼背后的主子是驸马府 你觉得驸马和永平侯 孰轻孰众啊 大下的驸马虽然身份尊贵 但却没有实权 自然是远不如一等侯的 如果天香楼真的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林秀未必不能和他们合作 毕竟他不会和银子过不去啊 但此人妄图用永平侯来压他 迫使他屈服 却是打错了算盘 如果他今日低头了 丢的不仅仅是林家的脸 还有赵家的脸 林秀表情平静 看不出任何情绪 看来今天这顿饭 没有吃的必要了 说完 他静止转选离开 那两名壮汉想要阻拦 年轻人挥了挥手 让他走 等到林秀的身影消失 他脸上露出嘲讽之色 他会回来求我的 到那个时候 可就不是二两 而是二钱了 不 二钱都没有 很快 他站起身 来到二楼最里面的一处雅间 轻轻 敲了敲门之后 推门而入 对站在窗前的一名年轻人道 公子 他拒绝了 那人没有回头 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只能让他吃罚酒了 等到年轻人退出房间 站在窗前的青年转身走到桌前 希望你不要像秦聪那个废物一样让我失望 离开天香楼 林秀走在街上 总觉得什么地方透着古怪 王都的权贵虽然无法无天 可天香楼背后的势力也未免太无法无天了 林秀甚至感觉他们是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但这也仅仅是他的感觉 不得不承认 直此特殊时节 治兵的利益链条太大 大到某些大人物也忍不住眼红 可以说能够在夏日治兵的人 就是行走的摇钱树 王都这样的摇钱树有两棵 一棵是灵音 一棵是林秀 灵音他们惹不起 只好将主意打到林秀身上了 今天林秀拒绝了永平侯府 从那年轻人最后的态度来看 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必须得小心警惕一些 林秀走回摘月楼门口时 孙大力从马车上跳下来 少爷 你去哪了 我在这等你好一会了 在附近随便转了转 走吧 回家去 孙大力从车行置办的马车 连马带车 一共花了五十辆银子 这其中四十辆以上都花在马身上了 这世道马比人贵啊 买个未经调价的丫鬟 只要挤两银子 这也是平安伯府 没有置备马车的原因 除了一开始要花费一大笔费用 平日里养马的费用也不低 如果不是林秀这几日发了一笔横财 他也舍不得把银子花在这上面 第二天一早啊 林秀就乘坐马车出门了 从上次的情况来看 他每次给皇宫制的兵 足够他们用一天半的 所以今天得早点出门 先去摘月楼一趟 以免损失这三百两银子 摘月楼后院 林秀是一边职兵 一边对摘月楼掌柜的 昨天天香楼的人来找我了 摘月楼掌柜文言的心中是咯噔一下呀 公子啊 你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不能给其他九楼制兵啊 我知道 所以我拒绝了 摘月楼掌柜松了口气 虽说一桶兵五两银子 已经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了 但垄断了王都的兵块 使得摘月楼这几日客流大涨 还有不少盈余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在别的九楼无兵可用选 摘月楼却能为客人们 提供稳定的兵源 只要让客人们形成习惯 楼里以后的生意 一定也会更加旺盛 不过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提醒林秀 公子这些日子要小心 天香楼的背后啊 是永平侯府 你拒绝了他们 他们一定还会使别的手段 实在不行的话 摘月楼的兵量可以缩减 给他们云一部分 不要将他们得罪得太狠啊 林秀看了摘月楼掌柜一眼 有点意外 想不到你这个奸商还有点良心 这说心里话 虽然林秀有时候投铁 可以知道趋利避害 如果天香楼愿意出和摘月楼一样的价格 看在永平侯的面子上 林秀不是不能考虑摘月楼掌柜的话 可对方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他们不仅要兵 还有林秀和平安伯府的脸 自从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林秀就一块兵都不会给他们 哎 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害了公子啊 凭他这句话 林秀微笑着 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给摘月楼的兵一块都不会少 只要你们不怕永平侯 我就不怕 永平侯虽然全是不小 可也不敢对驸马府动手 到时公子您真的要万分小心啊 片刻后 林秀走出摘月楼 将酬金交给孙大力 准备回林府 等李总管来接他 但当林秀走到马车旁 正准备上车时 忽然 一名过路的老者 猛然撞在了他的身上 哎哟 林秀站在原地 纹丝未动 老者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一只手抱着林秀的腿 另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腰 哎哟 我的腰要被撞断了 你要带我去看大夫 孙大力瞪大眼睛 举着那老者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里啊 本就处在闹市 片刻的功夫 就有不少路人围了上来 林秀以为遇到了碰瓷的 他毕竟来自二十一世纪啊 对这种事情不陌生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老者和医馆也是有合作的 真跟着他去了医馆 自己今天这冤大头啊 就当定了 林秀本来以为 事情只是简单的碰瓷 但还没等他开口 就有几道身影 从人群外面挤进来 围首的一人大声问道 几人都身穿官差的功夫 但却不是清理丝的官差 那老者似乎早有准备 几人刚刚出现 他就哭诉道 几位大人 你们可要替小老儿做主啊 这个人撞了我还不认证 那官差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人群中显然有人是认识林秀的 放屁 明明是你自己撞的 也不睁在你的狗眼看看 这位大人是什么人 他会撞人不人杖吗 王室女子一案之后 林秀在王都的平民百姓中 也有了微小的名气 围首的那名官差 狠狠地瞪了人群中 开口的那人一眼 然后大声道 有什么事情回衙门说 把他们都带回衙门 他话音落下 便由两人上前 想要压住林秀 孙大力作为林秀的护卫 当然不会冷眼旁观 他上前一步 正要挡在林秀身前 林秀却伸手制止了他 林秀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先回去 把银子给我娘 然后我在家里等着就行 可是少爷 林秀摆了摆手 然后问那官差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不知为何 眼前这年轻人的目光 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不过 那五块还是硬着头皮道 我们是东城衙的 你放心 如果不是你干的 我们会很快放你离开的 大夏王都有四个辖区 即东南西北四个城区 每个城区有一个衙门管理 东城衙的最高官员 是东城令 大概相当于帝都东城区区长 东城区内发生的一切民事 刑事 以及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归东城衙管 只有出了人命案子时 或是案情影响过大 才会由清理司直接接手 林秀看了他们一眼 东城衙啊是吧 还愣着干什么呢 走吧 说完 他便背着手 主动向东城衙的方向走去 这东城衙的几名捕快 一脸愕然 本以为今天抓人 会遇到一些阻碍 没想到此人 比他们还要主动 他到底是去衙门呢 还是回家呀 不过只要能将他带到衙门 他们的任务啊 就完成了 那捕快也没有多想 大袖一挥 走 回衙门 东城衙 林秀一路悠哉悠哉 如闲庭信部一般 晃晃悠悠地走到了东城衙 这刚刚踏入衙门呢 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昨天在天香楼见过的 那名年轻人 微笑看着林秀 真巧 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哎呀 是有点巧啊 天香楼的动作 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很显然啊 那街头的老者 及时出现的捕快 都是此人事先安排好的 林秀看着他 你爹是谁 东城令还是东城卫 东城令是一牙主官 管理东城区诸事 东城卫呢 则为副官 装管缉拿捕道妾之事 能驱使东城牙捕快的 只有他们两人 年轻人不知可否 你倒是聪明 林秀心中了然 难怪啊 自己啊 这是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了 怎么样 一桶冰 一钱银子 你点点头 现在就可以走 如果我不同意呢 很简单 当街撞人还不认账 在衙门又突然抱起伤人 打断了这位可怜老人家的腿 简直是无法无天 一律关你一个月 不过分吧 我什么时候打断他的腿了 年轻人才一律 牙力手中接过水火棍 对着那老者的腿 狠狠地敲了下去 只听到咔嚓一声 那老者就倒在地上 发出杀猪一般的哀嚎 而他的一条腿 已经弯曲成了一种诡异的角度 年轻人居高临下地看着那老者 是谁打断你的腿的啊 老者因为疼痛而面目猙獰 他抬起手艰难地指着林秀 是他 都是他干的 林秀叹了口气 无奈地看着那老者 哎呀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老者依旧在哀嚎不止 年轻人扔下水火棍 然后看向林秀 怎么样 我刚才说的 你考虑考虑 林秀看着这年轻人 做人呢 还是善良点的好 年轻人脸上的笑意逐渐收敛 他淡淡地瞥了林秀一眼 你会改变主意的 说吧 他便挥了挥手 打了人还这么嚣张 先把他关到牢里 饿上三天再说 东城牙 林秀被带往大牢 没过多久 一辆滑贵的马车停在了林府 李总管跳下马车 急匆匆地跑进林家 林公子 林公子 快跟我走吧 别让娘娘们等急了 我家公子不在 陛下和娘娘们 可都在等着用兵呢 李总管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 他不在 他去哪里了 东城牙大牢 进去 两名御族将林秀 推进了一间牢房 然后呢 用铁链锁上牢门 恶狠狠地 看了他一眼之后 便扭头离开了 牢房当然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仅光线昏暗不说 气味也十分难闻 周围环境 充斥着一种压抑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 东城卫之子 故意安排的 林秀的牢房里 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只有一堆散乱的茅草 别说躺着了 连坐都没有地方坐 所以啊 只能站着 不过林秀一点都不慌 现在慌的 应该是 李总管吧 哎 年轻人 你是因为什么抓你来的呀 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林秀转过头 看到隔壁牢房中 关着一位牢者 他笑了笑 被人陷害 被人陷害进来的 老伯 你是怎么进来的 隔壁牢房中 那瘦弱的牢者叹了口气 哎 被那圆外占了田 我来衙门理论 没想到啊 衙门的大人 收了他的银子 牢房中跟林秀 长须短探的犯人 不止这老伯一个 有人路见不平 制止了调戏民女的权贵 然后就被抓了进来 有人摆摊 交不起衙门 补快的保护费 被没收了摊位 人也进了大牢 还有像这老伯这样 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乡绅 被对方买通衙门 遭了牢狱之灾 东城衙没有判人 重刑的权利 可找个由头 将他们打上几板子 关上一段时间 还是在衙门的职权之内的 这些人虽然互不认识 但境遇类似 对林秀也不免 多了些同病相连 问清楚林秀 得罪了什么人之后 众人更是为他担忧啊 那老者通过牢房的栅栏 将两个冷馒头递过来 年轻人哪 这两个馒头 你先藏起来 你得罪的 可是成为大人的公子 他一定不会让你好受 说不定连饭呀 都不会给你 你拿着这两个馒头 夜里啊偷偷吃 林秀没有接到两个馒头 而是笑道 放心吧老伯 我一会儿就出去了 你怎么就不听呢 这地方进来了 是那么容易出去的吗 老者话音刚刚落下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随后便是一道又尖又细 又十分焦急的声音 林公子 林公子你在哪啊 林秀挥了挥手 哎 李总管 我在这儿呢 这李总管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关押林秀的牢房前 看着被铁链锁起来的牢门 大怒道 开门 他身后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满头续汗 一把从狱卒的手里抢过钥匙 颤抖开牢门 误会 都是误会 本官是东城卫 现在已经查清 此案和公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公子现在就可以走了 这官家在其他牢房的众人 早已看得目瞪口呆啊 他说一会儿就出去 还真的一会儿就出去啊 林秀呢 却站在原地 别啊 我还没有和那老者对峙呢 大人怎么就说查清了呢 李总管早就等得心机如焚了 林公子 您就别磨蹭了 陛下和娘娘还在宫里等着呢 万一我们去晚了 陛下怪罪起来 是啊 林大人 陛下召见要紧 你们还是快些入宫 不要耽误了大事 第三十五集 东城卫现在杀了那逆子的心都有了 陛下要紧急召见的人 居然被他们抓到了牢里 他是嫌自己老资这东城卫的位置 坐得太舒服了吗 林秀看着李总管 哎呀 那倘若陛下怪罪 那就实话实说吧 我想 东城卫大人会为我作证的 不是我故意慢带陛下和娘娘 实在是被人抓进牢里 难以脱身嘛 外面 列扬当空 牢房内闷如争笼 东城卫却打了个冷战 只觉得一股凉意 从后背陡然升起 如果此事闹到陛下那里 他就完了 彻彻底底的完了 他此刻双腿发软 给林秀跪下的心都有了 他一把抓住林秀的手 林公子 林公子 您打人有大量 放下官一马 下官一定记得您的恩情 今天晚上 下官在摘月楼设宴 请林公子务必赏光 林秀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吃饭就不必了 只是令公子 打 一会儿就打 本官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这个逆子 请公子放心 我刚才听说 这里关着的很多人都是冤枉的 查 本官立刻就查 一定还他们一个公道 其余牢房的几人听到林秀这句话 脸上都露出激动之色 没想到啊 这位贵公子居然会替他们说话 林秀目光似有深意地看了东城卫一眼 然后对李总管道 我们走吧 别让娘娘们等久了 李总管已经快急死了呀 抓着林秀的手就向外跑 两人走到衙门院子时 一个年轻人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他看到林秀 先是一愣 谁放你 从来没有习过五道的东城卫 整个人居然飞了起来 林空一脚踹在年轻人胸口 将他踹飞出去 然后对着林秀 陪着笑脸 林公子 公里的事情要紧 你们快去吧 直到林秀和李总管等人走出东城衙大门 东城卫之子才缓过来 他一边揉着自己的胸口 一边解释道 爹 你干什么 抓他可是 说起这件事 东城卫就来气呀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 给老子闭嘴 陛下要的人 什么人敢留啊 东城卫又在这不成气的儿子身上踹了一脚 还不解气道 坑爹娃儿 差点害死老子 以后少跟那些人鬼混 来人 取行账来 不一会儿 衙门院子里就传来了 一声声惨叫 因为耽搁了很长时间 林秀呢 到皇宫的时候啊 正好是正午最热的时候 长春宫中 贵妃娘娘并未需任何粉袋 这种天气不管化什么状 一会儿就会花掉 身旁的宫女 虽然也热得大汗淋漓 但还是卖力的 用扇子给她扇着风 贵妃娘娘挥手打断她们 有些气闹道 别扇了别扇了 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她站在门口瞧手以盼 来了吗 一名小宫女从外面跑进来 骂了把额头的汗水 贵妃娘娘 那位公子已经来了 现在在永宁宫 贵妃娘娘猝起眉头 皇后了不起啊 皇后就可以什么事情都排在本宫前面 连每天的兵都比本宫多一倍 长春宫所有宫女宦官都实相地低下了头 有些话贵妃娘娘能说 她们却不是都能听的呀 这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几道身影 走进了长春宫 林秀啊 今天心情不错 她向来都不喜欢欺负别人 但对于想欺负她的人 也从不手软 在发现今日之事 是一个为她设下的局时 林秀就打算将计就计 套路对方一把 因为她知道 今天皇宫的兵会用完 陛下一定会再次照她进宫 皇家之事大过天呢 皇帝召见 哪怕是家里死了爹娘 也要即可进宫 不管谁想留下她 都是和皇帝作对 是抗旨 追究起来 死罪也不过分呢 任那背后之人 手眼通天如何 也不能抗衡真正的天呢 她只想站着赚钱 有人想让她跪着 也赚不到钱 对不起 办不到 而之所以林秀没有将事情闹荡 不是她不想 而是不能 皇帝才不会在乎 她是不是被陷害 对她来说 林秀呢 只是一个制兵工具 没有按时进宫制兵 就是她的失职 在明知道 要被召进宫的情况下 却没有对东承崖说出实情 让陛下和诸位娘娘等她一个人 这件事情根本经不起追查 到时候啊 固然东城卫难逃责罚 但她自己也可能招致皇帝不满 林秀和此人没有深处大恨 犯不着做这种伤敌伤己的事情 心中想着这些事情时啊 身旁又吹来一阵香风 贵妃娘娘身边的那名小宫女跑过来 从怀里取出手帕 细心地为林秀擦拭汗水 这小丫头倒也是个支恩图报的人 不枉自己上次冒着得罪贵妃的危险救她一次 为长春宫治好了病 林秀正要前往下一宫室 一名宫女走过来 贵妃娘娘传你过去 林秀微微一愣 她来长春宫三次 都是在院子里干活 贵妃娘娘对她们的态度 向来是干完活快点走 今天怎么会忽然召见她呀 不过这不是林秀能猜到 她整理了一下衣衫 跟着那宫女走进了正殿 冰箭里面已经填满了冰块 店内凉嗖嗖的 贵妃娘娘已在软榻上 有宫女将切成块冰镇好的西瓜 用牙签送进她的口中 让林秀心中不由感慨 封建社会的奢靡与享受 是后世再怎么有钱 也体会不到的 贵妃吃了一块西瓜 没有看林秀 淡淡问道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回娘娘 今日有些事情耽搁了 贵妃抬眼看着她 要本宫说呀 你干脆留在长春宫算了 这样 本宫就随时都能吃到冰镇的水果 喝到冰酿了 也不用每次都等你 林秀一时迷茫 后宫是什么人都能留的吗 如果不是情况特殊 除了太监之外 这里是不允许其他男人踏入的 否则皇帝的绿帽子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顶呢 没看到她每次进后宫 身边都跟着好几名太监 从不离开她身边半步吗 这一时啊 贵妃继续说道 你不用怕 不过就是割两刀的事情 忍忍就过去了 你来长春宫 本宫不会亏待你的 林秀猛地抬起头 不这 从长春宫出来 林秀玄之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她看得出来 贵妃娘娘真的有想把她留在身边的意思 虽然后宫的确很养眼 可也不能为了看美人 就放弃当一个男人啊 她还期望着解除婚约 然后策马奔腾呢 贵妃娘娘高高在上 她是真的觉得 让林秀进宫给的权利 就是对她的恩宠 拒绝她反而是不识抬举 还好啊 林秀适时地搬出了和赵家的婚约 表示自己还有未婚妻 贵妃才有些遗憾地 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份她心里极度抗拒的婚约 总算啊 是还有点用处 接下来 依然是一座宫殿 一座宫殿的灯门 其实林秀现在体内的元力 已经长了一倍有余 但她还是每过五座宫殿 就用一颗圆镜 免费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嘛 之后再想获得元经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走过瑞东宫的时候 一名小宫女从里面跑出来 到我们了吗 到我们了吗 瑞东宫今日要兵吗 上次林秀来的时候 明和公主没有让他们进去 所以这次李总管多问了一句 小宫女卖力地点了点头 要的要的 每两次来一次就好了 林秀看得出来 瑞东宫的兵 应该是给这小宫女用的 明和公主因为能力的原因 必定是喜热艳冷 和林秀正好相反 天气越炎热 她就越舒服 进了瑞东宫 林秀并没有看到明和公主 这让她松了口气 两人能力相克 她的实力又远胜自己 和她同处一个空间 林秀会感觉压迫感十足 蹲在井边安心地织兵 某一刻林秀忽然寒毛植树 体内的一种力量 似乎受到了什么牵引 开始飞速运转 林秀回过头 看到一位红衣少女 站在院子里 正是明和公主 林秀体内属于兵的力量 开始不受控制 脑海中有一个小人告诉她 打一架 和她打一架 当她敏锐地注意到 明和公主也握紧了拳头之后 知道她和自己 拥有同样的感受 林秀有如一瓢冷水 当头脚下 脑海中的那个小人 瞬间就被她掐死了 她不会因为冲动 就去做这种不理智的事情 与此同时 明和公主也舒展开了拳头 她淡淡地看了一眼林秀 你叫什么名字 林秀 林秀 明和公主对这个名字显然不陌生 眉毛挑了挑 不确信地问道 平安伯之子林秀 和那个女人有婚约的林秀 大厦最底层的权贵就是三等伯 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 王都还有三十多位三等伯 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全都记得 更何况是九居后宫的公主 居然连一个三等伯之子的名字都记得这么清楚 林秀对此并不意外 因为他口中的那个女人 平安伯府在王都的名气不小 谁都知道有一个平安伯家的废物公子攀上了高枝 他们呢 可能不认识林秀 但也都听过他的名字 灰公主 是我 明和公主好奇地打量着林秀 你不是没有 我的能力刚刚觉醒不久 知晓了林秀的名字之后 明和公主显然对林秀好奇心大增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林秀一番 然后摇头道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但天赋太差 还是配不上那个女人 林秀注意到 明和公主对她那位未婚妻的称呼 一直是那个女人 就像是王都大部分男人都讨厌林秀一样 王都的大多数女人呢 尤其是年轻女人 也讨厌赵家那位天之娇女 男人讨厌林秀的原因 是赵灵君太过优秀 她国色天香又天赋过人 是许多年轻男子的梦中女神 而他们的女神呢 却是别人的未婚妻 自然是夺妻之仇 乌共戴天呢 女人们讨厌赵灵君 也是因为她长得太好看 天赋又好 无论是什么大家闺秀 还是皇室公主在她面前 都黯然失色 这女人的攀比心呢 是很严重的 又有哪个女人愿意承认 自己不如别人呢 明和公主显然也是其中一个 明和公主见她表情平静 丝毫不恼 你不生气 林秀抬头看了她一眼 赵家嫡女 姿色天赋皆无双 王都五义女子等与她相比 除了只张脸 我的确没有什么配得上她的 公主说的是事实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林秀没有生气 明和公主却有点生气了 不这个混账 夸那个女人就够了 偏偏还要踩别人一脚 什么叫王都五义女子 能与她相比啊 这岂不是也将她包括在内 虽然这是实话 可她真的很不喜欢听你 明和公主恨恨地看了林秀一眼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除了长相 论地位 论天赋 论实力 没有一点配得上她 多谢公主夸奖 明和公主微微一愣 然后才意识到林秀的意思 随后她便一阵乌语 她刚才说的重点是这个吗 她的重点是说她配不上那个女人 不是夸她长得好看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林秀知道明和公主生气了 因为她原本平坦的胸口 微微有了起伏 所以她没有再开口 万一彻底激怒了她 没好果子吃的人呢 是她 她是不在乎一些事情 但也不代表别人可以 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这多多少少 就有一点侮辱的意思在里面 其实林秀该忍下的 毕竟 对方身份尊贵 两人有实力悬殊 激怒她不是明智之举 但不知道是不是体内力量的原因 只要她站在林秀面前 林秀就忍不住想和她针锋相对 有些话几乎是本能的就说出来了 明和公主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本来和此人没有恩怨 但只要站在她对面 说话就不免刻薄起来 在艺术院中 她经常与赵灵音见面 因为身份和实力的原因 他们虽然也互相看不顺眼 但谁也奈何不了谁 因此并没有什么交集 如今同样遇到了一个身居兵枝异束的 而且实力远低于自己 明和公主忍不住就想欺负她 可这林秀呢 却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 言语上她根本占不到便宜 又不能真的对她出手 明和公主平复心情之后 只能带着一肚子气离开 有源源不断的元经用来修行 林秀很快就忘记了瑞东宫的小插曲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她来到宫门口 夜色下 一辆马车停在那里 除了孙大力之外 灵音也在这里 她和林秀说过 孙大力的实力不够 所以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等她 然后送她回去 马车缓缓行驶 孙大力在外面赶车 林秀和赵灵音坐在车厢里 想到一件事情 林秀问她道 灵音 你和明和公主熟悉吗 明和公主 赵灵音文言眉头促起 你在宫里做事的时候 离她远一点 她的能力是火 和我们互相克制 她有可能会找你麻烦 林秀心道你们果然认识啊 或许也是老对头 一个兵一个火 不知道他们谁更厉害一些 于是她直接问 你和明和公主 谁更厉害一点啊 赵灵音瞥了她一眼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更厉害 赵灵音虽然很满意 林秀的回答 却还是说道 嗯 没打过 但她并不简单 我没有毕生的把握 看来两个人 是半斤八两了 不过 一个是宿命的对手 一个是亲爱的小姨子 就算实力差不多 她别的比你也差远啊 对于赵灵音而言 明和公主 绝对是一个劲敌 在艺术院 一直都有好事者 将两个人私下里比较 无论是容貌 天赋 还是实力 两人都难分高下 从来都没有人说过 明和公主 比她差远了 这样的话 赵灵音看了灵秀一眼 嗯 她哪里比我差啊 虽然你们在容貌上 各有千秋 但是她矮呀 赵灵音微微一愣 她的身材略微高条 明和公主 则相对娇小 不过 那也是相对而已 明和公主的身高 在女子之中 绝对在平均以上 没想到 在灵秀眼里 这居然 被算作矮了 不过 和自己相比 她的确是矮了点 她骗了灵秀一眼 嗯 还有呢 第三十七集 忙了一天 本来已经身心俱疲 说起这个 灵秀就一点都不困了 以一个资深海王的经验 对赵灵音解释道 还有 你比她白多了 明和公主 简直是又黑又暗 赵灵音负责白皙 和她的能力 有一部分关系 明和公主的能力是火 所以皮肤 比一般人更加红润 但怎么也算不算黑呀 又黑又矮 想不到 她在灵秀心中的形象 居然是这样 哎 还有还有 你们年纪差不多 但她就平平无奇 你比她大多了 我看起来很老吗 我不是说年纪 那你说什么 瑞东宫 已经躺下的明和公主 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心中翻涌着和人打一架的冲动 她从床上坐下来 南南道 南宫这是怎么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 林秀的生活 可谓是风平浪静 经过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天香楼终于掩齐西谷 别的酒楼青楼等 也没有人再来找她 让她能够安安静静地 赚钱和修行 背靠大树好成梁啊 那件事情过后 他们肯定也都知道了 林秀在为皇宫做事 谁要是还敢有什么小动作 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 只要这个差事再深一天 林秀就可以在王都横着走 有元经的帮助 林秀近景飞快 就连灵音都说 按照这样的趋势 或许不用等到今年冬天 她的能力就能觉醒第二次 这算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修行不断进步自然是好事 但从这些日子的修行效果来看 林秀的天赋其实并不高 需要借助元经 才能达到这种速度 倘若没有元经啊 她和那些真正的天才之间 还有很大的差距 好在别人的修行之路只有一条 林秀却有好几条 这些天来 她一直在跟着孙大力锤炼力量 孙大力对林秀表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震惊 但她脑子转不过弯啊 很容易就被林秀 以天阶艺术觉醒的副作用 糊弄过去了 半个月过去 气温也稍稍降了一些 林秀预计可能再过大半个月 摘月楼的生意啊 就没有办法坐下去了 不过这些日子下来 她已经积攒了不少银子 虽然不至于让林家 一下子大富大贵 但也不用再紧紧巴巴地过日子 如今 林秀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 甚至有些享受 她十分享受这种一家人每天在一起 其乐融融的感觉 若是再给她一次机会 林秀未必会选择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 唯一有些想念的 是那个世界的娱乐 追剧 看电影KTV 剧本沙密室逃脱 从早到晚 可以玩一整天都不重样啊 但这个世界的娱乐 却少得可怜呢 醋狙 大热天的没人会去玩这个 六鸟斗蛆蛆 她又没什么兴趣 若是有朋友啊 还可以参加一些宴会 可以前的林秀 就在府中大门不出 二门不门 根本没什么朋友 自然也没有人请她 倒是还有一项娱乐 是王东男人最喜欢的 那就是广青楼 这更不在林秀的考虑之中了 虽然林秀的灵魂 早已身经百战 可身体还是清白之深 第一次体验 当然不能交代在那种地方啊 啊不 第几次体验也不能 连明和公主都夸赞的长相 如果去了青楼 到时候到底是谁飘谁啊 怕是那些姑娘 倒贴钱都愿意啊 更何况 要是被赵灵音知道了 她的双腿啊 肯定不保 无聊啊 太无聊了 上辈子的林秀 不是在策马奔腾 就是在策马奔腾的路上 更是各大酒吧夜店的 VVVVIP用户 娱乐生活何其丰富 他也早就适应了那种生活 可现在啊 每天不是修行 就是给皇宫治病 再不找点乐子 他恐怕会被憋出病来 今天一大清早 林秀就带着孙大力和大黄 出门闲逛了 才过了半个多月 大黄整条狗 就胖了整整一圈 从之前呢 瘦骨临巡 一张皮包着骨头 变得圆润了不少 身上啊也有些肉了 林秀仔细私存之后 觉得以后出门 还是带着大黄的好 作为一条狗呢 他拥有孙大力 没有的嗅觉和警觉 可以比人类 更早地察觉到危险 林秀觉得 他当护卫 比孙大力靠谱 孙大力和大黄 跟在林秀身后 一人一狗 嘴里都叼着一只鸡腿 孙大力吃得满嘴流油 少爷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随便逛逛 待在家里 他实在是被闷坏了 出来随便逛逛也好 这两日 天气有所转凉 现在也还是早上 街道上行人不少 各种吆喝声和叫满声 络绎不绝 林秀正觉得嘈杂 忽然 一段特别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这声音软糯婉转 像是无浓软鱼 林秀曾经交往过 一个苏州的女孩子 她说话便总是软软糯糯的 让人苏到了骨子里 这声音勾起了林秀一些回忆 他不由地 循着声音飘来的方向 寻找了过去 十几步之后 林秀在一处 两层的小隔琴停了下来 小隔前的牌匾上写着 梨花院三个流金大字 这儿啊 应该是一处戏楼 因为小隔门前的一块木板上 写着这个世界流传的一些曲目名字 青楼虽然娱乐性更强也更舒服 但到底是南登大雅之堂 这也催生了戏楼 乐方 舞方的发展 林秀小时候并不喜欢听戏 电视上播放戏曲时 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换台 后来长大了 倒是觉得戏腔别有一番风味 歌单中的古风戏腔歌曲啊 多了不少 大黄在外面等着 林秀给他和孙大力买了两张票 走进了梨花院 戏楼内客人并不多 大部分座位都是空着的 一名女子穿着戏服 不知在台上唱着什么曲目 那让人听了浑身酥软的声音 就是出自于他 林秀随便找了角落里一张桌子坐下 立刻有人奉上了茶水 孙大力看着林秀 正要问些什么呢 还未开口 林秀就抬手制止了他 然后闭上眼睛 静静地听着 优美的音乐 果然可以舒缓人的心情 这声音更是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 让林秀原本烦躁的心情 逐渐地平静下来 也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那个说话同样软软糯糯 永远都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 是林秀的初恋 他们曾经很相爱 再一起三年 马上就要迈入婚姻的殿堂 可后来还是分手了 没有第三者插足 也没有双方家人的阻拦 一切的狗血剧情都不存在 仅仅只是海市山盟 轰轰烈烈的爱情 败给了柴米油盐 鸡毛蒜皮的生活 这一段深刻的感情经历 也加深了林秀对婚姻的恐惧 后来呢 他交往过很多女朋友 却再也没有一个 说着无浓软语的江南姑娘 当然 他也再没有想过结婚 那个渴望一段完美婚姻的少年 最终呢 蜕变成每月换一个女朋友的海王 一曲唱罢 林秀睁开眼睛 看到孙大力坐在他对面 抓耳挠塞的 似乎很不自在 他很快就想明白 这家伙就是一个粗人 哪懂欣赏什么音乐 让他听戏啊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林秀挥了挥手 不想听就先出去吧 晚些时候我会自己回去的 孙大力如猛大射 立刻起身道 那少爷 我在外边等你啊 林秀也没有再说什么 台上的戏子 已经开始唱第二曲了 林秀一边听那软糯之音 手指一边有节奏的 轻轻敲击着桌面 闭上眼睛 只听声音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第38集 那个世界没有让林秀 留恋的人 却有让他留恋的事 林福很温馨 赵家对他很好 可每当夜深人静 林秀总会从心底 浮现出一种孤独的感觉 仿佛和整个世界 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 对他都是陌生的 他找不到任何熟悉的感觉 就连西楼中的戏曲 也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的 不过 台上的戏子唱腔虽好 可对于林秀而言 终究是差了些什么 于是他睁开眼睛 对不远处的一名少女招了招手 一般来说呀 晶莹戏楼的都是一整个戏班 在这里端茶倒水的呢 也是戏班的小学徒 他们在这里跑上几年堂 学上几年唱腔 就可以登台现唱了 少女快步走过来 问道 公子有什么吩咐 我要点戏 要进戏楼需要购买戏票 这戏票不限时间 可以从戏楼开门 一直做到关门 但除了听戏免费之外 第一壶之后的茶水 以及糕点小时 都需要另外收费的 戏楼每天会固定安排一些曲目 如果看客愿意再多出一些钱 也可以单点自己喜欢的 不一会儿啊 就有一名老玉走上前 小呵呵地说道 嘿嘿嘿 请问公子 想要点哪一段 我们这里单独点曲目 是要额外收取二十文钱的 二十文一曲倒也不贵 林秀点了点头 我要点的曲目 你们这里没有 哎 不如你找一位姑娘 我教她怎么唱 她再唱给我听如何 林秀此言一出 老玉看她的目光 便带上了一些警惕 随后便摇头她 抱歉 公子 梨花院只能点 姑娘们会唱的曲目 林秀想了想 我可以加钱 这不是钱的事情 林秀将一定银子拍在桌面上 老玉猴头动了动 瞬间转过头大声道 姑娘们都过来 梨花院 几名女子站在那老玉的身后 目光好奇地打亮着 坐在桌前的年轻公子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位公子出手固然大方 但也是有条件的 她不听楼里的曲目 而是要教他们唱 再让他们唱给她听 虽然以前没有过这种事情 但只要银子给的多 大家也不是不能唱吗 问题在于 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提出 这种奇怪的要求 他们都在担心 面前这位俊俏公子 对他们图谋不轨 到时候会做一些轻薄的事情 虽然他长得俊俏 但他们也都是清白人家 和清楼那些以色于人的女子 不一样啊 场中沉默了许久 才有一名女子上前一列 我来吧 林秀注意到 她就是刚才在场上 唱曲子的那位姑娘 虽然她脸上画着浓浓的西装 但从脸性和美眼来看 应该啊 也是一位美人 这女子站出来后 身旁立刻有人拉住她 彩衣 你可想好了 这银子哪里是那么好转的 名叫彩衣的女子微微一笑 没事的 不过就是学唱一首新曲罢了 不用担心 随后 她对林秀 盈盈虚了一礼 公子 请随我来 梨花院一楼是大堂 还有客人在这里听戏 她被林秀一人读唱的话 自然不能选在这里 楼里有专门的雅阁 便是为客人单独点曲儿而准备的 林秀跟着她上了二楼 走进一处雅致的阁间 忽然问道 姑娘难道就不怕我同谋不轨 她当然看得出来那些姑娘的顾虑 她们是将自己当成前来烈焰的顽固子弟了 所以才没有一个人答应 彩衣姑娘轻轻一笑 别人会 但公子不会 林秀有些诧异 为何 虽然她一身正气 但也没有将好人两个字写在脸上啊 那日清理私审案 彩衣就在外面观看 公子不畏强权 高风亮节 让彩衣十分佩服 林秀恍然大悟 随后也只是笑笑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吧 林秀先是哼唱了一小段曲调 她本以为需要多哼几次 她才能学会 没想到 只听她哼唱一遍 这位名叫彩衣的姑娘 就可以用骨针精确无误地弹出来 林秀心道 果然是专业的呀 这几两银子 花得值得 灵音对她的评价是勤俭 其实她对林秀啊 有所顾会 她花钱很随性 向来不问贵不贵 只看值不值 她会在路边摊 吃几文钱的面 也能在这里呀 听几两银子的曲儿 一切呀 只看心情 一刻钟之后 林秀看着彩衣 记住词曲了吗 嗯 记住了 刚才这位公子 给了她一段新的词曲 有些曲调 甚至不在五音之列 唱法也和主流的 全然不同 是一种 她从来没有听过的 片门唱法 彩衣不知道这位公子 为何要她这样唱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客人付了银子 他们呢 便要满足客人的要求 公子 那我开始了 林秀微微点头 不多时 便有悠扬的戏腔 在林秀耳边响起 一曲吧 林秀睁开眼睛 轻轻吐了一口气 她终于找到那种感觉了 这是林秀要的那种感觉 也是对她而言 她刚才的戏目中 缺少的感觉 能在这陌生的世界 听到熟悉的音乐 对她的内心 无疑是很大的慰藉 林秀心中的那一份孤独感 在这一首赤铃中 被逐渐驱散了一些 她对眼前的女子 拱了拱手 多谢采姨姑娘 公子客气 这是采姨应该做的 今日还有钥匙 改日再来听姑娘唱曲 是 公子慢走 等到林秀离开梨花院 她脸上才浮现出 一丝好奇之色 这一首偏门的曲子 她以前从未听过 似乎是这位公子独创的 她看得出来 这首曲子对她来说 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意义 但这曲词又分明 是说他们灵人的 一时间 采姨对于这位公子 心中生起了无限好奇 今日之后 除了和林音修行 去皇宫职兵之外 林秀又多了一件事情做 戏楼听曲 这个世界的娱乐方式 本来就不多 别的林秀都不怎么感兴趣 唯独对听曲 情有独钟 第二次来梨花院的时候 才一不在 林秀便随便点了 另一位姑娘 只是让她失望的是 那位姑娘的乐感 显然没有采姨那么准 林秀教了好几遍 她还是频频跑掉 无奈之下 林秀只好又换了一人 新的姑娘 虽然乐感准了 但却怎么都唱不出 林秀要的味道 这个时候啊 林秀才意识到 采姨姑娘的声音 似乎可以植入灵魂 有着任何一位灵人 都无法代替的特质 接连两次 采姨姑娘都不在 林秀再一次来的时候 直接问梨花院的班主 也就是那老玉 哎 请问 采姨姑娘去哪了 采姨病了 病了 哎 严重吗 哎 已经卧床好几天了 我能去看看她吗 老玉看了看林秀 犹豫了片刻 最终点头 公子请随老身来吧 片刻后 梨花院附近的一条身像中 梨花院班主 推开一个院子的门 对林秀道 就是这里了 院子里还有几位 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 有的练习唱枪 有的在翻跟头 应该也是梨花戏班的 第三十九集 班主带着林秀走到里面 一处房间 刚刚走到门口 便听到了一阵咳嗽的声音 林秀走进房间 躺在床上的一名女子 看到她 挣扎着起身窘迫道 公子 您怎么来了 此刻的她 未施粉黛素面朝天 如破的青丝 随意披散在肩上 容貌和林秀猜测得差不多 戴眉青丝 杏眼穷鼻 也是极美的女子 只是脸色和嘴唇 都有些苍白 让她平添了几分 柔美和可怜 见她强撑着身体坐起来 林秀莲猛道 哎 采医姑娘不必起来 我这几日去西楼朝你 你都不在 班主说你病了 我去来看看你 让公子挂念了 看过大夫了吗 早就看过了 可吃了几副药 细天也不见好了 林秀和采医姑娘 虽然没有那么深的交情 但却只有她的歌声 能抚平她心中 时而出现的孤独和寂寞 也不能看着她 一直病下去 我有个朋友 是宫中的太医 我请她来帮你看看 应该很快就能痊愈 采医一个戏子 怎么敢劳烦太医呢 林秀摆了摆手 她人很好 没事的 你先休息 我去去就回 说吧 她便转身离开 房间内班主看着采医 似笑非笑的 你生病这几天哪 这位公子 可是找了你好几次 还要请太医来为你诊治 把城市看上你了 采医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红韵 班主 您别乱说 公子可能 只是喜欢听我唱曲罢了 班主笑了笑 这可说不准 宫门口 林秀出示了腰牌 然后进入前宫 她说的太医朋友啊 自然就是双双姑娘了 这次去太医院找她 一来是为了采医 二来 也为了和双双姑娘 增紧一下友谊啊 她的能力 林秀实在是太渴望了 人生在世 谁还没个头疼脑热 发烧感冒啊 就算不为别人 为自己和家人 得到这个能力 也是很有必要的 来到太医院后 林秀发现门口没有人指手 直接走进去 本想找个人问问 双双姑娘在不在 没想到 还没迈进太医院的门 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么大的太医院 这么多太医 连一个能指南南的人都没有 你们说 朝廷养你们有什么用 太医院中 十几名太医站成一排 纷纷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大气也不敢喘 雍容华贵的贵妃娘娘 气得胸口起伏不止 头上的布摇 一晃一晃的 林秀一只脚 已经迈进了太医院大门 心中暗道不好 贵妃娘娘居然在这里啊 而且看上去正在气头上 现在时机不对啊 还是仙彻为妙 没想到 一名太医余光看到了有人进来 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门口 不看还好啊 她一抬头 贵妃娘娘注意到她的举动 下一句的回头一撇 然后大喜过望 林秀 你来得正好 你快来看看 看看本宫的南南怎么了 想要逃跑 却被贵妃娘娘看到 林秀真一阵头大 但事已至此 她只能硬着头皮上来 她走到院子里 先对贵妃拱了拱身 见过贵妃娘娘 免礼免礼 你快看看 南南怎么了 贵妃对她的宠兽 还真的在乎 不惜亲自来到太医院 林秀暗叹一声 走到抱着宠兽的 双双姑娘身前 娘娘的宠兽怎么了 双双姑娘轻叹一声 不知道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 她就不吃不喝 也没有一点精神 可是我检查过了 她身上没有伤口 体内也没有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让御医给动物诊治 还真是难为他们了 林秀伸出双手说道 我来看看吧 双双姑娘小心地 将宠兽递到林秀怀里 然后就将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林秀身上 她想要看看 林秀是怎么为她诊治的 林秀将这宠兽抱在怀里 发现她一动不动 宝石般的眼睛中 也没有一点光彩 这显然是不正常 林秀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碰了碰她的鼻子 这小家伙看也没看她 有气无力道 别碰本公主 本公主算着呢 当然 在贵妃娘娘和御医们听起来 这不过是几声喵喵喵而已 林秀继续逗弄着她 虽然她能听懂这小家伙说话 但她呀 却听不懂林秀的话 只有让她多说几句 林秀才有可能知道 她哪里不舒服 众人只看到 在林秀不断的逗弄下 贵妃娘娘的宠兽 不断发出哀鸣 贵妃娘娘看得心都快碎了 但出于对林秀的相信 她还是忍到现在 才忍不住开口道 怎么样 看出什么来了吗 林秀停止了逗弄 她已经得到了 她想知道的一切 人人都羡慕宫里的妃子 但真正让他们 幽居深宫 一住就是数年 甚至数十年 恐怕没有几个人受得了 历代皇帝的宫中 许多妃子 就是这样郁郁而终 人如此 动物也一样 林秀以前 曾经看过很多类似的新闻 动物园中的 很多动物 忽然变得无精打采 不爱活动 食欲减退 甚至脾气暴躁 绕着固定的路线 转圈圈等等 这其实是抑郁症的表现 很显然 贵妃娘娘的宠兽 也抑郁了 上次林秀就得知 她是从七夕地 被抓来王都的 离开父母亲人 离开同伴的同事 也失去了自由 被困在一座小小的宫殿中 和那些动物园的动物 有什么区别 出现抑郁的症状也难免 林秀看着贵妃娘娘 回贵妃娘娘 学生已经找到了 灵宠的病因 贵妃娘娘脸上浮现出喜色 真的吗 奶奶怎么了 娘娘娘的宠兽抑郁了 贵妃好看的眉头促起 显然并不明白 什么是抑郁 林秀想了一会儿 回娘娘 这灵兽被从出生的地方 抓到一个陌生之处 平日里啊 能活动的地方 也不过就是长春宫的一片天 久而久之呢 心中便会机遇难平 蓄体表现在不吃不喝 无精打采 不爱活动 直至死亡 林秀说完之后 贵妃娘娘没有回应 而是目光正正地望着某处 陷入了失神之中 片刻后 她才回过神来 然后问林秀 那 男男的病 有救吗 林秀私存片刻 倘若娘娘允许 可以让人将宠兽带出宫去 现实一下更加广阔的天地 如此一来 她的病情应该会有所好转 贵妃娘娘微微点头 然后 对身后的小宫女道 玲珑 你们带楠楠出宫半日 本宫有些乏了 先回宫休息了 说完 在几名宫女的跟随下 她有些异性阑珊地 离开了太医院 林秀注意到 在她说完这灵兽的病情之后 贵妃娘娘的情绪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或许 她是想到了自己 她虽然贵为贵妃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与那只宠兽 并无区别 给贵妃娘娘的宠兽治病 太医院自然也要有人跟随 这个人 理所当然的是白双双 同时 林秀也得一路跟着 另外 还有几道人影 远远地跟在她们身后 应该是贵妃娘娘 派来保护灵宠的 她对这灵宠这么宝贝 肯定不放心 只让一个小宫女 将她带出宫了 第四十集 那位叫做玲珑的宫女 就是林秀 在长春宫救过的小姑娘 她抱着那宠兽 脸上也满是兴奋和激动 自从进宫之后 这还是她第一次出宫 连走路都是一蹦一跳的 路上 林秀感慨道 贵妃娘娘好像很喜欢 这只灵兽啊 贵妃是真的宠爱这只灵兽 让林秀产生了一种 人不如兽的感觉 那是当然啊 那是贵妃娘娘的母亲 去世前送给她的礼物 娘娘可宝贝着呢 她生病的时候 娘娘连饭都吃不下 林秀不知道这宠兽 还有这种来历 如此便说得通了 母亲留给贵妃娘娘的遗物 她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也不奇怪 这时 白双双也好奇地看向林秀 林公子 我知道 人若是失去了自由 长期并避在一处单一的环境中 会有治愈的倾向 动物和宠兽也会有吗 林秀点了点头 当然 动物也是有灵质的 这些宠兽的灵质更高 有些人类会患的病 它们也会患上 不信你看 出宫之后 它不就变了一个样子吗 玲珑和白双双的注意力 都在林秀身上 听她说完 立刻看向了 玲珑怀里的宠兽 只见不知什么时候 这灵兽的眼睛中 有了神采 正卧在玲珑怀里 只探出一个脑袋 动张希望地望着周围的一切 看起来精神多了 真的好多了 白双双惊叹一声 然后崇拜地看着林秀 今天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多谢林公子 我也有很多地方不如你 以后多多交流 曲长补短就是了 对了 双双姑娘 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林公子不用这么客气 你已经帮我两次了 有什么事情直说便是 林秀微微一笑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是我有一位朋友病了 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 能不能请你去为她 诊治诊治 白双双露出笑脸 这算什么请求啊 大夫本来就是要救人的 你的那位朋友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他们出宫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贵妃娘娘的 宠兽散心 倒也无所谓去哪里 很快的 林秀将他们带到 彩衣居住的地方 白双双握着彩衣的手 不消片刻 彩衣苍白的脸色 就变得红润 她从床上坐起来 惊叹道 太神奇了 我感觉 我感觉身体已经完全好了 那是自然 双双姑娘可是 太医院的太医院 又岂是浪泽虚名啊 好了 你大病出狱 还需要好好休养 过两日我再来看你 离开了彩衣的住处 林秀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逛街 这小东西果然是在宫里被憋坏 在皇宫的时候 无精打采 出了宫 立刻就生龙活虎 如果不是有一条绳子拴着他 恐怕早就不知道 飞到哪里去了 林秀懂得他的自言自语 所以他很清楚 他想要去哪里玩 想要吃什么 每次都无声无息地顺着他 这更让这小家伙的玩心 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表现无比活跃 哪里还有在宫里是萎靡不振的样子 白双双心中称其不已 看向林秀的眼神中 钦佩和仰慕之色更浓 他很清楚 如果没有了艺术能力 他什么都不是 而很多情况下 艺术并非无往不利 例如这两次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 而成为名医并不容易 他要向林公子学习的 还有很多呀 林秀觉得 自己有成为训兽师的前置啊 当初怎么没有建议海棠姑娘 去干这一行啊 他后来 好像是打算卖豆腐来着 在这个世界 有权有势的人家 养龄宠的 那可是不少啊 那些人根本不在乎钱 这一行绝对暴力啊 比治兵还暴力 不过 以前不能听懂动物说话时 干训兽师倒也没什么 但看到贵妃娘娘 宠兽抑郁的样子 林秀的念头就发生了动摇 做训兽师 不如做兽医好了 根据林秀的了解 兽医这个行业 这个世界好像是没有的 这古往今来 只有专门医人 哪有专门医兽的呀 虽然有一小部分人 如海棠姑娘一样 可以听懂兽语 但可以听懂动物的话 不代表可以给他们治病 如果不是贵妃娘娘的 宠兽恰好换的是抑郁 林秀对此也毫无办法 但只要他得到了双双的能力 立刻就可以持正上岗了 林秀已经决定了 如果以后家里没钱了 他就在王都开一家医馆 只医兽不医人 到时候还不是赚钱如抢钱 对了 那时可以把海棠招进来 还能避免有人怀疑自己 第二日 林秀再次去皇宫治兵 来到长春宫时 看到贵妃娘娘抱着的宠兽 精神比昨天好太多了 贵妃娘娘显然心情也不错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这主子高兴啊 下人们自然也不用如履薄冰 整个长春宫的气氛 都明媚了许多 贵妃抱着林宠 用打量人才的目光打量着林秀 再次问道 你真的不考虑进宫 谢娘娘太爱 学生乃是家中独子 家里还要依靠学生传宗接代 恕学生难以从命 贵妃娘娘遗憾地叹了口气 却也没有再坚持 既然你不愿意 本宫只好赏你一些别的了 从皇宫出来 林秀手中又捧了一个锦盒 赵灵音靠在马车旁问道 什么东西啊 林秀将锦盒随手递给她 贵妃娘娘赏赐的 我用不到 送你了 贵妃娘娘也真是大方 两次赏给林秀的东西 都价值不菲 不过这也不奇怪 但凡宫女的东西 又哪有寻常之物啊 公妃每月 从内务司领取的阅历有限 不可能赏她几百上千两银子 但名贵首饰却不赏 赏赐起来都不带心疼的 赵灵音打开锦盒 下一刻便觉得眼睛被晃了晃 盒中是一只翠绿的玉镯 半透明的玉镯质地细腻 均匀鲜艳艳 没有一点杂质和裂纹 显然是玉中极品 比起上次那只金钗更为珍贵 赵灵音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但又担心现在的拒绝了 林秀转头就将此物送给别的女人 于是她收下锦盒解释道 嗯 我替姐姐收着 随你 她只是不喜欢欠人人情 灵音对她的好仅次于平安博夫妇 一只金钗偿还不了她的情 所以有什么好东西 林秀第一时间想的都是给她 至于她会怎么处置 她便管不着了 第二天不用去皇宫 林秀吃过午饭 就和孙大力溜达着出了门 梨花院二楼的雅阁内 林秀看着采姨问道 采姨姑娘 身体好些了吗 多谢公子 采姨已经痊愈了 你要是真谢我的话 就别让班主收我那么多银子了 要是每次来听曲儿 都要花几两银子 我可就真的听不起了 采姨言嘴轻笑 上次的银两 足够公子这个月天天都来了 下一次 若是公子想听曲儿 来楼中找我便是 我不收公子的银两 林秀琢磨着 怎么青楼女子 不收她的钱 妻子凌人也不收 她莫不是什么时候 觉醒了白嫖的能力 片刻后 采姨望向林秀 公子 今日还是听那曲赤铃吗 林秀摇了摇头 啊不 今日我再教你一首新曲 叫做探窗 小半个时辰后 当采姨最后一句唱棒 林秀缓缓睁开眼睛 采姨的声音 动听而又深入灵魂 听她唱歌 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甚至让林秀有点上瘾 采姨不知道林秀听曲儿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她将这曲目唱给姐妹听的时候 她们并未觉得哪里出彩 也只有眼前的公子 能陶醉其中 第四十一集 四十 楼下 几名年轻人大步走进梨花院 其中一人道 采姨姑娘呢 快让她出来 都好久没听她唱曲儿了 梨花院班主连忙迎下来 一脸歉意地说道 几位公子稍等 刚刚有一位公子点了采姨 等她出来 我马上就让她给你们唱 嘿 吴兄 她让我们等 不知道是哪家公子 这么有面子 让我们这么多人等她一个 看来人家是没将吴兄放在眼里呀 听着众人的言语 吴清皱了皱眉 他倒不是恼怒这戏楼的班主 而是身旁的这些酒肉朋友 他吴清又不是什么超级二世祖 不过是有一个在衙门里当差的老子 这王都不用将他放在眼里的人 怎么着也得有千八百个吧 在这种地方 敢不分情况逞威风的 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只不过 这里并不是王都的繁华区域 附近住的不是平民 就是有几个小钱的商人 一般有权有势的人 不会来这种寒酸的小戏楼 他倒也不用太过谨慎 而且他已经看过了 戏楼门口没有护问 戏楼里面也没有 更是说明这里没有什么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既然如此 他便没有什么好顾虑了 这半个多月来 他一直在家养伤 早就憋了一肚子祸 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若是牵连到谁了 只能怨他自己倒霉 他对班主冷哼一声说道 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面子 二楼雅阁 林修正准备再叫采一一首歌 雅阁的门就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这里的门是没有锁的 为的是防止不规矩的客人 在里面对戏楼的姑娘做些什么 一般没有意外情况 也不会有人随意闯入 这次显然是有意外情况 几名年轻人站在门口 似乎来者不善 站在最前面的 正好是林秀认识的 吴清看到房间里的林秀 是脸都被吓白了 上次因为他 他被老爹暴揍了一顿 在家足足养了半个月的伤 今天才商与出门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啊 此人是在皇宫挡差的 那天宫里的太监总管都找上东承崖了 他老爹也差点棍帽不保 为了八戒一个一等侯 差点得罪了当今陛下 知道真相之后 吴清甚至觉得老爹打得轻了 他是真的赢的 明明知道不久之后 陛下就会找他进宫 他还故意被抓到东承崖 让宫里的总管找不到他 那件事情如果闹大 自己的脑袋保不保得住还两说呢 一想到这件事情 他的双腿就开始发软 从那以后啊 吴清这心里啊 对林秀就充满了警惕 要是再次招惹到他 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阴死 林秀看到东承卫之子站在门口 许久未动 主动站起身 哎呀 又是来抓我去衙门的 吴清立刻攻身 不好意思 做错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呀 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下了楼梯后 吴清拔腿就跑 也不顾自己重伤出狱 一旦动作幅度过大 屁股就钻心一般的疼啊 而跟着他来到这里的人呢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没有了主心骨 他们也很快做鸟兽散 林秀看着跟着上来的班主 疑惑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班主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试探地问林秀 敢问公子 您 您是京城哪一家的大人物 无名之辈 不足挂齿 你说笑了 说笑了 一个无名之辈 又怎么会认识太医 一个无名之辈 怎么会让东城魏家的公子 看一眼 就吓得落荒而逃 只是林秀不说 他也不敢多问 林秀知道班主不信 但他说的是实话呀 王都这种地方 最不缺的就是权贵 落魄的权贵 别人连听都没听过 不是无名之辈是什么呀 他只不过是借着皇宫的大旗 狐夹虎卫了一次而已 被人扰了兴致 林秀也没有了听取的心思 和彩仪告别之后 便离开了戏楼 二楼雅阁中 那班主看着彩仪说道 姑娘啊 这位公子显然不是一般人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我看到出来 他和那些顽固子弟不一样 说不定这就是你飞上枝头 变凤凰的机会 彩仪只许微微一笑 我哪有那个命啊 自己的命 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想我当年 算了 当年的事 不提也罢 班主 还是不要乱说了 公子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的 像他们这种灵人 最好的结局 也不过是被有钱人家看上 迎进门去做了窃士 后半生有个容身之所 这位公子生得俊俏 为人正直 又懂得体贴人照顾人 能有这样的依靠 自然是极好 哪怕是唯必唯妾 他也是愿意的 只可惜他看得出来 对方对他无意 从未有过一次 余据之举 近日之事 更是说明 他的身份尊贵无比 他根本不敢高攀 转眼间 林秀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一跃有余 昨天夜里 王都下了一场雨 今天早晨 天气就变得凉快了许多 这一场秋雨 一场凉 这场雨过后 天气应该是再也热不起来了 王都的百姓 自然是欢欣喜悦 过去一个月 王都遇到了数十年不遇的 酷暑天气 如今呢 终于是不再受那炎热之苦了 按照惯例 林秀今日是要进宫的 所以他早早的就来到了摘月楼 这一次 摘月楼掌柜没有让他治兵 而是让下人 放上了一个木盒 林秀明白了他的意思 天气已经转凉 摘月楼 自然也不需要他来治兵了 这一百两是最后的酬劳了 林秀很干脆地收下这一百两 合作愉快 希望明年还有何公子合作的机会 林秀轻轻一笑 明年 明年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今年突如其来的酷暑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连皇宫的储兵都早早地用光 除了摘月楼外 各大店铺的生意 不知道受了多少影响 这吃一倩 掌一炙 为了避免相似的情况 明年再出现 今年冬天 他们一定会报复性地存兵 明年 必然不可能再出现 兵源紧缺的情况 回了林府 林秀轻点了这一个多月来的收获 一个月前 林家已经落魄到 需要主母当掉手势 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境地 现在摆在箱子里的白银 就有差不多一万两 这都是林秀这一个月赚的 一万两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王都的顶级权贵 却是不值一提 这点钱 只能买得起王都繁华地带的 一个小院子 周云将林秀叫到一边 想了想 秀儿 你要和你爹商量了一下 打算在东城给你买一个院子 到时候 无论你是去艺术院 还是去清丽丝 都方便一些 林家住的地方距离皇宫很远 即便是乘坐马车也要不短的时间 不仅如此 西城区远离皇城 治安也是天差地别 正因如此 那刺客才将动手的地点 选在了林家附近 林秀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但一万两银子 在东城根本买不到什么好宅子 不够他们一家人居住 母亲的意思是 他们还是住在这里 让林秀一个人住在新居 可林秀已经习惯了家的感觉 这个家里有人和他吃饭 有人陪他说话 有人关心他 照顾他 新宅子对他来说 毫无意义可言 更何况 用这些银子买了宅子 林家又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窘迫 他摇了摇头 娘 不用了 我住在家里挺好的 天气凉了 陛下应该也不会再照我进宫 以后也就不会回来那么晚了 银子似乎怎么赚都是不够的 以前林秀就不会想着 在皇宫附近买房子 如今他算是发了一笔横财 可想买的东西还是买不起 看来啊 他是时候认真考虑一下 在王都看一间受医院的问题了 林秀以为今天李总管不会来 但午饭之后还是见到了他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 两人已经很熟了 李总管拍了拍他的肩膀 唉 这鬼天气 终于凉快些了 今年再最后进宫一次 以后就不用去了 林秀文言 心中略微有些遗憾 近些日子 在圆京的作用下 他的实力在飞速提升 只需要再进宫几次 应该就能第二次觉醒 可惜啊 天不遂人愿 失去了圆京的加持 这个时间恐怕还要延后几个月了 这一个月来 林秀对于后宫已经非常熟悉 那位宫里住着什么妃嫔 每一位妃嫔又是什么脾气 有什么忌讳 他都一清二楚 这些都是李总管告诉他的 为的就是怕林秀 说错话办错事 得罪了他们 给自身招致祸短 今日呢 依旧是按照惯例 从皇后娘娘那里开始 按照妃嫔的刺猬 挨个宫殿上门 和第一次不同啊 林秀这次来到贵妃娘娘的长春宫时 她还例外的赏赐了她两块西瓜 贵妃娘娘的脾气不太好 这在后宫人尽皆知 或许啊 是因为林秀两次治好了她的爱宠 她对林秀还是有些特殊的 再一次走进淑妃娘娘的宫中时啊 林秀有些意外 平时来千秋宫 院子里只有几位宫女和宦官 今日呢 则多了不少身影 人群最前方 淑妃娘娘和一名中年男子 站在一起 正在欣赏着花坛里 一层盛开的菊花 林秀的视线 在中年男子身上扫过 不得不承认 此人长得很英俊 比起自己也不遑多让 而且 因为年纪的关系 他身上还有一种 林秀没有的成本 这是属于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 是对女子全年零段通杀的魅力啊 但林秀很清楚 眼前的男人只喜欢少妇 毫无疑问 除了林秀以外 能在后宫出现 还能和淑妃娘娘站在一起的男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夏皇帝 李总管快步上前跪在地上 恭敬道 奴才参见陛下 林秀也上前一步 拱手拱身 陈参见陛下 大夏皇帝显然知道林秀 看着他说道 你就是平安博之子吧 这一个月来 辛苦你了 你想要什么赏赐 可以和朕提 林秀还是知道规矩的 文言再次攻身 回陛下 陈乃艺术院学子 使朝廷俸禄 为陛下分忧 是陈的分内之讯 陈不要赏赐 身旁的李总管 扯了扯他的衣袖 林公子 陛下向来功过分明 有功必赏 有过必法 你想要什么赏赐 可以直接和陛下说 林秀心中郁闷呢 哪有这样个人赏赐的呀 他又不知道皇帝的心理底线 万一要得中了 他不给怎么办 让皇帝下不来台 倒霉的还是自己呀 而万一要得轻了 自己岂不是亏了 林秀心里陷入了两难 要说他想要的 还真有 他想要靠近皇宫的 一座大宅子 父母下人搬过来 都能住得下的那种 平时无论是去艺术院 还是清理厅 都不用走那么久 但这样的宅子 价格可不便宜 他不知道皇帝会不会给 时间看似只有一瞬 但林秀心中 已经盘桓无数次了 最终啊 还是选择放弃 可惜是可惜了点 但好在不会说错 这时 淑妃忽然看下皇帝 陛下 依臣妾看 不如送他一座 皇城附近的宅院吧 陛下喜欢冰镇的酒酿 到时就能随时召他进宫 不用等那么久 夏皇想起来 每次他召林秀进宫 的确要很长时间 文言点了点头 还是淑妃考虑的周到 朱吉 你去内务司查一查 挑一座距离皇宫近的院子 赐给他 他身后的一名宦官道 遵旨 林秀还愣在原地 没有缓过神来 被李总管再次扯了扯袖子 才反应过来 恭声道 臣谢陛下赏赐 他心中狂喜 赚了 这次赚大了 淑妃娘娘一句话 就为他省去了几万两银子 几万两 得赚多久才能赚到啊 他简直爱死淑妃娘娘了 站在夏皇身旁的淑妃 忽然没来由地笑了出来 夏皇转过头 疑惑问道 爱妃怎么了 淑妃掩着嘴 似是无意瞥了林秀一眼 强忍住笑意 没什么 臣妾只是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情 这宫里的人 办事就是利索 半个时辰之后呢 林秀就拿到了东城一座宅子的房契和地契 宅子不大 标准的三进四合院 和林府面积差不多 但地处皇宫附近 周围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 价格抵得上林府的十倍还多 说起来还真是巧了 他正好缺一座宅子 皇帝就送了他一座宅子 这一个月虽然每天都被他的后妃剥削得一滴不剩 但却是值得的呀 平安伯夫妇得知此事自然大为喜悦 立刻吩咐下人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林家以前就是住在东城的 只是后来没落了 连生活都无以为绩 只好变卖了宅子 搬到偏远的西城去 如今啊 也算是重回故地 等到家中重要的东西都搬过来 添置完新家具 又将整个宅院都打扫了一遍 已经是三日之后的事情了 此时距离艺术院开院也只剩下两天 艺术院每年会有两次长假 让学生们回家探亲 分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以及年节前后 等到开院了 院内便会相应地开设一些课程 供学子们自由选择 对此 林秀心里早就有了打算 艺术的修行没有捷径可走 他跟着灵芸修行就好了 这方面艺术院帮不了他太大的忙 也不会花费时间和资源 去培养一个皇字院的学生 像林秀这种不被重视的学生 留在艺术院唯一的作用 就是等待他们的能力 哪天能被朝廷用上 就比如林秀 过去的一个月 要不是他皇帝的那群后妃有的兽啊 开院之后 林秀打算系统地学习一下武道 他有力量艺术在身 修行武道可以事半功倍 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 到现在啊 林秀还不知道到底是谁想杀他 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他的实力每提升一分 便多一分自保的能力 此外 林秀迫切期望开院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希望广交朋友 新朋友越多 新能力就越多呀 他体内的那股力量 已经饥渴难耐了 两日之后 恐怕空前的时间就不多了 这两天又忙得够呛 林秀打算放松放松 他放松的方式 自然是梨花院听曲啊 梨花院 孙大力坐在戏楼外的台阶上 脸上的表情很是忧愁 少爷最近很喜欢来这里 而且每次都找一个戏子 还每次都上二楼 也不知道两个人在房间里干些什么 作为护卫 他本不该管少爷的事情 可他在林府多年 早就将这里当成家一样了 少爷和赵家有婚约 还整天跑到外面 沾花惹草 这要是被二小姐知道了 可不得了啊 他不知道要不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老爷和夫人 告诉吧 那就背叛了少爷 不告诉吧 万一 少爷 沉迷下去 对于赵家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就在孙大力心中 犹豫难绝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孙大力抬起头 看到走来的女子时 头皮顿时有些发麻呀 她立刻拍了拍屁股站起来 二小姐 我走累了 就在这坐着歇会儿 吃一劲长一智啊 这一次 她的眼睛没有看向戏楼乱瞥 但赵灵音 还是看向了梨花院 林秀在里面 孙大力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心中祈祷 少爷最好只是在里面听曲 要不然呢 今天可能一顿毒打 是免不了的呀 梨花院 二楼雅间 彩衣捏着免花纸 连步轻移声音弯弯 他唱着他相遇不知 一步一举是相思 还下人肩膀阵体力 不曾忍太伤求相识 财姑娘本就是戏子 戏腔也最为动听 碰巧 林秀上辈子也很喜欢 古风戏腔歌曲 于是啊 便多教了他几首 听着听着啊 林秀脸上浮现出了疑惑之色 梨花院中 擅长的凌人不少 可却没有一个人的声音 有他这种 植入灵魂的感染力 起初林秀觉得 是他的唱功了得 但听多了之后 林秀逐渐意识到 问题似乎 不是出在唱功上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彩衣姑娘 你可是觉醒了一术 彩衣面露迷茫 随后摇头道 啊 没有啊 林秀犹豫片刻 彩衣姑娘可否先出手 让我为你植卖一番 植卖嘛 其实是林秀的借口 是否觉醒了一术 也无法通过 植卖得知 但他总不能说 彩衣姑娘 可否拳手出来 让我摸一摸呀 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 可能认为 她是那种不正经的人 虽然她的确不正经 但此刻 真的没有一点别的心思 彩衣并未多想 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 她和眼前的年轻公子 已经见过了太多次 她很清楚 她不是会趁机 占自己便宜的人 冒昧了 林秀对她说了一句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 放在了彩衣的手腕上 两人肌肤相处的那一刻 林秀的心里啊 就有了答案 果然 她体内的一股力量 自动进入了彩衣体内 并且开始复制她的能力 如果不是林秀突发奇想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体内还有这样一种能力 世间艺术无数 并非所有的艺术 觉醒后啊 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比如 力量的增长 或是能制造冰块 听懂动物的话等 有些艺术啊 初期表现十分隐晦 如果林秀没有猜错的话 彩衣姑娘觉醒的 应该是音质艺术 这种能力 初次觉醒时 只表现在声音的蜕变 觉醒这种能力的人呢 声音会变得十分好听 所唱的曲子啊 自然也有一种 别人无法模仿的韵味 林秀在艺术院看了不少书 书中记载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少明灵 都是音质艺术的拥有者 不过 此艺术的上限不高 历史上有记载的 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啊 能力最多觉醒了三次 像是冰火雷和力量艺术 都是有明确的修行之法的 通过不断磨练自己 不断超越自身极限 就能一次次觉醒 但像授予这种能力 应该怎么修行啊 因为无法修行 所以无法多次觉醒 音质艺术也是这样 纵然林秀知道 这个艺术拥有极高的上限 音波的力量 不亚于任何天阶艺术 但没有修行之法 自然也没有人 能将它们修行到那个境界 除非拥有这种能力的是它 别的艺术师呢 只有一条路能走 这条路若被毒死 便没有任何办法 但林秀不同啊 一条路不通 它可以走另一条 反正觉醒的本质 是原力的质变 它将冰之艺术 觉醒三次 在使用授予能力时 可以调动的 也是三次觉醒的原理 不知道那时候 这项能力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此刻林秀还不知道这些 因为从来没有人 将单一的授予能力 修行到那种程度 同样的 如果拥有 因之异术的是林秀 这种能力的上限 就会被大大提升 林秀想到了包租婆的虚后宫 那威力可一点都不小啊 正当林秀盘算着 怎么得到彩衣的能力时 此处雅尖的门呢 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赵灵音一推开门 就看到林秀 在摸人家姑娘的手啊 不林秀真的服了 灵音难道就没有 自己的事情吗 怎么在哪儿 都能遇到她呀 赵灵音大步走进来 盯着林秀和彩衣的手 你在干什么 林秀喉咙上下动了动 如果我说 我是在给这位姑娘把脉 你信吗 赵灵音脸上寒霜一片 哼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这时 彩衣适时地收回了手 主动解释道 夫人误会了 林公子真的只是在为我把脉 赵灵音看了彩衣一眼 这个凶大无脑的蠢女人 林秀有多少本事 她能不清楚吗 她哪会把脉呀 一定是借着把脉的理由 摸她的手轻薄她 亏她还为她说话 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是太喜欢沾花惹草了 随后她才意识到一件事情 皱眉道 夫人 什么夫人 灵音 灵音 有什么事情 我们出去说 灵秀抓起赵灵音的手腕 对彩衣歉意地笑笑 啊 彩衣姑娘 抱歉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和你解释 拉着赵灵音走出了梨花院 赵灵音一把甩开灵秀的手 冷冷问道 你是不是忘记我和你说过什么了 误会 真的误会 我亲眼看到你和别的女子手牵手 你和我说这是误会 你眼里还有那份婚约吗 虽然灵秀问心无愧 但站在灵音的角度 她也的确有生气和质问的理由 其实啊 灵秀早就想和她说清楚了 但她一直没有给灵秀机会 她深吸口气 看着赵灵音 其实灵音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不管她长得多漂亮 艺术天赋有多高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而且有婚书在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 那换作是你自己 你会愿意嫁给一个彼此之间 没有感情的男子吗 赵灵音愣了一下 嘴唇动了动 我 灵秀见她犹豫 又趁热打铁 我想你的姐姐 应该也不愿意嫁给我 既然我们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互相放过彼此呢 赵灵音的表情更加犹豫 可是 这事关两个家族的信誉 那在你心里 是你姐姐的幸福重要 还是家族的信誉重要 赵灵音沉默了 灵秀知道 她赌对了 大家族将信誉 看得无比重要 但也要看人呢 灵音是个十足的解控无疑 灵秀看得出来 她对自己的姐姐十分在意 要不然 也不会每天正经事不干 就盯着灵秀 她可以不在乎别的 但绝对不会不在乎 赵家那位天之娇女 所以啊 我打算等到你姐姐回来 我和她共同说服 灵家和赵家 取消那份婚约 你觉得怎么样 你真的这么想 灵秀抬手指天 如有半句谎言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她说的的确是心里话 句句发自肺腑 因此并不怕发誓 姐姐的容貌剩我百倍 天赋也无人能及 你到时候再后悔 就已经晚了 她不仅是个解控 还是个解吹啊 她自己的容貌在灵秀心里 已经可以达九十分以上了 就算是再好看的女子 也比她好看不到哪里去啊 第四十四集 灵秀用一种失望的眼神 看着她 在你心里 我难道就是这么肤浅的人 灵烟呢 灵烟 你的思想觉悟 还有待提高啊 容貌对于一个女孩子 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 还是灵魂 一个逛青楼的人 说什么灵魂 赵灵烟我告诉你 我灵秀这辈子 结婶自好 还保持着清白之身 你可以蹂躏我的肉体 但你不能践踏我的灵魂 你还有清白之身啊 骗你我出门被马车撞 赵灵烟沉默了片刻 暂且相信了灵秀 然后开口道 嗯 就算你没有骗我 但在那份婚约 真正解除之前 你不能和任何女子 有亲密的关系 这不公平吧 我 看着赵灵烟身上涌出的寒气 灵秀果断道 我答应你 我不和他们发生 超友谊的关系就行 女人嘛 只会影响我修行的速度 啊 当然 灵烟你除外 其实灵秀很同意赵灵烟说的 人无性而不利嘛 更何况是两个家族 从道德层面上说呀 在那份婚约解除之前 他也应该为赵灵君守身如玉 这一点啊 倒是不难做到 说句心里话 对于现在的灵秀而言 那些稀奇古怪 五花八门的艺术 可比女人对他的吸引力大多了 前世的他呀 什么类型的女人没见过 什么姿势没玩过呀 还不至于那么急色 今天是艺术院开院的日子 除特殊情况 所有艺术院学子 都要来学院报到 灵秀刚刚搬了新家 距离皇宫和艺术院并不远 但他还是早早地进了宫 来到了艺术院内 和前几次来这里不同 那时候的艺术院十分冷清 一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影 然而今日呢 院内各条路上都人影绰绰 学子们谈笑风生 好不热闹 灵秀站在人群中 眼中一彩连连 就像是闯进了鸡群的狐狸 每一位学子都是艺术能力者 这艺术院对灵秀来说 宛如天堂啊 很早之前 灵秀就已经研究过了 艺术院如今共有学子两百余人 其中天字院十人 弟字院三十余人 玄字院七十余人 其余百余人皆是黄字院学生 这些学生中啊 只有秦三院的学生 会受到学院重视 大部分人呢 如灵秀一样 只是朝廷招揽的储备人才 朝廷不指望他们有什么大用 只要在用得到他们的时候 利用他们的能力 为朝廷出一份力就行 今日是开院之日 五十院长会在崇文殿讲话 寺院的学生都必须到场 此时距离五十啊 还有不短的时间 灵秀早早地来到崇文殿 已经有数十位学子 掀他一步道了 灵秀观察了一下 店内的学子以男子居多 但女子也有不少 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能力 灵秀呢一个人都不认识 自然也不好上前搭讪 灵音没有来 她一个人站在大殿的角落 某一刻忽悠人在门口大喊 快来看快来看 灵和公主来了 这呼拉一下 她话音落下 店内的男性学子们 便像是炸开了锅一样 呼的一下 全都涌出了大殿 灵秀周围 一下子空了起来 灵秀向门外望了一眼 随后摇头 唉 年少不知欲解好 错把少女当成宝 明和公主有什么好看的呀 又黑又矮 小小年纪 就拥有一座飞机场 真不知道这些人 喜欢她什么呀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她在院内 似乎还拥有不低的人气 灵秀心中正吐槽着明和公主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敢问兄台 郁姐是什么意思呀 灵秀转过头 发现留在店内的男子 不止她一个 不远处的柱子旁 还靠着一个青年 此刻那青年离开了柱子 走到灵秀身边 有些好奇地问道 灵秀没有和她具体解释 而是目光 向另一个方向撇了撇 在她视线的尽头 站着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年轻女子 身材呢 如灵音一般高跳 但却比她更加丰满 前凸后翘 仅仅是站在那里 全身上下 就透着一种 浑然天成的媚态 灵秀刚刚来到这店里时 就注意到她了 此人容貌极品 身材极品 气质也是极品 十足的欲解风发 相比玉鸣和公主 这才是她喜欢的类型 那青年顺着灵秀 示意的方向看了看 愣了一瞬之后 再看向灵秀时 脸上竟流露出 遇到知己一般的表情 雄台所见绿豆 不满雄台 在下也觉得 这艺术院之中 最具魅力的女子 就是婉儿姑娘了 灵秀看了她一眼 你眼光不错啊 来到这个世界后 灵秀只承认 两个人的审美 一个是大夏皇帝 一个就是此人 兄台也不赖嘛 英雄所见略同 那些家伙 根本不懂得欣赏女子之美 灵秀来艺术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交朋友 好不容易遇到 一个审美在线的 当然不会放过呀 她对着青年拱了拱手 在下灵秀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啊 灵秀 听到灵秀的名字之后 那青年愣了一下 然后不确信地问道 你就是灵秀 平安博之子灵秀 灵秀心中无奈至极啊 明明平安博 只是一个小权贵 明明他这么低调 王都却是个人 都听过他的名字 他那位 未曾见过面的未婚妻 到底是有多么优秀啊 看着那青年惊诧的眼神 灵秀点了点头 是我 青年文言肃然起敬 久仰大名 哎 无名小辈 兄台严重了 灵秀不必自欠 能抱得仙子下凡尘的 又岂是无名之辈啊 仙子 灵秀看了那青年一眼 兄台见过他 青年点点头 自然见过呀 如何 他长得美吗 何止是美 简直绝美啊 比起瓦儿姑娘呢 青年沉默了片刻 开口说道 天之娇女固然美 但在下还是喜欢瓦儿姑娘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原则 林秀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随后便当 还不知兄台高姓大名 青年笑了笑 在下李伯章 他似乎对林秀之事很感兴趣啊 赵家那位天娇 可是连太子的求婚都拒绝了 王都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林兄 又这样一位未婚妻 林秀不欲谈及此事 转移话题 不知李兄在哪个院 艺术能力是什么 惭愧惭愧 在下虽然是领悟了雷霆之力 但是却没什么修行天赋 今年呢 刚进入艺术院 只是在黄自苑混日子 兄台呢 雷霆 林秀看着此人心中大喜 没想到刚来到艺术院 就捡了个宝啊 雷霆呢 这可是少见的天阶艺术 威力比兵之艺术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这一刻 林秀已然下定决心 这个朋友 他交定了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对着青年道 说起来我和李兄同病相连啊 我也是刚刚觉醒了冰之艺术 却只能在黄自苑混日子 相同的境遇 相同的审美 立刻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冰之艺术 雷之艺术 都是天阶艺术中排行前列的 稍微天赋好一点 在任何地方都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 未来的国之动量啊 第四十五集 奈何 两人都是空有能力没有天赋 说起来 还不如觉醒一个黄街能力 至少不会觉得可惜 就这样 同病相连的两人一见如故 便在原地热切地闲聊了起来 而此时 殿内不少女子的目光 也都投向了两人 明和公主一来 殿内的男子就都跑出去看她了 这让同殿的女子心中很是不爽啊 相比之下 还留在殿内 不被明和公主美色所动的二人 自然就获得了他们的青睐 这两位同窗 生得都很尽窍呢 不仅尽窍 眼光也好 明和公主有什么好看的 那些家伙像是狗尖了骨头一样 还是他们稳重 我喜欢左边那位 你们不要和我抢啊 我喜欢右边那位 白白净净的 不知道家事好不好 看她衣着气度 应该还不错 怎么 小妮子春心懵懂了 女子们聚在一起 这话题就格外开放了 若是脸皮薄的人不小心听到 难免面红耳赤 不过林秀和李伯璋 却并没有注意到 对面的那群女子的目光 林秀脑海中千回百转 想着怎么悄无声息的 获得雷霆之力 李伯璋对林秀相见恨晚呢 恨不得 引她为人生之极 聊得越多 她便越欣赏林秀 尤其欣赏 她欣赏女子的眼光 以及贫出的高言高语 直觉告诉她 此人和她是同道中人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两人却像是认识了许久 在大殿内 旁若无人的聊着 直到某一刻 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店内又传来一阵哗然 诶 灵音姑娘 是灵音姑娘 今天竟然同时见到了 明和公主和灵音姑娘 直了直了 她过来了 她过来了 她走到这里来了 赵灵音从店外走进来 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但她对此充耳不闻 竟直走到了林秀身边 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就来得早了些 灵秀花音落下 店内再次传来哗然 随后她就看到 一道火红的身影 从外面踏入店内 明和公主 依然是一袭红裙 她走进大殿之后 目光扫了一圈 发现无论哪个地方都有人 而几乎所有的男子 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 明和公主 最终选择了一个方向 大步走过去 林秀见她站在了自己旁边 只能硬着头皮道 见过公主殿下 明和公主只是看了她一眼 目光在赵灵音身上 有所停留 随后扫了一眼李伯璋 就表情平静地望着前方 林秀想不通 这店内这么多地方 她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里 这下可好 一个灵音 一个明和公主 顿时吸引了 店内大部分人的视线 他们两个又都沉默不言 让周围的气氛 显得很尴尬 林秀只能主动 打破这份沉默 问李伯璋 李兄 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李伯璋想了想 刚才说到 这大店之内 婉儿姑娘是最漂亮的 第二漂亮的 当是什么人呢 这的确是二人 刚才讨论的话题 两个大男人在一起 能讨论什么呀 林秀和李伯璋 臭味相投 话题自然是 店内的女童窗啊 两人一致认为 秦婉儿 无论是气质 颜值还是身材 都是毫无疑问的第一 但 那是刚才呀 现在灵音就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讨论这个话题 岂不是自寻死路 林秀眼皮跳了跳 随后对李伯璋 眨了眨眼 我们刚才有讨论过 这个话题吗 李伯璋疑惑 没有 没有吗 林秀不是说 这里除了婉儿姑娘之外 应该是 薛宁儿最好看吗 林秀敏锐地观察到 周围的气门有所下降 李伯璋却全然不知 继续说道 我与林秀所见略同 除了婉儿姑娘之外 宁儿姑娘的容貌 身材气质 都是最为出众 不知林秀觉得 女子诸多特质之中 哪一个最为重要呢 明和公主终于停不下去了 厌恶地看了林秀和李伯璋一眼 冷冷道 在你们男人眼里 女子除了容貌和身材 还有别的吗 灵魂 林秀和李伯璋一口同声 随后相视一笑 这一刻 两人的眼神 竟同样无比清澈呀 李伯璋看向明和公主 目光深邃地说道 女子的容貌和身材固然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灵魂 明和公主不知道说什么 瞪了两人一眼之后 也没有再开口 赵灵音则心中微微诧异 因为此人和林秀之前说的话 居然一模一样 难道他们真的这么觉得吗 很快的 外面有钟声响起 重文殿的学子们 有序地排好队 站着了身体 一位白发老者 从外面走进来 站到了殿前的一座高台上 林秀当初入院的时候 见过这位老人 知道他就是艺术院院长 每次开院 院长都会召集所有学生 在这里训话 所讲的内容呢 也无非是院规中的那些 告诉新生们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然后再发表一番 对他们未来的期许 直到一个时辰过去 林秀已经昏昏欲睡 今日的仪式 才总算结束 学生们有序地退出重文殿 秦婉儿从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 李伯彰的目光 一直随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殿外 林秀想看 还没敢看 因为啊 灵音就在他身边呢 即便如此 赵灵音也似乎 看穿了他内心的想法 两人离开大殿之后 他十分认真地看着林秀 那个女人很危险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林秀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当然不会怀疑灵音 当他用这种认真的表情 和她说话时 代表林秀也需要认真 他说那个女人很危险 那个女人就一定很危险 他对赵灵音微微一笑 放心吧 答应你的事情 我会做到的 在婚姻解除之前 我会守身如玉 不给任何女人 可乘之机 同时 他心中也产生了几分好奇 能被灵音定义为危险的女人 能力究竟是什么呀 她又是哪里危险了 有机会吗 可以体验一下 开院仪式结束了 并不代表 林秀的事情结束了 学院每年都会开设一些课程 包括经验 历史 艺术 武道 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性的报名 这些课程啊 主要是针对 玄字院和黄字院的学生开设的 天字院的天才们 每一个都有庶民教习指导 如众星拱月一般 将学院最好的资源 倾注在他们身上 地字院的学生 也各自有专门的老师负责 属于小班授课 也很受学院重视 玄字院和黄字院嘛 就只能许多人一起上课 对于学院的这种安排 林秀并不奇怪 他以前上学时啊 学校也分清北班 重点班 普通班 以及拖后腿的 差生班 要怪啊 只能怪自己能力低级 天赋太差 不值得学院倾注资源 林秀对经意和历史不感兴趣 艺术课程听起来似乎有用 但最好的老师就在身边啊 他根本不用浪费时间 跟着灵音修行便可 这些课程中 他唯一感兴趣的是武道班 虽然林秀算是个法师 可他的等级太低 若是和人打斗啊 使用能力还不如肉搏胜算高呢 而且拥有力量艺术的他 无论是力量还是身体强度 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类的极限 武道显然是在短时间内 提升他实力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林秀毫不犹豫地 报名了武道课 艺术院的学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说起来他们不像是学生 更像是朝廷养着的异能人士 武道课三天才上一次 第一节课就在明天早上 第四十六集 第二天一早 林秀先出门在街边的包子铺吃了早饭 然后去清丽丝打卡 在牙房里坐了一会儿 才不紧不慢地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不多时 艺术院叫场 林秀远远地看到一道身影站在那里 走过去问道 哎 林秀 你也上武道课吗 李伯章回过头 看着林秀 脸上也露出笑容 难道林秀也是报名了 这武道课可不轻松啊 林秀的身板 不一定受得住啊 嘿嘿 不许许 怎么知道受不受得住啊 这时 李伯章靠近林秀 露出一个 LSP都懂的笑容 难道说林兄也是来看 他说着 眼神像一个方向飘了飘 林秀向他示意的方向望过去 眼前也是呼得一亮 前方不远处 一群女子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他们穿的 并非往日里宽松的裙装 所有人 切实白色净装打扮 修身的训练服 紧贴身体 腰部也像男子一样竖起 将女子的身段 勾勒得尤为曼妙 同时 又具备了一般女子 不具备的英气 这一群 英姿飒爽的女子 站在那里 看着都十分痒痒啊 林秀和李伯章对视一眼 脸上浮现出 彼此看得懂的笑容的同时 心中也浮现出一个念头 我背中人啊 林秀也是此刻才知道 舞蹈课是和女童窗一起上的呀 虽然他们有女教席 会和男子分开 可上课的时间和地点 与他们一模一样 男子这边嘛 选择舞蹈课的学生 有三十多个 女子那边也有十几个人的样子 艺术师同时兼修舞蹈 是很有必要的 大部分艺术能力者 其实都可以算作法师 他们的能力伤害固然很高 但还却是凡人之躯 一旦被近身突袭 可能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就已经性命不保了 修习舞蹈 可以让他们多出一分的自保的能力 只要没有被人秒杀 就有反杀对方的机会 简单地说 修习舞蹈 就是脆皮法师 给自己出了一件肉装 林秀他们的舞蹈课教习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所有学生都到齐之后 他走到众人面前 目光扫视一眼 沉声道 我姓孙 是教授你们舞蹈的教习 你们可以叫我孙教习 众人异口同声 孙教习好 孙教习目光再次扫视 然后缓缓说道 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都是艺术能力者 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 来修我的舞蹈课 只是出于好奇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但从现在开始 我会把你们当成我的兵一样训练 如果有人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退出 我要等到一会儿 哭爹喊娘 孙教习话音落下 并没有人离开 选修舞蹈课之前 他们就知道 修行这门课很苦 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这个时候退出 岂不是会被对面的女同窗 看笑话 孙教习看着围然不动的人群 点了点头 嗯 很好 希望一个时辰之后 你们不会改变主意 现在 所有人散开 原地做好装布 原地装布就是马步 众人听到孙教习的命令之后 各自在教场上散开 做好姿势 孙教习手中拿着一根木棍 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时而纠正一下学生们的动作 走到林秀身边时 微微点了点头 从一个装布的动作 就能看出很多 眼前这位学生下盘很稳 明显可以看出来 他是有一定基础的 装布动作看似简单 但想要坚持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只过了几十夕 就有人双腿发软 额头冒汗 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 显然是到了极限了 终于 有人再也撑不住 一屁股坐在地上 有了第一个人 就有第二个 只听扑通扑通的声音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 最终坚持下来的 只有十几人 而此时啊 时间已经过去了 小半个时辰 这十几人中 大部分都是在苦苦坚持的 他们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汗水湿透 双腿也在微微地颤抖 孙教席看了看 最后这些人 点了点头 可以了 他话音落下 锦上的那些人 也有一大半 直接坐在了地上 林秀站直身体 额头上连一滴汗水都没有 让他意外的是 李伯璋也和他一样 云淡风轻的 看上去 什么事情都没有 要是换做以前 蹲马布达肯定是 做不了这么久啊 但获得力量一输之后 他的体能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最近 又天天跟着孙大力训练 毫不夸张地说 他能保持这个动作 一直到明天 李伯璋也坚持了这么久 说明他的体质 极好 孙教席走过来 看着林秀和李伯璋 你们两个 以前有武道基础 李伯璋笑了笑 学过一点点 没有接触过武道 只是时常锻炼身体 他倒是不怕别人怀疑 毕竟扎马布这种事情 正常人经过锻炼 也能坚持这么久 而他的能力 即便是不流汗 也是正常的 孙教席点了点头 对这些坚持下来的人 说道 嗯 休息一会儿 这时身边的李伯璋 对林秀挤了几眼睛 林秀 你看 对面的女子们在看我们呢 刚才他们做装布的时候 对面的女子们也在做 但他们坚持的时间少一些 休息的时候 就一直在 远远打量这边的情况 林秀和李伯璋等 坚持醉酒的人 当然更加受他们的关注 李伯璋深深地看了一眼林秀 林秀果然是我辈中人 身为男子 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 不然日后如何熬油花丛 这一须力衰 他是只能够心有余 而力不足啊 林秀以为他已经够休了 这没想到啊 有人比他还秀 他修炼武道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增加自保能力 李伯璋修炼武道啊 是为了强健体魄 熬油花丛 这一波林秀在第一层 他在大气层啊 休息了不到一刻中 孙教席再次走过来 对众人说道 脱掉你们的衣服 有人抬起头疑惑道 教席 为什么 孙教席没有解释 按照我说的做 孙教席说话做事 都有一种军人的铁血风格 身为学生 自然不敢违抗教席的命令啊 众人只好缓缓将衣服脱掉 林秀倒是猜出了 孙教席让他们脱衣服的原因 穿着衣服训练会有束缚感 影响训练效果 也不好做一些动作 他在家锻炼的时候 也是赤膊上阵的 上武道课 需要统一的训练服 脱掉外衣和内衬 还有一条长裤 很快的 所有人就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上半身 这个世界的男女大方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当时强者中 也有不少女子 虽然数量比不过男子 但也使得女子地位提升不少 社会风气嘛 也开放一些 毕竟是男子 只要不脱个精光啊 在女子面前袒露上身 并不需要避讳什么 男子们脱了衣服 不远处的女学生们 都忍不住捂住了眼睛 但还是有目光 从指缝中露出来 穿着衣服尚且看不出什么 但脱了衣服之后 众人的差距 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第四十七集 有的人骨瘦如柴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有的人大腹翩翩 满身坠肉 当真是每个人的体型 都各有特点呢 便在这时 不远处的女子中 忽然传来一阵惊呼 甚至有人放开了 捂着眼睛的手 两眼放光地 盯着一道身影 那身影修长挺拔 腹部没有一丝坠肉 六块腹肌勾勒出 明显的痕迹 但又没有太过突兀 其他地方也恰到好处 不给人一种 肌肉球起的魁梧感觉 也绝不是瘦弱 这样的身体 一眼望去极具美感 增之一分太肥 减之一分又太瘦 事件一旦投上去 就再也移不开了 林秀原本的身体 当然不是这样 但立之一术的觉醒 本来就会加强他的身体 无论是力量 还是身体强度 都和之前 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加上 林秀这一个月来 天天跟着孙大力锻炼 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女子之中 有人暗中吞眼口水 有人默默红了脸 羞怯地移开视线 下一刻 又悄悄再瞄一眼 移开 再瞄 移开 再瞄 看到几乎所有的女童窗 都在看林秀 李伯章打量着林秀的身体 一脸羡慕地问 林秀 你这是 怎么练的 艺术院 教场 数十道赤膊身影 如烂泥一般 躺在教场的地面上 大口大口地 喘着粗气 连一根指头都不想动了 他们先是占了许久的装布 然后又学着青蛙一样 在教场上跳了一个来回 最后还绕着教场跑了整整二十圈啊 有人的最后一圈 甚至是爬着完成的 真累啊 太累了 此刻 已经有不少人在后悔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门课了 武道课的教习 在他们看来宛如恶魔呀 林秀也躺在地上 装作很累的样子 不装不行啊 他的体能和力量 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极限 如果做完这些 还脸不红气不喘 别人不怀疑他有问题才怪呢 另一边啊 女子们刚刚绕着教场跑了十圈 虽然也累得够呛 但也还顾忌着淑女风度 没有如那边的男童窗一样 躺在地上 他们正好可以站在远处 居高临下地 欣赏那具有人的身体 有人忍不住小声问 那位公子是谁啊 长得那么英俊 身体也这么完美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他多大年纪 婚配了没有 谁要是嫁给他 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他们平日里啊 淑女克制 但其实私下中啊 也会聊一些 不太端庄的私密话题 不得不说 对面那位年轻公子 是不少女子心中的 完美郎君啊 样貌暂且不说 单单是他那诱人的身体 又有谁能不缠呢 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位女子道 你们可别做梦了 那是平安伯家的 灵秀公子 人家是有主的 此言一出 众女顿时哗然 啊 是谁啊 谁有这种福气 平安伯之子 林秀 这个名字听起来 怎么有点熟悉 在王都 没有见过林秀的 大有人在 可没听说过 他名字的 少知又少啊 很快就有人想起来 林秀 不就是和赵家那位 就是他 这下你们死心了吧 得知了林秀的身份之后 对他有想法的女子 只能遗憾地叹了口气 平安伯之子林秀 和赵家那位 天之娇女的婚约 王都几乎人尽皆知 谁都知道 他是赵灵君的未婚夫 他们谁有本事 抢得过赵灵君呢 那是一个只提到名字 就让整个王都的女子 生不起比较之心的女子 在他面前 王都女子中 多少优秀的明珠 都黯然失色 所以 他也被王都的女子们 所不喜 如果有一个王都女子 最讨厌的人投票 赵灵君呢 一定高居榜首 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声 不懈的倾笑 赵灵君怎么了 赵灵君也和我们一样 一个鼻子 两个眼睛 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又不在王都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薛宁儿 你难道对赵灵君的 未婚夫有想法啊 凭什么 什么好处都是他的 连这么好的男人 也是他的 我支持你 感情这种事情 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 我也支持你 赵灵君是什么人啊 大夏王朝的天之娇女 王都所有同龄女子 从小就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从她出生以来 就享受着各种赞美 人生之路一帆风顺 觉醒强大的艺术能力 整个家族 一步登天 幼年便败得名师 连陛下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 如果他的未婚夫被别人抢了 恐怕会成为王都最大的笑话 到那个时候啊 人们就会知道 那个高高在上的仙女 似乎也不过如此 连自己的未婚夫都看不住 想到 能将那位仙女拉下神坛 他们心里就隐隐有些激动 薛宁儿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论家事 他比赵灵君更好 论美貌 他也自认不输给他 但从小到大 那个女子便始终站在山巅 他只有仰望的份 如果 如果他的未婚夫 喜欢上了自己 算不算是打败了他呢 这个念头从他心中升起 就再也抑制不住 他真的渴望打败那个女人 一次 哪怕只有一次 逐渐 他的目光 浑缓望向躺在地上的那道身影 眼中浮现出一丝异彩 就像是看到了猎物 林秀赤裸着上身 从地上坐起来 忽然心有所感 目光望向一处 目光的尽头是一群女子 她们中的一人 正用一种一转火热的目光 看着自己 李伯彰和林秀坐在一起 感慨道 林秀 我觉得 薛宁儿看上你了 他看你的眼神不对 我觉得 他已经把你当成猎物了 他的语气有些感慨 也有些羡慕 很显然 林秀和他是同道中人 但他要比自己做得更好 否则 薛宁儿看上的就是他 而不是林秀了 李伯彰对此并不意外 如果他是薛宁儿 他也会选择林秀 不说别的 就这身体 谁能顶得住啊 他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林秀没有将李伯彰的话 放在心上 他答应过林音 在婚约解除之前 要守身如玉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哪怕是有一个绝世 大美人一丝不挂地躺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激动 又休息了一会儿 孙教席让众人放松了一下身体 便宣布 今天的舞蹈课结束 林秀今天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他也并不心急 这一节舞蹈课 显然只是孙教席在对众人摸底 对于之后的舞蹈课 他心中充满了期待 穿好衣服 林秀和李伯彰向教场外走去 一名女子从他身旁走过 忽然间身体一个猎气 险些衰退 林秀下意识地扶住他 随后发现 这女子啊 正是那薛宁儿 薛宁儿被林秀扶着 翘脸微微一红 多谢公子 林秀放开他 同样对他抱一微笑 姑娘客气 薛宁儿正要离开 却眉头微微一簇 公子 我好像崴到脚了 宁儿姑娘 我扶你回去 宁儿姑娘 我背你啊 走开 我来背宁儿姑娘 薛宁儿话音刚落 刚刚上完舞蹈课的众人 便围上来 争先恐后地向他身边挤 第四十八集 薛宁儿只是淡淡看了他们一眼 可是你们还有力气吗 她的话像是一瓢凉水 浇灭了众人胸中热情的火焰 刚才是被美色冲灰了头脑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被孙教席一顿蹂躏之后 他们自己走路都一瘸一拐 需要互相搀扶 还哪里背得动美人呢 这时 薛宁儿用无助的眼神看着林秀 这位公子 你还有没有力气 可不可以背我回去 这么好的机会 林秀当然十分乐意啊 不是因为他好色 而是因为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就算灵音问起他也有理由解释啊 更因为他刚才搀扶薛宁儿的时候 体内那股力量有了反应 可还没等林秀反应过来 那位女教席便从后面走过来 对薛宁儿道 伤到脚了吗 我送你回去 薛宁儿虽然心中暗恼 脸上却还是浮现出感激的表情 那就麻烦教席了 如果他再坚持反而显得别有用心了 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看着那位女教席背着薛宁儿离开 李伯章感叹道 哎呀 他是真的把你当成猎物了 林兄好手段啊 入院第一天 就将艺术院四美之一的心都给勾走了 艺术院四美 哎 林兄 你还不知道是吗 灵鹰姑娘 明河公主 婉儿姑娘 还有薛宁儿 有艺术院四美之名呢 林秀微微一笑 倒是爹子听说啊 李伯章看了一眼薛宁儿消失的方向 忽然对林秀说道 美人清心固然好 可林兄也是要三思啊 薛宁儿背景深厚 祖父卫列国公 这些年徘徊在他身边的公子哥是数不胜数 他却从未对任何人主动过 但是为何偏偏对林兄除爱呢 林秀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看来啊 他的那位未婚妻还真的不招人喜欢呢 都是千年的狐狸 这位薛宁儿和他玩什么聊斋啊 女人间装疯吃醋 心机斗争的事情 林秀见得多了 他别的不懂 唯独懂女人 这次可是他自己送上来的 他微微一笑 似是无意地问道 不是宁儿姑娘 举起了什么能力啊 李伯商想了想 似乎是飞行 飞行啊 是个不错的能力 自己会飞还让林秀呗 不是将他当成了猎物是什么呀 不过薛宁儿将他当成猎物 他又何尝不是林秀的猎物呢 倘若他真有某种心思 林秀会让他明白 最优秀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暂且先不管薛宁儿 林秀诧异地看着李伯彰 李兄不是刚来艺术院吗 怎么什么都知道 李伯彰神秘地一笑 这算不了什么呀 在进入艺术院之前 我就搜集过了不少信息了 哎 李兄 你还想了解哪位姑娘 直接问我就行了吗 想不到李伯彰 还是一个百事通呢 艺术院中 什么人拥有什么能力 这正是林秀需要知晓的 有他在身边 可以为他省掉 亲自收集信息的过程 林秀将胳膊搭在 李伯彰的肩膀上 感慨说道 我和李兄 真是相见恨晚啊 李伯彰也同样 发自肺腹道 哎呀 倘若是能够早几年 遇到林秀 我也不会这么孤独了 勾着李伯彰的肩膀时 其实林秀体内的一道力量 已经进入了他的体内 只可惜啊 勾一时没什么 若是长久地保持这个动作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劲呢 心急 得不到雷霆之力 还是先和他建立 海王之间的友谊 等找个合适的机会 灌醉他 然后再 嘿嘿嘿 于是 林秀适时地收回手 我先回去了 下次约李兄 一起喝酒 李伯彰呢 微微一笑 乐意奉陪 林秀本来想着 等到过几天再动手 没想到李伯彰这么配合 于是 他干脆道 择日不如众人 反正现在也到吃饭的时间了 摘月楼 我请客 你我不醉不归 李伯彰也没有推辞 哈哈一笑 人生欲知己 当服一大白啊 走 五九号 摘月楼 两道人影迈不走近 钱转柜正在柜台里面算账呢 抬头看了一眼 随后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 一脸笑容地走出来 嘿嘿 林公子 带朋友来吃饭呢 今天啊 你们随便吃 随便点 我请客 嘿嘿 对于林秀啊 钱掌柜心里可是感激得紧啊 虽说如今天气已经凉下来了 可客人们一个月来行程的习惯 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相比于一个月前 摘月楼生意激增 每天都有海量的银子进账 钱掌柜 作为最大的工程 已经被升为 驸马府管事 而这一切 都是托林秀的福 和钱掌柜呢 也算是老朋友了 林秀没有客气 这可是钱掌柜你说的啊 帮我们找一个安静的雅尖 再上几道招牌菜 来一坛酒 记得 一定要你们这里 醉裂的酒 林秀可以加重了 醉裂两个字 公子 放心 一定啊 给你们安排的妥妥贴贴 小二 过来 先带两位公子上楼 钱掌柜果然是个实在人啊 算上孙大力在内 林秀他们也才三个人 他却让人上了满满一桌子菜啊 孙大力喉咙 已经不知道动了多少次了 林秀始终记得 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吃饭 他拎起酒壶将酒杯拿开 直接取来了两个碗 买上之后对李伯张道 来 李兄 你我供饮此杯 两人端起碗一眼而尽 林秀再次买上 这一杯 请你我相见恨晚 这一杯 请婉儿姑娘 这一杯 请策马奔腾 这一杯 请陛下和您娘 这一杯 这林秀醒来的时候啊 天都黑了 他从床上起来 揉了揉发张的脑袋 好一会儿才回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摘月楼请客 想将李伯张灌醉 好获取他的雷霆之力 为此啊 他还让前掌柜 上了摘月楼醉裂的酒 计划完美无缺 但林秀 低估了李伯张 高估了自己 没错 前掌柜 是上了醉裂的酒 可李伯张没醉 林秀醉了呀 想到上辈子 常年混迹酒吧夜店 不说千杯不倒吧 但酒量也还可以啊 这一世的身体 酒量怎么就这么差呀 大意了 林秀感受了一下 除了他自身觉醒的 一直折服在体内的力量之外 他的身体里 还是只有三种力量 说明应该是 孙大力带他回来的 看来啊 通过灌酒 获得李伯张能力的方法 是彻底行不通了 林秀只能先和他巩固关系 再见机行事了 这睡了一整天呢 林秀一点都不愧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他就离开了家门 因为起得太早 大街上都没有什么人 不过包子铺 粥铺 等一些卖早点的店铺 倒是开门了 林秀呢 吃了一笼包子 喝了碗粥 还吃了一碗豆腐脑 这才不紧不慢的 向艺术院走去 这个时候啊 街道上的行人 已经渐渐多了起来 艺术院呢 才刚刚开门 林秀走到藏书隔续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从书架上搜寻一番 找了几本书 然后在角落里 找了一个位置 举精会神的 看了起来 第四十九集 今天林秀所看的书籍 都是关于武道的 前段时间不是忙着修行 就是忙着皇宫的事情 一直没有机会了解 武道这方面的知识 今天正好闲着 林秀打算 恶补一番 林音之前和他说过 武道是很久以前 没有觉醒艺术的人 创立的另一条修行之路 武道入门之后 身体里面也会产生一种力量 叫做真气 真气是修行武道的基础 就像原力是施展艺术的基础一样 将真气附着在身体 或是兵器上 可以发挥出超出人类极限的力量 与艺术不同的是 武道仍然可以修行 只是过程更加艰难 在林秀看来 艺术师和武道强者 其实是异能者和武林高手的区别 只是这种武林高手 比一般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更加强大 哪怕是异能者在他们手中 也未必能占到多少好处 根据书上所说 修行武道似乎要先具备一定的身体基础 否则有害无益 难怪上杰克孙教习要先对他们进行摸底 武道的入门 需要在体内具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 由一名地界强者将自身的一丝真气 渡到他的体内 然后自主地引导这一丝真气 按照一定的路线在体内运行 再配合一定的训练 重复这个过程多次以后 才有可能将这一丝真气留在自己体内 当然啊 一些天纵奇才也是能自己产生真气的 但那需要的时间啊 更久也更难 大多数人武道入门都需要别人指引 哪怕是地界下境的武道强者 也差不多相当于能力觉醒了五次的艺术师 有些武馆啊 以此为生意 当然价格也很昂贵 艺术院的教习啊 则是免费的 这也是艺术院的资源之一 林秀缓缓地翻动着书页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藏书阁中的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 忽然间 林秀闻到一缕幽香扑鼻而来 他抬起头 看到薛宁儿从面前走来 坐在了他的对面 薛宁儿抬头看了一眼 见是林秀 咦 是公子呀 真巧 林秀同样对他微微一笑 是啊 真巧 又遇到宁儿姑娘了 公子认识我吗 艺术院四美怎么可能不认识吗 再说 昨天那些同窗 不知道呼喊了多少次 宁儿姑娘的名字 薛宁儿低下头 那都是好事者乱排的 林秀摇了摇头 哎 艺术院女子不在少数 宁儿姑娘能位列四美 自然有过人之处 不必谦虚 薛宁儿当然很美啊 这一点是林秀和李伯璋两个专业人士公认的 她的容貌比起秦婉 赵灵英和明和公主略逊一筹 或许只有半筹 但身材却比明和公主要好 气质比灵英更容易让人接近 这样的人更容易受男人欢迎 当然 林秀和李伯璋也达成了共识 薛宁儿虽然不错 但宁儿姑娘 还是永远地神 薛宁儿坐在林秀对面 一会儿拢一拢发丝 一会儿抿一抿嘴唇 尽显女子的柔态和媚态 可当她目光不经意地撇向林秀时 才发现呢 她根本没有看她 眼睛从来都没有离开书 薛宁儿心中气恼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美人 坐在她对面 她居然无动于衷 看也不看一眼 这让她对自己的魅力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过 这种情绪 很快就被薛宁儿抛到脑后 林秀样貌周整英俊 此刻呀 静静地坐在她的对面 缓缓翻动着书页 让薛宁儿感受到了一种 认真男人的魅力 这在想到她那完美无暇的身躯啊 薛宁儿的脸不油得红了 如果她不是那个女人的未婚夫 如果她的家室再显赫一些 林秀将是她最理想的如意郎君 每天晚上抱着这样的身体入睡 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 想想就让人身体发烫 可是一想到这样的男人 居然又是赵灵君的 她的心里啊 就极不服气 凭什么呀 从小到大 所有的好事啊 都让她占尽了 就连这种好男人都是她的 这一次她偏偏要赵灵君的未婚夫 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到时候 那个女人在她面前 还有资格保持高高在上的样子吗 这不知不觉啊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时辰 林秀看了一个时辰的书 薛宁儿呢 看了一个时辰的林秀 又过了片刻 林秀抬起头 宁儿姑娘 你这么看着我 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 我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薛宁儿脸色一红 林公子想到哪里去了 宁儿自然知道你有未婚妻 但宁儿只是想和你做朋友啊 难道这也不行吗 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说 林秀的其他猜测 应该也是对的 不过薛宁儿的话 林秀听起来 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这不是自己以前 炮妞用的手段吗 想不到林秀 也有被炮的一天呢 送上门来的猎物 哪有放过的道理啊 他对薛宁儿 唯唯一笑 原来是这样啊 当然可以 我最喜欢交朋友了 从现在开始 林秀在艺术院 有了两个朋友 李伯彰和薛宁儿 只不过呀 这两段友谊 或多或少 夹杂着一些 不单纯的东西 林秀对李伯彰 动机不纯 薛宁儿对林秀 动机不纯 林秀同样也打着 他的主意 可谓是各怀鬼胎 究竟谁能赚到 谁的便宜 就看各自的手段了 第二次的舞蹈课 在三日之后 这一日啊 林秀依旧是 早早就来到教场 李伯彰已经到了 此刻正坐在 教场边的树下 嘴里啊 叼了一根狗尾巴草 眼睛自始至终 都没有离开过 对面的女童窗 看到林秀走来 他吐掉狗尾巴草 远远的对林秀挥了挥手 林秀缓步走过来 和李伯彰并肩 靠在那棵树上 李兄酒量不错呀 那天的事情真是惭愧 李伯彰笑了笑 哎呀没事 下次少喝些就是了 两个人靠在树上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不多时啊 一道倩影从旁边走过来 笑着说道 林公子 你们来得够早 看到薛宁儿走过来 李伯彰自觉的起身 那个 我去方便方便 啊 薛宁儿自然而然的 坐在了她的位置 林秀不得不承认 艺术院四美中 薛宁儿的追求者最懂 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灵音呢 固然漂亮 但是她总是一副 生人无尽的样子 靠近她的人都会被冻死 明和公主身份高贵 更是只能远观 秦婉很有魅力 可家事一般 而且听说她作风不好 据传同时和许多男子 保持不正当关系 虽然身边也有不少人围绕 但名声无法和其他三女相比 薛宁儿就不一样了 祖父是国公 家事仅次于明和公主 而且她为人又很亲和 与院内不少男同窗打成一片 她想要什么 或有无数人争着抢着为她取来 她对于那些人的追求 不答应 也不拒绝 和每一个人都保持着 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啊 所有人对她 心中都保存着一丝希望 也让她成为 四美中最受欢迎的一位 艺术院这些 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 纯情小处男 当然分不清 什么是绿茶 什么是好妹妹 但她拿着这些手段 在林秀面前卖弄 就有些给老狐狸 讲聊斋的意思了 在段位比她更高的海王面前 猎人与猎物的身份 往往会发生转变 不一会儿啊 薛宁儿就被林秀斗得 眼嘴轻笑 撒娇似的抬起手 在她肩头轻轻打了一下 哎呀 林公子 你好坏啊 这一幕 自是看得不远处的男童窗 牙痒痒啊 他们中的不少人 之所以会选择舞蹈课 就是冲着薛宁儿来的 可平时他们在宁儿姑娘身边 人前人后的 他也没有和他们这么亲密过呀 没想到 这才第二节课呀 他就和那个小子 开始打情骂俏了 快要接近上课的时间 薛宁儿站起身 轻轻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 然后对林秀道 马上就要上课 我先过去了 林秀点了点头 目送薛宁儿离开 嘴角勾起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容 李伯彰从旁边走过来 不由赞叹 高啊 实在是高啊 他在一边看得清楚 一开始啊 是薛宁儿先搭设林秀的 也是他在找话题 可没过多久 他们之间的话题 就直接被林秀主导 薛宁儿完全跟着他的节奏走 被他逗得时而开怀 时而称怪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两人根本不在一个等级啊 他刚刚认识不久的这位林兄 是一个真正的高人 孙教席已经从教场外走过来了 林秀也拍拍屁股站起身 啊 上课了 今日是第二节舞蹈课 刚刚开始上课 孙教席便让众学生 继续绕着教场跑圈 唯独留下了八人 林秀和李伯章也在留下的人之中 林秀发现 留下的这八人呢 都是在上一堂课中 体质表现最为优异的 孙教席看着他们 五道意图不比异数 若是没有强悍的身体 强行休息 只会适得其反 三天前 我已经测验过了 你们几人的体质上乘 已经可以入门 我会将一道真气输送到你们体内 你们记着这条真气的运行路线 然后自己尝试引导 八人之中 李伯章和另一位叫王威的 已经修出了真气 孙教席让他们在一旁等着 然后走到林秀身边 人手 林秀伸出手掌 孙教席将他宽厚的手掌 和林秀的手贴在一起 林秀体内的力量 没有任何反应 这说明啊 孙教席是一个纯粹的舞蹈强者 下一刻 林秀就感觉到 有一道刚猛霸道的力量 通过手掌 进入了他的身体 这力量十分狂暴 甚至让他的身体 产生了一种痛楚 难怪 修行舞蹈 先要增强体质 连他尚且如此 那些体质较差的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力量 恐怕 一次就会对身体 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那种力量 进入林秀的身体之后 按照某种路线 游走了一圈 记住这条路线 尝试着留住这道真气 林秀点了点头 试着引导这力量 在体内运转 因为这真气太过狂暴 他也需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如此 也只是让那道真气 在体内运转了半圈 随后便缓缓消散 孙教席对他点了点头 嗯 初次尝试 能留住这么久 已经算是不错 不出意外 三个月内 你应该就能迈进 五道之门了 多谢孙教席 孙教席没有再说什么 继续走向下一个人 余下的五人中 有三人没有承受住 真气的输入 当场失败 被孙教席赶去跑圈 另外两人和林秀一样 都坚持让孙教席的 一道真气 在体内运转了一圈 只是在自己控制的时候失败 中间休息的时候 一道身影忽然走到了林秀身边 林秀对此人有些印象 他是这里为二的 已经修出真气的靴子 名字似乎叫做王威 王威走到林秀身边 拍了拍林秀的肩膀 压低声音 我警告你 离宁儿姑娘远一些 你配不上她 说完这句话 他就自顾自地走开 薛宁儿在艺术院 有许多追求者 对于王威的警告 林秀也并不意外 这时李伯彰走过来 他威胁你了 年轻人可以理解 可怜人一个 他还真以为有机会 抱得美人归 三等宫的孙女 怎么会嫁给一个 三等侯的儿子 像他这样的可怜人 太多了 他觉醒的是什么能力啊 李伯彰想了想 似乎是空间能力吧 玄阶下品的能力 这宁儿姑娘 怎么可能看上她呀 林秀心中微微移动 空间能力听着很强 但其实没什么作用 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个能力没办法修行 觉醒啊 全靠运气 书上有记载的 似乎是在几十年前 有人将这一能力 觉醒了三次 那个人 后来被军方招揽 利用他的能力 在大战时运送粮食 他一个人 就能抵得上半个后勤部队 林秀发现他真的是一个 坦德无恶的人 实不相瞒 空间能力 我也想要 就算是不能用来战斗 用来储存东西也不错呀 随身开辟空间 甚至比小说中的 储带和空间戒指还方便 可是 此人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敌意 棍罪他是不太可能了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很快的 林秀眉头一条 挤上心头 女子那边 刚刚做完一些体能的训练 林秀一步步晃悠过去 走到薛宁儿身边 和他有说有笑的 这让薛宁儿心中暗喜 看来他的计划 进行得十分顺利 林秀已经主动对他搭讪了 有人喜 自然有人愁 林秀用余光看了王威一眼 发现他脸色铁青无比 看他的眼神 像是要吃人 林秀和薛宁儿说了一会儿话 将他逗得无嘴之笑 身上也挨了几剂 不痛不痒的粉泉 这才走回来 王威能因为薛宁儿和他说话 就来警告自己 说明他城府不深 而且容易吃醋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再受些刺激 林秀本以为事情还要麻烦一些 没想到他刚刚走回来 便有一道身影大步走来 王威胸口起伏 怒视着林秀 咬牙道 姓林的 我要向你挑战 你敢不敢接受 林秀嘴角微微勾起 哦吼 机会 这不来了 校场之上 林秀看着王威 挑战什么 和我打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离宁儿姑娘远一点 如果你赢了 我再也不会靠近宁儿姑娘 艺术院中 聚集的都是一群年轻人 年轻气盛 互有摩擦在所难免 虽然艺术院内禁止斗殴 但并不禁止笔试 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 以男人的方式战斗一场 点到为止 输者 心服口服 赢者 也光明正大 薛尼儿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文言立刻跑过来 不满地对王威说道 王威 你干什么 最后 他又望向林秀 林公子 不要答应他 虽然有男子为他争风吃醋 他心里很有成就感 也并不讨厌 可这次不一样 林秀是他打败赵灵军最重要的工具 如果林秀输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靠近他 他的计划 岂不是刚刚开始就宣告失败 他绝不会做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薛尼儿的计划虽然发生了波折 但林秀的计划 可是按照预料的进行啊 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 到手的空间能力飞走呢 第五十一集 他和王威目光对视点了点头 我接受你的挑战 薛尼儿急了 张开双臂挡在林秀面前 不行 我不同意 林秀微笑着看他 尼儿姑娘 这是男人之间的战斗 请你不要插手 薛尼儿当然知道 这事关男人最在乎的尊严 事已至此 这场战斗已经在所难免了 他只能懊恼地推到一边 心中期盼着 林秀一定要赢 即便这个可能很小 如果是比艺术能力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可王威已经练出了真气 打斗的话 林秀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说话间 孙教喜也走了过来 他居然没有阻止两人 而是双手环抱站在一旁 一副只打算看热闹的样子 他出自军舞 军中比是切磋 乃是常事 没有什么矛盾 是打一架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行 那就再打一架 王威是练出了真气 但也只是一丝而已 有他在旁边看着 不会出什么大事 见孙教喜没有阻止 王威彻底放下了心 教场一旁有武器 都是木制的 他挑了两把木剑 一个拿在手中 一个扔给林秀 林秀颠了颠手中的木剑 这把剑也不知道 是什么木头做的 拎在手里还挺重 小心啊 这时 王威已经用双手握住了剑柄 向林秀当头劈砍而来 孙教喜眉头微皱 虽然只是木剑 但这么大的力量劈在头上 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何况 王威还动用了真气 这年轻的学生 有些不知轻重了 他站在一旁 随时准备出手 王威举剑批来的同时 林秀也握紧了剑柄 他没有格挡 而是同样举剑批了过去 两把木剑在空中相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其中一把木剑 竟是直接断掉 断掉的 是王威的剑 林秀手中的剑 去世烧剑 还是在空中 划过一道弧线 擦在了王威的额头上 这王威啊 只感觉头部受到重击 当时便眼前一黑 一头栽倒在地 没了意识 这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谁也没有想到 结局竟是这样 仅仅一招 两人之间 就分出了胜负 林秀手里握着那把木剑 显然也被震惊到了 随后 他便一脸无辜地说道 他的那把剑 好像不太结实 现在不是讨论木剑 结不结实的问题 孙教席大步上前 在王威鼻子下叹了叹 才松了口气 啊 只是晕过去了 快去请院医 这时 林秀却主动蹲下 将王威背起来 同时歉意地说道 是我喘的祸 我背王红庄去太医院 我认识那里的太医 说完他就站起身 背着王威 向艺术院大门的方向 狂奔而去 孙教席见他这么懂事啊 也没有再说什么 艺术院内 林秀大步流星 速度极快 出了艺术院大门啊 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 从这里到太医院 撑死五分钟的路程 而他需要一刻钟 才能成功复制王威的能力 所以这段路程啊 林秀打算 慢悠悠地磨过去 和自己比斗 王威也算是自取其辱了 虽然他没有真气 可是他有力气啊 一力详实惠 他那点真气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根本不够看 背着王威 林秀慢慢地夺着步子 同时也在不断复制 他体内的力量 某一刻 他忽然感受到 背上的人有了动静 想不到 他居然醒得这么快 这可不行啊 他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复制成功呢 林秀毫不犹豫地 抬起右手 一记手刀向后劈去 精准地 落在了王威的后颈上 下一刻 背上的人又安静了下来 半课钟后 林秀才走到了太医院门口 让林秀意外的是啊 复制王威的能力 其实只用了半课钟 只是获取 大力和海棠姑娘能力时的一半 这三次的区别是 他获得前两种能力 是通过握手 现在则是背着王威 看来 他获取能力的速度 好像和身体的接触面积有关 林秀 暗暗记下这一点 不多时 太医院中 一名老太医 捋了捋胡须 不碍事的 他只是晕过去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 林秀笑了笑 那就好 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吧 说完 林秀就丢下他 走到太医院的院子里 白双双正在将药材库的药材 拿出来晒 林秀走过去 从他手里接过药匣 我帮你吧 两人忙了一会儿 终于将需要晒的药材 全都搬了出来 林秀忽然看向白双双 双双姑娘 我能不能和你学诊脉啊 上次给彩衣诊脉时 林秀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正常情况下呀 他肯定是没办法和双双姑娘 保持一刻中肌肤之亲的 但如果他打了学习的幌子 可就不一定了 枕脉是一项技术活 他只能手把手地教 这一来二去的呀 机会不就来了吗 听说林秀要和他学医术 白双双高兴道 好啊 他左右看了看 指着院子里的一个石桌 我们去那里吧 两人在石桌旁坐下 白双双对林秀说道 卖分迟卖 尘卖 扶卖 竖卖 每一种卖相的表现都不同 对应的病症 以及医治方法也不同 你要先认清楚 每一种卖相才行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想教林秀医术的 将每一种卖相的特征 都详细地为林秀讲解了一遍 仅仅是理论教训还不够 他将自己的右手袖口挽起 又将雪白的皓腕放在石桌上 你可以先整一下我的卖 初次诊卖时不要着急 必要的时候可以多诊几次 要记得宁可多诊也不要误诊 林秀心里感动啊 双双姑娘还真的是为他着想啊 一次诊卖少说也有三五分钟 就算几乎接触面积少 复制时间久 但整个十次八次的也够了呀 今天岂不是可以双喜临门 林秀压制心中的喜悦 伸出三根指头 轻轻地按在他洁白的手腕上 下一刻 林秀脸上的表情微微一致 不对呀 怎么没动静呢 原本只要触碰到艺术能力者 他体内的那股力量 就会蠢蠢欲动 不受林秀控制地钻进别人的身体 可这一次 他的手都放在双双姑娘手外上好一会儿了 那股力量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难道双双姑娘没有艺术 这不可能啊 林秀亲眼见过他使用艺术 他也亲口承认过 这一点不可能有错 很快的 林秀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不会是他复制的能力数量到上限了吧 一般来说 初次觉醒的某种力量 威力都很弱 需要不断觉醒才能逐渐变强 而复制别人的能力这种能力 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能力 不太可能第一次觉醒就没有任何限制 现阶段 林秀的极限是复制四种能力 等到他原力到达了二次觉醒的程度 应该还会有所突破 想到这一点 林秀才放下了心 如果他能力的上限就是四种 那他最后的一种能力 肯定会选择治疗 而不是空间呢 现在看来 不管是双双姑娘 薛宁儿 还是李伯璋 想获得他们的能力 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了 针脉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 所以白双双并没有催促林秀 而是在一旁耐心的等待 而此时 太医院门口 一道人影匆匆的走进来 赵灵音听说林秀在五道客上伤了人 并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第一时间来到太医院查看情况 可他刚刚迈入太医院大门 就看到林秀又在摸人家姑娘的手 赵灵音一脸冰寒的走出太医院大门 林秀一步一驱的跟在他的身后 我刚才真的是在和双双姑娘学着脉 赵灵音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他 你发誓 林秀右手四个手指指天 我对天发誓 我刚才真的是在和双双姑娘学着脉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 就让我 林秀看着赵灵音 赵灵音也看着他 嗯 继续啊 林秀嘴唇动了动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这不对呀 按照常规套路 不应该是他在说出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之前 灵音就捂住他的嘴 说一些好了好了相信你了这样的话 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他们之间真的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赵灵音 赵灵音见他沉默下来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发誓吗 要不要我教教你啊 跟着我说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林秀怎么可能发这样的事啊 作为一个穿越者 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科学史观 早就被那颗陨石击碎的渣都不剩了 这万一发完假释 老天真的让他五雷轰顶 他找谁说理去啊 他又不是李伯璋 没有以身扛雷的能力 但他也不能告诉灵音 他只是为了获得双双姑娘的能力 这无异于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看着赵灵音的眼睛 林秀只能低下头 唉 好吧 我承认 我就是想摸女孩的手 我不要脸 林秀觉得做人还是要真诚点 况且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他追求的是策马奔腾 是一整片鱼塘 而不是一匹马 一条鱼 灵音呢 必须改变一下对他的认知 遇到这么诚实的林秀 赵灵音居然无言以对 很快 他脸上就浮现出怒色 你不是答应过我 在婚约解除之前 不和其他女子有亲密关系吗 你不手信用 可那只是牵手啊 不 连牵手都算不上 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采姨姑娘还是双双姑娘 我只是手指放在他们的手腕上 这也算亲密关系吗 赵灵音回忆了一下 发现林秀说的好像没错呀 这要是也算亲密关系 那每个大夫 岂不都是好色之徒啊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林秀说道 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等着赵灵军回来 和她一起解除婚约呢 赵灵音没好气 不知道 林秀心中吐槽啊 女孩子家家的整天在外面瞎跑 什么呀 这不是耽误别人吗 搞得她为女孩子把脉 都像是出轨一样 还得提防被未来小姨子发现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时啊 赵灵音忽然开口 林秀 她平时是不叫林秀名字的 这反常的举动 让林秀心里有些没底 她离赵灵音远了一些 这才问道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从你小时候 一直到十八岁 逢人便会提起你和姐姐的婚约 现在为什么又忽然反悔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林秀愣了一下 我确信 逢人便提 我有吗 赵灵音点了点头 林秀心道 那是前任的过样 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时候年少情况不懂事 你别放在心上 那你为何要毁掉这份婚约 要知道 无论你想娶哪一位女子 她都比不上姐姐 林秀本来想说 她不需要成亲 以她的样貌 以她的身体 只要她愿意 会有无数女子头怀送抱 她可以一天换一个 一个月换一个 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不出意外的话 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啊 一定会挨一顿毒打 所以啊 林秀果断地将这句话放在心里 这个时候 她忽然灵机一动 如果她有心仪的女子 岂不是就有了正当的退婚理由 林秀的表情忽然变得认真 她看着赵灵音 轻叹了口气 唉 没想到 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赵灵音愣了一下 随后追问道 真的有 是谁 是梨花院的那位戏子吗 灵音呢 真是贴心呢 连人选都给她准备好了 林秀顺着她说 是的 你觉得她比得上我姐姐 林秀摇了摇头 你不懂爱情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眼里只有她 别说你姐姐 哪怕是天上的仙子 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 那你为什么还去摸那女太医的时候 我还听说 你在艺术院中 和薛宁儿走得很近 为了她和别人争风吃醋 甚至都打起来了 林秀想了想 是她问道 我可不可以说 我三个都喜欢 赵灵音忽然笑了 你是不是想说 所有的漂亮女子 你都喜欢吧 这个 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嘛 我也只是想给所有美丽的女孩子 一个温暖的家 这有错吗 哼 我差点就被你骗了 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不喜欢姐姐 你不会是想在成亲之前 最后放纵放纵吧 我没有 真的没有 哼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到处沾花惹草 我一定不会客气 这人生在世啊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啊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谁料结婚太早有了玩 曾梦想策马奔腾 月尽繁花 奈何有一个小姨子不听话呀 灵音不相信她 林秀毫无办法 因为打不过她 不过 她将林秀当成未来姐夫 至少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她会一直在修行上 为她提供助力 林秀如今的修行全靠她 真要没了这么一层关系啊 恐怕她就不会再搭理她了 最多 以后复制女子的能力时 小心一些 不被她发现就是了 回到家中之后 林秀关上房门 然后从钱袋中取出一顶银子 她将银子放在手心 下一刻 手中的银子 竟然凭空消失了 林秀心念一动 那顶银子再次在手中出现 这便是她刚刚得到的空间能力 也是林秀能力第二次觉醒前 所获得的最后一项能力 银子并非凭空消失 而是被她转移到了一个随身空间 那空间不大 只有一米建方的样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不过 用来存放一些随身物品 倒是绰绰有余 关于空间能力 林秀之前已经了解过了 每觉醒一次 空间的体积都会增大许多 三次觉醒之后 能够使用的空间就很大了 可以用来运粮 搬运一些重物等等 总而言之 只要能够用手接触 且空间大小 可以容纳的东西 都能转移到随身空间 前提是死物 活物倒是也可以 但那是能力觉醒三次以后的事情 而且出来的时候 还活没活着就不能保证了 至于觉醒第四次以后 这项能力会有什么突变 暂时没有人知道 因为空间能力 没办法修炼 觉醒全靠运气 前人最多觉醒过三次而已 第五十三集 就在林秀 熟悉他的新能力时 一道身影扶着额头 晃晃悠悠地 从皇宫走出来 王威到现在都想不通啊 为什么他会败给林秀 难道 真的是他运气不好 选了一把不结实的木剑 抬头看到前方不远处 停了一辆马车 王威灭色一变 急忙走过去 站在车前 公子 马车里传来一道声音 怎么样 本来是有机会费了他的 可是我运气不好 那声音停顿了片刻 才缓缓开口 一次是运气不好 两次是运气不好 总不能次次都是运气不好 看来 是我小瞧了他 熟悉了一会儿新的能力 林秀在那空间中 放了一些散碎银两 一把防身的匕首 走到院子里时 看到孙大力在举石锁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 励志艺术的修行和武道修行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者都是垂帘肉体 不过一个是增长元力 一个是为了修炼真气 如果孙大力能够入门武道 那么他以后的修行 就是一份付出 双份收获 和平时一样的训练 元力和真气 却能同时增长 他缺少的呀 只是有人将他带进 武道之门而已 孙大力作为他的护卫 林秀自然也希望 他越强大越好 只不过呀 他不是艺术院学生 没办法像林秀一样 免费享受艺术院的资源 只能通过外面的路子 林秀回房取了些银子 再次走到院子里 大力 跟我出门 巨鹰馆 巨鹰馆呢 是开在王都东城区的一家武馆 能在寸土寸金的东城区 开始这样一家武馆 这武馆的主人 必定有些能量 事实啊 也正是如此 巨鹰馆的馆主 是一位地界舞者 虽然实力只是地界下品 但也相当于艺术能力 觉醒了五次的艺术师 他年轻的时候啊 便在武道界闯出了一些威名 之后退隐江湖 凭借当年结交的人脉 在王都啊 开设了一家武馆 广收弟子 如今 也算彻底在大厦王都 站稳了脚跟 除了招收徒弟之外 巨鹰馆 也做些其他生意 比如 帮助还未曾修行 武道的人入门 只是价格不费 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 每次 只是度一道真器 到别人的身体里 就要收取一百两银子 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 最后 可能要花几百 甚至上千两 这不是抢钱是什么呀 林秀后来想到 某人抢钱比他还狠 也就不再心里吐槽了 物以西伪 就像整个王都 拥有兵之异术的 只有他和领音 所以在夏天兵源稀缺时啊 他可以以一己之力 左右王都兵驾 同样的 舞者因为入门难 修炼也难 所以舞者的数量 比起艺术师更少 高阶舞者 更是堪比珍惜动物 引别人入门 至少要拥有地界的实力 一架权 自然也就在这些 高阶舞者手里啊 林秀和孙大力 刚刚走进巨鹰馆 就看到了一群 赤裸着上身的汉子 这些人 身材魁梧 身上肌肉球起 看起来颇具冲击感 每一次挥拳和踢腿 都能带来阵阵破空之声 看得林秀心惊不已啊 一名壮汉看到了他们 大步走过来 你们俩 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请馆长引气的 那壮汉 瞥了他们一眼 成功失败不论 每次引气一百两银子 写决还仗 林秀点了点头 规矩我们懂 银子已经带来了 壮汉看了看 孙大力怀里抱着的木盒 甩了甩头 跟我过来 林秀和孙大力 跟着着壮汉 穿过前堂 来到了巨鹰馆的后院 刚刚踏进后院 林秀的眼皮就猛的一跳 他看到这后院中间的 赫然握着一只老虎 这老虎身长 至少有一丈 长得高大威猛 一眼看上去十分震撼 只不过 这蒙古现在 有些萎靡不振 无力地趴在地上 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堤吼 那壮汉 看到了林秀和孙大力的表情 变化 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别害怕 这个呀 是我们馆主的坐骑 你们不招惹他 他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随后 他走到站在老虎身前的一名 身材精壮的中年人面前 师父 这俩人是来找您引气的 中年人的目光 全在着老虎的身上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让他们改天再来 我今天没兴趣 这壮汉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对林秀和孙大力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 我师父说今天没兴趣 你们改天再来吧 林秀的目光一直盯着老虎 某一刻 他忽然开口 这老虎的病我能治 那中年人文言猛地转过头 你能治 林秀点了点头 根据我多年医治动物的经验 这只老虎是被骨头卡住喉咙了 你们掰开他的嘴 将骨头取出来就好 孙大力听得一头雾水啊 他几乎是看着少爷长大的呀 他哪有多年医治动物的经验啊 中年人做事十分干脆 他跨坐在这老虎的背上 伸出双手 猛地将虎嘴掰开 这老虎虽然身体不停地扭动反抗 但还是被他牢牢地控制住 那名壮汉探头向虎嘴看了看 哎 师父 真得有根骨头卡住点 说完 他直接将手伸进虎口 不多时就从老虎的喉咙处 取下了一根断骨 喉咙没有异物 老虎猛的一翻身 挣脱了中年人的束缚 仰天长笑一声 笑声中充满了欢快和解脱 中年人见此大喜 连忙对林秀道 多谢这位小兄弟 我着急了一早上 也不知道阿虎怎么了 随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小兄弟是来引气的吧 来来来 我们里面说 解决了他坐骑的问题后 巨鹰馆馆主对林秀热情了许多 重新回到馆内 林秀刚让孙大力放上银子 中年人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银子就不必了 就当是感谢你帮了阿虎 林秀不好意思 这怎么可以啊 中年人摆了摆手 怎么不可以啊 这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直到你引气成功 我都不收你银子 能白嫖自然最好啊 谁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说心里话 林秀还是很喜欢白嫖的 多学一门语言是多么的重要 这不就又省了几百两银子吗 巨鹰馆馆主站起身 向前走了两步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林秀踢了孙大力一脚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上去 孙大力愣了一下 啊 少爷 是我上啊 林秀没好气的 再次踢了他一脚 你不知道 难道让我上啊 到底是你保护我 还是我保护你啊 啊 孙大力这才明白 原来少爷是想让他学武道 从前啊 他不是没想过 但是武道入门 引气太贵了 把他卖了都不够 所以啊 只能无奈放弃 巨鹰馆馆主 拍了拍孙大力的身体 称赞道 嗯 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可惜入门太晚了 说完之后 他握着孙大力的手腕 将一丝真气度过去 记住这一道真气 在你身体里的运行路线 然后试着留住它 引导它 按照这条路线运行 孙大力的身体 比林秀强了何止十倍啊 虽然猜到 他修习武道 会比自己更快 但林秀也没想到 他居然引气 一次就成功了 孙大力成功的 将那一道真气 留在了身体里 从此以后 只要在训练的同时 引导这一丝真气 按照固定的运行路线 这道真气啊 就会不断的壮大 而这就是武道的修行之路 连巨营馆关主 对此都十分意外 忍不住说道 我陈雄这一辈子 引气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一次就能成功的 也没遇到几个 小兄弟 你这护卫的武道天赋 不一般哪 武道和艺术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 艺术能力是上天赐予的 武道修行却需要有人引入门 而且艺术和武道 没有任何关联 艺术天赋一般的 武道天赋可能很好 反之亦然 孙大力一次就能引气成功 说明他武道天赋 远上艺术天赋 只是入门的晚了一点 如果他早二十年 引气入门 或许早就是一位 出色的武士了 去英馆馆主 今天心情不错 对林秀笑着说道 小兄弟 你要不要也试试 能白嫖干嘛不白嫖啊 林秀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 那就麻烦陈关主了 以后阿胡有什么事情 陈关主尽可来找我 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陈雄也不能小气 他大秀一挥 就冲小兄弟这句话 今日你武道没有入门 就别想回去 一个时辰后 林秀满意地和孙大力 走出巨英馆 站在大街上 他单手挥了挥拳 感受到体内有一道 特殊的力量 正在缓慢流转 而此时 巨英馆内 陈雄坐在椅子上 面色苍白 全身发软 他想要站起来 双脚却一阵无力 又重新跌回了椅子 他环顾看了看左右 没好气的 还愣着干什么 扶我起来 林秀单手握拳 并没有使用一束的力量 将体内的那一道真气 运行到手臂上 然后一拳挥出 虽然没有如赵灵音一般 挥拳产生音爆 可空气中呢 也传了一道破风之声 这就是武道的力量 或者说是真气的力量 将真气运转到身体某个部位 此部位的力量便能大幅提升 这与励志艺术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 励志艺术只能强化身体 真气还可以附着兵器上 对于站在武道巅峰的武者而言 一剑斩断河川 并非难事 哪怕是最强大的艺术师 遇到他们 也要赞避锋芒 原本按照孙教席 一节课为他引起一次的速度 林秀啊 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门 没想到陈管主这么热心 硬生生的在一天内 为他引起二十多次 强行让林秀入了武道之门 如果按照正常价格收费 这就是两千多近三千两银子 难怪众人公认武道是有钱人才能修行的 一般的小夫家庭都经不起这么折腾 好在啊 武道最难的也就是入门 只要身体内有了一道真气 之后只要按部就班的修行便可 这算是武道优于艺术的一点 虽然入门难 但修炼简单 任何人只要啃下苦工 都可以由弱变强 艺术就不同了 类似于力量冰冻这些 还可以依靠环境修炼 要是运气不好 觉醒了兽语 空间 或是别的奇奇怪怪的能力 连修炼都没法修炼 初次觉醒便是巅峰了 林秀正在院子里挥拳 赵灵音从月儿外走进来 他是真的喜欢白色呀 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长裙 见会有一些淡蓝的纹理 如果林秀没有猜错 他裙子下面应该还穿着一件 白色的长裤 自从认识林秀之后 他的衣品就变得不敢恭维 今天是林秀跟着他修行的日子 看到他过来 林秀自觉地向房间走去 赵灵音却道 今天不在这里修行 这些天你的进步很大 这样的修行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 等我走 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多亏了皇宫的差事啊 才让林秀没两天就能接触到大量的元经 连灵音都认可了他的修行速度 林秀跟在他身后 好奇问道 我们去哪啊 到了就知道了 跟着他一路来到艺术院 穿过几道月亮门 在最后一道门前 林秀停下了脚步 这道门的上方 刻了一个大大的天子 走进这道门 就是传说中的天子院 据说呀 如今的天子院中 十位学生 每一位都是罕见的艺术天才 无论是艺术能力还是天赋 都属于顶尖 天子院是他们修行之地 其他院的学生啊 是不能进入的 赵灵音偏头看了看林秀 走吧 我已经和院长请示过了 你可以进 林秀跟着他走进去 发现这里面 是一个个单独的小院 赵灵音带他来到一处院前 推开院门 进来 林秀刚刚踏进院子 就感受到了一阵凉意 不知为何 这院子的温度 比外面要低上许多 而且跟着他越向里面走 温度便越低 走到一处房间门口 林秀的眉毛上 已经结了一层冰霜 赵灵音推开房间的门 一阵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 林秀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他的目光望向房间里面 看到了一张床 确切地说 是一块冰 房间的正中间 放着一张冰床 无数的寒气 从冰床上冒出来 弥漫了整个房间 让这里 看起来有些先进的感觉 这是悬兵床 是由大龙王朝 极北之地 万年不化的悬兵制成 我平日里 就是在这里修行的 林秀忍道 不愧是天资源的天才 学院竟然能为他提供 这种修行资源 有着悬兵床在 他的修行时间 却不再局限于冬天 而是一年365天 只要他愿意 每天都是输酒寒冬啊 林秀看着这张悬兵床 是他问道 你让我在这张床上休息啊 如果你不怕冻死的话 就上去吧 林秀站在原地没有冻 他又不傻 他是不怕冷 但不怕冷也有限度啊 温度太低的话 还是会超出 他的承受极限的 就像是明和公主的 能力是火 但现在把他扔到岩浆里 他还是会死啊 你就坐在床边 和我一起修行吧 说完 他走到这冰床前 脱了鞋子 然后上床 盘腿而坐 林秀看着都忍不住 打了个冷战 隔着老远 他都觉得冷 这么坐着 屁股不会觉得冰吗 当然 他没敢问赵灵音 屁股冰不冰的问题 老老实实地走到床前 盘腿坐在地上 从这床上散发出来的寒气 无时无刻 不再侵袭他的身体 林秀必须全神贯注地 运转原力抵抗 本来他没有资格 使用这种资源 这是灵音 好不容易为他争取来的 他不能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林秀闭上眼睛 心无旁骛 一心一意地运转原力抵抗 悬兵床上 赵灵音缓缓睁开眼睛 他瞥了林秀一眼 嘴角浮现出 若有若无的笑意 一个多时辰之后 赵灵音和林秀走出天字院 前者神采异异 后者却面色苍白 脚不舒服 像是被掏空了身体一般 事实上 林秀的身体的确被掏空了 那悬兵床 果然是修行兵之艺术的质保 只是靠近他一点 体内的力量 就会自行运转 林秀坚持了一个多时辰 终于精疲力尽了 他现在什么也不想 只想回家睡觉 累啊 太累了 薛宁儿跟着几名铜窗 从远处走过来 看到林秀时眼前一亮 立刻对他招了招手 林公子 这么巧啊 我们正要去秋游 你要一起吗 如果灵音不在身边 如果他还有力气 林秀就和他去了 可现在啊 他只想回去睡觉 抱歉啊 宁儿姑娘 我今日还有些别的事情 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好吧 薛宁儿有些失望地点了点头 那明日我们去南湖饭粥 你可一定要来 一定 一定 赵灵音没有说什么 只是嘴角微微翘了翘 似笑非笑 林秀最终没能和薛宁儿 泛舟胡上 也没和薛宁儿约好的时间 是中午 而他早上 被灵音强迫着 修行了一个多时辰呢 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最后还是被大力背回去的 哪里还有力气划船呢 接下来几日都是如此 灵音以前是隔几天才帮他修行一次 现在是一天三次啊 林秀既没有时间应付薛宁儿 也没有时间去戏楼听曲儿 更别说和双双姑娘学习医术了 他每天都被赵灵音折腾得精疲力尽 一遍又一遍 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呀 当然 勤苦修行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林秀隐隐感觉到 他已经触摸到某个臂障了 再一次看到赵灵音的时候 林秀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走吧 赵灵音看了他一眼 今天不用修行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要离开王渡一些日子 你自己也不用修行了 现在的你已经到了平静 等我回来 应该就可以帮你再次觉醒了 林秀愣了一下 随后便惊喜道 什么 你要走 走多久 嗯 我走了 你很高兴 没有没有 眼看着赵灵音的眉头簇得更深 林秀连忙正色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像这个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哈哈哈哈 灵音的母亲要回娘家探亲了 她也会跟在身边 需要离开王渡一段日子 短则半月 长则一月 林秀都见不到她了 林秀当然很开心呢 虽然灵音对她很好 为她的修行煞费苦心 自己修行时啊 还不忘带上林秀 但这几天 林秀真的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她惦记薛宁儿和双双姑娘的能力 想念采一的生意 林音刚走 她就来到了梨花院 这几天呢 一直在高强度的修行 精神长时间保持紧绷 她迫切地需要放松放松 梨花院 二楼的雅阁内 这几天里 采一经常会想起那位特别的公子 她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 听她唱曲儿了 不过 这也并非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王都的这些贵公子啊 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 这几日喜欢采一 过两日 又喜欢轻衣叠衣的 也都随他们高兴 或许 她已经将自己给忘记了 上次那位容貌极美的姑娘 离开的时候 似乎很不开心 那是她的妻子吗 应该是的 那位姑娘才是真的漂亮 身上也透着一种贵气 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十分般配 宛如一对碧人 她轻叹口气 抬起头时 正好看到林秀从外面走进来 林秀和采一打了个招呼 采一姑娘 好久不见啊 这几天在忙别的事情 没时间过来听曲儿 采一回过神连忙道 自是公子的正事要紧 上次的事情 夫人没生气吧 听到夫人儿子 林秀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意识到 她说的是灵音 不是 我还没有成婚 哪来的夫人啊 采一微微一愣 随后心头烧喜 抱歉 是采一误会了 今日还是听公子 教过我的那些曲子吗 林秀点了点头 此事不解 其实啊 我今天过来 还有另一件事要和你说 采一姑娘 或许不知道 你早就觉醒了一种艺术 正是这种艺术 使得你与别人的声音 大为不同 采一想起上次林秀为她把脉的事情 依然有些难以相信 公子是说我吗 可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此艺术名为音质艺术 觉醒之后啊 只表现在声音的无形变化 你自己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林秀从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书册 递给采一 那 这本书上 有关于音质艺术的详细记载 你可以先看看 然后抄录一份 这本书当然是林秀 从艺术院藏书阁借出来的 此书对于采一 应该有不小的用处 书中还记录了几首曲目 并标注有完整的音律 据说是有助于音质艺术第二次觉醒 将手中的书翻了几页之后 采一旧相信了林秀的话 因为啊 这书上所描述的 和他自身的情形一模一样 他的声音原本和大家差不多 有一天 忽然发生了变化 姐妹们都说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了 他一直以为 是那段时间练嗓子的结果 没想到 居然是他觉醒了艺术 许久 他才回过神 对林秀道 多谢林公子 如果不是林公子 我还不知道 自己也拥有艺术呢 哎 我也是碰巧猜中了而已 随后 他有些诧异地问道 采一姑娘怎么知道我姓林 她记得自己 是没有告诉采一名字的 上次 白玉衣为我治病时 我听到 他唤你林公子 哦 原来是这样 林秀点了点头 好 忘记告诉你了 我叫林秀 他还没说完 才依旧面露惊讶 林秀 公子就是林秀 和赵家大小姐 有婚约的林秀吗 林秀已经习惯了 别人听到 她名字的反应 淡淡地点了点头 是我 看着已经打量了 自己好一会儿的采一 林秀问道 怎么 我脸上有花吗 采一脸色一红 随后低下头 没有 我很早就听说过 公子的名字 楼中的姐妹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将那位姑娘娶回家 现在看到了 是不是也觉得 我配不上她 没有没有 公子说笑了 您生的一表人才 哪里有配不上您的女子 您和赵姑娘是 郎才女貌 珠脸碧合 好了好了 我也知道 我配不上人家 不说这些了 我还是喜欢听 采一姑娘唱曲 晚些时候 我再教你一首新的曲子 采一姑娘的声音 真的触及灵魂 唱功加上艺术能力 音乐的魅力 在她的声音中 可以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所以 古来拥有音质艺术的人 不管男女 最终大都成为了一代名领 以采一的实力 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 林秀觉得 她得趁早和她打好关系 否则呀 等到她彻底红了之后 再想听她唱曲儿 可就没有现在这么容易了 而她的声音呢 又是至于林秀内心的 唯一良方 说实话 林秀对她已经动了死心 甚至想将她留在身边 这样就能随时随地 听到她这无比动听的声音了 而且这么好听的声音 只是用来听曲儿 未免太过可惜 以这样的声音 交流探讨人生 这谁顶得住啊 又不 干脆泡了她 林秀抬头看了一眼 正投入唱曲儿的彩衣时 心中的这个念头 更加强烈 她美丽大方 温柔知性 正是林秀喜欢的 玉姐类型啊 虽然没有秦婉儿那种 由内而外散发的致命魅力 但她的天籁之音 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林秀看得出来 才对她是有好感的 这是一个海王的直觉 只要她愿意 可以在一个月内 将这一丝好感 变成喜欢 甚至是爱啊 这还是因为 林秀打算采取 循序渐进 润武戏无声的方式 倘若用激进一些的手段 让对她已经有一些 好感的彩衣彻底沦陷 只要三五天 问题在于 公献彩衣不难 说服林音不打断她的腿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至少啊 也要等和赵家的婚约解除之后 在这之前 还是和她保持纯洁的友谊好一些 离开梨花院时 林秀本打算付钱 但彩衣却坚持不收 她看着林秀 目光坚定地说道 林公子 彩衣虽是细子 却也知道 艺术的修行之法极为珍贵 公子致病致恩 彩衣还未报答 又长蒙公子赠书 不过是为公子 唱了几首曲子罢了 倘若连这也要收取酬劳 岂不是成了 万恩负义之人吗 林秀一向不喜欢占人便宜 上次包子铺老板 送了她一体包子 她都找机会还回去了 林音对她的好啊 林秀也在想办法报答 贵妃娘娘两次送的珍贵手续 林秀想也没想的 就送给了她 但这一次 她却没有再坚持 迟早都是她的人 以后占她便宜的时候 还多着呢 也不差 这一次两次 梨花院门口 彩衣目送林秀远去 然后在心中 轻轻叹了口气 林公子的未婚妻 是赵氏那位天之娇女 她作为一个戏子 也听说过她的故事 两人呢 郎才女貌 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笑啊 她曾经还有那么一次 痴心妄想 她自嘲地笑笑 将心底的那一抹情愫 永远地埋在了心底 又一次上舞蹈课时 孙教席 压抑地看着林秀 你隐气成功了 哦 有个开舞馆的朋友 帮了我 隐气至少需要和她 一样的地级舞者 孙教席未曾想 林秀还有这种朋友 但也没有多说 既然你隐气成功 今日你的课程 便要做些改变了 隐气成功与否 舞蹈课的内容 也是不同的 还没有隐气 以及身体素质太低的 以提高身体素质为主 为之后的隐气做准备 而隐气成功的 如李伯章和林秀 则是以舞蹈修炼为主 而他们的修炼重点 是对真气的掌控 如将体内的真气 运转到身体某个部位攻击 或是将真气附着在兵器上 这对林秀来说 还是有些难度的 他身体里 只有微弱的一道真气 而且运转的速度很慢 蓄力过程需要很久 而将真气附着于兵器 目前的他呀 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课前休息的时候 薛宁儿从不远处走过来 他从秀中取出一张请帖 递给林秀说道 过几天是我的生辰 到时候会在我家里设宴 你不会这次还要拒绝我吧 林秀双手收下请帖 不会了不会了 前几天是真的太忙了 宁儿姑娘的生辰 我一定到场 林秀看了请帖才知道 薛宁儿过几天 就十八岁了 很难想象 十八岁不到的姑娘 发育居然这么好 放了她那么多次鸽子 这一次生日宴 林秀显然没有理由缺席 她对薛宁儿笑了笑 王威这几天 有没有烦你啊 林秀提起这个 薛宁儿就想起那天 林秀和王威 为了她争风吃醋 赵灵军未来的丈夫 为她和别人决斗 想想就很有成就感呢 她心中安息 脸上却装作不高兴 真乖道 你还说呢 谁让你和她赌斗的 万一你输了怎么办 我这不是赢了吗 说到这里 薛宁儿脸上 却浮现出疑惑之色 奇怪 王威为什么要和你 打这样的赌 她以前都是围在 秦婉身边转的 林秀愣了一下 目光微微一宁 随后望向薛宁儿 宁儿姑娘和王威 以前不熟吗 不太熟 话都没说过几句的 林秀沉默了片刻 随后脸上露出笑容 啊 总之她没有烦你就好 好了 我要去上课了 我们宴会上见 和薛宁儿分开之后啊 林秀手持一把木剑 按照孙教习的要求 保持同一个挥舞的动作 目光却望向了前方的王威 包括孙教习在内 甚至连王威自己恐怕都认为 是他选的那一把木剑不结实 但只有林秀知道 那把剑结实的 不能再结实了 王威对他当头 劈下的那一剑呢 是全力出手 毫无保留 若非如此 他的那把木剑 不会在瞬间就断掉 要知道 林秀最初的打算 是身上挨几下之后 装作无意中打晕王威 因为王威的权力 导致木剑 无法承受两人的力道 才在第一次相击 就直接断裂 王威已经炼出了真气 他的权力 以及打在普通人的脑袋上 轻则 头破血流 重则 一命呜呼 林秀原以为 他是被薛宁儿的美色 冲昏了头脑 醋一大发 失去了理智 下手啊 枉了轻重 但薛宁儿却说 两个人根本不熟 王威呢 也没有追求过他 也就是说 王威吃醋 只是一个幌子 他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林秀不知道 以前的平安博之子 有没有得罪过此人 即便是得罪过 两人到底有什么 深仇大恨呢 值得他在武道课上 对他下如此的狠手 又或者 他是自己未婚妻的极端粉 不想女神嫁给自己 于是打算 除掉林秀 林秀倒是没想过 王威是想娶赵灵君 不是他看不上王威 而是王威不配啊 此时 林秀所联想到的 不止这些 那天夜里的刺杀 是不是也和此人有关 那名刺客死后 所有的线索 都戛然而止 清理司查不出什么 已经封存了 此案的卷宗 但在林秀心中 这件事情 还没有过去 毕竟 那藏在暗处的人 是想要 他的命啊 倘若不是薛宁儿 聊天的时候 他无意中提到 王威并没有追求过他 林秀或许一直会认为 这是一起 由争风吃醋 而引发的事件 王威伪装得很好 只可惜啊 还是露出了破绽 这时 李伯章走过来 看了看林秀手里的情节 感叹道 林秀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连宁儿姑娘的 生辰宴情帖都拿到了 难道他没有送你吗 李伯章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啊 林秀 你这话说的可就伤人了呀 武道客上这么多人 拿到这请帖的 就只有你一个 倘若这帖子见人就发 薛国公府上 怕这都会人满为患了 林秀文言 不禁为武道客上 其他的男同胞叹息啊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啊 他们平日里跟在薛宁儿身边 安前马后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到头来啊 去林章 生日请帖都混不上 林秀目光向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王威也没有吗 王威的父亲 是广安侯 这大小也是个三等侯啊 本来应该是有请柬的 但是他上次挑战你不是失败了吗 按照赌约的话 嗯 他应该是得离宁儿姑娘远一些 就算宁儿姑娘给他 他有脸收吗 啊 李兄似乎对王都这些权贵很了解啊 嘿嘿嘿 这是自然 王都是什么地方啊 权贵遍地 我们这种平民百姓 要是不认识他们不小心得罪了哪个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李伯璋这句话说的没错呀 但却并不严谨 不止平民百姓 哪怕是其中一些权贵 得罪了更有权势的权贵 也同样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时啊 李伯璋忽然又问道 哎 不知 林兄想好要送宁儿姑娘什么礼物了吗 啊 还要送礼物吗 李伯璋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林兄你莫不是以为 去参加宴会 就是白吃白喝吗 这些天呢 白嫖嫖习惯了 林兄刚才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这下他可有点犯难了 薛宁儿生在大富大贵之家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 送的东西便宜了 有点拿不出手 送的贵了 林兄又舍不得 毕竟他赚钱养家不容易 累死累活赚的钱呢 可能还没有薛宁儿零花钱多 超过十两银子的礼物 林兄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而且啊 十几两几十两的礼物送出去 他也丢不起这个人呢 如果贵妃娘娘赏赐的金钗 和玉琢还在就好了 她的手势都是好东西 哪怕薛宁儿见多识广 应该也抵挡不住 那两样东西的魅力 这个念头 只是在林兄的脑海中 一闪而过 那种好东西 也就是送零音 送给别的女人 他还真舍不得 最终啊 林兄低头看了看 手中烫金的情帖 问李伯庄道 你说我现在就把这情帖 退回去 还来不来得及 林兄 你过分了呀 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 他却想要退回去 好像真有点不干人事啊 林兄最终还是收下了情节 礼物还是要送的 但是要省钱一点 而如何送出又省钱 又让姑娘满意的礼物 是一个合格海王的基本技能 一个时辰之后 今日的舞蹈课结束 也正好到了吃饭时间 刚刚结束训练的学生们 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出艺术院 准备大吃一顿 来犒劳自己 透支的身体 摘月标 是近日王都生意最好的酒楼 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 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这里 虽然这里的消费很贵 但众人也都出自大富之家 并不在乎这点银子 只有王威等几人 从摘月楼门口竟只走过 进入了不远处的另一家酒楼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或许啊 是摘月楼的菜品 不合口味 或许是觉得 摘月楼人多吵闹 也没有人在意他们 除了林秀 他抬起头 看着王威走进天香楼 表情若有所思 李伯彰拍了拍他的肩膀 进去啊林秀 上次是你请我 这次该我请你了 天香楼林秀并不陌生 前段时间因为治兵之事 他和天香楼曾经有过冲突 后来东城为之子 为逼他就范 设计陷害他 反被他摆了一刀 再后来啊 或许是得知 林秀是在为皇宫做事 天香楼及其背后的永平侯府 就再也没有了动作 林秀本来以为 此事已经过去 没想到天香楼 再次进入他的眼中 从艺术院出来 到摘月楼最近 王威舍近求远去了天香楼 说明从一开始 他的目的就很明确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这本来不是什么怀疑的点 可林秀刚刚得知 王威不是薛宁儿的追求者 是故意以此为借口挑衅他 在鄙视中对他下死手 转眼就看到他进了天香楼 他怎么能不怀疑什么呀 不得不说 王威此人做事不够细节 而魔鬼往往便隐藏在细节之中 薛宁儿之事是其一 天香楼是其二 莫非王威对他动手的背后 是永平侯府在授意 这是永平侯府 对他拒绝制兵的报复 倘若真是这样 他便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天香楼是永平侯的产业 但永平侯什么身份呢 平日里肯定不会亲自去管酒楼的事情 这种店铺 一般是交给府上 专门打理产业的管事 而区区一个管事 能够指使得了王威吗 这两件事情 似乎串联了起来 但林秀总觉得 哪里不对 就因为林秀 拒绝了为他们制兵 他们就想要林秀的命 这个理由虽然说得通 但有点过于牵强 今日是李伯彰请客 他知道林秀酒量不好 于是只让逝者上了茶水 又见他吃饭之时 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开口问道 啊 林秀 你有心事啊 哦 没有 只是今日的饭菜有些不合胃口 下次倒是可以尝尝 别家酒楼的菜品 比如天香楼是什么的 别的酒楼倒是无所谓 这天香楼嘛 林兄你还是少去为好 林秀文言目光望向他 为何呀 天香楼背后是永平侯府 永平侯曾数次亲自前往赵家 想要为自家公子求亲 这都被赵家拒绝了 林兄猜测是为什么呢 还能是为什么 自然是因为林秀和赵灵君有婚约啊 连起来了 一切都连起来了 不管是天香楼也好 王威也罢 这两件事情的背后都是永平侯府 王威以争风吃醋为幌子 对林秀痛下死守 恐怕天香楼当时的目的 也不单纯是让林秀置兵 这背后之人隐藏得极深 手段极其阴险 如果不是薛宁儿的一句无心之言 如果不是王威细节上露出了马脚 如果不是李伯璋提醒 林秀根本不会想到 原来啊 他和永平侯府恩怨的根源 竟是那一纸婚约 林秀轻轻抿了口茶 对李伯张道 我刚才看到王威进了天香楼 难道他与永平侯府有交交 永平侯是大下一等侯 手中全鸣不小 身后自然不缺簇拥了 王威的父亲广安侯 视为永平侯马首是瞻 此外呢 东城令东城卫 也是永平侯一手扶持上去的 这东城牙就像是 他们家后院一样 还有钟永伯 程义伯 这也都是永平侯的手下 钟永伯 林秀目光微微一宁 他没想到秦聪的父亲 也是永平侯的人 难道说 秦聪对他的针对 也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虽然当时是林秀主动得罪秦聪的 秦聪找的麻烦 也理所应当 可无论是天香楼制兵 还是武道客挑衅 哪一件事情不是理所应当啊 有人在利用这些理所应当的事情 试图隐藏 背后真正的原因 林秀有时候还在纳闷 怎么他才来这里不久 就遇到这么多事情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 爱招惹麻烦的事 这儿逼体质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一切看似偶然 其实都是必然 不是他喜欢招惹麻烦 是一直有人在故意安排他 如此出来啊 内衣的刺杀世界 也是永平侯府的手笔了 林秀觉得很怨啊 他招谁惹谁了呀 明明他也是那婚约的受害者呀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赵灵因就是林秀的弊 只要这桩婚约还在 恐怕整个王都都盼着他出事的 不止永平侯一家 而永平侯府三番两次 对林秀动手都没有成功 恐怕也不会就此罢手 为了避免弄错了敌人 林秀还要再确认一下 王都某处酒楼 无情吃饱喝足 从酒楼内走出来 他此刻心里感叹 这普通酒楼饭菜的味道 远远无法和天香楼相比啊 只可惜 自从上次办砸了永平侯公子 交代的事情之后 他就被彻底放弃了 从此啊 他便无法像以前一样 在天香楼白吃白喝 在对方身边 彻底成为了一个边缘人物 走出酒楼 吴清正要回衙门 忽然被一道人影挡住了去 哪个不长眼睛呢 他张口就想开脉 当看清来人之后 脸都被吓白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最近可没惹你 吴清是真的怕林秀啊 上次的事情 如果不是林秀放他一马 恐怕他现在 头期都过了 林秀对吴清 微微一笑 哎 别怕呀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知道上次的事情 你是受人指使 你只需要告诉我 指使你的人是谁就行 没有人指使我 只是我经常在天香楼吃饭 和天香楼掌柜的关系很好 那段时间 你给摘月楼治兵 客人全都跑到摘月楼去了 他就让我帮帮他的忙 真的 千证万全 第五十八集 林秀对他微微一笑 既然是你一个人做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冤有头债有主 你也别怪我 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 每年今日啊 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的 吴清脸色大变 你想干什么 陛下明日让我为皇宫的兵库储兵 我现在揍你一顿 回去打断自己三根肋骨 明天宫里来人的时候啊 就说被你打成了重伤不能行动 让陛下呢 再等几日 你这是诬险 我和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诬险你啊 另外 宫里的公公我很熟的 明日他们应该会如实向陛下禀告 你回去准备一下后续吧 这两天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 最好和亲戚朋友啊 告个别 我怕到时候啊 没时间 吴清晨默一顺 果断地抬起头看着林秀 是这样 那件事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永平侯府的大公子杨轩 他让我找你麻烦 还说最好找个机会废了你 愿有头债有主 你要找就找他去 不关我的事啊 回到林府之后 林秀将自己关在房间 一个人坐在桌前沉默良久 一等侯府 对于现在的林家来说 实在是太过庞大 根本无法招惹 与他们正面对上 无异于以卵击石 不久之前 林秀还可以用皇宫制兵的 差事自保 可如今呢 他连最后的仪仗都没有了 不过好在林家即便没落 也是权贵身份 即便是永平侯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动手 从秦聪 天香楼 以及王威这几件事上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呢 明面上做事还是很忌惮的 林秀呢 只要提防他们暗地里的小动作就好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林秀便不再担心了 躲在暗处的敌人最可怕 即便已经弄清楚了他们的身份 他可以慢慢找机会 找机会弄死他们 第二天呢 吃过早饭之后 林秀带着孙大力和大黄走出林府 关于自己被永平侯府算计的事情 林秀并没有告诉平安伯夫妇 因为即便告诉他们 也不过是徒增他们的担心 林秀自己就有信心处理好此事 而且啊 他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薛宁儿的生日 薛宁儿的能力是飞行 这个能力 林秀志在必得 并不仅仅是为了圆堂儿时的飞天梦 飞行这个能力 是诸多艺术能力中 较为特殊的一种 在第五次觉醒之前 此种能力表现在 可以无视地心引力 使自己凌空飞行 但在第五次觉醒之后 这种能力会发生质的变化 具体的说 会从悬浮自己变为悬浮万物 即从飞行到控物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能力 如果薛宁儿能将自身能力 觉醒五次 他的能力就会从悬阶的飞行 进化到天阶的掌控 飞行只是悬阶能力 但掌控却是天阶 到时候 他不仅能让自己飞起来 还能让别人飞起来 而且这个世界的人们 还没有重力的概念 但他们显然已经了解到 这种能力的恐怖 不然也不会将其列为天阶 正好灵因不在 在这一个月里 他要努力修行 争取第二次觉醒 然后尽快将薛宁儿的能力搞到手 否则等到灵因回来 他又会天天榨干他的所有精力 那时候 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为了迅速增进和薛宁儿的关系 这次生日宴 林秀在即将送给他的礼物上 费了不少心思 事业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整个王都被夜色笼罩 没钱点蜡烛的穷苦人家 早已歇息 薛国公府却依旧灯火通明 一辆辆马车轿子 停在薛府两旁的街道上 如长龙一般 从街头停到街尾 毫不壮观呢 今日 是薛国公孙女薛宁儿的 18岁生辰 国公府所摆出的排场 却比某些大家族的长者过八十大寿 还要大 今日来薛府的呀 都是王都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而平日里 大部分百姓需要仰望的一些小权贵 甚至连参加今夜宴会的资格 都没有 薛国公府 人丁兴旺 第三代中 有男丁十余人 却只有一位女孩 因此 薛宁儿从一出生 就受尽宠爱 一些人趁着他生辰宴的机会 奉上厚礼 借此 巴结薛家 永春侯府为何公子 送上玉如意一对 举鹿侯府沈云公子 送上碧玉琵琶一对 陈国公府 陈佩佩小姐 送白银一万两 国公府大门口 有专门负责收礼的管家 一边记录礼金 一边将众人的鹤里高声念出来 被念到名字的 回头对还在排队的众人公公手 然后大步走进去 一名年轻人递上请帖 那管家看了看 请帖前面的名字 高声道 平安伯府林秀林公子 送上 说完 他见着年轻人没有动作 小声提醒道 公子 您的鹤里呢 我的鹤里比较特殊 一会儿亲自送给宁姑娘 管家对此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那些追求自家小姐的年轻人 就是喜欢搞这一套 只要这请柬是真的 他也不会阻拦 只不过呀 一个小小的三等伯之子 也想追求自家小姐 无疑是痴心妄想了 虽然他的样貌 在小姐的众多追求者中 的确无人能及 但身份 还是太过低微 此刻 还在府门口排队的客人中 却爆发了一场议论 平安伯 平安伯不是三等伯吗 听说一等钟永伯 都没有被邀请 他的情节 哪里来的 不知道 可能是宁儿姑娘的朋友吧 不会吧 宁儿姑娘的朋友 怎么可能连礼物都没有带呀 林秀 这林秀 不是和赵家敌女友婚约的那位吗 他也来了 什么 是他 开死的 躲起之仇不共带天啊 宴会还未开许 薛福已经非常热闹了 林秀走到院子里 坐有四顾 竟是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也难怪啊 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唯一算是朋友的 也就是身份神秘的李伯璋 他说自己是平民百姓 普通家庭 但林秀始终对此存疑 一个平民百姓 哪里来那么多建设 又怎么会对王都权贵这么了解 只不过他不说 林秀啊 也没有细究 林秀与他交朋友 只是两个海王的 惺惺相惜 与他的身份无关 至于啊 其他一些混了个脸说的同窗 都是薛宁儿的舔狗 根本没有机会 参加金翼的晚宴 所以别人都三五成群 有说有笑 他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好在薛宁儿作为今天的主角 本就在院子里迎客 看到林秀时高兴地对他挥了挥手 然后就迈着小碎步走过来 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也簇拥着他过来 薛宁儿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的裸裙 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 不浓不淡 恰到好处 他的头发梳成了凌云记 其上点缀着许多细品 在烛光的照耀下 一一声辉 仿佛他整个人都沐浴在耀眼的光芒中 毫无疑问呢 薛宁儿无疑是今夜唯一的焦点 他身旁的那些女子 容貌也有出色的 但与他站在一起 都变成了衬托红花的绿叶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的生日宴没有请秦婉 没有请赵凌云 也没有请宁和公主 倘若他们中任何一人来了 今夜的情形也只会是双月争辉 当然薛宁儿不请他们 也在情理之中 林秀要是薛宁儿 他也不请啊 不得不说 薛宁儿作为艺术院四美之一 抛开家室 仅仅作为一个女人 他也拥有独到的过人之处 如果他不是那么的绿茶 林秀还是很愿意和他做朋友的 第五十九集 林秀看着款款走来的薛宁儿 微笑说道 借的宁儿姑娘比婉儿更加漂亮 薛宁儿心中威喜 林秀这个人真的是太会说话了 刚才见到其他人都夸他今天晚上很漂亮 难道他平时就不漂亮了吗 在今夜无数的赞誉和夸赞中 只有林秀这一句是最得他心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是和林秀说话 他即便再郁闷的心情也会很快变得开心起来 他脸色微微一红 故作羞涩道 没有了 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长得如此英俊的 薛宁儿身边的几名年轻男子 脸色都变了变 其中一人更是皮笑肉不笑道 宁儿 这位兄台是谁啊 以前怎么从没见过 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薛宁儿这才站在林秀身边 对众人道 这位是平安伯府的林秀林公子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一听说是平安伯之子 众人立刻放下了心 还以为是什么人物 没想到只是区区三等平安伯之子 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对手 而且啊 王都权贵之中谁不知道 那平安伯之子和赵家的嫡女 有婚约和他们自然也没有了竞争关系 哎等等 平安伯之子 平安伯之子不就是赵家天交的 未婚夫吗 难道就是此人 一时间 众人心里都有些复杂难言 虽然他们在追求薛宁儿 但谁人不知赵灵君呢 如果让他们在赵灵君和薛宁儿之间选一个 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 但这种选择他们在梦里都不会有 面对赵家那位女神 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 眼前这位除了长得好看 一无是处的家伙就更不配了 可偏偏呢 他真的是赵灵君的未婚夫 所以他们嫉妒 十分嫉妒 薛宁儿像是没有注意到众人的表情变化 又一一对林秀介绍道 这位是魏国公家的二公子魏文远 这位是齐国公家的大公子齐青霄 这是陈国公府的陈佩佩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按照顺序介绍到最后一位青年薛宁儿道 这位是永平侯府的大公子杨轩 前面那些人啊 林秀都只是微微抱全见礼 当薛宁儿介绍到永平侯公子时 林秀抬头望向他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啊 杨轩 久仰久仰 看着林秀那和煦的笑容 不知为何 杨轩忽然从心里感受到一股良意 不过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不见 如果不是忌惮赵家 他捏死此人 不比捏死一只蚂蚁男生多少 他和林秀目光对视 似笑非笑 宁儿姑娘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等的朋友 以后还要多多照顾才好 林秀若有深意地笑笑 应该的应该的 薛宁儿的祖父是大下三等公 永平侯乃是一等侯 绝位只比他低上一剑 由侯府的大公子亲自送上贺礼 也算是非常重视了 薛宁儿是今夜的焦点 今夜参加宴会的年轻人 也大都围在他的身边 这时 一名年轻男子从袖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 方形的锦盒 双手捧着递给薛宁儿 宁儿 这是我派人从西域寻来的明月珠 是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 他打开锦盒 一颗形似珍珠 比鸽子弹还大的物体 正躺在锦盒中 发出淡淡的荧光 虽说薛府门口就有礼房 大部分人在进门前 都会将礼物放在那里 但也有些人送的礼物 格外珍贵 想要当面交给薛宁儿 也能顺便在众人面前露露脸呢 此刻拿出明月珠的人 是魏国公府的二公子魏文远 也是追求薛宁儿的众人中 最有实力的一位 女孩子嘛 总是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此宝物刚刚拿出来 便引起了薛宁儿身边 众多年轻女子的一阵惊呼 哇 好漂亮的明月珠啊 这么大 这么纯净的明月珠 一定十分难寻吧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明月珠 魏公子 真的是有心了 就在众女叽叽喳喳 用羡慕的目光 打亮着这明月珠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来 哼 明月珠有什么好的 俗气 宁儿 来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 说话的 是齐国公府的大公子 齐青霄 他不屑地看了魏文远一眼 将手中的一个玉匣打开 这玉匣通体翠绿 不见一丝杂志与裂纹 单单这匣子就是预料中的极品 价格不菲 可想这匣中之物 应该更加珍贵 此时 齐青霄已经将手中的玉匣打开 只见那匣中放着的是一个 有着指甲盖大小的菱形晶体 看到这晶体的一刻 人群再次传来几道惊呼 只不过这次被震惊到的 是在场的男子 圆晶 天哪 这恐怕是五阶异兽的圆晶吧 这 这太珍贵了 有了这颗圆晶 宁儿姑娘以后 从玄阶进入地阶的可能 这至少会增加一成啊 就连林秀看了这盒中之物 都不由地在心里感叹呢 这些权贵子弟为了泡妞 还真舍得下本钱呢 圆晶他自然不陌生 他的圆力之所以增长得这么快 除了有灵音带他一起修行的原因外 最重要的就是圆晶 只不过 林秀所用的圆晶 是低阶易寿的圆晶 那种只有米粒大小的菱形晶体 唯一的作用就是加快刚刚觉醒能力的人修行 他出自低阶易寿的体内 只要有钱并不难获得 但高阶易寿不一样 五阶易寿实力不弱于低阶艺术师 已经拥有了很高的灵智 捕猎他们需要冒着很大的危险 而即便能打败他们 也很难拿到他们的圆晶 因为他们在临死之前 会引爆圆晶 拼死一搏 即便生死 敌人也别想捞到什么好处 这种高阶易寿的圆晶 含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增加艺术师觉醒的几率 虽然只有一成 也是许多艺术师梦寐以求的 低阶易寿的圆晶 有价无事 比起明月珠显然更加珍贵 薛宁儿八面玲珑 自然不会表现的偏爱那个 将两人的礼物双双收下 多谢两位公子 你们的礼物宁儿很喜欢 两人对薛宁儿微微一笑 目光望向彼此的时候 却都冷哼一声转过头去 这时人群中 又传来一道疑惑的声音 不知道这位林公子 目光看向林秀 纷纷摇头 自从知道了他就是平安博之子后 他们就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 他凭什么能娶赵姑娘啊 就凭他长得好看吗 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 他便是王都所有年轻男子的 一生之敌 所有人都乐意看到他出丑 这会让他们很开心呢 薛宁儿知道林秀的家境不好 也没有期待他会送自己什么贵重的礼物 但此刻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知道男人嘛都是有自尊心的 即便他真的很穷 也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如果他说林秀即使不送礼物也可以 反倒会伤他的自尊 但很快的他便微微一笑 啊 林公子的礼物几天前就送给我了 我很喜欢呢 林秀大概知道薛宁儿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了 哎呀 这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谁见得不叫一生好妹妹呀 第六十集 他对薛宁儿微微一笑 啊 其实今天晚上 我还为宁儿姑娘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本来打算啊 过一会儿再拿出来的 既然大家想看 就只好提前献丑了 薛宁儿没想到 林秀真的为他准备了礼物 好奇问道 什么礼物啊 林秀从秀中取出一根细细的竹筒 用火轴点燃底部的眼线后 一道白光射向天空 在高空中猛然乍响 王都另一处 已经快要睡着的孙大力猛然一个哆嗦 看到天空中炸烈的火光 连忙道 放放放快放 薛福 有人愣了一下之后 便大笑说道 难道说你送给宁儿姑娘的礼物就是一个炮仗 怕话音落下 不远处的天空中忽然有无数的流光积涉而起直冲天际 那道道流光在高空中炸开 照亮了一片天际 也让这漆黑的夜色中 出现了无数五颜六色的光彩 此时的薛福 无数人抬头望天 那是什么 好漂亮的燕火 好美啊 许久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烟花了 七彩的燕火照亮了夜空 也照亮了薛妮儿陶醉的俏脸 燕火的色彩从他的头上流离饰品中折射四散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仿佛从光芒中走来 一名年轻公子轻哼一声不懈道 哼 燕火有什么好看的 值不了几个钱 挺多几十两银子 完全无法和明月珠 以及地阶异兽的圆精相比 这也能算礼物吗 周围的男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但几乎所有女子的脸上 或多或少都浮显出了一丝异彩 虽然知道这燕火不及明月珠和圆精贵重 但若是有人在他们生辰之时 花心思为他们安排一场 这样美丽的燕火 想来他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个夜晚 在那光彩夺目的燕火中 薛福的晚宴正式开始 晚宴是以自住的形式 院子里的床桌上摆着一盘盘烤肉 糕点水果 以及各种各样的饮品 供客人们自由取用 角落里 林秀端起一杯不知名的果汁 轻轻抿了一口 薛宁儿缓步走到她的身边 小声说道 谢谢你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海王之间啊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若他设事尾身 就带他看尽人间繁华 若他心已沧桑 就带他做旋转木马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追求不同的女子 要用不同的方法 夜明珠贵重吗 的确贵重 高阶元经罕见吗 也的确罕见 但薛宁儿 畜神大厦顶级贵族 又是家里唯一的掌上明珠 从小受尽宠爱 什么贵重的东西没见过呀 寻常的礼物 哪怕再贵重 恐怕也无法打动他 这些只懂得 这些只懂得砸钱的土鳖 一定不懂什么是浪漫 又有哪一个刚刚十八岁 青春浪漫的女孩子 会拒绝一场浪漫的烟花呢 忽明忽暗的夜色中 薛宁儿抬头看着林秀 面色有些复杂 你如果不是平安博之子 那该有多好 正好有一道烟花在天空炸开 林秀没有听清薛宁儿的话 于是问道 啊 宁儿姑娘 刚才说了什么呀 没什么 他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一开始啊 他只是将林秀当成一件工具 一件能让他斗营赵灵君的工具 但这些天的相处 却让他对最初的想法 产生了一点动摇 和林秀相处时的开心与愉悦 是他从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他的风趣幽默 时而夹杂着一些 他并不反感的调戏 他说的话总是他想听的 就连送给他的礼物 都是这么的别出心裁 如果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一定每天都是开心的吧 只可惜啊 即便是这样一个 最懂他心思的男人 最终也要被赵灵君抢去 这让他心中的嫉妒更深 同时也坚定了最开始的信念 即便他最终是赵灵君的男人 但赵灵君得到的人 也是他先不要的 是的 他要林秀爱上他 然后在王都人尽皆知的情况下 拒绝他 薛宁儿心中默默地 对林秀说了声对不起 借口还有客人要招待 有些心虚地离开了林秀身边 看着薛宁儿离开 林秀轻舒口气 从薛宁儿的表情来看 他这份礼物没有送错 也不枉他为他花费那么多心思 对于女子的心理 林秀还是有过深入研究的 如果薛宁儿不是国公府的明珠 只是家境贫寒的百姓子女 那么无论是送首饰还是放烟花 都没有直接送银子的效果好 但他家是显赫 从不缺贵重的礼物 自然还是焰火更好一些 不仅浪漫 而且便宜啊 这一场全程瞩目的烟花大秀 不过才花了林秀几十两银子 虽然还是超出了预算 却也还在他心里 能够承受的价位之内 如果他再多吃一点 没准能将成本吃回来 为此林秀白天都没怎么吃饭 在别人都在巴结奉承薛宁儿时 只有林秀一个人在专心地吃 一个时辰之后 今夜的宴席才终于结束 宾客们陆续地离开薛府 永平侯之子杨轩和蒲丛 正准备离开时 一道人影从后方走过来 和他并肩站在一起 杨轩瞥了林秀一眼 林秀的礼物真是别出心裁 看得出来 宁儿姑娘很喜欢 林秀脸上露出微笑 转头望向杨轩 压低声音道 这里没其他人 其实你不用这么撞他 杨轩表情微微一致 忽而又笑了出来 林秀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林秀轻笑一声 别装了 天香楼一事 是你在背后之事 那天王位向我挑战 也是有你的授意 对了 秦聪曾经找我麻烦 是不是也是你的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就算了 林秀摇了摇头 大步走出薛府 随后又回头 对杨轩一笑 计划的不错 就是找的人不太靠谱 以后继续努力啊 其实我还挺喜欢 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看着林秀转身离去的背影 杨轩表情平静 秀中的双拳已然握紧 估计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 他是怎么知道的 秦聪之事 分明是两人结缘在先 他只不过是暗示了秦聪几句 天香楼施压 明面上也是因为治兵而起 王威武道客按下狠手 他做得更加隐晦 每件事都有合理的因果缘由 林秀究竟是怎么查到他身上的 身后的一鸣随从想了想 虽然公子每次的安排都很巧妙 一般人轻易不会怀疑到你 但如果有心去查 也不难查出秦家王家 以及天香楼和我们的关系 这平安博之子恐怕没有情报中 说得那么愚蠢 真的是我小瞧他了 杨轩的表情平静下来 很快诱导 本来我还打算 再让他快活一段时间 既然他自己找死 那就成全他 公子 万一再遇到上次的情况 宫里怪罪下来的话 杨轩冷哼一声 他的能力以前对宫里有点用 但我让人调查过了 皇宫已经很久没有再次宣照过他 这一次 我看还有谁能救他 少爷已经有了安排 对付一个小人物 却几次三番的失误 杨轩本打算先停手一段时间 做一个详尽周密的计划 以做到一击必中 但今夜林秀的主动挑衅 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一刻也不想再等 只想快点解决这块心病 这一次让东承令去做 让他事情做得干净些 这一次 我要让此人永远无法翻身 离开薛府 没一会儿 林秀就回到了家里 林家的新宅 就在城东最繁华的地带 距离皇宫不远 距离薛府也很近 王都这些有权有势的家族 府宅啊 其实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这一片区域防卫极其严密 可谓是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是王都除了皇宫外 最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 晚上出门 甚至都可以不用带护卫 除了那位自身能力 是严厉的刺客 几乎没有刺客 会选择在这里动手 也正是因此 林秀才没有带孙大力 而是让他去筹备今夜的这场焰火 林秀回到家没多久 孙大力也回来了 刚进门他就问道 少爷 怎么样 我没搞砸吧 嗯 不错 我让你办的另外一件事 怎么样了 孙大力将一个玉制的匣子递给林秀 少爷放心 已经买好了 林秀打开玉匣 匣中是十颗半透明的菱形晶体 这晶体的体积 袁小于林秀今夜在薛府见到的那颗 却比他在皇宫用的那些略大一些 皇宫为他提供的 用来恢复原力的元晶 来自一阶异兽 薛宁儿收到的那颗 则是五阶异兽元晶 林秀面前的元晶呢 属于二阶异兽 一阶异兽的元晶 大概十两银子一颗 每高一阶的元晶 价格是十倍之差 五阶异兽元晶已经高达十万两一颗了 而且还有价无需 真正的成交价恐怕再十几万两 齐国公府的那位公子 为了追求薛宁儿 可谓是下了血本啊 林秀让孙大力买着十二颗二阶异兽元晶 一共花了一千两 已经让他十分肉疼了 但为了他的计划 林秀必须在短时间内再一次觉醒 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在皇宫的一个月 林秀吸收了两百多颗元晶 抵得上他正常情况下两百多天的修行 再加上前段日子 灵因对他的极限压榨 恐怕他来这里的短短两个月 已经差不多相当于修行的一年 而此时他体内的元力增长已经极为缓慢 甚至陷入停滞 这说明他遇到瓶颈了 瓶颈正是再一次觉醒的前兆 这个时候 一接一受的元晶对他的修行 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需要的是更高级别的元晶 依靠自身的原力 去冲击那道屏障 虽然也可以 但需要不短的时间 林秀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他一个人回到府间 昏上房门 弹息坐在床上 取出一颗元晶 握在手心 然后 微微涌力 下一刻 一道比他之前感受到的 庞大了十倍的元力 便从手心 涌入他的身体 林秀发出一声闷哼 身体也不受控制的晃了晃 最终还是强行稳定下来 他的身体远超常人 又被灵因极限压榨了那么多次 这种程度的痛苦 可以忍受 一刻钟之后 林秀缓缓睁开眼睛 轻吐口气 有些遗憾道 失败了 高阶易寿的元晶 可以提高突破的几率 但并不是百分百 而是只有一成的成功率 林秀还有九次机会 从概率上讲 只要他运气不是太差 剩下的九次 总有一次能够成功 林秀再次取出一颗圆精 握在手里 夜已深 林秀还没睡 他盘腿坐在床上 看着手中最后一颗圆精 心里一阵无语 说好的十分之一概率 这也太黑了吧 圆精还剩最后一颗 用完之后如果没有突破 明天还得让孙大力出去买 二阶易寿的圆精 相对不算稀有 只要有银子 十颗八颗还是能买到的 片刻之后 林秀手握最后一颗圆精 心怀悉悸 再次闭上眼睛 一夜时间悄然而过 清早 寄到清脆的鸡鸣之后 狗窝里的大黄 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看身边的大骨头 大黄吞咽了一口口水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天 但每次想到这些天的经历 他还有一种 狗生如梦的感觉 从生下来开始 他就在街头流浪 不仅要忍受风吹雨打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饱一顿饿三天 更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候啊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窝 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 啃不完的骨头 他觉得狗生 已然达到了巅峰 这时 一道声音 忽然传到他的耳中 大黄 过来 大黄猛地抬起头 两只耳朵竖起来 狗脸的表情警惕至极 他没有听错吧 他刚才好像听到 有狗在说话 难道这院子里 还有第二条狗 他原地转圈 看了一遍 也没发现院子里 有其他狗啊 只有主人 站在院中 林秀看着大黄 嘴唇被动 却有一道声音 直接在大黄脑中响起 别找了 我在这里 大黄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抬头看着林秀 狗眼猛然瞪大 命运女神呢 最终还是眷顾林秀的 一千两银子 买了十颗圆精 终于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让他突破了一层桎 原力发生质变 能力自然也和之前 大不相同 最让林秀惊喜的是 原力质变之后 各种能力的提升 真的是同步的 如今的林秀 可以在一瞬间 将身体一丈范围内的 地面结冰 而他的力量 也迎来了暴增 可以轻松举起 之前无法举起的失所 那随身空间体积 则增长了十倍 变化最明显的 还要属兽语能力 以前的林秀 只能听懂他们的话 如今呢 他已经可以用能力 和动物通感 让自己的声音 直接在他们的脑海中响起 大黄就是他的 第一个实验对象 如今的他呀 已经成为了林秀的眼线 帮他监视着 林府周围的 一切可疑人等 正常情况下 有谁会去注意一条狗啊 而从薛宁儿的 生日宴回来之后 一连七天 林秀都没有出过家门一次 他让孙大力 去艺术院帮他请了假 每天就待在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没有见过双双姑娘 也没有去过梨花院 说句心里话 这样的日子 让林秀憋得有些难受 但应该有人比他更难受 天香楼 杨勋坐在一间 雅间的椅子上 一名年轻人 站在他面前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公子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就等那林秀出门 可他这几天 一直待在家里 连家门都没有走出来过 杨轩表情平静 端起茶杯 勉了一口 等 他总会出来的 我倒要看看 他能躲到什么时候 林府 林秀坐在院子里 单手脱腮 无聊两个字 明显地写在脸上 他在等人 来的人或许会是双双姑娘 又或许是李总管 或者别的什么总管 算算时间 他们也应该来了呀 足足等了一个多十只 他的小院之外 才传来了一阵 轻盈的脚步声 双双姑娘迈进小院 还未开口 林秀便主动问道 哎 是不是贵妃娘娘 让你来的 那只宠兽的病情 又反复了 双双姑娘 美目圆装 小嘴微张 林公子 你怎么知道 第六十二集 林秀当然知道啊 而且她从前两天开始 就在家里等她了 贵妃娘娘的那只灵兽 患的是心病 林秀上次和双双带她出宫 只是暂时地 缓解了她的抑郁症状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时间一久啊 她还是会重回抑郁的状态 并且到那个时候 即便是再带她出宫 也没办法起到第一次的效果 贵妃娘娘的宠兽 是王母所赠 对她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所以 她一定会再次想到林秀 上次回到太医院之后啊 白双双便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何在诊治贵妃娘娘的宠兽医事上 太医院的所有御医 都束手无策 而没有学过多少医术的林公子 却总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后来啊 她想明白了 太医医的是人 林公子呢 医的是心 她的医术并非体现在艺术能力 也不是药剂药方 而是她拥有一颗玲珑之心 她能设身处地地站在病人的位置考虑 从而做出准确的推断 哪怕她的病人只是一只灵兽 甚至不用自己开口 她也能猜出她的来意 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这让白双双心中对她更加钦佩 林秀并未对她过多解释 而是微微一笑 我们走吧 走出几步之后 林秀的脚步忽然又停下 双双姑娘 你先回宫 在太医院等我 我很快就到 双双姑娘点了点头 一个人离开了林府 不久之后啊 林府后门 一道身影缓步走出 穿过了几条小巷 从某一个巷口走出来 悠哉悠哉地 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林府斜对面 一处茶楼的二楼 一个有着浓浓黑眼圈的男人 从窗内探出头来 望着林府大门 都几天了 她怎么还不出来 她不知道的是 在她望着林府的同时 街边墙角一只黄色的土狗 也同样在望着她 大黄一边盯着 那茶楼二楼 一边思考着一些事情 难道主人是狗变的吗 不然怎么会说狗话呢 依她的狗脑袋 暂时还想不明白这些事情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 她只知道 要听主人的话 家里附近有任何意外情况 都要第一时间 向主人回报 不多时 太医院 失去了后宫治兵的差事 林秀就没有办法 再进入那里了 外人未经允许 擅闯后宫 是死罪 毕竟那里住着的 大都是皇帝的老婆 皇帝也是男人呢 而且是大厦身份 和地位最高的男人 不可能容忍 头顶一片青青草原的事情啊 双双姑娘在太医院等林秀 看到她后立刻到 林公子 我们快些去长春宫吧 陛下和贵妃娘娘 都在那里等着呢 陛下也在 她其实不太愿意见到皇帝 林秀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君君臣臣的思想 也没有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觉悟 不管是谁想要他的命 他都会和对方抗争到底 皇帝也一样 但现在的林秀 可没有和皇帝抗衡的实力 自己的生死 只是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林秀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万一说错了什么话 做错了什么事 引得龙颜大怒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今天呢 显然是躲不过去的 林秀整理好心情 啊 我们走吧 片刻后 长春宫 林秀和双双姑娘走进长春宫 公园内一片愁云惨淡 宫女下人们低着头 几名太医在一处宫殿前候着 不过是几日不见 贵妃娘娘整个人看起来 庆见了不少 怀里抱着的林宠 也双目无神 无精打采的 精神看起来 比上次还要差 林秀走到院子里 对贵妃和站在他身旁的下谎道 臣参见陛下 参见贵妃娘娘 看到林秀时 贵妃的脸上才多了一些神采 快步走过来 林秀你快来看看 楠楠怎么虚弱成这样 本宫让人带她出宫 也没有一点好转 林秀从贵妃手中接过宠兽 这小家伙呢也不抵抗 干脆连眼睛都闭上了 夏皇看着林秀 你还懂医术 回陛下 全不懂医术 只是以前家中养过猫狗 又看了些书 略懂一些动物的奇性 只要你能治好贵妃的爱宠 朕重中有赏 臣当尽臣所能 贵妃娘娘 林宠现在精神很不好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 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房间 好 本宫这就安排 很快的 林秀就被带到长春宫的偏殿 她抱着这宠兽走进去 贵妃的脚步在门口停下 双双姑娘啊 本来想跟进去看看 但林秀没有请她 她也只好等在外面 林秀怀里抱着这宠兽 走到房间里面 她还是闭着眼睛 无精打采 虚弱至极的样子 林秀呢 拍了拍她的脑袋 别睡了 起来玩 怀里的小东西 一个机灵 立刻睁开眼睛 茫然又惊喜 谁 谁在说话 对于这只 叫做白灵的小兽而言 她瘦身做的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恐怕呀 就是因为贪玩 一个人跑出了族群 正在森林里 开开心心的 和一只小老虎玩耍的时候 一张大网 从天而降 她先是被关在了笼子里 忍受车马的颠簸 每天都昏昏欲睡 后来 她又被带到一个地方 那里有很多笼子 每一个笼子里 都关着各种各样的异兽 很多人在笼子面前 走来走去 再后来 她被人带走 最后 来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 虽然有吃有喝 可是没有父王母后 也没有同族的伙伴 没有人陪她说话 她听不懂这些人类的话 也没人能听懂她说话 她都快无聊死了 现在 终于有同类和她说话了 她怎么能不激动和高兴啊 她从林秀的怀里飞出来 在这偏殿内飞来飞去 可她都将这里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刚才和她说话的同类啊 最终 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又失望地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时 刚才那道声音 又在她脑海中响起来 哎呀别找了 我就在你面前呢 她猛地抬起头 一双水晶般的毛子 直勾勾地盯着林秀 重新正直飞起来 飞到林秀面前 打量了许久之后 才终于意识到 刚才是她在和她说话 她心中又喜悦又好奇 你也是老虎吗 你不是猫吗 眼前的灵兽显然是生气了 开始围绕着灵兽转圈 一边转 一边羞脑地说 你才是猫 你全家都是猫 本公主是尊贵的虎族 那些绑架本公主的坏家伙 竟然让本公主去抓老鼠 本公主怎么会去抓那种恶心的东西 她自言自语了一阵 好像又没有那么生气了 又重新停在灵兽面前 好奇地问 你是人类吗 灵兽点了点头 这灵兽灵动的毛字中浮现出疑惑 可是人类怎么能听懂我们的话 我也能听懂你说的 好奇怪呀 没有等灵兽回答 她便又哀咎地说 你是唯一能和我说话的人类 你可不可以陪我玩啊 他们都听不懂我的话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 我真的快要无聊死了 还有 他们每天都喂我吃鱼 我现在闻到鱼的味道就想吐 吃鱼还不如吃胡萝卜呢 你能告诉他们 不要再让我吃鱼了吗 还有 你能天天来这里陪我说话吗 我真的很无聊啊 这面前的小东西 用哀求的目光看着自己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事实上 她也真的可怜 远离故乡 种族不同 语言不通 如果是普通的动物也就罢了 它们灵质不高 有吃有喝就能混日子 但它是灵兽啊 灵质极高 并且拥有感情 想象一下 如果林秀在语言不通 甚至连首饰都不能使用的环境中 没有人能和她交流 她也会很快抑郁的 林秀本来不打算和贵妃娘娘的灵宠交流 哪怕是概率极低 她也不想暴露自己会两种能力的事情 可是大敌当前 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她看着眼前的小兽 用通感的方式传音 要我经常陪你玩也可以 但你要听我的话 悬浮在半空中的灵兽连连点头 嗯 听话 我一定听话 只要你陪我玩 第六十三集 因为灵秀枕病 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所以包括皇帝和贵妃在内 所有人都在外面等着 他们只听到偏殿内不许传来灵兽的声音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贵妃娘娘心机如焚 却又克制了心中的冲动 好在没多久啊 灵秀就抱着灵兽走了出来 她快步走上前 怎么样 灵秀怀中的灵兽依旧无精打采 灵秀看向贵妃娘娘 请问贵妃娘娘 灵兽平日里都吃什么食物 一名小宫女上前答道 都是用最精细的鱼片 灵兽的食物没有一点问题的 只有鱼吗 猫不是就应该吃鱼吗 灵秀心中吐槽啊 鱼肉当然没问题 它也喜欢吃鱼 但是让你一天三顿都吃 接连吃几个月 再喜欢吃鱼也顶不住啊 虽然这灵虫长得像猫 可人家并不是猫啊 要是这小东西能听懂它的话 现在又该生气了 它只能对贵妃娘娘解释 啊灵娘娘 陈在一本书中看到过 此灵虫虽然长得像猫 但其实它算作虎族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不喜欢吃鱼的 更何况是天天都吃一样的食物 我们人类也无法忍受啊 这一点灵虫和我们是一样的 没有人会认为 给一只小猫吃鱼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鱼对灵秀的信任 贵妃娘娘还是问道 那应该给南南吃什么 灵秀看了看怀里的小东西一眼 啊一些熟肉啊 如鸡肉 牛肉什么的 总是不要鱼肉 再佐以适量的蔬菜 如青菜 胡萝卜 贵妃娘娘很快就差人 去御膳房取来了灵秀药的食物 放在一只浴碗之中 当灵秀 将浴碗凑进灵秀嘴边的时候 让长春宫众人惊叹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已经两天没有进食过的灵宠 将脑袋都探紧了浴碗之中 狼吞虎咽地吃着 啊吃东西了 灵宠终于吃东西了 贵妃娘娘终于松了口气 随后用渴求的目光看着灵秀 你真的不考虑来本宫这里吗 你只要帮本宫照顾南南就行 你要什么本宫给你什么 灵秀还没开口 夏皇就忍不住笑出来 随后连忙劝道 使不得 这真的使不得 贵妃要谁都可以 灵秀真的不行 最多朕给她一个牌子 让她每日来照顾灵宠就是 如果是其他人呢 为了贵妃的灵宠 她或许真的就将其征兆入宫了 可这是赵灵君的未婚夫啊 别说是一只灵宠 哪怕是她后宫所有的妃子加起来 对于国家而言 重要性也不如一个赵家添交 贵妃有些失望 但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只要给南南吃这些东西 她就不会再生病了吗 灵秀摇了摇头 回贵妃娘娘 灵宠的病实物只是一个诱咽 真正的原因呢 纯上次已经和娘娘说过了 可是 本宫后来也让玲珑经常带她出宫 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她的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 或许是因为贵妃娘娘 才是灵宠的主人 如果是贵妃娘娘亲自带她出宫 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当然 这也只是纯的猜测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在灵宠的病上 贵妃对于林秀已经深信不疑 但夏皇身后的一名宦官 却眉头一皱 放肆 贵妃娘娘千金之躯 万一出了什么事 这谁担待得起啊 林秀立刻抱拳 事臣考虑不周 一时许言 请陛下和娘娘恕罪 你只是实话实说 何罪之有 贵妃娘娘挥了挥衣袖 看向夏皇 我要出宫 夏皇知道 这宠兽对她的意义 脸上浮现出无奈之色 朱吉 你亲自带些人兽 护着贵妃娘娘 但也要记得低调行事 贵妃出宫 若是被那些老顽固知道 少不了又要在朕的面前告装 遵旨 因为这也是为了林宠治病 所以贵妃微服出宫 林秀也得跟在身边 不过 她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发 而是对贵妃道 娘娘 臣还要回府准备些东西 半个时辰之后 臣在摘月楼门口等娘娘 摘月楼距离皇宫并不远 出宫之后 稍走几步便道 你去吧 本宫也需要换身衣服 片刻后 林秀离开皇宫 却并没有走主街 在几条隐蔽的胡同里绕了一刻钟 才从后门溜进了林府 这林府正门口啊 大皇正在那盯梢呢 忽然一个机灵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地跑进府内 林秀看着他 他们还在吗 大皇抬起头叫了两声 不多时啊 一道人影从林府走出 对面茶楼二楼 那男子一个机灵 激动道 出门了 他终于出门了 快去比报公司 永平侯府 从下人口中得知 林秀已经出门的消息 杨轩是心中大喜啊 那天薛福的晚宴之后 他就计划好了一个 针对林秀的完美无缺的计划 一旦成功 即便是赵家 也无法让他脱身 万事俱备 只等林秀入局 可这一等啊 那就是七天 七天呢 那该死的林秀 知道他这七天怎么过的吗 七天 八十四个时辰 六百七十二刻 他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那个计划 连做梦都是林秀 无法翻身的样子 这本来嘛 他对林秀没有这么狠 但此人实在太嚣张了 正是此人的嚣张 让他忍无可忍 什么叫我就喜欢 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这对于一等侯府的 大公子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大夏如今 有三位一等侯 赵家是新晋的 底蕴不足 另一家的权势 比起杨家 也有所不如 而他的父亲 一等永平侯 正值壮年 前途无量 不出意外 在未来二十年 甚至十年内 还有封功的可能 因此 如今的杨家 虽然还只是侯爵 但就连那些 三等公爵 府上的嫡传公子 对他也是客客气气的 一个小小的三等伯之子 竟然也敢这么侮辱他 这是杨轩迫不及待 对林秀动手的重要原因 当然 他的身份特殊 是不可能直接 对林秀动手的 永平侯府 虽然不敢说权倾朝野 但手下依附的官员 也有不少 东承崖 更像是杨家的一样 这次替他动手的 是东承令之子 其实这种事情 东承未出手就可以了 但上次之事 无情办得让他很不满意 此人在杨轩这里 已经被边缘化 当然 他没有亲自出手的原因 还有一个 这些日子来 他屡次对林秀动手 却屡次失败 这不是巧合二次 就能解释清楚的 上次由于他的疏忽 事先没有调查过 林秀的行踪 并不知道 他在为皇宫治兵 才导致计划失败 一方面 是他没有将林秀 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是 王都的其他事情 他好调查 但后宫只是 谁敢打听呢 万一被陛下知道 脑袋还要不要了呀 这谁都知道 陛下最宠厚非 有一次 都查斯几位御使 不过是在金殿上 提了几句 后宫的某位妃子 走路没有仪态 应该多学学 宫中礼仪 陛下虽然当时 没有说什么 后来啊 直接三个月 没有上朝 从那以后 那些眼里 揉不得一点沙子的 御使们 也不敢公开的 批评后妃了 最多呀 只是私下里 提醒提醒陛下而已 林秀正是利用此事 设计了他一次 那一次如果他直接动手 恐怕也难以脱身 这个人不仅嚣张 而且阴险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到时候啊 就算有什么意外 东成令父子也能一力扛下 不会潜传到他呀 第六十四集 杨轩输了口气 再次梳理了一次 今日的计划 发现并没有输楼 这才背着手 走出永平侯府 嘴角微微勾起 走 出去看戏 林秀走出家门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 扎月楼 然后在门口 等待贵妃娘娘到来 贵妃娘娘啊 是他计划中 很重要的一环 从薛府回来 林秀就已经有了 这个计划 在王都 永平侯府全是青天 林秀正面是 无论如何都 斗不过他们的 而论背地里的手段 身为一等侯之子的杨轩 也比林秀要多得多 所以他要借助别的力量 连永平侯府 也得罪不起的力量 在薛府激怒杨轩 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林秀就是要嚣张 嚣张到 让杨轩忍无可忍 忍不住 立刻对他动手 然后 他在家里待了七日 连大门都没有走出来过 就是为了让杨轩着急 从林秀在家的第三天开始 杨轩就安排了人 在林府附近监视 那时候 林秀就知道 他急了 当他再次出门的时候 杨轩一定会忍不住动手 这也是林秀所期望的 所以 他去皇宫 以及从皇宫回来的时候 走的是林府后门 和贵妃娘娘会合时 是大摇大摆 从正门走出来的 他就是要让杨轩的人 看到 在摘月楼门口 等了一刻钟 林秀就看到 三道人影 从皇宫的方向走来 贵妃娘娘抱着林宠 身后还跟着两人 其中一人 是玲珑小宫女 另一人 是夏皇身边的贴身宦官 不过林秀很清楚 看似只有他们三个 但贵妃娘娘身边 暗中保护的人 一定不少 哪怕只是出一点点小状况 这里就会被人重重包围 今日的贵妃娘娘 没有穿着皇宫中 那套华丽的宫装 而是 换上了一套素雅的裸裙 脸上也只是湿了淡妆 看上去啊 就只是一个漂亮的贵妇人而已 但她身上那种高贵 端庄典雅的气质 却不是随便哪个贵妇人 都能拥有的 当然 这种气质 普通人感觉到的 只是一种 不可接近的距离感 也只有真正的顶级权贵 才能看出 这是一种 多年身居高位形成的 尚未这气质 而具有这种气质的女子 整个王都都没有几个 她身后的玲珑小宫女 和那宦官总管 也换上了一身 普通装扮 林秀快步走上前 还未靠近 贵妃娘娘便说道 叫我夫人就好 随后 她低头看着怀里 神采奕奕的灵兽 你说的没错 不 我带楠楠出来之后 她立刻就变得精神起来了 林秀说的当然没错 因为本来就是她 让这小家伙装的 贵妃娘娘出宫 是她建议的 如果一点用都没有 她在贵妃娘娘那里 好不容易积攒的信任 或许啊 就要大大折扣了 贵妃的心情好了些 然后问林秀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林宠在宫里 待的时间太久 心中机遇 夫人只要抱着她 在街上逛一个时辰 当做普通的逛街就好 逛街 贵妃看了林秀一眼 我以前没有逛街过 什么才算是逛街 贵妃娘娘进宫前呢 应该也是那种 大家族的嫡女 养在身归 很少出门 进宫之后 出宫就更难了 对于普通女子而言 像是家常便饭的逛街 她竟然也要询问林秀 应该怎么做 夫人就在王都的街头 随便走走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贵妃娘娘显然是 第一次逛街 雍容华贵的脸上 满是新奇之色 不仅笑容多了 就连气色都好了不少 这看着跟在她身后的珠姐 嘖嘖撑起 娘娘这些日子 心情一直不好 气色也越来越差 她医院开了几个方子 却一点用都没有 陛下看着也很着急啊 没想到 才刚刚出宫 娘娘的状况就好了这么多 平安博之子虽然鲁莽 但却阴差阳错 办了一件好事 几人在王都的街头闲逛 容貌惊人 气质出众的贵妃娘娘 自然引来了无数人的事情 不时因为回头偷看 而和前面的人撞在一起 起了争执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印不出灵秀的预料 其实啊 她和灵音走在街上时 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只是没有贵妃娘娘这样贫乏 灵音才17岁 志气未脱 好看是好看 但气质还没跟上 贵妃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是别的女人怎么都装不出来的 而且宫中的娘娘 一位位都保养得很好 30岁出头的人了 皮肤呢 还嫩得像剥了壳的鸡蛋 眼角更是一道鱼尾纹都没有 如果不是身体已经发育得很成熟 说他们20岁呀 也有人相信 就在几人逛街时 王都另一条街道 杨轩正在听吓人的会 公子 已经找到他们了 林秀正在勾搭一名美妇 那美妇长得很漂亮 很有味道 混账东西 他和林郡有婚约 竟然还敢烊滑惹草 让王红马上动手 随时向我汇报 这个我要了 这个我也要了 这些全都要 王都 街边卖首饰的移动小摊位前 宿群美妇指着挂在木架的首饰 连连开口 这林秀看得无语呀 这街边的流动小摊 目标客人是百姓之家的寻常女子 十几文几十文钱 就能买下一件事物 贵妃娘娘可能不知道 她头上带着的任何一件首饰 旗上的一颗珍珠 都能将这整个小摊都买下来 但见她买得高兴 林秀也没有多嘴 反正又不用花她的钱 让这可怜的女人 满足一下女人的购物欲 也可以吧 朱锦站在贵妃身后 很高兴地拿出银子 将她看中的东西都买了下来 别说这路边的小摊啊 只要娘娘高兴 把这整条街的首饰铺买下来又如何呀 从来没有逛过街的贵妃 好奇心很强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啊看看那个 恐怕她自己都忘了 他们出宫的目的是为了林宠 林秀怀里抱着的那小家伙 不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精神不好 她竟然已经睡着了 林宠睡着的时候 背后的双翼会收起来 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小猫 但要比一般的猫漂亮许多 片刻之后 朱锦看了看石臣 对贵妃娘娘说道 夫人 午膳的时候到了 听说摘月楼的饭菜味道不错 要不要去那里用膳 贵妃正逛得兴起 经过朱锦提醒之后 才感受到有些饿了 她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安排吧 这时 林宠忽然上前一步 夫人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小店 糕点和江南菜做得不错 夫人 要不要去尝尝 听到江南菜时 贵妃美眸一亮 就去你说的江南小店 朱锦为难呢 夫人 小店的人来路不明 恐怕 贵妃摆了摆手 有什么好怕的 别人又不知道我的身份 你就当我们是普通客人就行 朱锦文言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那处江南小店 位置并不在王都最繁华的地段 反而比较难寻 林宙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才打听到这家小店的 虽说小店 没有摘月楼天江楼那么有名 但在一部分食客口中啊 还是有很好的口碑的 店铺装潢十分简单 空间也不大 盛在干净简洁 且店里只做江南菜 贵妃点了几道后 四人分别坐在一张桌子的四边 和贵妃娘娘吃饭 朱锦和玲珑显得有些拘谨 屁股都只敢落坐一半 林秀则要放得开一些 他叫来掌柜说道 把你们这里的特色菜 全都上一遍 第六十五集 来了大方的客人 老板乐呵呵地跑去后厨忙碌了 这儿啊 其实是一家夫妻小店 请不起别人帮忙 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老板和老板娘 亲自动手 林秀对贵妃娘娘解释道 夫人 经营这家店呢 是一对夫妻 他们原是江南人士 几年前呢 到王都开店 说是为了让江南的同乡 在外面也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贵妃看了林秀一眼 你怎么知道我是江南人士 我听夫人平日里说话 偶尔会有江南腔调 便猜测夫人应该生长在江南 你从小在京都长大 听得出江南腔调 我有个朋友也是江南人士 所以能听得出来江南话 贵妃点了点头也没有再多问 老板和老板娘的动作也很快 不多久啊 就将几道菜端了上来 对于这些江南菜肴 贵妃娘娘是如属家人呢 这是盐水鸭 这是水晶摇蹄 这是马蹄膏 这是白果蜜饯 她用筷子夹了一口菜 红唇微张 放进口中之后 脸上浮现出满足之色 感叹道 公 家中虽然有江南的大厨 但他们做的菜送过来时 都已经凉了 吃着也没有滋味 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 这种家乡的味道了 皇帝和后妃看似反光 但其实每天连一口热菜都吃不上 林秀不仅不羡慕 反而觉得他们有些可怜 大概过了小半个时辰 四人才从这江南小馆中走出来 贵妃摸了摸裙下微微突起的小腹 她已经很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 又或者说 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体会到饱腹的感觉 无论是年幼时还是进宫后 用膳都有时辰 家族和宫中的礼也告诉她 吃饭呢 最多只能吃五分饱 她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吃饱的感觉是这么兴起 瞥了林秀一眼之后 贵妃又问道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回夫人 刚刚吃过饭 不宜过多运动 我们去戏楼听听曲儿 喝杯茶 音乐可以陶冶青操 对灵宠的病也有好处 贵妃点了点头 就按你说的办吧 不多时 梨花院 班主一看到林秀进来 就笑着迎上来说道 哎呀 林公子啊 您又来了呀 财衣这会儿正好闲着 还是以前的雅家 我带您过去 林秀倾咳一声 今天我还带了朋友 换一个大点的房间 哎 财衣在哪儿呢 我找她有些事情 梨花院二楼某出房间 班主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而入 对房间里正在 调弦的身影说道 彩衣啊 林公子来看你了 彩衣站起来 对林秀 盈盈失了一礼 公子 您来了 林秀走上前 哎 彩衣姑娘 今天我带了几位朋友过来 其中一位 身份十分尊贵 有些事情啊 我得提前和你交代 林秀回到雅家时 贵妃娘娘看了她一眼 问道 你经常来这里吗 哦 回夫人 平日里修行累了 亦或许心中烦闷了 都会来这里听听曲子 放松放松 贵妃瞥了她一眼 你倒是懂得享受 说话间呢 彩衣已经走了进来 她今日并未着西装 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 青丝挽在头上 怀中啊 抱着一把琵琶 给人一种 柔柔弱弱的江南女子形象 琵琶声响起时 从她阴唇传出的 也是令人头骨发酥的 江南软鱼 朱锦和玲珑都不懂江南话 只是觉得 姑娘的声音好听 倒也听得呀 津津有味 玲珑更是一边听 还一边摇晃着脑袋 只有贵妃娘娘 在听到彩衣的声音之后 目光并定格在一处 失去了焦距 这细子的声音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当熟悉的江南小调 传入她的耳中时 时光呢 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 回到了那个江南 那个她已经十多年未见的江南 那儿啊 是她长大的地方 杨柳依依依 朦胧烟雨 一望无际的河塘 有传如之的湖面 江南的风 终究吹不到京都 这里有她喜欢的雪 却不是她的故乡 酥酥麻麻 软到骨子里的声音 逐渐驱散了这些天来 她隐藏在心底的愁绪 也让她阴郁的心情 照射进了一缕阳光 她目光望着林秀轻声道 你有心了 林秀愣了一下 夫人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贵妃却没有再开口 而是闭上眼睛 横着和采怡同样的曲调 脸上有动人的笑容 逐渐荡漾开来 林秀输了口气 脸上同样浮现出微笑 这带贵妃娘娘出宫是她的计划 但又不仅仅是为了那个计划 她懂女人 因此在长春宫看到贵妃娘娘的时候 林秀就知道她有心事 她的心情和这灵兽一样 他们都是深宫中的球鸟 这一点 林秀上次在太医院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初次见贵妃娘娘的时候 林秀是有点怕她的 毕竟后宫的宫女宦官都知道 贵妃娘娘喜怒无常 经常责罚工人 后来玲珑告诉她 其实贵妃娘娘没那么可怕 长春宫的宫女太监做错了事 娘娘会责罚 但却是轻打轻骂 在其他宫惹怒了主子 可是动辄会有性命之忧的 长春宫宫女的待遇 在后宫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娘娘平日里高兴了 会赏赐不少东西 她也非常互短 绝对不允许其他宫的人 欺负她们 当有宫女年纪到了 还会给她们一笔丰厚的嫁妆 送她们出宫嫁人 比其他宫的娘娘 不知道好了多少啊 在长春宫做事 只要不在娘娘心情不好的时候 惹怒她 或是没有不好好照顾 娘娘心爱的宠兽 都不会有什么事情 本来啊 这些事情和林秀没有关系 贵妃娘娘心情不好 也轮不到她来哄了 谁让她这次利用了她呢 也算是欠了她一份情 林秀不喜欢欠人情 只好想想办法让她开心 算是报答她的恩情 而红女人开心 她是专业的呀 梨花院 随着彩衣异曲唱罢 林秀注意到 贵妃娘娘隐藏在戴霉间的那一丝音域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音乐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哪怕是语言不通 也不妨碍感受音乐的情感 这是音乐最重要的魅力之一 那些家乡的小调 熟悉的唱词 对于离乡的人们会带来一种质疑 彩衣的艺术能力可以放大这种质疑 无论胸中多么烦躁 心情多么低落 听到她最质疑的声音 内心也会很快宁静下来 关于这一点 林秀已经亲身体验过了 彩衣的声音停下来的那一刻 贵妃娘娘轻舒了口气 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灵宠 发现她的眼睛也恢复了灵动 似乎回到了以前最活泼的样子 至此在有过灵宠的事情上 她对于林秀已经有了十分的信任 她缓缓站起身看了林秀一眼 今天我很开心 出来很久了 回去吧 你若有空常来后宫看看奶奶 她怀里的小家伙也对林秀喵喵了几声 意思是让林秀经常去长春宫陪她说话 贵妃娘娘要走 林秀心中却有些着急了 都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杨轩怎么还不懂说啊 难道是我猜错了 这次的计划失败 下一次可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而且对方会不会给我机会还不一定呢 第六十六集 转瞬间 贵妃娘娘已经离开了雅阁 从二楼走下来 正要走出梨花院去 忽然间 正在听戏的一名男子 从座位上站起来 她满脸轻浮之色 目光色眯眯的盯着贵妃娘娘 又瞥了林秀一眼 妹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不要跟这个小白脸跟我算了 看她的身板 再看看我的 我可比她强 她的手竟然不老实地摸向贵妃娘娘的翘脸 贵妃娘娘身后 朱锦眼中杀意暴涨 正要有所行动 林秀却已经抢先一步上前 握住了那男人的手腕 男人大怒 另一只手握拳倒向林秀胸口不屑道 小白脸 你已经敢和本大爷抢女人 林秀华太子 在她肩膀上轻轻一推 男人蹬蹬蹬倒退树步 一个仰头摔在了地上 和她一起的两人立刻上前搀扶 奇料啊 那男人倒地之后 身体抽出了几下 然后就两腿一蹬 一动也不动了 搀扶着她的另一名男子大惊道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但任凭她怎么摇晃 那倒地的男子都再无动静 她伸手在其鼻尖轻轻一叹 整个人立刻从地上跳起来 颤声道 没气了 大哥死了 另外一个人反应过来 立刻跑到街上大声道 杀人啊 杀人啊 匆忙赶来的班主和几名灵人 听闻这里死了人 皆是大惊失色 彩衣姑娘从楼上下来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面色大变 快步走到林秀面前 担忧问道 公子 怎么办 林秀呢 走了 男子身前 蹲下身子 伸出手 在他鼻尖探了探 又摸了摸他的脉搏 发现此人已经弃绝身亡 他缓缓站起身 说实话呀 林秀知道杨轩一定会对他动手 却没料到为了陷害他 他居然不惜搭上一条人命 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人都看到 是林秀推了他一把 然后 此人便摔倒在地 直接死亡 人证物证俱在 他根本没有辩驳的机会 林秀虽然有一拳 打死此人的能力 但刚才 他使出的力气 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以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拉他下水 这一次 杨轩是要让他 彻底无法翻身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几名捕快 走到了梨花院 熟悉的场景 也是熟悉的人 林秀看着那几名捕快 一阵无语 为首的捕快 还是之前那位 他快步走到 那身亡的男子身前 检查一番之后 看着林秀几人 相关人等 全都和我回衙门 朱锦眉头一皱 这时 林秀主动站出来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与其他人无关 我和你们走 那捕快倒是也没有坚持 毕竟 他们这次得到的命令 就是带走林秀 他也不想麻烦挥了挥手 带走 于是啊 在梨花院 众人担忧的目光中 林秀 被东城牙的捕快带走 片刻后 皇宫 出了人命案子 怎么会这么巧 回陛下 不是巧合 是预谋 那人本不会死 是他身边之人 在搀扶他时 以真气震碎了此人心脉 也就是说 是有人在故意陷害林秀 是的 而且此事 东城牙也有参与 否则 那些捕快来得 没有那么快 是永平侯 不 永平侯没有那么蠢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老奴已经让密贞司去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鬼妃没事吧 娘娘没事 只是有些生气 现在已经回宫了 他还让老奴转告陛下 让陛下一定还灵秀清白 清白 他可未必清白 陛下的意思是 早不陷害 晚不陷害 偏偏在贵妃出宫的时候陷害 你不觉得 他建议贵妃出宫 本就有蹊跷吗 可娘娘带着灵宠出宫 但灵宠的病情 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 娘娘也很高兴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你还记得 有一次朕照他治兵 他晚来了小半个时辰吗 还记得 那次他也是被人陷害 被抓进了东城崖大牢 还是小李子亲自去将他捞出来的 不是他被抓进去的 而是他自己进去的 他知道朕会照他入宫 只要说出此事 哪个雅门敢抓他 料定了他自己会出来 他才有恃无恐 不过 他那个时候 并没有趁机向朕告状 倒是有点出乎朕的预料 说明他知进退 懂分寸 这一点在年轻人中很难得呀 难道这一次也是他 倘若没有上次 朕或许会以为这次是巧合 这小子看着老师 其实心黑着呢 这次居然算计到朕和贵妃身上了 大胆 简直是胆大包天 陛下一定要严惩他 绝不能姑息 话刚说完 屁股上就挨了一脚 身体一个不稳跪倒在地 贵妃娘娘站在他身后 目凤寒煞 举着他的鼻子 狗奴才 本宫刚才是让你这么和陛下说的吗 本宫让陛下还他清白 你刚才在说什么呢 朱锦连忙换了个方向跪着 一脸苦涩地说道 娘娘恕罪 实在是这林秀太大胆 尽敢算计娘娘和陛下 老奴一时生气 算计 算计个屁 贵妃生气之下 连仪太也不顾了 你们这些人 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 自己的心脏 看谁的心都脏 那个孩子多有心哪 极次为楠楠治病 还费尽心思让本宫高兴 处处都为本宫着想 他如今被人陷害 你们还要怀疑他 夏皇的表情 有些尴尬 贵妃这一骂 竟是连他也一起骂进去了 忍不住再踹了朱锦一脚之后 贵妃又看向皇上 陛下 本宫很喜欢他 你一定不能让他受委屈 好好好 朱锦 你马上去东城牙 把林秀救出来 再给朕彻查清楚此事 敢对贵妃娘娘无礼 不管背后是谁在指使 都给朕揪出来 一个也不能放过 遵旨 看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贵妃娘娘才终于满意 扬着下巴 骄傲地离开 朱锦再次 叙弹性地问道 陛下 真的不责罚他 夏皇挥了挥手 没听到娘娘说的话吗 就按照朕说的去办吧 平安伯府 与永平侯府天差地别 此子能想出此等办法 这份机密 实在是令朕刮目相看啊 朱锦对此深以为然 这小子太阴险了 这份心计 其他家族的顽固们 还真没几个人能斗得过的 大部分人要是招惹了他 恐怕连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夏皇威威一笑 这个小家伙 朕很欣赏 年纪不大 却机敏过人 身上又没有顽固之气 最重要的是 他娶赵家那位天骄 朕很放心呢 第六十七集 陛下的这番心思 朱锦倒是能够理解 林家都快要跌出权贵之列了 无权无事 赵家嫡女嫁给他 总比嫁给某个大家族要好 到时候 两家强强联合 并不是陛下愿意看到的 朱锦正与离开 亲自处理此事 夏皇忽然再次开口 他给了朱锦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先让此事酝酿酝酿 朕要看看 这件事情 还有谁会参与 永平侯虽然对朕忠心 但东成崖和刑部 总不能都成了他杨家的 东成崖 大牢 林秀已经二进宫了 说来也惨啊 他虽然有九品官身 但在大厦的官场制度中啊 七品 财算入流 九品文书 严格来说 并不如正式官员品级 哪怕是像东成崖这样的小崖们 想抓呀 也就抓了 平安博之子的身份呢 更加没有作用 如果平安博士他还好 权贵设施 至少啊 也要清理司和刑部司 才有权处置 权贵之子 在老爹的爵位没有传下来之前 屁都不是啊 当然 如果有个厉害的爹 即便是犯了什么事 写东成崖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抓 不知道是不是缘分 林秀现在所处的 还是上次那个牢房 他被关进了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 有远及近的脚步声 几道身影从通道处走来 最前面的是一个陌生青年 他身后跟着狱卒捕快等 无情跟在最后面 和他有仇的林秀 再次被关进大牢 他不仅没有那么高兴 甚至还有点害怕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啊 他怕林秀又在阴他 上次啊 他可是真的在鬼门关 转悠了一圈 对于林秀这个人呢 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那陌生青年 走到林秀的牢房前 双手环抱 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当街杀人 好大的胆子呀 你以为你爹是平安伯 就能为所欲为 王都有些权贵 真是无法无天呢 林秀命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是 这是成令大人的公子 你说话客气一点 上次是东城卫 这次啊 干脆换成了东城令 如果如李伯璋所说 整个东城牙 就像是永平侯府的后院一样 林秀看着这东城令公子 说道 王都的有些权贵 还真是无法无天 为了陷害我 竟然不惜牺牲一条人命 东城令之子汪红笑了笑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那么多人亲眼看到你杀人 这是你狡辩不了的 是非自有公道 一会儿上了公堂 你就知道了 说完啊 他便转身离开 只是临走之前 他又回过头 压低声音道 不要怪我 要怪 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无情跟在汪红的身后离开 直到此刻 他都没有在林秀的脸上 看到一点害怕 或者惊恐的表情 和上次的情形 是多么相似啊 只是他根本想不通 这次的事情 杨轩安排得天衣无缝 林秀杀人乃是无数人亲眼目睹 东城令又是杨家的人 他还能怎么翻盘 带着满心的疑惑 无情离开了这里 没过多久 牢房内再次传来一阵脚步声 东城为带着几名狱卒 来到林秀的牢门前 无奈道 林公子 跟本官走一趟吧 这次的事情 是成令大人亲自下令 让我亲身此案 活也没办法 对于林秀 东城为说不上怨恨 反而还有些感激 毕竟上次啊 对方可是实实在在地 放了他一马 才让他能继续坐在 东城为的位置上 他不想和林秀为难 可东城令的命令 又不能违抗 只能到 林公子 本官其实也不想这样 希望你不要怪我 虽然他生了个不太靠谱的儿子 但林秀对东城为的印象 还算不错 前些日子 他在街上 遇到了上次被关在牢里的 那位老伯 他说自己离开之后 东城为就将他们全都放了 平日里 东城衙与权贵富商勾结 弃压百姓之事 也基本都是东城令做的 此人虽然不算什么好官 但也不算太坏 于是牢房打开 林秀走出牢门的时候 似是不经意地 看了东城为一眼 然后 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东城为注意到了 林秀这个动作 然后 便是一道良意 从他的尾椎骨升起 直冲脑门 让他头皮 瞬间发麻 有诈 此案 有诈呀 林公子不想让他插手 看了东城为一眼之后 林秀就静止向牢房门口走去 东城为额头浸出冷汗 脸色数次变化之后 忽然间弯腰捂着肚子哀嚎道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不行不行 本官的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哎呦 本官要去茅房一趟 你们告诉成令大人 这案子 还是让他审吧 不一会儿 隔居东城为闹肚子 无法审案的消息后 东城令心中暗骂一句 但还是换上官服 从后衙走出 来到宫堂之上 作证之后呢 一拍金堂木 沉声对堂下的年轻人问道 堂下人犯 你可知罪 芝麻绿豆大的官 也算有官身 因此在宫堂上啊 林秀可以免贵 他抬头问东城令 不知 还请大人明言 东城令再以派金堂木 怒道 你在戏楼杀人 或者多少人亲眼目睹 难道还想狡辩不成 即使人命案子 依照规矩 东城牙似乎没有胜利的权限吧 哼 别以为本官不知道你是平安博之子 还是清丽丝的文术 朕要将你交给清丽丝 指不定他们会怎么为你开脱呢 本官身为东城的父母官 辖区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怎么能够不闻不问 此案本官会先过问一遍 到时候自然会将卷宗移交刑部司 那里自有大人会接管 他说的大义凛然 义愤填膺 不知情的百姓恐怕真的会以为 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啊 林秀 你对当众杀人一事 招是不招 我有没有杀人 大人难道不是最清楚吗 好啊你 东城令气得站起身 从桶中取出一根令签 扔到地面上 当众杀人还不知悔改 给本公用刑 这等恶人 不让他受一些皮肉之苦 他是不会老实的 很快的 就有几名捕快将各种刑具拿出来 东城令看着林秀 你是想先受杖刑 攒刑 还是千刑呢 本官给你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 他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已经在公堂外站了很久的身影 缓步走进来 正是奉命调查此案的 朱锦 陛下让他先不着急 等着幕后之人跳出来 但此刻 林秀即将受刑 贵妃娘娘说了 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 真要让东城令 对他动了刑 惹他娘娘生气 陛下也护不住他 在宫里 他最怕的人 就是贵妃娘娘 朱锦抬头看着东城令 你刚才说 刑部有人会接管此案 那人是谁 外面忽然闯进来一个扰乱公堂的人 东城令愣了一下 立刻就回过神来 沉声道 你是何人 有何资格质问本官 来人 将他拖出去 一会儿再审问 不说是吧 朱锦没有再看他 而是抬起手 向前挥了挥 拿下东城令 先掌刑 再攒刑 最后迁刑 直到他说出来为止 唤语 虚一名身穿黑袍的蒙面人影 从外面走进来 分裂公堂两边 与此同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东城崖的地面 竟也开始微微震动 第六十八集 衙门外 附近百姓看着 一列列全副武装的禁卫 里三层外三层地 将东城衙围起来时 也被吓到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连禁卫都来了 禁卫怎么会把衙门围起来 出大事了 一定是出大事了 此时公堂之上 东城令看到那些黑衣人 以及他们衣服的花纹标志 惊得直接从位置上站起来 产生到 密 密真司 这在王都 要说东城令最怕什么 那不是顶头上司 不是什么权贵 也不是永平侯 甚至不是皇帝 而是密真司 朝廷这个部门 就像是躲藏在暗处的毒蛇 不出现则已 一旦出现 必定有人要 家破人亡 不知道 这次倒霉的是谁呢 哦 是他自己 东城令直接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朱景看了躺在地上的 东城令一眼 淡淡的了 弄醒他 再醒醒 东城衙 后衙 东城卫躲在茅厕中 强行忍受着这里的恶臭 也没有出去 直到他估摸着时间差不多 他也实在忍受不了的臭味时 才冲出了茅厕 站在院子里 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下一刻 他的呼吸就停止了 因为他看到院子里除了他之外 还站着数十道人影 那一排排身披甲咒 手拿兵器的 是禁军无疑 可衙门里 为什么会有禁军呢 而那些一身黑衣 还以黑纱遮面的人 东城卫也不陌生 那是密贞司的人 让王都官员和权贵 闻风丧胆的密贞司 也来了 东城卫刚一出现 数十道锐利的目光 就齐齐地射向他 下一刻 东城卫双膝一软 跪倒在地 双手高举产生道 别抓我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哪 东城牙 公堂上 林秀对朱锦拱了拱手 多谢朱总管相救 你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陛下和娘娘吧 那人对娘娘无礼 死有余辜 而他们背后的人 一个也别想跑掉 这东城牙 更是重点的清洗对象 这刚刚被人用水泼紧的 东城令 文言又干脆地晕了过去 随后啊 朱锦眯起眼睛 用似笑非笑的眼神 看了林秀一眼 压底声音说道 不过 你的胆气 也实在是令咱家佩服 连陛下和娘娘都敢算计 这一次是娘娘护着你 下一次 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朱锦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警告味道 林秀心中已经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这阵林秀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 这次之所以会被看穿呢 其实是因为他上次给夏皇 留下了老阴逼的印象 好在 从朱锦的态度来看 陛下好像不打算计较 他的欺君之罪 但这也给林秀提了个醒 以后万万不可 自作聪明 这次之事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 林秀啊 势单力薄 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不能和一党侯府抗衡 他必须赌 也只能赌 还好 他赌对了 这东城令晕过去没多久啊 便又被密针寺的人弄醒 未曾等到用刑 他便将一切都招了 包括他如何受永平侯之子杨轩的指使 提前安排捕快在林秀周围 打算将此案做成铁案 尽快移交刑部 并且将刑部的街头官员 都供了出来 他原本的计划是 如果虚情败露 他就一力承担所有责任 万万不能将杨轩供出来 但此刻由不得他不老实 禁卫和密针寺一起出动 他断然没有替杨轩隐瞒的可能 此案的严重程度 已经远远超出 他能自己扛下的程度了 这时 东城卫以及汪红 吴清一等 也被密针寺的人带了过来 准备一起盘问 林秀看了看东城卫 对朱锦道 朱总管 此案应该和东城卫无关 刚才在牢房中 他还提醒过我 林秀的这句话轻描淡写 但听在东城卫耳中 却仿佛天籁之音 这一刻的林秀 在他眼中光芒万丈 宛如再生父母啊 朱锦看了看林秀 然后道 既然如此 就放了这位大人吧 东城卫和吴清被放开后 便立刻走上前 朱锦微微点头 然后对密针寺主人道 既然陛下说了 涉及此案的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作为罪魁祸首的 永平侯之子 自然也难逃制裁 而此时 永平侯府 杨轩是刚刚回到家 得知林秀被抓进东城牙 计划顺利进行后 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林秀当众杀人 无数人亲眼目睹 东城牙和刑部 他又已经额外关照过了 这桩罪名啊 他逃不掉 只要落实了林秀的杀人之罪 虽然他大概率能免于一死的 但至少也是个流放的下场 到时候那桩婚约 自然也失去了效力 赵家就算是再信守承诺 也不可能将林军 嫁给一个罪犯 他间接地 为赵家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赵家 是不是该谢谢他呀 想到这里 杨轩的嘴角 不由地浮显出一丝笑容 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高兴啊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杨轩抬起头 看到一道身影 从前面走来 立刻面色一正 爹 那面色引现 微年的中年男子 看了他一眼 我听管家说 你在和平安博之子作对 杨轩知道 他做的事情瞒不过父亲 也并未否认 他配不胜邻居 中年人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你配得上 杨轩沉默片刻 摇头道 我连艺术能力都没有 我也配不上 但他更配不上 他那么美好的人 怎么能嫁给那个废物 那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杨轩猛然抬起头 面色有些猙獰地说道 狗屁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两个不知道死了 多少年的老东西 偏偏要决定别人的命运 我知道我配不上他 哪不是他嫁给太子 嫁给赵王我都没有意见 但嫁给你个废物 我不服 中年人目光古井无波 语气却有些失望 玄儿 你让我很失望啊 自从数年前 你见过那赵家女子之后 眼里就只有他一个 你可曾想过 你是要继承杨家 这偌大佳业的呀 什么佳业 我不在乎 杨轩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只要能看着他好 我便知足了 看着他痴迷的样子 永平侯眼中失望之色更浓 随后 他的目光再次恢复了 古井无波 你恐怕要失望了 林家和赵家的婚约 是不可能取消的 就算是林家想取消 赵家也不会取消 最重要的是 陛下不会同意 杨轩猛地抬起头 为什么 永平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忽然转过头 望向某个方向 一道道轩影 从那里走来 将杨轩团团围住 朱锦走到永平侯面前 拱手说道 咱家见过侯爷 朱总管客气 不知总管今日来杨府 有何要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